闹事的 还一个个的都这么拥护他呢 气死我了 一群死天狗 在说舞台之上 苏萨看着蛮长的粉丝 深吸了一口气 他不喜欢热闹 但这些人都是冲着自己来的 自己有理由不能让他们失望 更不能让那些暗中搞阴谋的人得意 想到这里 苏萨对着台下 谢谢大家来支持我 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不是喜欢音乐 只是喜欢我 下面笑 我知道 你们很多人都是高价买的黄牛票 你们被坑了 下面又笑 以后再有这种事 可以直接把钱给我 下面笑疯了 可惜 我的手上有绷带 苏萨举起了自己的双手 绷带很醒目 下面一片叹息之声 有人喊 没事 萨神 我们以后再看也是一样的 我们是萨神的忠实臣民 苏萨笑了一下 然后他又说 所以恭喜你们 你们将看到史上最强的钢琴表演 全场都愣了 全场都吃惊于 苏萨的手都受伤了 还要怎么表演 韩小雨影之当然是不屑一顾 观众席里 还有一个人 也是对苏萨的话嗤之以鼻 正是沈老师沈树芝 今天他也特意来看这个闭幕式演出的 可沈树芝明显没安好心 他是来看笑话的 目前在这个学校 要说 沈树芝最恨谁 当然就是苏萨本萨了 在与苏萨发生矛盾之前 沈树芝是顺风顺水 春风得意 可是在与苏萨发生矛盾后 沈树芝是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几次三番被苏萨起脸输出 疯狂打脸 让他丢人现眼 颜面扫地 在学校的地位 也是一落千丈 再也不负之前青年才军 励志偶像的风采与光环 而苏萨呢 则是芝麻开节节高 简直火透了天 不由得不让这个沈树芝 但是各种羡慕极度狠 所以这次听说 苏萨的手伤了 无法表演了 沈树芝特意来到了 艺术节闭幕室的现场 就是为了欣赏苏萨的球态 因此 现在听到苏萨说 要带来史上最伟大的钢琴表演 这个沈树芝是完全不幸的 苏萨不在乎沈树芝等几个人在想什么 只见他走到了舞台一侧的钢琴边上 全场鸦雀无声 都想看看苏萨会如何操作 只见苏萨轻轻弯腰 脱了自己脚上的鞋 今天苏萨的打扮很随意 短袖 气氛裤 脚上是凉拖 没穿袜子 然后 只见苏萨忽然轻身一跃 身体在空中画出了一道优美的曲线 就那么跃到了钢琴之上 姿态轻盈 优美到了极点 哇 全场惊艳 赞美之声 络绎不绝 站在钢琴的苏萨并没有急于动作 他昂首挺胸 顾盼声姿 雁光四射 一动不动 掌声如雷鸣般响起 无数块门声此起彼伏 闪光灯闪成了一片 欢呼声 口哨声 像是要把体育馆的天板掀开一样 女神 我死了 光一个亮相就让粉丝疯狂 在萨姐之前 只有那个叫MJ的男人可以做到 萨姐 我为你疯 为你狂 为你筐筐撞大墙 萨姐 我为你吃 为你醉 为你哗哗流眼泪 妈的 前面你两个人坐下 耽误我看女神了 后台的影支 看着钢琴上那个 犹如天外飞线一样的女生 极度的海水翻江倒海 已经要把她给淹没了 大家都是女人 凭什么 你就这么好看 不过这是钢琴 你以为你是在表演杂技的吗 我他妈的不信了 你还能用脚弹琴 然后影支就被光速打脸了 苏萨 在十秒静止不动的亮相后 她开始动了 她居然真的在钢琴上跳舞 她点着脚尖 虽然没有穿裙装 但是那修长的小腿 白皙的脚踝 玉笋一样的脚趾 灵巧地踏在了黑白相间的琴剑上 更是踏在了全场观众的心头 随着她的舞蹈 优美的旋律随之响了起来 她是一只优雅又傲然的天鹅 苏萨跳的是芭蕾舞 天鹅湖 苏萨弹的也是钢琴曲 天鹅湖 王子在湖边遇见了一只天鹅 她向王子讲述自己 被魔法师由少女变成天鹅的遭遇 并且告诉她 只有忠贞不渝的爱情 才能使她重新恢复人形 王子听后大为感动 并发誓永远爱她 王宫里为王子挑选新娘 举行盛大舞会 魔法师与她的酷似 白天鹅奥杰塔的女儿黑天鹅 混迹其中 王子误把黑天鹅当成白天鹅 向她表白爱情 当王子发现受骗后 立即奔向湖边寻找奥杰塔 王子战胜魔法 使白天鹅恢复人形 有情人终成眷属 这是一个群舞 但苏萨却用一个人的表演 撑起了一台戏 一个人的芭蕾 全场人的痴迷 当曲中人散 大家都疯了 女神 女神 如果这不是女神 还有什么是女神 韩小木瞪口呆 影子的嘴唇咬出了血 而沈树芝的心情 则和他们两个都不一样 她开始也是意外 是惊讶 然后沈树芝居然发现自己心动了 她恋爱了 这一刻 她忽然醒悟 自己居然爱上了苏萨 沈树芝是一个直男 在大学之前 一心苦读 几乎没有恋爱经历 她的初恋 就是宁心 都说情人眼里出西施 在那时候的沈树芝眼中 倪心就是完美的 她漂亮 还有才华 可惜 这初恋也是单恋 因为得不到 因为遗憾 所以就觉得更加的可惜 更加的美好 那时候 在沈树芝的眼里 没有其他女人的位置 可此时舞台上 这倾国倾城的苏萨 不是比倪心更美好 更优秀吗 比外貌 苏萨超过倪心 比才华 苏萨还是超过了倪心 哪怕是在倪心 最擅长的绘画上 苏萨还是得到了更高的评价 那你说自己还有必要 迷恋倪心吗 苏萨完全就是 倪心的升级版 不必舍尽求远 原木求鱼啊 况且 现在沈树芝回想 她与苏萨本 就没有什么矛盾和仇恨 最开始发生冲突 其实因为自己 被倪心拒绝了态度不好 而迁怒于苏萨的 苏萨生气 也是有理由的 而那时候 沈树芝对苏萨不满 最主要的原因 还是仇富 觉得苏萨不学无数 连考试都不参加 只是依靠家里面有钱 就被弄到了 沪城大学 这样的高等学府混日子 真是面目可憎 她鄙视这样的人 哪怕苏萨再漂亮 对她来说 都是雍之俗粉 但事实证明 自己也是误会苏萨了 苏萨虽然文化课成绩不好 但是艺术天赋满分 可不是那种 袖枕头的草包一个 是有真材实学的 这个女人 是能够配得上自己的 之前两人的矛盾 都是可以调和的 只要自己换个眼光看苏萨 会发现这个女人 还是有不少闪光点的 况且她还那么漂亮 所以沈树之觉得 这个苏萨 才是自己 命中注定的正牌女友 她决定了 以后要追求苏萨 让苏萨 和自己夫唱夫随 至于之前 两人闹得那么僵 苏萨会不会喜欢她 沈树之觉得这不是问题 之前都说了是误会 那误会 解除了就没事了 自己顶多就是道个歉不就行了 女人哄哄就好了 人都说打是亲 骂是爱 闹着玩谈恋爱 夫妻床头打架床尾和 这都是可以解决的 毕竟自己这么优秀 苏萨会对自己无动于衷吗 不会的 说不定早就爱上自己了呢 这丫头之前总和我作对 也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 不是很多女人都这样吗 嘴上说不要 身体上很诚实 喜欢玩欲擒故纵 越爱哪个男人 越总是和她撒娇卖蒙争宠任性 呵呵 苏萨 你这个小妖精 恭喜你 成功俘获我的心了 现场已经疯狂了 所有人都一定 确定以及肯定 这绝对是他们看过的 史上最伟大的钢琴表演 太他妈的炸裂了 与苏萨的表演相比 之前那些所谓的高档音乐会 全部都一文不值 胃同嚼辣 百麻不是 乏善可陈 真的 之前边唱边跳的大家见过 边弹边唱的 大家也见过 可是像苏萨这样 在钢琴上表演 林波微步一样的曼妙舞步 还用步伐 奏出如此美妙音乐的 苏萨却是开天辟地的头一个 可苏萨的表演 还没有结束 只见苏萨 从钢琴上轻盈落下 他当着所有人的面 缓缓地解开了手上的绷带 然后 把双手高高举起 展示在众人之前 晶莹纤细 洁白如玉 没有伤痕 没有瑕疵 完美无缺 大家当然是无比的惊讶 不是说苏萨的手 被开水弄伤了吗 现在这又是怎么回事 他们当然不知道 因为在很久之前 苏萨就被老公 送了一件礼物 一件价值连城 堪称无价之宝的礼物 是用特产 在天山深处的 冰蚕丝做成的手套 这手套轻盈透明 仿若无物 但是却能避刀枪 不畏水火 乃是从宋朝传下来的 奇珍一宝 被将寺送给了苏萨 因为老婆的手太珍贵了 必须好好保护 前几天 苏萨看到韩晓 接连要暗算自己 又如何没有防备呢 因此根本就没有这道 其实这事 莫欢欢也知道 后来的哭闹 不过是故意演戏 给韩晓等人看罢了 只见苏萨 款款地坐在了钢琴边 十个手指有力地 按在了琴键上 音乐如金歌铁马 长江流水般地响起 这是一首战歌 战场之上 尚未散去的硝烟 在空气中弥散着 天空有些低沉 不知是雨前的宇宙 还是硝烟的弥漫 云朵在天空中 呈现出一种忧郁的灰色 倒塌的墙壁 让凌乱的碎石 扑了一地 尘埃在空气里飘摇 最终落定 回归泥土 在战火摧残后的 断圆残壁中 开着一朵不知名的白色小 全场的人 都随着这首音乐 仿佛看了一场 史诗级的战争大片 阵龙发聩 激荡人心 洗涤心灵 触及灵魂 这是 克罗地亚狂想曲 苏萨的音乐 还是那么的激昂 那么的壮脸 那么的催人奋进 那么的孤人心 苏萨 是用一首快节奏的钢琴曲 告诉所有人 我的手没事 一曲弹壁 就在全场片刻沉默后 当要从音乐的世界中醒来 开始疯狂鼓掌的时候 苏萨却是伸出手指 在嘴边做了一个 噤声的手势 于是全场的人 没人敢发出任何的声音 继续保持沉默 苏萨看着台下 那些喜欢我的人 谢谢你们 那些讨厌我的人 我很抱歉 因为我的手根本就没伤 其实我可以一开始 就用手弹的 但我没有那么做 因为我要用事实告诉你们 羡慕我 可以 嫉妒我 随便 凤恨我 欢迎 超越我 做梦 取代我 妄想 暗算我 徒劳 想用手段阻止我表演 你们是庸人自扰 痴人说梦 自不量力 自讨没趣 自取其儒 你们唯一能做的 只有自怨自意 自挨自怜 自我了断 自取灭亡 苏萨说完了 全场还是没人敢出声 苏萨微微一笑 好了 我的话讲完了 你们可以鼓掌了 声如海 掌如潮 在一片的欢呼雀跃上 没有人注意 沈树之一改之前 面对苏萨的冷漠 与不屑 她也在激动地鼓掌 脸上都是一副 语有容颜的表情 如果有人能听到 她的喃喃自语 那么一定能 惊讶地掉了下巴 因为沈树之说的是 多完美啊 我的女人 表演结束 因为前面的粉丝 太热恋 所以苏萨和莫欢欢 是从后台门离开的 在后门处 看到了影之与韩晓 影之指着韩晓的鼻子 正在破口大骂 废物 你真是一个 一无是出的废物 你说你办成过一件事吗 韩晓低着头 不敢反驳 正在此时 她看到了苏萨与莫欢欢 顿时如同疯狗一样 冲了上来 对着苏萨叫嚣 苏萨 你真阴险 你为什么装受伤 为什么欺骗我们 然后让你今晚 在这里大出风头 你真是太卑鄙了 看韩晓这理直气壮 义愤填膺的样子 好像她真的 占了多大道理 受了多大委屈一样 似乎她弄伤苏萨不是错 而苏萨没有受伤 才是最大恶极一样 莫欢欢气的 想和这个韩晓理论 但是苏萨却是先开了口 骗你 啊 真是我们的不对 毕竟我们不能虐待动物 不是吗 我向你道歉 韩晓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是苏萨骂她是猪 顿时气急败坏 姓苏的 你别得意 这次没弄惨你 你等下次的 莫欢欢叫了起来 哎呀韩晓 你承认是你故意害阿萨的了吧 韩晓在得意叫嚣 对啊 我是故意的又怎么样 你们能把我如何 我舅舅是院长 我是不会有事的 大不了再背个处分罢了 告诉你们 我舅舅都告诉我了 就是这个处分 也不过是做做样子 根本就不会写到我的学生档案里 倒是你莫欢欢 你那个处分 才会跟你一辈子呢 哈哈 怎么样 是不是很郁闷 是不是很生气 但是你们没办法 谁让小爷 我有事里呢 莫欢欢 你好baby 韩晓耍酷 baby baby是baby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智名从 所以你们两个 既然惹到了我支支女神 你们就等着被我玩死吧 苏萨 你瞅瞅刚才在台上 把你狂呢 地球装不下你了是吧 说什么 算计你徒劳 小爷以后还会算计你 我看你躲过这一次 能不能躲过下一次 影子本来一直很生气 但是看到 现在韩晓的表现 觉得心情好多了 只要能让苏萨不爽的事情 都会让影子心情愉悦 苏萨先是安慰了一下莫欢欢 放心 你的档案里 不会有那个心好心好分 苏萨说的很肯定 姑姑是护城大学的校董啊 办这事不是小菜一碟 但苏萨从没想过 利用姑姑的身份 在学校里对付这些贱人 因为没必要 杀鸡不用牛刀 收拾这些杂碎 就当是玩一样的就够了 然后苏萨看着韩晓 韩晓 你说的没错 你的档案里面 确实不会有什么处分 韩晓的脸上都是嚣张 你知道就好 所以还不 苏萨打断了他的自吹自擂 但你的档案 一定会有案底的 韩晓刚想用微笑 表达自己的不屑 就看到远处 一辆闪着治安灯的商务车停下 下来几个身穿制服的男人 走到韩晓的面前 韩晓 你涉嫌一起故意伤害案 跟我们回去吧 韩晓傻了 影子也傻了 只有苏萨无动于衷 收拾这种垃圾 不需要动用什么背景 正常走法律程序就可以了 王院长 韩晓被抓了 影子慌慌张张的 给王院长打了电话 王院长也吓了一跳 什么情况 影子就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说了一遍 现在韩晓被抓了 影子真的是有些着急 不是对韩晓有什么深厚的感情 而是舍不得 失去了一条忠诚的舔狗 这韩晓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至少对自己忠贞不二 还天天女神女神地喊着自己 之前对这种赞美 影子还不是太介意 本来他之前 就很受男生欢迎的 不缺韩晓这一声 可现在 自从有了苏萨后 影子被衬托的暗淡无光 再也没有之前 那种被众心捧月的待遇了 王院长一听 也很不高兴 首先是气苏萨 谁允许你爸俩 不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吗 学校的事情 完全可以内部解决 你现在这样 不是诚心让学校出丑 让领导蒙休啊 其次是恨韩晓 这个不争气的外伤 天天给我惹麻烦 好了 你不要慌 这事我会处理的 在电话里 王院长用沉稳的声音说道 他真的不觉得 这是有什么问题 自己可是护城大学的院长 那在社会上 可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过捞一个学生出来 轻轻松松 于是 王院长特意给治安 所打了一个电话 邓所长吗 我是王安国 你一定知道 我是谁吧 对 我就是护城大学 设计学院的院长 对 这次呢 只有一件小事 听说我们 有个学生被你们带走了 哎呀 这不是小题大做吗 乱弹琴 赶紧把人放了 这是我们学校内部的事情 不过是几个学生 恶作剧罢了 这样上当上线 是不对的 小孩子不懂事 你们也不懂事吗 王院长在电话里 摆足了官腔 按照级别 他确实比一个 治安所的所长高不少 因此 完全是居高临下 趾高气扬 遗旨气势 优越感十足 但是那个所长的声音 却是冷冰冰的 王院长 之前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学生的恶作剧 王院长 你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 不会是法盲吧 故意伤害这是犯罪 我们不懂事 或许吧 但我们懂法 小孩子 已经满18了 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 还有 请不要再打这样的求情电话 你这是在妨碍司法公正 说着 治安所所长 就把电话 给重重地挂了 气得电话这边的王院长 五官扭曲 而电话那边的所长 则是一脸不屑 拿植物压我 我不吃这一套 这次这小子 居然伤害我萨女神 一定重重地办他 苏萨 你去治安所说一声 就说 这只是玩笑 你不追究了 让他们把韩晓放了 影之找到了苏萨 双手抱拳 很是俱要地说 苏萨像 是看白痴一样看着影之 你是猪吗 我为什么要放他 事实上 如果不是看在 影老爷子的情分上 苏萨早就把影之 也送进去了 韩晓是帮凶 这个影之 才是真正的幕后黑手 所以苏萨已经对 影之够温柔了 虽然不介意 时不时地打影之的脸 羞辱他 蹂躏他 折磨他 但还没有把事情做绝 可惜这个影之 却是心里面毫无逼数 有些给脸不要脸 蹬鼻子上脸啊 我给你钱 你说 你想要多少钱 才肯改口 影之下意识地说 在他的潜意识里 苏萨还是那个 从乡下来的穷丫头 可以任由自己欺负 作茧 世强凌弱 丈夫欺凌 可是苏萨一句话 就给影之打脸了 给钱 你有我钱多吗 好啊 给我一个亿我就改口 没有就别避避 影之的脸黑了 他猛然醒悟 面前的可是一幅画 就能卖一千万的绘画大神啊 而影之 虽然是影家的大小姐 吃喝不愁 不缺各种大牌奢侈品 但他是绝对不可能一次性 拿出这么多现金的 他和苏萨怎么比 影之悲哀地发现 现在他与苏萨在一起 他才是穷人 影之再也没有优越的资本了 影之 你给我听好了 我知道这韩晓就是你的走狗 他做的那些烂事 都是你指使的 我之所以现在没动你 不是打狗看主人 而是杀鸡给猴看 我是看在外公的面上 给你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 我劝你能要点脸 不要自悟 不要拿你的愚蠢 试探我的耐心 不要用你的卑劣 挑战我的底线 否则 相信我 你一定会死得很难看的 好了 你可以滚了母猴子 影之哭着去找赵倩 赵倩其实也不在乎韩晓的死活 但是 担心韩晓在里面撑不住 把影之也给咬出来 说那些事 都是影之缩使的 因此只能来找苏萨说情了 赵倩是在学校的门口 找到了苏萨 见到苏萨 赵倩心里面是很不满的 不只是苏萨对影之的欺负 这当然很不讲理 一直都是影之 主动找事的好不好 可赵倩觉得 自己女儿找苏萨的麻烦 不是问题 苏萨反击就是她的不对了 苏萨没有被欺负成 就是苏萨的不懂事 苏萨还敢让影之委屈 那就是大逆不道 而苏萨表现得比影之 优秀这么多 简直就是一种犯罪 我赵倩的女儿 就应该是天之娇女 尹玉兰 那个蠢活生的女儿 凭什么和我的女儿相提并论 不配啊 同时 还因为上次拍广告 被苏萨放鸽子的事情 更是让赵倩 对苏萨心怀怨恨 觉得苏萨给脸不要脸 不识胎卷 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颜色就开染房 你现在 红了怎么了 还不是被收养的贱丫头 无权无势 没有背景 自然可以随意 被自己拿捏 但为了女儿的事 赵倩只能选择演戏 她不轻假轻 不敬假进 一脸虚伪的笑容 苏萨呀 最近怎么样 哈哈 听说你现在很风光啊 上次拍照那时你没来 估计也是忙得忘了吧 没事 我不计较 谁让我们是一家人呢 舅妈不生你的气 赵倩显得很大度的样子 一服虽然你做错了 但我不和你计较 你应该感恩戴德的丑陋嘴脸 苏萨笑了 舅妈 我没忘 也不忙 赵倩 啊 苏萨继续 我就是故意不去的 诚心放你的鸽子 赵倩的脸黑了 他被气得破防 真想对着苏萨破口大骂 但为了影之 他心里面劝自己忍 我要忍耐 赵倩善笑着 哈哈 苏萨你还真是性子直啊 算了 我们不说那些事了 就说你和芝芝的事 你们是同学 还是姐妹 就是应该相亲相爱的 苏萨摇头 不好意思 我和她不熟 赵倩 你们之间肯定是误会 苏萨强调 不是误会 影之就是单纯的犯贱 又蠢又坏 一肚子蛇蟹 尚不得台面 我早就看透她了 赵倩 你比她大 应该让着她一些的 苏萨冷笑 凭什么让 我又不是她妈 她妈没教育好她 也轮不到 我呵护她 赵倩气得鼻子都歪了 苏萨 做人要大度 你就不能宽容点吗 此时天色阴沉 天气预报有雷震雨 于是苏萨就离远了赵倩几步 九妈 下雨天千万不要 和我走得太近可以吗 赵倩一愣 为什么 因为我怕打雷劈你时 我会被你连累 苏萨觉得有一句话特别有道理 就是一定要远离那些 动不动就劝你大度的人 凭什么让别人大度 你知道 人家都经历了什么 赵倩被脸色铁青地回到了尹家 思来想去 只有找尹老爷子了 那死丫头 不给任何人的面子 但一定会在乎老爷子的意见 赵倩不认为这是苏萨孝顺 觉得苏萨一定是故意讨好老爷子 好为了分一份尹家的家产呢 赵倩带着尹之找到了老爷子 说了韩晓被抓的事 在尹之的讲述中 自然是屁股完全做歪的 颠倒黑白 混淆是非 说的他与韩晓完全是无辜的 不过是在和苏萨开玩笑 倒是苏萨 不依不饶 牙字必报 得理不饶人 真是过分 爷爷 你说那个苏萨 是不是很过分 他明明都没有受伤 还乍伤 这不是诚心坑人吗 还说是同学呢 这心思多很多啊 简直就是一个 阴险毒辣的卑鄙小人 现在韩晓都被抓了 多冤枉啊 听说韩家人可着急了 所以 爷爷您一定要给我做主啊 让他放了韩 尹之还在喋喋不休 啪 尹之的脸上挨了尹老爷子 狠狠的一巴掌 把尹之的脸都打红了 爷爷 你为什么打我 尹之捂着脸 一脸都不可思议 为什么打你 因为你欠揍 尹老爷子虚发皆张 显得很是愤怒 他指着尹之的鼻子 你还有脸 给那个什么喊小求情 坐牢怎么了 枪毙都不多 这里就是阿萨没事 阿萨要是出事了 我老头子和那个王八蛋拼命 同学 有你们当同学的吗 你们都是一群害人静 阿萨的手多重要 比钻石都珍贵 尹之很少看到 尹老爷子这么生气 也被吓傻了 一边的赵倩看得心疼 爸 你怎么可以向着外人 尹老爷子怒斥 你给我住口 什么外人 都是我的亲人 谁有理我帮谁 尹之我问你 这里面你是个什么角色 是不是你在后面推波助澜 我警告你 如果你再做这种无耻的事 不用别人 我就把你送进监狱 尹之被唬得不敢说话了 韩晓被抓 韩家人自然也是着急 韩夫人为了儿子 也是上下奔走 找了很多关系 只是还是没法 让韩晓出来 她当然不知道 已经有人发话了 这次韩晓进去 别想轻易出去了 除了暗算苏萨这事 还有人专门调查 韩晓的黑历史 反正这种扩哨 虽然杀人放火的本事没有 但是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 赌博之类的事情 肯定是没少做过 一件件合时 短时间韩晓 是别想出来了 韩晓二叔 还因为想送礼打点关系 结果韩晓没出来 这二叔 自己还因为行贿罪 被抓进去了 可谓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后来韩夫人听说 苏萨是尹玉兰的养女 所以就托关系 找到了尹玉兰 希望尹玉兰可以出面 让苏萨撤诉 要说这韩夫人 也是护城过太太圈的 一个知名人士 一向是以善于祖局著称 别看韩家实力 只是三流 但韩夫人 可是社交圈的明星 并且很是风流 据说和很多人 都有床底故事 是个有名的交集 之前尹玉兰 一心想结交韩夫人 参加她祖局的下午茶 借机结交更多的人脉 因为这尹玉兰 在互称民园圈的人员吧 说人嫌狗 艳有些过分 但是说朋友聊聊 绝对不夸张 谁让她性格肤浅 又自私 还那么爱炫耀呢 因此 韩夫人找尹玉兰帮忙 如果是别的忙 尹玉兰绝对不会拒绝 可这次求她找苏萨呀 自己是自己之 尹玉兰知道自己说话 在苏萨那里 如同放屁 可能还不如放屁呢 苏萨绝对不会给她这个面子 但又不肯认怂 不希望别人知道 她还拿捏不住一个养女 于是就拿出了 慈母的派头 对韩夫人凶狠地表示 你儿子那么伤害我女儿 我这个当妈的 和她拼命还来不及呢 又怎么会去说情 那个小王八蛋 枪毙都不多 其实尹玉兰说的是假话 是违心话 属于打肿脸充胖子 癞蛤蟆上马路 愣装进口小吉普 她心里面 其实一点都不记恨韩晓 还很遗憾 韩晓没有把苏萨弄伤呢 只是这心里话 哪怕就是不要脸如尹玉兰 也是没法开口说出来的 可是韩夫人不懂啊 她看尹玉兰 如此态度强横 顿时恼了 尹玉兰 你别给脸不要脸 不就是一个养女吗 又没出什么事 怎么就死咬着不放了 呃 钱是吗 说 你们要多少钱 我们韩家出得起 就当打发要饭的了 看韩夫人如此嚣张 尹玉兰是真生气了 你不尊重苏萨可以 但是 你不能不尊重我 于是尹玉兰也怒了 拿钱砸人是吧 我们苏家别的没有 但钱有的是 你那个龟儿子 不但不能放 还得加刑 你骂谁是龟儿子 骂的就是你 谁不知道你到处招风引蝶 四处卖骚了 我卖骚 那是我讨男人喜欢 谁像你啊 别说外面的男人不待见你 就是你老公都不碰你 你听谁说的 我撕了他的嘴 呵呵 尹玉兰 这还用别人说吗 谁不知道你老公苏手里 天天在外面添酒地啊 不瞒你说 他还勾引过我呢 只是我没看上他 但这次可不一定了 为了给你戴绿帽子 你男人我睡定了 我打死你个老狐狸精 我弄死你个臭不要脸的 韩夫人与尹玉兰 还撕打在了一起 饶氏苏萨在聪慧过人 也绝对想不到 自己把韩晓坑了 最后还让尹玉兰挨了一顿打 当然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更开心的 韩晓被判刑了 最快的速度 恕罪并罚 被判了五年 但野小子也算是有些骨气 坚持没供出尹芝 他觉得自己这么做 尹芝一定会很感动的 会爱上自己的 能得到女神的爱 坐几年牢 韩晓也认了 可是让韩晓失望的是 尹芝别说爱她了 连看都没看过她一次 这是赵倩嘱咐尹芝的 绝对不能去 免得惹火上身 而尹芝 虽然对韩晓进去了 有些难过 但这与爱情没关系 只是遗憾自己少个备胎 第23届护城大学生运动会开始了 护城作为全国排名前二的超大城市 有着国内最有优质和丰富的教育资源 光是重点名牌大学就有十几所 再加上普通的大学 以及专科学院 技术学院 能称的上大学的学校有50多所 在校大学生十几万 所以 大学生运动会的规模很大 历史悠久 各个学校都很重视 都会积极组织参赛 都会中奖取得优异成绩的学生 甚至为了这个 在高考录取的时候 都会争夺那些有天赋的体育特长生呢 护城大学是护城排名第一的高校 全国那也是前三的地位 在护城大学圈的地位不可撼动 鹤立鸡群 但在体育上 护城大学却是传统的弱势 历来在护城大学生体育运动会的成绩 都是吊车尾 因此 护城大学的学生 对这个运动会的心情也很复杂 就像是中国球迷看男足世界杯一样 热闹是真热闹 但是 和我没什么太大关系 只能每年去竞争精神文明奖了 不过今年 护城大学的学生都很兴奋 开幕式的时候 组成了声势浩大的加油助威团 为什么如此激动呢 倒不是说 今年护城大学有了什么体育天才 而是因为苏萨 苏萨一个人 就顶得上千军万马 苏萨当然也不是体育健将 但因为每年的大学生运动会开幕式上 在运动员入场的时候 都有本校的学生举那个引领牌 这个举牌的 约定俗成都是女生 都是各个学校最漂亮的女生 都代表着 每个学校女生颜值的最高水平 这么说吧 你去哪个大学都会有很多个班 系 校 但这都是民间自封的 缺乏公信力 并且明明校应该只有一个 但每个学校都有七八个校 不乏烂于充数的 可在大运会上举牌的 那可是经过官方认证的正牌校 含金量十足 每次选拔时 都是一阵的腥风血雨 不知道多少漂亮美媒 为了这个资格争破头 甚至大打出手 每选上想不开 要跳楼的都有呢 因此 开幕式的入场 又有一个别称 叫做护城校争霸赛 往年 这校争霸赛 其实也没护城大学什么事 护城大学虽然美女不守 但也面临着强劲的对手 护城艺术学院 护城电影学院 护城戏剧学院 护城外国语学院 护城师范大学 这几所大学里面 都是美女如云 护城大学 也就能稳定地欺负一下 护城建筑学院 护城工程大学 护城野精学院那些 和尚庙了 但今年 因为护城大学 有了苏萨仔 这一切 就都不一样了 护城大学的学生 一个个的 都是信心十足 扬眉吐气 比足球 没赢过 比校 没输过 什么电影学院小明星 外语学院姐妹 在萨姐面前 统统都不够看的 来一个灭一个 来十二个灭一打 这护城第一校 萨姐完全可以嚣张地 对其他学校的校说一句 你们都是来争第二的吗 开幕式上 护城大学 果然大出风头 参加这次大运会的 一共有51所学校 护城大学代表队 是第31个出场 当苏萨 穿着一身运动装 粉色上衣 黑色短裙 白袜子 白球鞋 迈着大长腿 走出来的时候 全场都炸了 沸腾 欢呼 咆哮 开锅 欢呼声震耳欲聋 鼓掌声珊呼海啸 口哨声声震怀语 就是连护城大学 本校的男生 也都疯狂了 因为平时的苏萨打扮 走的都是清冷风 颜色 以黑白两色为主 始终是酷酷的 虽然美 但美得有距离 什么时候见过苏萨 这么少女心的打扮啊 就没见过苏萨穿裙子 露大腿 天哪 公主粉 苏萨这打扮一出 满足了多少宅男的心啊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初恋脸啊 白月光啊 哦 有学生已经忍不住 体内的洪荒之力 开始学狼好了 苏萨举着引导牌 心里面多少觉得有些羞耻 说实话 她一点都不想来当这个引导员 一点都不想穿公主粉 但为了让她答应出场 连校长都出动了 拿出了刘备三顾茅庐的镜头 搞得苏萨不胜其烦 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观众席上 沈树芝也坐在位置上 目光欣赏地 看着那个女孩 这是我的女孩啊 她痴痴地说 有那么一句话叫做乐极生悲 沪城大学的远动员 就深刻感受到了这一点 因为苏萨在开幕式上太出风头了 太掩压群芳了 这就给沪城大学拉了仇恨 其他大学的运动员 特别是男运动员 在遇到沪城大学学生时 眼睛都绿了 充满了战斗欲 他们都嫉妒自己学校 没有这么漂亮的女生 羡慕沪城大学的男生 可以进水楼台 于是化愤怒为斗志 拼命蹂躏 沪城大学的男生 一个个的眼睛喷火 心态都扭曲了 于是沪城大学一上午 就遭受了一个个堪称 耻辱级别的失利 特别是那些集体项目 足球队0比7 输给了沪城建筑学院 篮球队21比89 输给了沪城理工大学 比完赛 沪城大学的运动员 不少都流出了屈辱的眼泪 往常的比赛 都是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毕竟只是大学生的比赛 又不是奥运会 势均力敌的比赛不论 但是遇到那种实力悬殊的比赛 都不会让对方输得太难看 上半场分出比分 下半场就是友谊赛了 而到了沪城大学这里 上半场胜负一分 下半场就成了友谨赛 真是赶尽杀绝啊 往死里打呀 这还不错 很多学校 还对着沪城大学的学生 开了嘲讽大招 中午的时候 各个学校的学生 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吃饭 都是一些快餐 虽然不丰盛 但大家聚在一起吃 像是野营一样 也很有情趣 但这边沪城大学的学生 再吃饭 就不断有其他学校的学生 过来围观 起哄 说得都没底库了 还有脸吃饭 真寒沉啊 回去吧 这里不适合你们 你们这些书呆子 不是合玩体育 还有人冲着苏萨吹口哨 苏校 和我们吃吧 你这些同学 都是废物点线 苏萨的眉头 一下子就立了起来 虽然沪城大学 有好几个害群之马 比如尹之 韩晓 沈树之 秦静静和王院长 但大部分学生 还都是不错的 苏萨这个人 最是互端 既然平时自己的这些同学 都一个个地喊自己女神 那苏萨就不能 让他们被人欺负嘲笑 他们丢的面子 苏萨必须给找回来 向他们证明 比美 你们不行 比赛 你们还是白给 别看苏萨 自己不擅长体育 但是有人擅长啊 一个电话 打给了江四 在哪 在开会呢 重要吗 没有夫人的吩咐重要 下午一点之前 到沪城体育场就场子 有人看不起我同学 还骚扰你老婆呢 对 让姑姑给你也办个 旁听生的资格 咱不能作弊是不是 放下手机 苏萨看着那些 黏头大脑的沪城大学同学 下午 有人来给你们出气了 下午的一场 重头比赛 就是男足比赛 沪城大学 对沪城体育学院 在比赛之前 所有人都公认 这一定是一场场面 极其惨烈的单方面屠杀 上午 沪城大学足球队 是0比7 输给了沪城建筑学院 连吞七弹 被戏称为喝了一瓶七喜 而沪城大学足球队 不过是上届大运会的八强 但沪城体育学院 那是上届大运会的男足冠军 实力公认第一强 这么说吧 他们就是 玩着和沪城大学踢 也是五球起步 何况是现在 诚心让沪城大学难堪呢 中午的时候 过来嘲笑的人 里面就有 沪城体育学院的学生 他们放出话来 要给沪城大学一个好看 要把足球 踢出乒乓球的比分 赢两位数了 因此 当在热身活动的时候 沪城大学这边的学生 一个个都是无精打采 像是要上刑场一样 苏萨鼓励他们 别灰心 我们有心缘的 对面沪城体育学院 足球队的队长 九号前锋听到了 不禁哈哈大笑 心缘 没心还是C罗呀 哈哈 正在此时 苏萨心心想念的心缘 终于来了 只是看江四的造型 苏萨都有些无语了 他知道江四肯定要易容的 但没想到 居然易容成这个样子 戴着一丝不苟的校服 还是大一号的校服 袖子盖到了手掌 数着中分头 鼻子上架着厚厚的黑边眼镜 怎么看 怎么都是一个 执迷于功课的学霸 所以虽然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是谁 但他是足球队的心缘 别开玩笑了 沪城大学自己人 对他不抱希望 对手更是哈哈大笑 一个四眼田鸡有什么用 还会功夫足球啊 江四揉着眼镜 显得很木讷的样子 足球 不是这么TD 这自然又引起了 对方的一阵哄笑 本来沪大足球队队长 是不想让江四上场的 但看在苏萨的面子上 只能捏着鼻子同意了 反正上谁都是输 那就破罐子破摔吧 比赛马上开始了 苏萨走过去 低声与江四而语 你怎么回事 就不能打扮正常点吗 江四故意一推 鼻梁上的眼镜 对面不是看不起书呆子吗 今天就让学霸教他们做人 沪城体院的人 看到这个书呆子 与苏萨交头接耳 显得很是亲密 不禁都是在思索 难道这是书呆子 是苏萨的男朋友 那还真是一朵 先插在了牛粪上 看江四更不顺眼了 他们互相交换眼神 都要给江四一个好看 其实 这些大学生并不是坏人 但都是年轻人 难免年轻好胜 爱冲动 裁判一声哨响 比赛开始了 沪城大学这边的队员 带球进攻 没带几步 就被对方那个 九号前锋给断球了 九号传给七号 七号给十号 十号又给了九号 九号一脚怒射 皮球硬生入网 比赛才开始一分钟 体院就已经一比零零先户大了 这场比赛 吸引了很多人来看 进球了 有人鼓掌 有人叹息 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 显然这场比赛 打底就得是输两位输的比分了 比赛重新开始 这次沪城大学 好不容易把球 传到了对方半场 江四过去接应 希望队友 把球给自己 但显然 自己的队友都不信任他 把他华丽丽的无视了 这边的队友 想来一脚远射 可惜 偏得离谱 足球直奔脚齐去而去 这不靠谱的射门 引来了欢笑一片 打飞机呢 臭脚 这水瓶可以进国足了 对方的门将 开球门球 本来他是要开大脚 把球开到前场的 但看到江四 就在附近 这门将眼珠一转 有了主意 他一个大脚 皮球直接冲着江四的脸 就飞来了 球速又快又急 这要是打在了脸上 不但眼镜一定会碎 还有可能毁容吗 江四果然表现出 很胆小的样子 身子一缩 足球从头上 飞过去了 哈哈 胆小鬼 下去吧 四眼天剑 对方在嘲笑 你怎么能躲球呢 是可杀不可辱 护城大学的队友 在唉声叹气 此时的江四 在众人的眼中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猪队友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现在护城大学足球队 也是够悲催的 神对手和猪队友 都凑齐了 苏萨气得一瞪眼 这个不靠谱的老公 是让你大杀四方 替我们立威八横 长自己志气 灭对方嚣张气焰的 结果你还也上瘾了 玩半珠吃虎好玩吗 趁着这边叹气的时间 对方再次进了一球 已经是2比0了 而90分钟的比赛 这才开始了5分钟 护城大学这些队员的脸上 一个个都是写着 生无可恋 显然都已经决定躺平了 一方进球后 另外一方就要在中线开球 然后组织进攻 整个足球场长105米 中场距离对方球门是70米 这是一个绝对不会有人 直接射门的距离 但是当护大男族队长 把球踢给主动上来 接应的江四时 让大家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江四居然直接抡了一脚 他在中场就射门了 气得本方队长爆粗口 靠 谁让你乱蒙的 你到底会不会踢 他的话没了 因为球进了 70米外 一脚远射 直接得分 对方的守门员 傻傻地站在原地 没有一点的反应 犹如木雕泥塑 全场安静 真落可闻 然后 护大的队员和观众 都开始了疯狂地庆祝 队长激动地摇晃着江四的身体 蒙得好啊 对方那个九号 则是一脸阴沉 算你运气好 显然 不管是本方队友 还是对方队友 都觉得这脚远射 是江四蒙的 完全是运气球 不可复制的那种 场上比分 变成了一比二 这次是护城体育学院开球 不要介意 这是蒙的 他们只能蒙一次 我们再进一球 对方九号前锋 把球要递给十号 可惜 他的球 在传的半路上 已经被一个人给抢到了 正是江四 江四是在本方半场 抢到的足球 这个位置比之前中场那里 距离对方的球门还要远 足足有八十多米 然后江四毫不犹豫 直接一脚射门 足球如同出堂的炮弹一样 又快又急 直接对着对方的球门 急事儿去 这次对方那个门将 有些准备了 对方距离八十米 就射门 这简直是对自己的巨大侮辱啊 他完全舒展了身体 高高跃起 奋力去用双拳击打踢球 你休想 守门员怒吼 可惜 他的指甲距离皮球 还有几公分的距离 因为江四射门的角度 是一个绝对的死角 随着守门员的狼狈落地 皮球也应声入网 二比二 平了 牛逼 厉害啊 护城大学这边疯狂庆祝 护城体育学院那边各个目瞪口呆 此时此刻 就是再纯的人也看出来了 江四根本不是懵的 这是真正的实力啊 谁在说江四是懵的 你自己去懵一个试试 仅凭这一球 就显示了江四强悍的力量 速度 爆发力和射门的精度 这么说吧 别说大学生比赛 没有见过这样的球 就是国足那些大爷 也没有一个人 有这样的实力 他们都是一脚打飞 然后叹气 吐瘫 冲着传球的人 竖起大拇指的 倒是江四变得很是谦虚 懵的 懵的 这话其实是说 给对方那个九号前锋队长说的 真气人啊 对方九号前锋的脸红红的 像是被掌乖了一样 护城体育学院的人都破防了 等到再开球的时候 对着护城大学的后防线 展开了疯狂进攻 可因为被江四连续两脚 不讲理射门 闹得心浮气躁 所以这次进攻 以一次门前的高射炮结束 都不是打飞机了 而是打卫星 护城大学的学生 终于有了嘲讽对方的机会 琪琪发出了一阵的虚声 臭球 这球是对方踢出的界外 所以是由护城大学开球门球 在本方球门开球 距离对方球门 大概有115米 本来都是后卫开球的 但现在 当然很是识趣的 让江四来开大脚了 看到江四站在本方的球门前 现场一片安静 鸦雀无声 特别是护城体育学院的人 一个个紧张地都冒汗了 虽然从理智上 没人觉得江四在这个位置 就敢射门 这是足球 不是抬球 但因为之前的两脚远射 所有人的心 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似乎觉得下面这一脚 江四一定会射门 紧张 期待 兴奋 不负期待 江四果然射门了 只见他退后几步 助跑了几步后 然后飞起一脚 把球就抡了出去 啊 全场的人在发出惊呼后 包括观众 球员在内都像是天鹅一样 高高仰起了头 看着天上的皮球 场面很是滑稽 这里面感到压力最大的 当然就是对方的门将了 他浑身都是冷汗 要是被对手距离这么远 就能进球 自己这守门员 当得也实在是太失败了 可很快 这守门员就放心了 因为江四这一球 踢得实在是太高了 又高又飘 速度也不快 如果说之前的射门 像是巡航导弹一样 又快又准的话 那么现在这一脚射门 则完全就像是放风筝了 绝对不会对对方的球门 造成任何的威胁 对方的球员都放了心 江四似乎也有些不好意思 可能是踢瓷了吧 可是话音未落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那足球本来像是风筝一样 在天上飘 对方的门将站在小镜区里面 一脸嘲讽地看热闹 可突然 那皮球开始在空中剧烈地旋转 急速 下坠 如同飞火流星一般 直接向球门钻去 对方的门将大惊失色 他此时站的位置距离球门有些远 此时急忙后退 想去扑救 但为时已晚 皮球近往 门将也是摔了一个四仰八叉 三比二 护城大学领先了 全场轰动 一传十 十传百 边上的观众越来越多 这场比赛 已经成了大运会的焦点 连苏萨都化身小迷妹 兴奋的鼓掌 之前苏萨不爱看足球 因为中国足球代表队的那些人 都是兼职卖臭豆腐的 太臭了 可现在苏萨发现 不是足球这项运动本身不好看 而是国足那些人 就不适合足球这项运动 江四看着对方的九号队长 真是剃刺了 不好意思啊 这郭本泽马不背 我背 对方九号队长都气疯了 少阴阳怪气的 大男人直接点 别得了便宜卖怪 江四笑了 不喜欢我谦虚是不是 好啊 本想以普通人的身份 和你们相处 可换来的却是疏远 不装了 我摊牌了 我是球王 对方的队员都很生气 但又无可奈何 只要是江四 这么一脚一脚的远射 他们只能干瞪眼 比赛输定了 对方的七号队员有些新年 他对着江四挑衅 对 你远射牛逼 我们防不住 但足球讲究的 不只是射门 还有盘带 突破 脚球 任意球 这些你会吗 不会的话 就别填不知耻的 自称什么球王了 你还差得远呢 江四点头 不错 你们说的很有道理 所以接下来 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 请欣赏球王的表演吧 在对方再次开球后 又被江四 风驰电车的抢断 然后江四 开始了试锈操作 小罗的牛尾巴过人 德尼尔森的彩单车 内马尔的彩虹过人 奇达内的马赛回旋 伯格坎普的人球分过 莫德里奇的钻当过人 伊布拉西莫维奇的蝎子白尾 江四展示了 让人眼缭乱的带球 突破技巧 他左右脚均衡 对方上来 一个又一个后卫 试图拦截 抢球 但是 都被江四轻易躲过 甚至对面两个后卫 一起放铲 试图用凶狠的犯规 阻止这次进攻 但江四不为所动 他双脚夹住皮球 高高跃起 如同大鹏展翅一样 飞过对方防线 这是梅西的标志性动作 然后落地 一个罗纳尔多的钟摆式过人 缓过了对方的门架 然后以一记亨利的 标志性推射圆角 囚禁了 这一刻 江四连过十一人 马拉多纳在这一刻灵魂附体 他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 进球之后 江四听着满场的 欢呼鼓噪 却是做了一个 把手放在耳边倾听的动作 仿佛在说 你们大声点 我听不见 鼓掌声更热烈了 快报警 四爷在肆无忌惮地装逼 局势 已经快控制不住了 江四慢慢走到了 对方队员的面前 我是球王 谁赞成 谁反对 苏萨看着意气风发的老公 笑得眉眼弯弯 就喜欢看他臭不要脸的嘚瑟样子 再然后 这比赛已经完全成了 江四的个人秀 他各种破门 抽射 怒射 低射 投球 任意球 面对对方的人强 将四一到贝克汉姆的招牌弧线球 应声入网 第二次踢任意球的时候 又是皮尔洛的落叶球 场上的比分 已经变成了18比2 而比赛才开始了30分钟 江四连进18球 然后 江四似乎是厌倦了 自己一个人的得分 他开始疯狂作饼 也就是助攻 他开出的脚球 准确地找到了队友 让他们轻松投球破门 他再一次连过11人后 面对空门 没有自己射门 而是停在了门线上 示意自己的队友 过来破门得分 江四与队友疯狂庆祝 而对手 开赛前 一个个趾高气扬 现在 一个个的都垂头丧气 有的都要哭了 护城大学这边进攻 有了江四的鼓励 他们也都超常发挥了 也都进了球 比分已经是23比2 不是护城大学这边心狠手辣 而是一抱还一抱 你做出一 一我做十五 谁让对手开始 就想羞辱护城大学了呢 现在只能说是活该 自己约的炮 含着泪也要打完了 上半场第41分钟 护城大学换上了替补 也想参与一下 这大胜的感觉 这边发脚球 但是 开脚球的人明显脚法不好 开出的皮球很高 都快出边线了 就在此时 只见江四高高跃起 他是被对着球门的方向 他在空中极致地舒展身体 然后来了一个 寂静四座的倒挂金钩 就像是C罗 在欧冠对阵游文图斯的 那惊天一球一样 江四完美落地 眼镜却掉了 江四捡起了眼镜 在满场的欢呼声中 他轻轻吐了一口气 这比赛 有些意思啊 上半场伤停不时 护城大学传球 对方后卫已经崩溃了 王中出错 用手把皮球打飞 手球 红牌 点球 那个后卫 被裁判罚下场的时候 没有不满 反而有一种 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终于可以下场 不用被虐了 点球点上 江四主罚 对方的门将 站在门线上 十分紧张 江四在踢点球之前 忽然问了一句 刚才你说 我是四眼田界 你很会打比方的呀 这么有文采 看来你的体育 真是语文老实教的 刚才就是你想用球 打我的脸啊 你还挺幽默的呢 门将不敢出声了 他在猜测江四的点球 是打左边 还是右边 但江四 却是直接射的中路 冲着守门员的身体 打过去的 可以说扑就 没有任何难度 守门员上前 刚想把球抱住 但双手刚接触到皮球 就感到了一种 无比磅礴浩瀚的力量 排山倒海一般 仿佛捣弹 守门员的身体 随着皮球 一起被射进了球望 都爬不起来了 看着他的狼狈 江四轻轻说出了两个字 菜鸡 连裁判都看不下去了 只能吹了上半场 结束的哨声 下半场 护城体育学院 这个上次大运会 男足比赛的 未免冠军 直接宣布退赛了 不比了 一方面 是被虐得太狠了 对方的队员 已经不敢再上场了 同时 也是出于现实的考虑 弃拳的话 比赛无法完成 比赛就会被判处为 0比3输 可如果比赛坚持踢完的话 那可能就是2比100了 当裁判宣布对方弃拳 比赛结束的时候 护城大学这边的学生 都疯了 队员们把江四高高抛弃 欢呼庆祝 无数人请江四给签名 至少50个女生 对江四眉目传情 或者公开示爱 同学 你哪个戏的啊 之前没见过 哪一集的啊 加个好友吧 你有女朋友吗 虽然易容后的江四并不帅 但谁说 男人只有靠相貌 才吸引人 有才华一样可以 面对这些女人的疯狂 江四很认真地说 你们不要缠我的身子 我有喜欢的人了 那些女生 都是一个个的十分失望 啊 谁啊 难道是苏萨女神 江四点头 没错 就是萨女神 她是我的梦中情人 足球比赛刚结束 护城大学 篮球队的一个替补队员来了 这位同学 篮球会吗 现在我们那边的比赛很胶着啊 原来 护城大学篮球比赛的第二个对手是护城师范大学 两家的实力其实差不多 现在比分也不大 是33比31 护城大学暂时输了二分 比赛进入了暂停时间 但是护城大学这边的主力得分手 因为犯规次数满了 被罚下场了 护城大学这边可能要输了 因为比赛还有一分钟就要结束了 对方很嚣张 因为对方的篮球队队长就是护城师范大学校的男朋友 那个校在开幕式上被苏萨抢了风头 这个当男朋友的就要替他女朋友出气 在场上各种嚣张 挑衅和垃圾话 江四笑了 替自己女朋友出气 好啊 我去见识一下 江四跟着对方到了篮球比赛场地 示意自己上场 大运会与奥运会有一个不同 就是学生不限项目 你愿意 把所有项目参加一遍也可以 江四上场 此时比赛还剩下50秒 对方进攻 对方是一个瘦高的男生 在控球 他就是护城师范大学篮球队的队长 也是组织后卫 组织后卫的运球技术很娴熟 如同穿蝴蝶一般 让人眼缭乱 江四去防守他 这个组织后卫 显然还不知道足球场上发生的事情 见江四试图断球 不由得冷笑 我的运球像艾弗森 想断我的球 下辈子吧 江四也笑了 我还说我的三分 像库里呢 对方不屑 你就吹吧 我 他忽然发现 自己手里的篮球没了 不知道江四用了什么办法 已经把篮球抢走了 组织后卫傻了 比赛还有30秒结束 护城大学进攻 防守 我们还领先二分 把时间耗尽 对方的队员 在互相鼓励鼓劲 显然是想把胜利保持到中场 江四开始控球 看着计时器 笑着指了指对面三分线左侧 45度的一个位置 我就在那里 绝杀你们 江四说 什么 绝杀 还事先已经选好了地方 我真是没见过你这么嚣张的人 现在你就见到了呀 看我断你的球 组织后卫之前 自吹自己的运球 像艾弗森 结果都没发现 是怎么回事 球就被江四断了 十分丢脸 因此就想找回面子 他看到江四的 篮球距离自己的身体有些远 高度也过大 正好是一个 可以断球的好机会 于是就伸手去掏 但他眼睁睁地看着 篮球忽然 从他的眼前消失了 原来江四用了一个接球的经典拜佛动作 就把组织后卫给甩开 江四继续潇洒空球 人家都说我运球像欧文 你说呢 一边说着 一边已经来到了之前 自己圈定的那个地方 没有丝毫犹豫 抬手就是一记三分球 篮球在空中 划出了一道美丽的弧线 应声入网 同时 比赛结束 绝杀 护城大学篮球队赢了 大运会的赛程很紧 第二天 本来是继续足球比赛的 但是 滑稽的一幕出现了 其余所有 参加足球比赛的队伍 都宣布退赛了 不比了 面对江四 这么变态的对手 谁上谁被虐 大家都不想去丢人 于是 本来是小组赛 和淘汰赛两轮的比赛 为期一周的赛程 一下午就结束了 可以提前颁奖了 并且 这次的大运会足球比赛 只有冠军 没有亚军和季军 没有四强和八强 其余的队伍 都是小组赛 就被淘汰了 算是破了纪录 创造了历史 在篮球比赛上 也是如此 知道这个足球场上的变态 篮球 也打得那么好 第一次出场 就三分绝杀了对手 所以很多护城大学 篮球队的对手 也都弃权了 特别是护城理工大学 第一轮比赛 护城大学篮球队 21比89 输给了护城理工大学 足足输了68分 号称68惨案 护城理工大学 是上届的四强 传统强队 但是他们 为了不被报复 选择了弃权 可也有不信邪的 比如护城工程大学 也是上届大运会 篮球比赛的四强 他们觉得 将四进个绝杀的三分球 有运气的成分 还是不服气啊 于是决定 和护城大学篮球队 好好打一场 比赛 是晚场进行的 晚上七点半开球 但是 出了一点小意外 就是将四公司里 有个临时的会议 要和国外视频谈判 所以等到将四到的时候 比赛 又是进入尾声了 护城大学落后 与上一场的情况 很是类似 但又有不同 上一场是距离比赛 结束还有一分钟 这次只有35秒 上一次护城大学 只落后2分 一个3分球 就可以反超 但是 这次的比分 护城工程大学 以71比59 领先了护城大学12分 看来无论如何 都无法翻盘了 所以很多弃权的球队 都在遗憾 早知道如此 自己就不退出了 这时候 将四终于上场了 然后给全场观众 现场复制了一把迈迪时刻 迈迪时刻指的是 迈迪在35秒内 得到13分的时刻 在一场NBA比赛中 火箭主场 神奇逆转马次 特雷西 麦克格雷迪 在比赛最后时刻 35秒狂砍13分 分别是 35秒11个3分 24.3秒11个3加1 3分加一个罚球 11.2秒11个3分 即最后1.7秒11个3分绝杀 火箭神奇般的 以81比80战胜马次 而将四复制的迈迪时刻 则更是夸张 因为他没喊暂停 大学生比赛 不像是NBA比赛 有那么多的暂停 而在将四上场的时候 暂停都用完了 经过这场比赛 再也没有队伍 愿意和护城大学的人比赛了 看来 又是要提前颁奖了 但 有一个球队不服 护城外国语大学 要说之前 护城外国语大学 这个以女生为主的学校 在大运会上的成绩 一向也都是很垃圾的 但这次大运会 他们不一样了 因为外国语大学 有外援 是真正的外援 因为他们的篮球队里面 首发五个人 全是外国人 原来外国语大学里面 是有外国留学生的 之前的大运会 不允许外国留学生 参加比赛 但是 从这一届开始 允许外国留学生 参赛了 于是 外国语大学 一下子就牛了 他们学校的这几个留学生 平均身高两米 最高的一个黑人中锋 诺依尔 身高两米一三 在来护城留学之前 在米国是打过NCAA的 NCAA 是米国大学生 篮球联赛 很多NBA巨星 都是从NCAA来的 可见这个中锋诺依尔的厉害 其余那几个 也都是很厉害的角色 外国语大学第一场比赛 是对阵的 护城电子科技大学 这是传统的篮球名校 上届大运会的 未免冠军 但足足输了30分 所以 护城外国语大学 是志得一满 放出豪言 这个冠军他们拿定了 所以护城大学 与外国语大学的这场篮球比赛 就是本届大运会的 篮球冠军争夺战 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 苏萨也来观看了 他买了一瓶水 在全场的口哨声中 有些不自然地 递到了江四的身前 这一幕 又坐实了苏萨 与江四是学生情侣的传言 但自己是自己之 这公众送水的一幕 不是苏萨情愿的 是被四爷强烈要求的 苏萨本心 才不想做这种 当众秀恩爱的事情呢 觉得有些羞耻 但江四说 他读大学的时候 总看到女生 给篮球场上的男生送水 惹来一群单身狗羡慕的目光 有女友在场 男生打球都特别卖力了 那时候江四觉得 这些事情很无聊 因为那时候 他也是单身汪 只不过 他没脱单 不是因为找不到女人 而是眼光太高 没有重义的 现在 江四却无比希望老婆 可以公开给自己送水了 虽然不能公开 与苏萨的关系 有些遗憾 但这么秀暧昧 也很好玩啊 但是总有杀风景的 莫等江四接过那瓶水呢 半空中 伸过来一只大黑手 把水抢走了 做这事的人 正是对方那个大个子 中风诺依尔 他没有礼貌地 抢过了苏萨给江四的水 然后对着苏萨 一脸龌龊地开口了 嗨 美丽的东方女孩 你应该找最高大 最强壮的男人 他太小了 你应该试试 我们这些外国人 就会发现 华国男人多么的菜了 诺依尔冲着江四 比了一个 带有侮辱色彩的手势 这一幕 全场哗然 之前 虽然比赛的火药味 也很浓 但并没有这样的人身攻击 这是种族歧视 还是对苏萨的性骚扰 就是连护城 外国语大学的很多学生 都对这个诺依尔很不满 事实上 不只是对诺依尔不满 而是这几个老外 在外国语大学的口碑 一向很差 不仅是因为他们 都很没有礼貌 大喊大叫 经常在校园里面 酗酒闹事 还因为这几个老外 都是色鬼 总是对着 华国女生意图不轨 而可气的是 偏偏还有一些 华国女生不自爱 就喜欢跪舔外国人 助长了他们的嚣张气焰 据说这几个老外 还把华国女生的一些 隐私照片 发到网上去炫耀呢 可谓都是人渣 搜索间自己的水 被老外抢走了 并没有生气 而只是为这个老外 感到悲哀 老黑 你也有大麻烦了 对方另外一个老外 是一个金毛 这金毛拿着篮球 在半场来了一个助跑后 就是一记是大理成的灌篮 灌篮后 金毛冲着江四绣肌肉 华国人 篮球是暴力美学 是男人的运动 只有灌篮 才是真正的篮球 你只会投篮式 没有用的 另外一个戴着发带 身上都是纹身的老外 也过来了 他身高在1米95左右 但是双臂很长 臂展能有2米1左右 真是一个打篮球的好身材 他看着江四 我叫迈克 是防守专家 我看过你打比赛的视频 确实 你有些投篮天赋 但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你能投进那些球 那是因为之前 你遇到的防守太松了 才能让你轻松投篮 但是有我在 你不会有那么容易出手机会的 金毛哈哈大笑 对呀 他应该去打女子比赛 比赛终于开始了 先是跳球 江四主动去跳球 他身高在1米87左右 对方的诺伊尔 则是2米13 足足比江四高了一头 两人跳球 差距明显 诺伊尔又对江四 比了你太小了的手势 但 随着裁判手里皮球的高高扔起 江四的身子 如同直升机一样 猛然窜起 他在空中 一把抓住了篮球 打向了本方的队友 队友接球 迅速又还给了江四 江四双手 把球举在头顶 左手为拓 右手拇指扶球 四根手指往前一拨 皮球滑着幽美 弧线飞出 刷的一声 皮球应声落网 3比0 全场欢呼 江四收手 看着诺伊尔 用纯正的英文 说了一句 垃圾 诺伊尔怒了 你骂谁是垃圾 他其余的队友 也是对江四怒目而示 江四无所谓的一笑 不要误会 我不是针对你 我是说 你们在场的各位都是垃圾 全场再次欢呼 这几个老外 在之前的比赛里 除了球技高超外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特别善于喷垃圾话 对比赛对手冷嘲热讽 别说 他们的对手 很容易心态被搞崩了 可惜 这次他们遇到对手了 因为苏萨够毒蛇 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江四现在的毒蛇本事 也是不遑多让 在江四又进了一个超远三分后 对对手说 这篮筐大的像海洋啊 几个老外都气急败坏 那个黄毛带球要上篮 结果被江四一 把把球拿走 江四进攻 那个防守专家 纹身难过来了 他拍了拍手 做出了拼命防守的姿势 嘴里面还在叫嚣 来啊 你过不了我的 江四没出声 单手在随意地拍着篮球 开始的时候 拍球的速度很慢 砰砰砰 接着 速度忽然越来越快 砰砰砰砰砰砰砰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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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四运球的速度 几乎都出现了幻影 然后江四动了 他一抚身 做事要突破 纹身难咬着牙横移 就要阻挡 可是 只听啪啪两声脆响 江四潇洒地来了一个 胯下运球 没有往前突破 却是来了一个NBA巨星 大胡子哈登的招牌后撤步 已经退出了三分线半步 然后张手 就是一记三分 篮球应声入网 江四刚开始 就连了九分 打了对方一个九比零 然后江四 对着纹身难微微一笑 加油 你几乎要防住我了 杀人诛心啊 纹身难愤怒了 他咬着牙 有本事 你别投三分 你过了我呀 因为是护城大学进的球 所以是对方发球 球最后到了 黑人中锋诺依尔的手里 诺依尔不愧是NCAA级别的中锋 一个篮下勾手 顺利拿下二分 比分二比九 再次由江四发动进攻 江四控球 还是那个纹身难在防守 江四在三分线外 做出了投篮的假动作 纹身难急忙跳起来 想要封堵 但这只是江四的假动作 江四轻松地运球过了纹身难 然后一个漂亮的三步上篮 11比2 江四进完球 扭头看着脸色铁青的纹身难 防守专家 过你就像过清晨的马路 说完 还拍了一下纹身难的屁股 伤害性很大 侮辱性更强啊 下一次进攻 这个纹身难 想要自己得分挽回面子 可惜 面对江四的防守 他人过去了 但是球没过去 江四得球 冲着对手的篮下 冲了过去 因为这些人都没想到 纹身难会丢球 因此都来不及退守了 江四面前 空无一人 他可以轻松完成 完成上篮 得二分 但江四 又怎么会做这么平平无奇的动作 他很风骚地致敬了一把 篮球之神乔丹的试剂换手 乔丹接到队友的传球后 起跳准备用右手完成爆扣 但或许是离篮筐太远的缘故 只能强行换成左手 然后用手腕的力量 将篮球挑进篮筐 整个动作在空中一气呵成 没有任何多余的动作 简直美如画 被称为世纪换手 江四落地转身 对着对手微微攻身 欢迎来到看球时间 欢迎来到真实的篮球世界 等江四做完这个动作后 全场先是鸦雀无声 然后彻底疯狂了 有人直接给江四跪了 而对方几个人 都像是吃了大便一样难看 他们之前觉得 篮球是米国人最擅长的运动 所以 这几个人到了华国后 每次与华国学生打球 都是带着强烈的优越感 盛气凌人 不可一世 直到今天遇到了江四 他们悲催地发现 自己被降维打击了 那个黄毛一咬牙 他咬牙 带球冲着护城大学的篮筐飞奔 用假动作 骗过一名防守队员时 黄毛高高跃起 还想再来一次灌篮 在 灌篮高手 里面 赤木青子说 樱木 你知道灌篮吗 已几乎把篮筐震破的力量 将球打进去 这就叫做灌篮 灌篮 是每个男孩的梦想 灌篮 是每个女孩的青春 黄毛决定用灌篮 细耍自己队伍的耻辱 虽然之前在热身的时候 已经灌篮过一次了 但与实战扣篮还是不同的 他高高跃起 挥舞手臂 正要把手里的篮球 狠狠砸到篮筐 忽然 他的眼前出现一张遮天蔽日的大手 是江四 江四跳得更高 在黄毛的目瞪口袋中 单手抓帽 一只手就把黄毛手里的球 给拿过来了 让黄毛灌了一个寂寞 羞辱 被人这么抓帽 被挨了封盖大火锅还羞辱 黄毛落地 一脸都猛然 然后 只见江四已经带球 冲向了他们的半场 不到三分线 江四就已经把手里的篮球 重重向篮板扔去 太歪了吧 这不可能进球啊 不 这不是投篮 这是故意砸的篮板 江四要做什么 他不会 不等大家思索 被江四重重扔出来的篮球 狠狠砸在了篮板上 然后猛然反弹回来 荡在半空 江四已经飞了起来 对 他不是跳 他是飞 如同大只大鸟 自由在空中翱翔 然后他一只手 在空中按住了反弹的篮球 重重地扣向了篮筐 碰 球进 江四他果然 完成了自抛自扣 再接下来 江四已经不给对方任何机会了 他开始进入了刷分模式 他一个假动作 把纹身难晃成了狗啃式的狼狈 然后用诺维斯基的金鸡独立 打进两分 他用科比标志性的反身 被扣在哪两分 气得那个黑人大钟 风哇哇叫 因为他动作太慢 根本就追不上江四 他用维德的弥宗布 用吉诺比利的蛇形突破上篮 他用詹姆斯的霸王布上篮 他用卡特的大风车扣篮 他用微少的战斧式扣篮 篮球比赛一共四节 半场结束 场上比分58比7 护城大学领先51分 江四一个人 赌取了46分 在上半场 结束的最后一次攻击 江四控球 指着对方 你们都上吧 我要打五个 对方不再顾及面子 果然五个人一起 上来防守江四 别的队员都不管了 被别人得分他们也认了 就是不想再让江四得分了 只是这是徒劳的 江四像是购木桩一样 过了前面四个人 然后飞身起来 就要来一记字母哥的招牌爆扣 休想 黑人中风高高跃起 想要封盖江四 给江四一个 结结实实的大火锅 可是 只听得砰的一声 震耳欲聋 江四在空中 已经从黑人中风的头上飞过 让黑人中风 承受了胯下之乳后 江四中 中把球扣进篮筐 这是在致敬卡特的死亡之扣 在悉尼奥运会上 卡特前场断球后 面对对面身高 218厘米的中风的防守 直接起跳 飞过对方头顶 以战斧式将球砸进篮筐 这是篮球历史上 最著名的死亡之扣 今天 江四几乎做了一模一样的还原 不只是如此 当江四落地后 只听得哗啦一声 玻璃缸的篮板 已经被江四扣碎 大鲨于奥尼尔这一刻 灵魂附体 这一球 展示了江四超高的弹跳高度 完美的动作协调性 超强的身体 综合素质 令人叹为观止 血脉纷张 就像要让人窒息 致人于死地一样 事实上 现在那个诺伊尔 已经崩溃了 他开始不顾形象地大哭 妈妈 把球给我 我要回家 比赛已经不用比了 而护城大学的学生 有多兴奋呢 他们甚至喊出了口号 有江四在 我奶奶都能夺冠 这届大学生运动会 以一个十分诡异的形式结束了 没有人再关心别的 只对护城大学一个戴黑眼睛 书中分头的男人有兴趣 据说 男族和南南国家队的主教练都来了 要求特招江四入队 男族主教练激动得流眼泪 有了江四 我们国族再也不用去代言臭豆腐了 但江四当然拒绝了 加入男族 我可丢不起那人 中国足球一向知错 从来不改 换汤不换药 人家江四也有理由说的 我之前踢的是什么队 我踢的是黄马青年队啊 你这批人是什么人啊 你叫我带 中国足球现在什么水平 就这么几个人 阿猫阿狗什么的都在踢前锋 他能踢吗 踢不了 没这个能力知道吗 已经输给越南了 输完越南输缅迪安 再输给马尔代夫 接下来没人输了 脸都不要了 所以 在比完运动会 给老婆出气之后 江四这个忽然出现的新生 就消失不见了 成了护城体育史上 永远的传奇 大家只知道 他的名字叫江爱奇 莫人知道 这其实是江爱奇的谐音 他如同一颗最璀璨的流星一样 刹那芳华后 又无影无踪了 但江湖上 虽然没有了江爱奇同学的名字 却永远传送着他的传说 天空上没有江爱奇同学的痕迹 但他已经飞过 不过 以江四的性格 他会老老实实的 就这么退隐江湖吗 答案不是啊 那不符合四爷的做人方式 在大运会闭幕式上 进行了隆重的颁奖 江爱奇同学脖子上挂着篮球 与足球两块金牌 在众人的欢呼声中 走到了苏萨的前头 他把两块金牌 都递到了苏萨之前 假母假世 一往情深 女神 能当我的女朋友吗 这金牌有我的一半 也有你的一半啊 苏萨心里面那个气啊 这小子就是故意的 两人都结婚了 还当什么女朋友 于是 萨姐十分感动 然后拒绝了他 还给四爷发了一张好人卡 其实你是一个好人 我们都没错 只是不适合 你喜欢我哪里 我改还不行吗 我不是拒绝恋爱 只是不想和你恋爱 你的表白说得真好 以后别说了 离我五十米啊 不然告你性骚扰 闲人免禁 好了 我说完了 随着苏萨的话 全场都安静了下来 经过这次大运会 江爱奇同学 已经成了全名偶像 虽然他长得不帅 穿着老土 但是有才华 有人欣赏他 无与伦比的囚禁 有人更喜欢他 霸气侧漏的豪言壮语 在精神上 就摧毁了对手 所以虽然最开始 还有人嫉妒 他与苏萨女神 走得很近 但现在都释然了 反正苏萨女神 又不会看上我 那么就便宜了 江爱奇也行啊 况且看之前 苏萨又去给江爱奇送水 在大学 女神给男生送水 几乎就是一种公开 承认恋情的方式 所以大家都以为 这两人就是一对 这个江爱奇同学 马上就球场得意 情场大劫 要抱得美人归了 洞房竹夜 金榜提名时 江爱奇都占全了 简直是让人羡慕极度狠 但是 大家都没想到 苏萨居然拒绝了 她不再是穿着公主粉的白月光初恋 而又变成了那个高冷洒爽 生人物尽的欲解了 你 你 你不是很爱我的吗 其实 你是爱我的对吧 你嘴上说不要 可你身体上很诚实啊 江爱奇 一副受伤的样子 苏萨叹气 知道人生三大错觉吗 手机响了 有人敲门 她喜欢我 江爱奇的脸上 露出了悲痛欲绝的神情 啊 我的爱情梦醒了 我的少男心碎了 我的人生 还有什么意义 如果我的人生没有你 那我和一条咸鱼 有什么区别 说着说着 江爱奇居然唱了起来 我的天是灰色 我的心是蓝色 触摸着你的心 竟是透明的 你的悠然自得 我却束手无策 我的心痛 竟是你的快乐 其实 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 但什么 让我辗转反侧 不觉我说着 说着天就亮了 我的唇角 尝到一种苦涩 我是真的为你哭了 你是真的随她走了 就在这一刻 全世界伤心绝色 又多了我一个 能给的我 全都给了我都舍得 除了让你知道 我心如刀割 还别说 唱得还很好听 苏萨忍住笑 江同学 你忘了我吧 不 忘记你我做不到 不去天涯海角 在我身边就好 要是承诺不可靠 是什么 让我们拥抱 忘记你我做不到 不去天涯海角 在我身边就好 如果碍事痛苦的你找 让我们一起逃 江四继续唱 周围的人都听得很认真 还别说 这江同学不但体育好 唱歌也这么好 真有张学友的神韵啊 堪称文体两开 只有大运会的组织方 都要气死了 我这是闭幕式啊 你在这告白我也就忍了 怎么还开演唱会了呢 于是 直视保安 把还要唱 一千个伤心的理由的 江同学给劝走了 江同学 还在大喊呢 既然萨女神不接受我 这个城市也没什么 我留恋的了 我要退出体态 我要离开护城 这个让我伤心的地方 我再也不回来了 见江四这个态度 很多他的女粉丝都累奔了 江同学 别走 江同学 我们爱你 当我的男朋友吧 江四 却是决决的摇头 不 弱水三千 我独爱一瓢饮 除了萨女神 我谁都不要 华国男族的主教练 也到了现场 此时急得直跳脚 过去对着苏萨肯求道 这位女同学 你就答应她吧 我们国族需要她 苏萨 却是坚决摇头 我是不会勉强跟人感情的 勉强没幸福的 我不会为了任何人 牺牲自己的感情 然后 苏萨又笑了一下 就不要说是国族了 毕竟国族伤害了人民群众 这么多年的感情 她不配 国族主教练羞愧难当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这之后 那个江爱琪同学 真的消失了 莫人知道 他去了哪里 但是 苏萨没法走 于是 这件事 就给苏萨带来了不少的影响 就是对他拒绝江爱琪示爱这件事 有人支持 说爱情是不能勉强的 不能被舆论绑架 但有人却是为江爱琪同学 打抱不平 说苏萨太矫情 太清高了 你不就是有一张好脸吗 你个子什么啊 那个江爱琪比你厉害多了 结果因为你 江同学都退出了体坛 离开了护城 苏萨简直就是护城体育 华国体育的罪人 很多男生 都对苏萨粉转路 或者粉转黑了 对此 苏萨很开心 毕竟粉丝太多了 太吵了 他巴不得少几个粉丝呢 江四也很高兴 粉丝少了 亲爹少了 老公的安全感不就多了吗 还有一个人也很高兴 就是沈树芝 这一天 沈树芝找到了自习教室 苏萨同学 王院长让你去一趟 他在招呼苏萨 教室里的学生都有些惊讶 这种事情 随便找个学生通知不就行了 还用沈老师亲自来吗 更吊诡的是 很多人都知道 苏萨与沈树芝并不对付 苏萨还逼着沈树芝自己打脸呢 苏萨没出声 出来 往王院长的办公室走去 沈树芝在一边跟着 他忽然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 你做得很对 什么 苏萨没听懂 我是说 你拒绝那个江爱琪很对 体育好有什么用 头脑简单 四肢发达 乃像是我这样的知识分子 知识才是力量 知识才是财富 沈树芝自得地说 苏萨懒得理他 我知道你喜欢的人是谁 你是为了那个男人 才拒绝的吧 沈树芝神秘地说 正在这时 对面来了几个老师 沈树芝这才遗憾住嘴 没有继续调情 他很有底气 苏萨就是为了自己 才拒绝求爱的 苏萨进了设计学院 王院长的办公室 哈哈 苏萨同学啊 你来了 请坐 请坐 王院长显得对苏萨 很是客气 这也是不寻常的 之前 因为处分沈树芝那事 苏萨与王院长 也是闹得很不愉快 王院长还拿毕业证 和学位证威胁过苏萨 结果被苏萨毫不客气地连续打脸 你复杂的五官 掩饰不了你朴素的智商 你长脑袋 就是为了显个高吗 我说话从来不带次 如果我说话 让你难堪 请你记住 我是故意的 我就是我 看不爽请靠边站 都是苏萨的京剧 至于面临 王院长的威胁 苏萨直接以笔之道 还识笔身 同样威胁王院长 我随便一个社交账号 就有几千万的粉丝 你敢打击报复我 信不信我分分钟 就让禽兽院长王德军 成为热搜辞 让你被千夫所指 万人唾骂 千锤百炼 遗臭万年 社会性死亡 把王院长的冷汉 都吓出来了 他这才猛然醒悟 苏萨可不是一般的学生 那是一个 有千万粉丝的网红 自己真没底气 和苏萨斗 苏萨也表示自己 一点都不在乎学位证与憋证 你的威胁 不如屁有用 总之那次谈话 不欢而散 王院长是憋气 郁闷又窝火 因此 现在面对王院长的满面春风 苏萨还真的觉得 有些奇怪 怎么了 这位王院长 被自己虐出快感了 你是斯德哥尔摩郑后群啊 不用加客气了 我和你没有那么说 苏萨一脸的冷淡 王院长有些尴尬 勉强笑道 苏萨同学 你还真是有个性啊 是这样的 王院长一指自己 办公室的一个角落 那里有一个很大的桌子 上面已经铺好了画纸 和各种绘画的工具 我这个人呢 一项爱好书画 我家里呢 缺少一幅 挂在客厅的好作品 上次在艺术节开幕式上 我看了苏萨同学的作画 我很是欣赏啊 所以你 也帮我画一幅吧 说完 王院长还神神秘秘地 从抽屉里 拿出来一个红皮封面的证书 这是本年度的 优秀学生证书 我很看好你啊 原来是求画 苏萨笑了 走到了桌子前 手里拿起来画笔 王院长的脸上 露出了兴奋的神色 大功告成了 但苏萨却迟迟没有动笔 王院长有些急了 苏萨同学 你赶紧画 苏萨微笑 看不出王院长 还挺附庸风雅的 这画里带着明显的嘲讽 王院长脸一红 却还装作没听懂 打着哈哈 赶紧画吧 不要耽误学习 苏萨点头 却从身上拿出了手机 调出了一个 二维码的收款码 不接 王院长你先 王院长不懂 这是 苏萨 我这人办事最讲公道 只要钱到位 什么都好商量 所以要我的画 可以啊 你付钱吧 我上幅画 被巴黎美院 用一千万美金买走了 说实话 有些卖贵了 但养鬼子的钱 不赚白不赚 你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又是学校领导 这样 我给你打个九五折 你就给我 九百五十万美元吧 我可以勉为其难 给你画一幅 苏萨一本正经的说 王院长有些急了 什么 你给我画画还要钱 苏萨一脸的坦然 废话 白敢傻子才干 有钱能使鬼推磨 无力不起走 我已经说了 我和你没有那么熟 既然感情上不到位 就只能在钱上要到位了 要不然 我岂不是很亏 王院长 脸色发红 苏萨同学 我是你的老师 还是你的领导 我让你画画 其实是为了测试 你的艺术水平 你也不要骄傲自满 不要以为自己的艺术 是完美无瑕的 你还有很多 可以提高的地方 我是要帮你提高的 苏萨一笑 不好意思 我对自己很满意 我觉得自己的优点 是优点 缺点也是优点 我不想提高 我这么就挺好 谁都别舔着脸上杆子 指手画脚 我最讨厌 那种好为人士的了 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把自己管好的了 某些人能控制自己 不随地大小便 就已经是为人类 做的最大贡献了 别人的事 他们还是少操心 闲吃萝卜蛋操心 吃饱了撑的 是人不是人的 都想刷存再赶 要不要脸 王院长 你 苏萨接着说 再说了 给我指点 让我提高 就你吗 你自问有那个实力吗 有那么艺术欣赏水平吗 这不量力吗 官公面前耍大刀 孔夫子面前卖字画 不觉得可笑吗 想指导我 央美的院长 巴黎美院的教授 或许可以 王院长你 还是洗洗睡吧 刮风下雨不知道 自己吃几碗干饭 应该知道 你也不小 也应该有点鼻鼠了 抱歉啊 我这人说话比较文明 你凑乎听着吧 这还文明 就插指着王院长的鼻子骂了 王院长的脸 已经像是茄子了 他咬牙 好 那这话 不是我要 是学校要可以吗 学校要流荡可以吗 你是护城大学的学生 要有集体荣誉感 给学校画画 还能要钱吗 太过分了吧 似乎这句话 让苏萨屈服了 可以 给学校画我义不容辞 完全免费 说完 他真的开始 拿笔开始作画 王院长心中得意 哼 认你这小丫头 再桀骜不须 还不是被老子 玩弄于鼓掌之间 被你讽刺几句怕什么 老子要的是真金白银 王院长并不喜欢艺术 他喜欢的是钱 现在苏萨的画很火 很红 重要的是 很值钱 最近 已经有很多艺术品经纪人 和画廊合伙人 找到苏萨求画了 都开出了不菲的价格 虽然没有一千万美元那么多 因为那是在特定场合 有老外喊的 不能完全代表市场行情 但是平均一幅 也都喊出了 人民币五千万左右的高价 可惜苏萨都拒绝了 一幅没画 于是物以稀为贵 苏萨的画在市场上 是更加奇获可居了 王院长是个彩米 他看中了这个商机 已经暗中和某个艺术品经纪人 说好了 弄来一幅苏萨的画 以六千万人民币卖出 要是成真的画 真是无本万利 空手套白狼了 这才选择了 对苏萨那么慈眉善目 毕竟可以和任何人过不去 但是不能和钱过不去 只是王院长没想到 这丫头如此桀骜不逊 软硬不吃 最后王院长 只能把集体荣誉搬出来了 才算是达成了目的 只是他的笑 很快就消失了 他一下子跑到了画的面前 指着画布上面 失态的大吼 你在搞什么 你疯了吗 不怪这个王院长如此抓狂 因为他看到 苏萨虽然是动笔了 但并不是一上来就画画 而是在画布上面 写了一行捐秀的字 锦衣此画 献给我的母校护城大学 字真漂亮 可是对王院长来说 这哪里是字 每一个字都是打在他脸上的耳光啊 他的如意算盘是偷着 把这幅画卖出去 反正这事只有他和苏萨知道 可以做到人不知鬼不觉 但现在 画上已经明确 无误地写明了 这是送给母校的 那王院长 还怎么偷着卖 外面那些收藏家 也不会收藏啊 这不是明摆着 是赃物吗 只要这话出现在了市场上 就坐实了王院长的坚守自盗 所以他如何不弃地破防呢 我写得哪里不对呢 又没有错别字 苏萨平平淡淡地说 你就不该写这行字 王院长跳脚怒斥 这不是王院长 你说的让我送给学校的吗 难不成 写成送给王院长你 不好意思 你没有那么大的脸 苏萨继续冷嘲热讽 王院长都要疯了 就听苏萨扑斥一笑 然后三下五除二 把画纸撕了 我知道 这样你就没法卖画了 王院长 王院长一惊 忍不住问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真没想到 自己的计划 原来已经被苏萨知晓了 亏自己还自信满满 以为可以玩弄苏萨于鼓掌之间 没想到 却不过是一个上蹿下跳的跳梁小丑 被苏萨耍着玩呢 这个问题你不用问 因为我曾经对你说过 以你朴素的智商 是理解不了智慧生命的骚操作的 苏萨的语气都是轻蔑 见苏萨要离开 王院长歇斯底里的大吼 苏萨 你别给脸不要脸 我是院长 你得罪了我 我有的是办法收拾你 苏萨微笑 给脸不要脸 人只有一张脸 你的脸给我了 你不就是不要脸了 你的脸我不要了 我再扔到你的脸上 你不就是二皮脸了 这样摆出的嘲讽 让王院长气得鼻子都冒烟了 还有 你怎么收拾我 我拭目以待 是骡子是马 牵出来溜溜吧 我苏萨要是皱皱眉头 就不是你朝思暮想的小姑奶奶 啊 王院长如同野狗一样 伸着舌头大喊大叫 但是他发现 自己的愤怒徒劳又没有意义 因为他真的没有办法拿苏萨怎么样 领导是什么 领导代表着权力 掌握着下属梦寐以求的资源 以资源为诱饵 可以让下属跪舔屈服 就像是王院长 因为他掌握着设计学院 所有老师的职称待遇 掌握着学生的保研 平优资格 自然在设计学院 可以说一不二 一手遮天 但苏萨呢 苏萨是万事不求人 毕业证 人家不在乎 优秀学生 人家不想要 那你这个破院长 对苏萨还有什么为啬 王院长咬着牙 不肯认输 行 你我收拾不了 但是那个莫欢欢呢 我收拾不了你 我还收拾不了 那个莫欢欢 我有的是办法 给他穿小鞋 识相点 就给我画 不识相的话 就等着看你的朋友 给我扫地出门吧 他不是网红吧 他没有千万粉丝吧 苏萨的眼睛 微微眯了起来 挑衅自己 苏萨可以忍 但是绑架自己的朋友 那是苏萨 绝对不能忍的 这触碰到了苏萨的底线 因为苏萨的朋友不多 所以每一个 都必须要倍加珍惜 老王八 你这样牛逼 不就是因为 你是院长吗 对啊 我是院长我牛逼 我是院长我骄傲 有本事你打我呀 啪 苏萨抬手 就给了王院长 一个耳光 王院长捂着脸 你居然真的敢打我 苏萨拿出湿巾 擦手 是啊 我很难拒绝这样的要求 就是你的脸太脏了 不知道无耻 会不会传染 然后苏萨嫌弃地 把湿巾扔到了地上 相信我 你很快就不是院长了 王院长一阵狂笑 哈哈哈哈 吹什么牛逼呢 别说你是网红 你就是网络女皇 你也别想动我的职位 苏萨没说话 离开了 是因为王院长 实在是太蠢了 蠢得都有些可爱了 如果自己告诉他说 护城大学的校董会主席 就是自己的姑姑 这位王院长 会不会被气哭呢 本来苏萨是 不想通过姑姑 收拾王院长的 但为了莫欢欢 苏萨正打算破例之时 一个人的出现 让事情 有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这个人就是汪淑雅 这一年 汪家人 像是坐了过山车一样 经历了大起大落 在江四成为植物人的时候 汪家人 带着汪静雅 到了江家 打着要给江家报恩 给江四冲洗的旗号 其实是包藏了狼子野心 想要吞并江家的财产 还要毒害小包子 那时候 可谓是志得一满 愁愁满志 但被苏萨识破 付出了惨痛代价 汪家夫妇 都受了不清的伤 最开始 因为江老爷子的大度 念着之前的香火之情 并没有对汪家赶尽杀绝 可汪家人 自己作死 在霍家搞反江联盟的时候 汪家是第一个 从江家阵营 叛变的家族 成了反江联盟的急先锋 可惜 他们压错宝了 反江联盟 看似不可一世 其实是土鸡娃狗 被江四 给轻而易举地收拾了 这次江四 不会再给汪家机会了 所有的生意 都黄了 汪父彻底颓了 退出了护城商场 汪母更惨 因为脸上受伤 去找苏大师整容 结果 遇到了假冒的苏大师 鼻子多安反了 相比较之下 汪叔亚算是受影响最小的 虽然她在护城大学的 讲师身份 被姑姑 直接动用校董会主席的身份 给撤职了 觉得这样的新机女 不配再为人师表 不让她再上课了 给她打发到了后勤部 就是给学生发床单 备照 冲饭卡的地方 但至少工作 还在 可汪叔亚不甘心啊 于是 她为了出头 当了一个人的情妇 就是年纪足 可以当她爹的王院长 汪叔亚愿意给王院长 当情妇 就是贪图王院长的权利地位 因为现在的汪家 已经落魄 汪叔亚想加入豪门的梦想 已经破碎 这几个月的时间 在王院长的安排下 汪叔亚被从后勤部门 调了出来 转到了校办企业工作 校办企业 就是学校办的企业 看似不起眼 其实油水很大 汪叔亚的小日子 也是过得美滋滋的 还借着出国考察业务的名义 在国外考察了一段时间呢 汪叔亚刚回来 就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大秘密 她知道 最近在护城最火的 那个最美街拍女神 苏萨的真正身份 她是江家的少夫人 江思的老婆 苏萨现在是很火 但是与江思相比 火得还不够 还是小屋见大屋 因为苏萨 现在还只是以一个素人的身份火的 大家都喜欢她 是以那种看普通人的角度喜欢 顶多就是一个网红 并且 还是一个不喜欢炒作的网红 苏萨的粉丝群体 70%都是大学生 20%都是高中生 在其他的人群中 影响力有限 这么说吧 苏萨与那些进入娱乐圈的 真正顶流女明星 那些歌星 影星 超模 天后 话题女王 还是有档次上的差距 这倒不是 说苏萨的条件不够 颜值不够 而是因为苏萨 只是一个人 而会娱乐圈的那些人 则是有团队 有公司 在幕后推动的 不只是娱乐圈的人 就是那些职业的网红 也都是有团队 有公司 在幕后推动的 明星可以拍电影 拍电视剧 上综艺 接代言 各种走秀 网红也可以有各种商务 有专门的推手 帮他们制造话题 噱头 维持人气 这些都是苏萨没有的 据保守估计 自从苏萨出名后 已经有几十家经纪公司 国内国外的都有 要签约苏萨了 苏萨都是拒绝了 没有任何进入娱乐圈的打算 也没有进入任何的 职业画廊和乐团 这就造成了苏萨的人气 都是靠网友 自发传播的 也就是有限的 加上很多经纪公司的 刻意打压 为了签约苏萨 而故意压价 为了捧自己的签约艺人 而故意拉踩苏萨 再就是 受那个江爱奇事爱事件的影响 都让苏萨的人气 到了一个高度后 不但再难以增长 还会有跌落 但江四的火 却是那种 超越了社会阶层的火了 因为江四 已经登上了 时代周刊的封面 是三十岁以下华国 第一富豪 被称为国民男神 在网络调查的女生 最想嫁男人中 位列第一名 这让江四的风头 不但在财富圈如雷贯耳 也超过了 娱乐圈的一众天王顶流 成为全民偶像 国民老公 说了这么多 有一句话可以总结 就是苏萨的人气 绝对没有江四火 想嫁给江四的女人 远比想娶苏萨的男人更多 毕竟江四也是那么的帅 而相对于才华 江四的财富 更有力度 更有吸引力 当汪淑雅看到苏萨 就在护城大学上学时 第一个反应就是嫉妒 嫉妒她得到了 自己梦寐以求的男人 抢到了自己 朝思暮想的江家少夫人位置 然后就想要报复 想让苏萨丢人现眼 颜面扫地 可是因为之前 吃了几次大亏 现在的汪淑雅 根本就不敢 直接和苏萨对着干 所以汪淑雅选择了 暗中递刀子 她要公开曝光苏萨的身份 曝光苏萨 与江四的关系 汪淑雅这么做 有几个原因 第一 是给苏萨拉仇恨 毕竟喜欢江四的女人那么多 凭什么是你苏萨 这就是给苏萨树敌呢 第二 在汪淑雅看来 苏萨的这个江家少夫人的身份 并不稳固 否则 为什么现在外人都不知道呢 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是多少女人做梦 都要有的好事 苏萨为什么如此低调 估计不是她想低调 而是江家逼她低调 江家不许苏萨 打着江家的名义 招摇过世 江家要撇清 与苏萨的关系 因为江家 找这个苏萨 就是为了给江四 冲洗用的 就是一个工具人 现在江四醒了 这个工具人 就没有用了 自然可以随时抛弃 所以才不给苏萨名分 那么如果汪淑雅 把这个关系曝光呢 如果是打着苏萨的名义 让大家以为 这是苏萨自爆的呢 舆论固然会轰动 苏萨一定会成为众矢之地 不说别人 光是那个 一向已将四女人自居 目前还在米国拍戏的电影巨星 孟会晚就会杀回来 展开一场 血与腥风的夺夫大战 而不论是江家老夫妇 还是江四本人 估计都会对苏萨 这不打招呼的自爆行为 很是不满 觉得这女人公于心计 是在玩逼宫 大家族最讨厌的 就是这种不守规矩 不懂事的女人了 一定会把苏萨扫地出门的 这个江家少夫人 没有你的份了 虽然就算是 把苏萨给赶走了 汪淑雅也没法上位 但她已经不管了 自己得不到的 也不能让苏萨得到 她就是要损人不利己了 为了隐藏自己的身份 汪淑雅在网上 注册了一个虚拟账号 然后给救护城 最大的几个八卦网站 发了匿名邮件 表示自己有一个关系 到苏萨的大秘密要曝光 对面果然表示 很感兴趣 要与汪淑雅接洽 于是 汪淑雅就发了一封邮件过去 里面写了苏萨 与江四的关系 自称自己就是苏萨本人 汪淑雅自以为得计 但是她不知道的是 现在在网络上 某位世界排名前十的少年黑客 专门给自己的姐姐 设置了一个网络 自动敏感字过滤系统 所有关于苏萨的信息 都会自动触发 系统审核机制 然后会被系统 自动判定是粉还是黑 粉也就罢了 黑的话 会马上联系郑云帆 如果只是一般的风言风语 郑云帆也不在乎 因为苏萨告诉她 网上这样的言论多如牛眸 认真你就输了 她能经得起多大的赞美 就能承受住多大的诋毁 不让郑云帆扇铁 微微一笑 毛毛雨啦 可现在 居然有人曝光 姐姐与姐夫的私生活 小舅子不能忍啊 于是 当第二天 汪淑雅激动地打开了 那个爆料网站的头条 看到的不是苏萨 与江四的绯闻 而是她与王院长的偷情视频 没错 她被郑云翻黑了 小舅子顺手 就把汪淑雅家里 车里 办公室里面所有的摄像头 都在后台打开 远程控制了 24小时 360度无死角地 对着汪淑雅的私人生活 进行了偷拍 很容易就找到了 汪淑雅与王院长偷情的证据 然后小舅子很贴心地帮汪淑雅 把她的曝光邮件给替换了 从曝光苏萨 与江四的恋情 变成了汪淑雅自曝 与王院长的奸情 并且还周到的帮汪淑雅 抄送了好几份 比如给护城大学的校董会 给护城电视台 给护城日报 于是不出意料的 汪淑雅与王院长就都火了 护城狗男女 护大拉链门 一个被开除解聘 一个被扫地出门 这还不算完 黑客还把护城大学 设计学院的内部账目 给曝光了 原来这个王院长表面上道貌黯然 其实一肚子难道女娼 她不但在生活作风上 极度腐化 在立上也是一屁股的事 她在暗中弄了一个小金库 里面积攒了不少的黑钱 现在也都被曝光了 于是 这个王院长就不仅仅只是 丢掉工作那么简单了 直接是锒铛入狱了 被关在牢房里的王院长 尝到了什么是坐井观天 众叛清离的滋味 之前她那些朋友 学生 关系 在她入狱后 一个个都与她划清界限 避之唯恐不及 连她老婆孩子 都和她撇清关系了 只顾着转移财产 一个看她的人都没有 包括王院长 一直很看重的沈树芝 但没想到 有一个人 却托人给王院长 带来了东西 让王院长 多有些感动 感慨 总算不是所有人 都是视力 都是人走茶凉 看人下菜碟 等到王院长 看到送东西的人 署名是苏萨时 更愣了 啊 苏萨给自己送东西 还真是患难见真情 日久见人心啊 看来这个学生 虽然平时桀骜不屑 但是心里面 还是有自己这个老师的 但是当王院长 打开了那个包裹后 他的脸 一下子就虑了 羞辱 巨大的羞辱啊 苏萨送的什么 不是送了一条 骂王院长寡怜贤耻 斯文败类的横幅 现在王院长 已经是身败名裂 其实已经不在乎这些 侮辱和谩骂了 但苏萨不用 萨姐的手段 怎么可能那么肤浅 萨姐送的是文房四宝 油画颜料 以及一条特别暖心的留言 王院长 听说你要在牢里面坐很久 为了怕你寂寞 所以呢 特送上这些东西 让王院长陶冶情操 毕竟王院长 不是很喜欢附庸风雅 不是吗 等王院长出来的那一天 我们一起 以花论友啊 秦静静之前 很爱照镜子 因为自己美妈 但最近 已经很少照镜子了 因为极度 使他面目扭曲 秦静静极度的对象 自然是疏洒 之前秦静静 是很有男人缘的 走到哪里 都能遇到搭讪的 尽管他嘴上说 好烦之类的 其实心里面 还是很得意的 可是最近 好几个条件不错的男生 追求秦静静 还不乏护城的 一些豪门公子 对他很殷勤 送他他出去 秦静静心里面 很开心 以为自己可以 加入豪门 但很快 秦静静就发现 那些公子哥的目的 并不单纯 他们相装舞剑 意在佩宫 醉翁之 意不在酒 那些男人 接近秦静静的目的 还是为了苏萨 因为听说秦静静 是苏萨的摄友 所以就想趋陷救国 走摄友战术 通过秦静静 打听苏萨的情况 借机向苏萨献媚 羞辱 巨大的羞辱啊 凭什么自己 只能当别人 认识苏萨的跳板 我裤子都脱了 你给我说 让我给你当介绍人 秦静静静意狠心 于是也跑到了 网上发帖 就说自己 暗中跟踪苏萨那次 看到苏萨 被大款包养了 大款开着全球 只有一辆的 布加迪 Love Water and War 售价过亿 什么这个很多宅男心中 心心念念的 清纯高冷女神啊 不过 是被大款们 包养玩弄的玩物 说不定包养她的男人 年龄都可以当她的爷爷了 好恶心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苏萨会拒绝体育 天才将爱奇的表白了吧 是因为钱 她外表高冷 她俗不可耐 人尽可福 只要有钱 谁都可以当苏萨的恩客 秦静静信心十足的化名 把对苏萨的 抹黑发到了自己的 个人微博小号上 然后就去睡了 第二天一早 秦静静看到 微博后台的未读消息 已经是999家了 哈哈 火了 秦静静开心地点开后台 然后傻眼了 哈哈 傍大款傍到一个冒牌货 好搞笑 可不是吗 这就是作茧自负 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真够逗的 能自爆也是一种勇气啊 秦静静不明所以 急忙打开自己的微博界面 顿时疯了 原来她发现自己的微博 置顶内容已经变了 不对对苏萨的抹黑 而是对自己的曝光 秦静静生情并茂地 说了自己被一个假大款 骗财骗色的事情 沈树芝拿着教案 去上建筑设计的公开课 在路上正好遇到了苏萨 苏萨拿着一个信封 信封的外面还是粉红色的 看起来很是温馨可爱 这是苏萨的女粉丝 给苏萨寄来的 苏萨不是只有男粉丝 还有不少的女粉丝 这些女粉丝 倒不是多么痴迷于 苏萨的颜值和才华 但却都很喜欢苏萨的个性 特别是她的毒蛇 她的霸气 她样摆出的对人方式 都是把苏萨 当成自己的偶像呢 还写信向苏萨请教呢 沈树芝与苏萨走了一个对面 苏萨目不斜视 没有搭理 把沈树芝当成了空气 沈树芝却是停下了 忽然开了口 苏萨 以后你可以上我的课了 沈树芝说完 还故意在脸上表现出了一个 很帅的笑容 沈树芝知道自己 之前与苏萨闹得很不愉快 但那都是一些误会 现在沈树芝见识到了苏萨的美 发现自己爱上了她 就决定打破这层尖兵 缓和两人的关系 之前的事情自己也有错 但主要是苏萨的不对 是她不懂事 但男人嘛 当然要大气一点 自己可以先向苏萨低头是好的 反正是给自己的女人服软 也不吃亏 而让苏萨来上自己的课 就是改善关系的第一步 上次在沈树芝的公开课上 因为韩晓岸做手脚 帮苏萨选了沈树芝的课 那时候沈树芝对苏萨的意见很大 所以当众羞辱苏萨 把苏萨给赶出了教室 不许苏萨上自己的课 说自己的课苏萨不配上 说她的课是钻研学问的地方 不欢迎苏萨这种 哗众取宠的跳梁小丑 说她的课程包含了物理 数学 力学 美学 哲学和历史等知识 不是苏萨这样的茶声能听懂的 苏萨上她的课 是对她的侮辱和玷污 她这里只要学霸 不要学渣 如果苏萨不走 她就霸课 总之两人闹得很不愉快 现在沈树芝主动让苏萨去上她的课 其实就是在示好 她觉得苏萨是可以理解的 毕竟苏萨音乐和绘画都那么好 应该是很聪明的 苏萨听到了沈树芝的话 但却像是没听到那样 静止走了 沈树芝摇头苦笑 女人 你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 恭喜你 你得到了一位建筑天才的垂青 你这辈子最大的缘分来了 你得被多少女人嫉妒和羡慕 对苏萨的冷漠 其实沈树芝一点都不意外 最近 她看了不少恋爱书籍 里面说 女人都是有逆反心理的 特别是处于恋爱中的女人 更是无理取闹 不可理喻 不能用正常的逻辑 去判断她们的言行 她们说不要 可能就是要 她们说讨厌 可能是喜欢 她们说你坏 其实是深深把你爱 她们对你态度越差 其实却是想吸引你的注意 就像是苏萨对自己一样 沈树之坚信 这是苏萨在故意 与自己闹情绪呢 男人怎么办 就得哄啊 和哄孩子一样 书上说了 女人这小孩脾气 这公主病 结婚了 就能好一半 等女人生了孩子 就完全成熟了 所以沈树之决定早点与苏萨 把这层窗户指捅破 把关系确立 但却不着急 让苏萨怀孕 她要提醒苏萨 做好安全措施 多过几年二人事件 然后呢 对婚后生活 沈树之也有了规划 她是天才建筑师 现在是在努力积攒民生的阶段 还是很爱惜羽毛的 所以目前沈树之 不想接商业的单子 比如拒绝了 萧成的合作邀约 一心只想设计出 几个惊世骇俗的伟大建筑作品 好让自己轻史留名 在建筑界扬名立万 但钱也是真需要的 那么她与苏萨结婚后 这个问题就完美解决了 苏萨既要负责貌美儒 也得负责挣钱养家 最好把自己带到米国去 让自己有更好的创业条件 沈树之不觉得 这是吃软饭 苏萨能嫁给自己这样的天才 那是她的荣幸 自己的档次 可比戏子强多了 所以 她为自己付出 这是应该的 沈树之到了阶梯教室 里面学生都来得差不多了 沈树之看了一眼第一排 果然看到 尹之就坐在那里了 尹之看到沈树之看自己 急忙给了沈树之一个笑脸 最近尹之很倒霉 被苏萨虐得不轻 舔狗含小也坐牢了 所以 尹之不敢再嘚瑟 现在上学唯一的兴趣 就是上沈树之的课了 尹之还是最喜欢沈树之 沈树之却是暗暗一皱眉 之前她对尹之的印象 还是不错的 虽然尹之也是富家女 符合她仇富的范畴之内 但因为尹之学习不错 又能看出来对她的爱 男人都是有虚荣心的 哪怕沈树之并不喜欢尹之 但哪个男人又会嫌弃自己的迷媚多呢 所以在学校里 沈树之明着拒绝了尹之好几次 不要她的礼物 其实心里面都是对尹之另眼相看的 甚至尹之去参加 麒麟杯建筑设计大赛输了 都没有怪她 但现在 沈树之对尹之却是态度很差了 为了苏萨 沈树之当然知道 尹之与苏萨的关系很不好 两人经常发生冲突 就在自己的课上 尹之还与苏萨闹过矛盾呢 之前沈树之觉得 都是苏萨的错 尹之是无辜的 现在想 尹之就是一个试妈 惹祸惊 极度怪 是她总在欺负自己的女人阿萨 不能忍啊 沈树之有一种冲动 就想立刻把尹之赶走 正好教室里的位置 基本上都满了 正好可以给苏萨 倒出一个空位来 可花到嘴边 沈树之又变了主意 因为那恋爱书籍上说 很多女人就是嘴硬 明明心里面爱你爱得要死 但就是不肯承认 除非给她找一个情敌 激起她的胜负欲 她才会说实话呢 所以 沈树之决定留着影之 让她刺激苏萨 好早点对自己表白 想到这里 沈树之忽然神色一动 暗想自己之前 怎么这么蠢 竟然忽略了一个 很关键的问题 那就是这两个人 为什么关系不好 听说他们还是亲戚 又为什么水火不容呢 是不是两女争一男 是在争夺自己呢 影之对自己是名爱 苏萨对自己是暗恋 对 一定是这样的 想到这里 沈树之一指引之边上的一个男生 你到后面去 把这个位置空出来 男生不解 沈老师 为什么啊 沈树之一黑脸 为什么 难道老师做事 还要向你汇报吗 你要教我做事吗 他心里面想 我是当然不会告诉你们 这个位置 是留给你们未来师娘的 男生没办法 只能去了后面 于是 第一排 就空出来一个位置 上课领响了 沈树之只能开始上课 但却总是走神 心不在焉 魂不守舍 因为苏萨没来 为什么没来呢 是没看懂我的意思吗 不会 是不爱我吗 绝对不会 是自己自作多情吗 那绝对不可能 所以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苏萨 还在和自己赌气呢 还在撒娇呢 女啊 你的名字叫傲娇 不过 看在苏萨的脸蛋上 沈树之决定忍了 其实 经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沈树之已经知道 苏萨是一个很有性格的女生 很有主见 很倔强 估计不会像是一般的女孩 那么好哄 但这也更有挑战性不是吗 就像是驯马 只有征服猎马 才最有成就感呢 沈树之对着不在的苏萨 那眼神就不免带着逃荡样 而因为那个空位的边上 就是尹之的位置 于是尹之就华丽丽的误会了 以为沈树之事对着他眉目传情 暗送秋波呢 尹之心中欢喜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自己对尹之的一往情深 终于得到反馈了 我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 我要拥抱我的爱情了 此时此刻 尹之居然有些想哭 当天晚上 尹之失眠了 他睡不着爬起来 找出了兴旨 就给沈树之写了一封情书 说是写不准确 应该是打印的 因为尹之图省事 直接在网上 copy了一篇 打印了出来 情书是这么写的 爱你不是二三天 每天却想你很多遍 还不习惯孤独街道 拥挤人潮 没你拥抱 爱你不是二三天 一眨眼 心就能沉淀 你是否想念我 是的 尹之就是直接在网上搜索了 一首情歌的歌词 转过天来 尹之在上学的路上 在一家文具店里面 买了粉红色的信封 把自己的那首情书放在了里面 事情就是这么的凑巧 尹之选的信封 与女粉丝 给苏萨写信的信封 几乎一模一样 而尹之又没有在情书上署名 因为尹之觉得不需要 他与沈老师 已经是情根深种 彼此钟情 何必再署名多此一举呢 沈老师一看就知道是他 这叫身无彩凤霜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是情侣之间的默契 只可一会 不可言传 于是 当沈树之收到了这封匿名的情书后 看到那熟悉的信封 第一反应就是 这就是苏萨送给自己的 他果然是爱自己的 然后沈树之检讨了 一下昨天的举动 猛然醒悟 自己让苏萨去上公开课是不妥的 第一次约会不该如此 第一是人太多 人多眼杂的 不好交流感情 第二是太正式 上课是严肃的事情 不适合弹琴说爱 再说了 虽然苏萨的艺术天赋很强 但学习成绩是真的不堪 他又怎么会喜欢上课呢 还是自己不够温柔体贴 得改啊 所以吸取了经验教训后 沈树之决定与苏萨单独约会 来一个浪漫的二人事件 沈树之怕苏萨害羞 于是拿出手机打给了苏萨 苏萨的号码 是沈树之从学校通讯路上找到的 这是沈树之第一次打 但沈树之相信 苏萨一定存了自己的号码 每个老师的号码 都在学院的公示栏上写着 苏萨私底下那么爱自己 那么拼命地特立独行 想要吸引自己的注意 怎么会不存自己的电话呢 估计做梦都想 这个电话响起吧 等到电话接通之后 那边传来了苏萨清冷的声音 喂 哪喂 这人就是奇怪 之前沈树之很讨厌苏萨的时候 是听她的声音就皱眉 但现在 意识到自己真正的心意之后 沈树之忽然觉得 苏萨的嗓音 是那么的诱惑性感了 让人心里面痒痒的 仿佛诚心在撩拨她的河耳猛 让沈树之是蠢蠢欲动 是我呀 呵呵 你还真是调皮 你肯定早就等这个电话 沈树之正在努力学习 如何与女生调情 就听到嘟嘟嘟的盲音声 那边苏萨已经把电话挂了 沈树之愣了 这是怎么回事 哦 知道了 这是和我撒娇 和我闹别扭呢 真是调皮 沈树之再次打过去了电话 苏萨 我是沈树之 我不和你开玩笑 这样你今晚七点来我的宿舍 我会准备好一切的 不见不散 呵呵 我是独身住的 你可以放心 神经病 苏萨直接挂了电话 沈树之再打 那边已经把他拉黑了 说实话 饶是以苏萨的聪明 也没搞清楚 沈树之在想什么 打死都没想到 他居然爱上了自己 更是绝对想不到 沈树之会那么自恋 以为自己爱他 如果苏萨知道了 一定会被恶心得三天 都吃不下饭 然后会陷入痛苦的纠结 你说那个萧承自恋 总是一厢情愿 以为自己对他有感情也就罢了 毕竟两人真的当过朋友 虽然不是男女朋友 但沈树之 你脑袋被驴踢了吗 我可曾对你有过一个好眼色 我会喜欢你 喜欢你什么 吐你长得丑 吐你不洗澡吗 沈树之有了一丝的茫然 苏萨为什么会对自己这样的态度 为什么会拒绝二人世界的邀请啊 不过 以沈树之的聪明 很快就想明白了 这丫头害羞了 再说了 自己是有独立的教职工宿舍 可以无所顾忌 想什么说什么 但苏萨是在集体宿舍住吧 说话肯定不方便 但自己的意思到了 他晚上一定会来赴约的 所以沈树之就开始为晚上的 约会置办东西了 按照那本爱情宝典 沈树之买了红酒 牛排 鲜河蜡烛 想了一下 忽然想起了一个关键的东西 安全的套啊 晚上勤到农时 肯定是洞房烛 经风欲入一相逢 便胜却人间无数 这安全措施 还是要准备好的 否则 虽然苏萨一定很想给自己生孩子 但自己目前 还没有要孩子的打算 这个要是没准备好的话 岂不是很扫兴 于是沈树之下楼 就去附近的便利店 买安全措施去了 做这样的事情 沈树之还是第一次 没有经验 因此隔着橱窗 看着绿绿的盒子 沈树之有些羞涩了 不好意思进去买 只能看不少的校园情侣 堂而皇之地进去选购 还对产品特性品头论足 对此 沈树之一方面 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真是开放 同时又很羡慕 正在此时 沈树之看到一个人经过 急忙招手 尹之 你过来 尹之很开心 于是跑来 以为沈树之是和他说情书的事情 沈老师 什么事 你去帮我买一盒 沈树之指着橱窗 尹之更开心了 还带着羞涩 这沈老师这么直接吗 第一次约会就要成就好事 不过尹之也乐意 于是红着脸 进去买了一盒出来了 给我吧 沈树之伸手 晚上 人家自己带去酒店就好了 尹之低着头 玩着手指 声音像是蚊子哼哼 呵呵 不用你带 我自己拿就好了 对了 你说 苏萨喜欢这么牌子的吗 我看很多女生 都是很讲究的 沈树之问 本来尹之正做 一脸娇羞状 听到沈树之的话 傻眼了 什么 沈老师问苏萨 喜欢什么牌子的 不是和自己一起用的吗 于是 忍不住惊呼 沈老师 这与苏萨又有什么关系 他喜不喜欢算什么 我喜欢就可以了呀 你对人家温柔一点 就可以了呀 沈树之看着影子激动的脸 忍不住叹了一口气 唉 最难销售美人恩 自己又让女人 伤心了呢 所以 男人太优秀了 哪怕不是自己自愿的 也容易成为渣男啊 即使表现得再冷淡 也挡不住那么多女人的 前仆后继 头怀送抱 自己没法多接受 这些女人的爱 但凡拒绝了一个 就会让对方痛不欲生 纠结一生 沈树之平时 还挺喜欢看科幻片的 心想 要是真有那种平行世界 就好了 可以把不同时空的自己 都找来 让他们 与不同的女人恋爱交往 抚慰他们寂寞 又渴望的灵魂 不会让他们为了 向自己妖宠 而大打出手 也算是自己为世界和平 做出了突出贡献 于是 沈树之有些爱怜地说 影之同学 你对老师的心思 老师都懂 可我们并不合适 我已经心有所属了 我希望你可以放平心态 能用祝福的态度 祝福老师 和苏萨的感情 我知道 你们之前有过矛盾 但我希望以后不要这样了 毕竟以后 她就是你的师娘了 你要尊师重道 要有礼貌 影之都要疯了 一想到自己以后 要喊苏萨师娘 影之连死的心都有 是不是你抢我的男人 还要当我的妈妈 祈福斯我得了 影之激动地 把手里的那盒安全套 扔在了地上 歇斯底里的大吼 这门轻事 我不同意 我反对这门轻事 正好有几个男生 从这里经过 听到了影之的话 一个多嘴的男生 就接口道 人家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轮得到你这个妖精 来反对 影之都要气疯了 沈淑芝也叹了一口气 影之 其实单看 你也不错 我也不是对你 一点感觉都没有 你马马虎虎 也算能够得着 我的审美标准 但谁让老师 又认识了苏萨呢 既生鱼 和生亮 你确实是各方面 都比不上苏萨 所以你就认命吧 好好学习 努力工作 以后再找一个 平庸的男人 过日子吧 虽然他没有我这么优秀 不会让你经验惊喜 但至少你放心不是吗 他不会被那么多女人爱 沈淑芝捡起了地上的小盒子 就要离开 却被影之 一把拉住了袖子 沈老师 你别走 你被骗了呀 是那个不要脸的苏萨 勾引你的对不对 是他耍的手段对不对 沈淑芝一听 心里面一阵的安慰与欣喜 看来大家都知道 是苏萨先对自己动心的了 看来还是 自己一心钻研学术 所以对周围事情的反应 就有些迟钝呢 这才没有领会到苏萨的邱波吧 你也知道苏萨先看上我了 有什么证据吗 沈树芝很感兴趣地问 我当然有证据 影之信誓旦旦地说 我记得有一次 在学校的图书馆 我看到苏萨 与那个公孙老师一起在说话 说了很长时间 面前还摆了不少建筑的图纸 这还用问吗 肯定是那个 苏萨自己学习不好 但他知道 沈老师你喜欢学习好的女生 所以暗中找了公孙老师 要给自己补课 好能配得上沈老师年 他真是一个心机女 影之说的煞有介事 这件事是真的 影之确实看到了 苏萨与公孙老师在一起 研究学问 但是影之完全把事情弄反了 不是公孙老师在叫苏萨 而是苏萨在叫公孙老师 帮公孙老师解答湍流的问题 最后成功让公孙老师 战胜了沈树芝 进入了国际顶尖建筑师事务所 沈树芝听了影之的话 更加的开心 还有这诗 这个苏萨隐藏的真神啊 都说最爱一个人的标志 就是肯为了他改变自己 去做一些自己 本不愿意做的事 就像是苏萨这样的学渣 为了取悦自己 都偷偷去补课了 还是补自己的专业建筑学 这真是爱我之心 物之欲出啊 唉 沈树之都 有些同情苏萨了 明明那么爱自己 却因为女生的自尊 表面上装 做对自己冷漠 甚至厌烦的样子 一定忍得很辛苦吧 这就是所谓的一半是火焰 一半是海水 爱你在心口难开吧 宝贝 你不用再忍了 我们就要确定关系了 从此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 一定是这样的 行了 影之 你的话我听到了 我的话你也明白了 我希望你不要再做出影响 我们感情的事情了 那样老师会不开心的 沈树之的表情有些严肃 现在老师 还允许你偷偷地爱我 崇拜我 但是你真是过分了 我就不许你再幻想我了 老师 虽然这么优秀 这么出色 我具备 成为一个渣男的全部条件 但我不是渣男 我对感情很认真的 说完 沈树之拿着东西走了 留在影之站 在原地 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 他对着沈树之的背影 忽然大喊起来 沈老师 你别看那个苏萨外表清纯 但就是一个婊子 他之前在乡下的时候 私生活就特别乱 影之在歇斯底里大吼 关于苏萨的历史 影之知道的不多 但也知道那不光彩 这都是苏伊诺 故意透露给影之的 哪知道沈树之听了不为所动 好了 影之同学 你不要再说了 你现在出于愤怒和嫉妒说出的话 我是不会信的 苏萨那么清纯的女孩子 怎么会有混乱的私生活呢 在遇到我之前 她不会爱上 其他任何的男人 因为其他的男人不配 最近 我也看了不少 关于苏萨的报道 就说那个萧成 不也是恬不知耻地说 自己是苏萨的男人吗 但还不是屡屡被打脸 沈树之笑了 笑得自信又霸气 苏萨一定会为 我守身如玉的 影之被气哭了 她抹着眼泪 离开了沈树之 沈树之望着女孩悲伤的背影 说心里面没有一点愧疚 是假的 但沈树之还是紧紧地抿着嘴 不能喊 不能安慰 只要自己喊一句 你回来 那么影之 一定会扑进自己的怀里 会对自己泥足深陷 越陷越深 在自己的情网里面 不能自拔 长痛不如短痛 回忆见斩情思 虽然自己现在的做法 显得很残忍 但从长远看 其实是对影之 更好的安排 希望她可以赶快治疗情伤吧 影之 这是我对你 最后都温柔了 沈树之苦笑着摇头 现在 伤了影之的心 这只是一个开始 等自己成了想欲世界的 大建筑师之后 身边的桃会更多 桃泛滥 汹涌不绝 不只是本国的 还是全世界各国的 阴阴厌厌厌 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吸引自己的注意 爬上自己的床 所以沈树之 已经决定 要多学几门外国语言了 不用多 就一句 抱歉女士 我不能接受你的爱意 虽然这很残忍 但爱情本 就是不完美的对吗 我可以本着做慈善的心思 满足你的愿望 给你一个难忘的夜晚 与你共度春宵 但不要奢望 我的感情 我对你们不主动 不拒绝 不负责 一定要准备好 安全措施 看看吧苏萨 我了你牺牲多少啊 你得感恩 得知足 得好好爱我才对 晚上六点 沈树之已经把宿舍 给好好收拾了一番 垃圾扔掉 床单换成了新的 还是粉色的 上面袖着鸳鸯细水 没有开灯 桌子上是红酒 牛扒和蜡烛 音响里 播放着倦勇的钢琴曲 名字是很应景的 梦中的婚礼 看到这一切 沈树之很满意 谁说理工难不懂浪漫 之前不弄这些 只是没遇到 值得自己上心的女人罢了 然后沈树之打开 让影子买的那盒东西 掏出几个小方格 藏在了枕头下面 万事俱备 只欠东风 一切就绪 就等着美人 头怀送抱了 沈树之的脸上 都是笑容 但笑着笑着 又觉得哪里不对 好像是少了些什么 少什么呢 我想想啊 沈树之思来想去 终于知道缺什么了 他急忙打开衣柜 一顿翻箱倒柜 从里面找出来 一条浅色的床单 放在了鸳鸯系 水粉色床单的上面 这一招 还是沈树之从很多古偶 电视剧上学来的呢 女人在洞房之夜 都要准备一条这样的床单 好证明自己之前的手身如玉 不得不说 这个沈树之与之前那个倪心 还真是臭鱼烂虾的天生一对 两人都是一样的爱幻想 沈树之幻想苏萨 沈树之拿出了床单 要给新婚之夜 留个难忘的证据 还要拿给影子看 证明他说的都是谎话 而之前那个倪心 就更加的极品 还要拿着床单做话呢 但沈树之足足 等到了八点 还是没有看到苏萨上门 眼见着蜡烛 都要燃尽了 他沉不住气了 难道苏萨放了自己鸽子 你怎么可以这么任性 怎么可以这么冷落 你爱的男人 太不懂事了 虽然我爱你 但你也不能恃宠娇啊 当我的女人后 你要收敛 你的大小姐脾气 我可以容忍你几次 但我不会 永远迁就你的 你这么胡闹 就不怕真的失去我吗 沈树之气呼呼的 就要打电话 向他心事问罪 骂他不知道天高地厚 不要把事情 顽脱了自己后悔 但忽然愣了 哎 沈树之叹了一口气 暗想自己还是大意了 自己光和苏萨约了 让他今晚 来自己的宿舍事情 但是没告诉他 自己的宿舍门牌号 这是交工楼 他肯定是没来过的 他当然找不到了 一想到 为了今晚的约会 苏萨一定是沐浴更衣 浑身喷得香气逼人 化了精致的妆容 穿上最漂亮的外衣 最性感的内衣 努力要给自己一个 最惊艳的印象 却发现 他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的宿舍在哪 事情无门 该是多么的失落 又失望啊 他又不好意思 向别人打听 该是多么的心酸 又着急啊 说不定都哭了呢 偏偏自己还差点错怪了他 差点骂他 自己还真是有些过于莽撞 不够怜香惜玉了呢 这次根本不是苏萨放了自己鸽子 而是自己放了苏萨鸽子 这俊俏的丫头 说不定还以为自己 在耍他呢 沈树之为自己的失误 而懊恼 于是急忙给苏萨打电话 要告诉他 自己宿舍的门牌号 却发现 手机打不通 这才想起来 苏萨已经拉黑自己了 之前拉黑 是和自己使性子 希望自己哄他 结果 可能现在以为自己耍他 估计更闹别扭了 沈树之苦笑一声 决定去女生宿舍 亲自把苏萨接回来 女生宿舍 本来苏萨是根本不住宿舍的 因为他很讨厌同宿舍的 那三个女人 但是经过明表事件后 这三个人 要么搬到了别的宿舍 要么直接被学校开除 所以现在宿舍 就只有苏萨一个人了 他来的次数 倒是比之前多了 苏萨在宿舍里 处理了一些事情 正要走呢 门一开 尹之脸上还能看到 泪痕地冲了进来 苏萨 你不要脸 他开口就骂 苏萨就当着尹之是狗叫了 让开 好狗不挡到 尹之不肯让 气呼呼地瞪着苏萨 沈老师是我的男人 你别想抢走 苏萨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尹之 他因为平时一贯不关注尹之 尹之恨他 因为尹之的嫉妒 但苏萨并不恨尹之 因为尹之没什么值得苏萨嫉妒的 在尹之的心中 苏萨很重要 一直把苏萨当成了一生之敌 但在苏萨的心中 尹之毫无分量 无足轻重 根本就积不起一丝的波澜 所以是直到现在 苏萨才知道尹之居然喜欢沈树枝 还真是重口味 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吃屎呢 我抢了你男人 对 你别不承认 你就是处心积虑地 在吸引沈老师的注意 你和沈老师冲突是欲擒故纵 你偷着学习 是为了讨沈老师的欢欣 你晚上还要和沈老师约会 你还让沈老师去买那东西 你这个狐狸精 你这个小三 听尹之这么说 苏萨才有些后知后觉 为什么最近那个沈树枝 像是吃错了药一样 总是对自己做一些 莫名其妙的举动 说一些让人纳闷的话了 原来是爱上自己了 饶是苏萨这么聪明 也实在是没有猜出来 沈树枝是中了什么血 但苏萨也不想知道 只是被恶心地想吐 像是吃了好几只苍蝇一样 尹之见苏萨不出声 于是冷着脸追问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说啊 你是不是真的对沈老师有意思 我不于许 不可以 她是我的 苏萨当然对沈树枝 完全没有意思 可是 看到尹之这气急败坏的样子 当然是气死人不偿病了 她悠悠一笑 其实我对那个沈树枝 也没有什么意思 不过因为你喜欢她 所以我 当然要施展一些魅力 把她抢来了 抢完了再甩 当垃圾扔了 气死你好不好 尹之的头发都炸起来了 苏萨 你这个渣女 可只有漂亮的女人 才有资格当渣女啊 你倒是想学我 你有这个实力吗 我有好脸 这一样 你拍马就赶不上 尹之不肯服输 苏萨 你别得意 沈老师 那么优秀的男人 那么有知识 还有文化 你以为 他会喜欢你这样的 雍之俗粉 你这么肤浅 你不学无术 你根本就配不上沈老师 只有我这样 有内涵的女人 才配得上沈老师 你要是失去的话 就赶紧退出 苏萨淡然一笑 女人肤浅怎么了 其实男人更肤浅 男人就喜欢身材好 大腿长的 不错 你确实是挺有内涵的 瞅得特别深刻 脸上的皱纹里面 都是智慧 这话杀伤性很大 侮辱性更强 尹之拼命想 找出自己 比苏萨强的例子 来反击苏萨 可是悲哀的发现 比脸比不过 比才艺比不过 比人气 还是比不过 为什么 为什么自己 这名正言顺的 尹家大小姐 还要被一个野丫头 羞辱吊打呢 不 尹之忽然想到了一个 最关键的事情 自己还是有优势的 那就是学习成绩啊 自己的成绩 不是可以玩虐苏萨吗 在学校 学习才是第一位的 什么才艺啊 颜值啊 都是次要的 就像是沈老师 那也是最看重 学习成绩的 沈老师 不过是一时 被苏萨的颜值诱惑 中了这个 妖艳见惑的美人计 但是 等他清醒过来 还是会发现 我尹之的好 想到这里 尹之又有了底气 他要向苏萨挑战 苏萨 下周就是期中考试 我要向你发出挑战书 我们就比 沈老师教授的建筑学 看谁的分数高 你要是输了 你就退出 不许再骚扰沈老师 苏萨点头 好啊 不过你要是输了呢 颜值听到 苏萨这么说 很是畅快地笑了 他从来都没想过 自己会输 他可是学霸 班级成绩前三名 胜过苏萨这个 连考试都不敢参加的菜机 不是手到擎来 并且 颜值比别人更知道 苏萨的教育背景 他高中就辍学了 中间有好几年的教育空白期 信户城大学 也是走后门进来的 虽然现在苏萨是大三了 但他可不是从大一 大二读上来的 而是因为他的年龄 一进校 就被插班到了大三 可以说 苏萨的真实实力 就只有高中一业的水平 别说和自己这样的学霸比了 就是和一个普通的大一新生比 都不如 否则 他为什么连上学期的期末考试 都不敢参加 因为他有自知之明 他参加考试 也是胶白卷 更丢人 而现在要比的 这可是建筑学 公认的最难的 几门学科之一 不但需要建筑学的知识 还需要数学 物理的知识 苏萨怎么可能会 因此 为了让苏萨比赛 尹之说 好 我输了裸奔 尹之咬着牙 负气而走 苏萨正准备回家去陪小包子 忽然听到了宿管大妈的声音 谁是苏萨啊 有人找 原来 因为沈树芝的手机 联系不上苏萨 直接把电话 打到了宿管大妈的座机上 喂 是我 听筒里 又传出了沈树芝 那个恶心的声音 苏萨尝出了一口气 他有闲心斗尹之 气饮之 但是却一点都没有心思 应付这个癞蛤蟆沈树芝了 麻烦你回去查查 教师守则 说完 苏萨就把电话挂了 回家了 沈树芝听着 话筒里的盲音 一脸的猛逼 为什么 为什么还对自己这么冷淡呢 难道是气 自己没有上女宿舍接她吗 可自己已经走到半路上了呀 给苏萨打电话的意思 就是让苏萨在宿舍门口等自己啊 这丫头 怎么不让人把话说完呢 教师守则 又是什么意思 走到距离女生宿舍还有两公里的时候 沈树芝拿出了手机 登陆了校园网站 还侦查了一下教师守则 其实在入职培训的时候 学校就专门让他们学过教师守则 但沈树芝那时候 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 规矩都是约束普通人的 怎么能束缚自己这样的天才呢 所以 根本就没仔细看 教师守则具体写了什么 现在一条条往下看 都是一些爱党敬业 试得失风之类的 陈词烂调 没有新意 沈树芝正要收起手机 忽然愣住了 因为他看到了教师守则的第九条 教师不得与在校学生谈恋爱 否则学校一律予以开除 哦 原来如此 沈树芝终于知道 苏萨为什么会对自己如此冷淡了 自己错怪他了 他不是不懂事 而是太懂事了 苏萨肯定是知道了这条规矩 担心失声恋影响到自己的前途 所以 这才忍着对自己的爱情 装作无动于衷吧 还真是煞费苦心 忍辱负重啊 沈树芝有些感动 觉得苏萨太贴心了 想到这里 沈树芝急忙打给了学校纪检出的一个老师 询问了一下失声恋的事情 是不是真的对失声恋零容忍 对自己这样的天才 有没有什么优惠 得到的消息 让沈树芝有些不爽 护城大学对失声恋 完全是零容忍 一旦发现 立马开除 别说沈树芝这样的青年老师了 就是院士 也不例外 据那个老师说 护城大学有这个决定 也是有历史原因的 几年前 某个学院很有资历的教授 与自己的女研究生 有了婚外情 最后把原配都逼得喝要自杀了 事情闹得很大 在社会上引起了舆论风暴 连护城大学的名誉都被连累了 所以 学校才出了这个规定 沈树芝正在看手机 就看到尹芝正一脸煞气地走了过来 尹芝也看到了沈树芝 于是就说 沈老师 我知道你 只是一时糊涂 我不怪你 我还爱你 我和苏萨已经打赌了 就看这次的期中考试建筑学的成绩 谁赢了 谁才有资格成为你的女朋友 沈老师 你不要劝我 也不要阻止 那个苏萨也答应了 我要你看看 我尹芝为了得到你 能付出多大的努力 我也让你看看 那个苏萨根本就配不上你 她是烂泥扶不上墙 你和她在一起 就是自甘堕落 说完 尹芝就离开了 她要赶紧回家复习 其实对尹芝来说 考试成绩 赢了苏萨 那是没有任何悬念的事情 哪怕自己一点都不复习 也没有任何的疑问 但尹芝不只是要赢 还要赢得漂亮 她要争取拿一个全学院最高分 以实际行动 向沈老师证明自己的优秀 这场比赛名为两个人的比拼 其实就是自己一个人的大秀 苏萨 不过是个道具罢了 听到苏萨与尹芝打赌 沈树芝更开心了 哼 还说你不爱我 这不是为了抢我 都已经和尹芝打赌了吗 为我争风吃错 女人啊 果然都是口是心非的动物 沈树芝到女生宿舍的时候 没有找到苏萨 不过却也不急了 因为 她迟早是自己的女人 自己让尹芝买的那些东西 一定能派上用场 护城电视台 沈树芝之前 是经常做青年励志讲座的 被称为寒门学子的励志偶像 但是自从被苏萨举报 她进女厕所后 受了学校的处分 还被撤掉了 设计学院学生处处长的职务 她就再也没有 这种开励志讲座的机会了 沈树芝一直是很遗憾的 她不喜欢给学生上课 但却喜欢这种讲座 觉得这是尽情施展 自己才华的一场大秀 她很享受那种万人瞩目 站在台上夸夸奇谈 充当别人的人生导师 对别人的人生 指手画脚的感觉 心里面特别满足 特别有成就感和优越感 她就像是舞台上的王 看着一群凡夫俗子 匍匐在地 以致气势 盛气凌人 爽 现在机会来了 沈树芝一直在努力申报国家课题 这段时间的主要工作就是写论文 发个人的建筑设计作品 因为她老师是帝都大学建筑学院的院长运道权 在圈内很有人脉 因此 沈树芝发论文远比别人容易得多 要知道 在现在的学术圈 发论文可不仅仅只是看你的学术水平 还要看你的关系 甚至很多时候 都是需要交钱才能发论文的 也就是俗称的版面费 还别说 接连几篇论文发表后 虽然还没有达到国家级课题的程度 但是已经被护城的几个部门看上了 让沈树芝的作品进入了是一级的课题 还给她授予了一个市级青年人才计划的称号 让沈树芝又得意起来 这一天 她来到护城电视台 就是来接受专访的 在与主持人进行了一番 事先对好词的现场采访后 沈树芝离开了演播厅 她刚走出电梯 就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 苏萨 苏萨也来了护城电视台 沈树芝的唇边泛起了一丝欣慰的笑容 这女人 还说不爱我 这都开始跟踪我了 什么高冷的女神 还不是我沈树芝的小迷妹 此时此刻 沈树芝特别想找到一个人 就是那个失踪的倪心 现在的沈树芝对倪心当然没什么感情了 还特别后悔自己之前对倪心的迷恋太傻了 太过于卑微 丢了天才的脸 沈树芝想找到倪心 只有一个目的 就是炫耀 就是嘚瑟 让倪心看看 你不喜欢我 但有别的女人在乎我 并且 这个女人比你还优秀 在你最擅长的绘画上 都比你强 沈树只想看到倪心被打脸的样子 无地自容的尴尬 痛哭流涕的懊恼 自己会轻蔑的和倪心说 后悔了吗 遗憾 你永远都得不到我了 即使我看你可怜 愿意施舍一下 陪你上床 你也得不到我的心了 你只能得到我的精 得不到我的情 因为你选择了和江四苟且 那就是对我的背叛 你为了臭钱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恶心 下剑 你人尽可福 还是苏萨好啊 他才不会被江四 那样的爆发户抢走呢 那苏萨 是来看沈树只的吗 当然不是 今天 苏萨的养父郑卫明 也到了护城电视台 也是接受采访的 因为郑卫明 被凭上了省级模范教师 主持人在采访他 一心为了山里孩子 为了家乡教育 默默奉献的事迹 于是 这个沈树只就误会了 现在的沈树之魂 深都是祭典 只要苏萨一有风吹草动 就容易高潮 期中考试开始了 上午最后一门 就是建筑学考试 巧合的是 尹之与苏萨 都被安排到了一个教室 进行考试 铃声响起 全场安静 只能听到 沙沙的写字声 尹之的位置 正好与苏萨的位置 斜对着 他看着试卷上的题目 不由得有些发愣 好难啊 这次建筑学考试的题目 真的太难了 很多知识 都是没有学过的 这怎么答啊 尹之估计 平时能考80分的学生 这次及格都困难了 就是自己 估计也就只有70分的成绩了 不过尹之马上又放心了 自己这样的学霸 都觉得题目难 那么其他的学生 做起来就更难了 自己考70分 他们考50分都不容易 特别是苏萨那样的学诈 估计都考不到 两位数的分数 想到这里 尹之忽然开心了 因为他忽然意识到 这题这么难 肯定是有原因的 这题都是审数之初的 审数之初这么难 一定是知道了 自己与苏萨打赌 他故意在偏袒自己呢 尹之这么自恋 是有原因的 众所周知 同样是一份试卷 如果题目简单 对普通学生有利 如果题目很难 则是对学霸有利 题目越难 越能拉开分叉 想到这里 尹之看了一眼 在自己斜对面的苏萨 看他手里拿着笔 在试卷上写得飞快 太快了 不用问 这肯定是懵的 否则连思考都不用吗 连演算都不用吗 那么多复杂的计算题 特别是牵扯到物理力学的题 你看了一眼就知道答案 你是神仙啊 正在此时 沈树之脖子上 挂着寻考的工作证 走进了这个考场 尹之急忙给了 沈树之一个 暧昧的眼神 考场里不能说话 但尹之的前台词就是 沈老师你的心意 我懂了 我就知道 也是希望我赢的 我不会辜负你的 可尹之的欣慰笑容 还挂在脸上呢 他就看到了 毁三贯的一幕 因为沈树之装作 漫不经心地 用一个十分隐蔽的动作 把一个纸团 扔在了苏萨的桌子上 有寻考老师进来 所有的学生 都是更加小心翼翼 不敢东张西望 只能埋头做题 因此除了一直在 暗中观察的影之之外 没有人 包括监控老师 发现这令人震惊的一幕 在大学 学生作弊不是新闻 但是 寻考老师帮着学生作弊 就是绝对的大新闻了 影之都要哭了 作弊 飞哨 沈老师 你太过分了 你自己出的题 你把答案 私下给了苏萨 还让我怎么赢 影之还真说对了 沈树芝 当然想要苏萨赢了 好给苏萨一个理由 名正言顺地沉浮于自己 不再矜持 不再做做 不再假装冷漠 不再委屈拒绝 而是毫无保留地 对自己敞开一切 奉献一切 帮自己挣钱 给自己暖床 所以一方面 他故意把提出的很难 就是不想影之的高分 同时私自给苏萨传答案 这就是一举两得 影之眼睁睁地 看着苏萨 把那个纸团收下了 然后他就 再也没有心思 做自己的题了 做题还有什么用 没有意义了 刚考完试 影之没有去吃饭 直接就去了 沈树芝的办公室 他很愤怒 他特别委屈 他要一个说法 沈老师 刚才在考场的那一幕 我都看到了 你为什么要给苏萨小超 是他逼你的对吗 他拿了你什么把柄 床照吗 我就知道那个 狐狸精就知道发骚 就会耍这些 不要脸的手段 直到此时 影之还想给 沈树芝找一个台阶下 只要沈树芝说 他是被迫给苏萨小超的 他就原谅沈树芝 可他注定失望了 影之 刚才的事情 你看到了 好吧 那我也就不和你 藏着掖着了 是我给你 未来师娘的小超 那个什么打赌 不过是 你们女生之间的玩笑 当不得真的 更不能影响 我和你师娘的感情 我们小夫妻 打情骂靠可以 但是你一个外人 就不适合在里面 煽风点火了 沈树芝说 影之都要气疯了 沈老师 我是外人 我是那么的爱你 沈树芝一耸肩 影之同学 你爱我不假 因为我是那么的优秀 值得女人去爱 但你不能因为你爱我 就可以用感情绑架我 胁迫我 更不能操纵我的人生 那样 你就过界了 你会让我不开心的 我说过 我允许你偷偷的爱我 但你没资格管我爱谁 我必须强调一点 不要觉得 我会因为你爱我 就让我感激你 你对我的感情是自愿的 我也不稀罕 如果每个爱我的女人 都需要我负责的话 我岂不是得成为世界上 最忙的男人 听着沈树芝的话 影之眼泪都出来了 因为他才意识到 自己在沈树芝的心中 是如此的廉价 便宜 不值钱 沈老师 那个苏萨是个学渣啊 你不是一向最讨厌学渣了吗 你不敢喜欢他 你该喜欢我这个学霸呀 影之不死心地问 影之 你搞错了一点 作为老师 我当然喜欢学习好的学生 但是 作为男人 我只喜欢漂亮的女人 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天才 我那么聪明 我根本不需要女人 多么的聪明 只要胸大腿长屁股翘 能够取悦我 把我伺候舒服了 让我繁忙的工作 能放松就好了 毕竟我和自己的女人 不用考试 只要过夜就可以了 在当我的床扮这一点上 苏萨就是比你适合 你真的比不过他 你是嫉妒也没有用了 说一句流行语 他甩你八条街衣 被自己爱的男人侮辱 影之尖叫 别说了 你不要说了 沈树芝叹了一口气 再说了 苏萨还会弹琴跳舞 他肯定比你会伺候我 鬼房里的本事 才是女人真正的学历 这一点上 你是学渣 他才是学霸 影之恨得咬牙切齿 他对沈树芝已经绝望了 因爱生恨了 沈树芝 我恨你 我恨你 你要举报你们 我不会让你们这个狗男女好过呢 面对影之的歇斯底里 沈树芝无所谓的一笑 影之 你恨我我理解 因为爱有多深 恨就有多深 这种恨意代表了 你对我的一往轻深 但我相信 你不会举报我的 因为你不会舍得 我难过的 影之冷笑 哈哈 不会 你看我会不会 我一定会 沈树芝叹了一口气 他起身 关上了办公室的门 屋里 就剩下了沈树芝 与影之两个人 沈树芝解开了裤腰带 对影之说 好 来吧 我满足你 影之没懂 你什么意思 沈树芝暧的一笑 别装了 你那么爱我 估计早就对我春风萌动 不能自已了吧 所以那天 让你买安全催使 你才是那么的情不自禁 蠢蠢欲动 现在 我就给你一个 对我一亲方则的机会 满足你 等我和苏萨结婚后 我也可以时不时地 光顾你一次 这下你满意了吧 影之都要疯了 他之前 确实很想这个事情 含羞带骚的妻 带春风一度 但绝对不是 现在这个情况 沈树芝都把他 贬低到了尘埃里 他还会陪沈树芝做那事 影之觉得自己 没那么见 沈树芝 你把我当成什么了 当成不要脸的舞女了吗 交集了吗 不 你当然不是 你不收钱你是免费的 沈树大学教务处 什么 要给苏萨转学 为什么 我不同意 教务处处长一脸的拒绝 他根本想不出 给苏萨转学的理由 从沈树大学 转到沈树艺术学院 凭什么 现在苏萨 可是沈树大学的宝贝 特别是 随着王院长的锅铛入狱 现如今整个学校 再也没有领导 找苏萨的麻烦了 把这么优秀的学生 给别的学校 那不是做蠢事吗 别说自己不能答应 就是自己答应了 沈树大学的学生 也不能答应啊 自己会被认为 是学校的罪人 叛徒的 他可不想遗仇万年 半夜出门 被人打闷棍 并且更奇怪的 为什么不是苏萨 自己提出转学 而是沈树芝代替 他来办手续呢 这是苏萨同学知道吗 教务处处长问沈树芝 他知道不知道 并不重要 这事我就可以做主 并且 他一定会同意的 因为这是我的意思 他对我一向是 言听计从 摆一摆顺的 沈树芝自信地说 同时他的脑海上 也在幻想 某些疑你的情节 自从发现 自己对苏萨 有了爱情后 这段时间 沈树芝在做学问之余 也是补了不少课 除了看爱情理论的书籍外 也看了不少小电影 学习里面的一些动作呢 好以后 亲自指导苏萨 让他更好地伺候自己 谁让自己是他的老师呢 必须得惠人不倦啊 那不行啊 这不合规矩啊 还有 到底为什么转学啊 我们学校不好吗 教务处处长 想逃根问底 看到教务处处长 非得问原因 沈树芝叹息一声 齐处长 我问你一下 咱们学校的那条规矩 就是老师 不能与学生恋爱 这个还在吗 齐处长说 对啊 当然在 沈树芝问 这个就没有什么通融吗 如果老师未婚 学生也未嫁 那还不能在一起吗 这也太不人性了 毕竟都是成年人了 齐处长 之前校委会上 有人专门讨论过 这样的问题 之前也有过一个助教 与一个研究生恋爱的事情 两人都是男未婚 女未嫁的 但学校的规定是 除非等 这个学生毕业了 才可以交往 否则 只要还是学生 就不允许师生恋 对了 沈老师 你问这个做什么 你不会是 齐处长吃惊的张大了嘴巴 看到被齐处长猜出来了 沈树芝矜持的一笑 齐处长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哼哼 是的 我和苏萨是一对 他很爱我 还是苏萨提醒我学校 不允许师生恋的 为了我的事业 他忍着 对我的爱意 牵手 更不敢来我的宿舍 与我二人世界了 我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觉得男人要有担当 不能什么 都让女人辛苦 因此我决定 还是让苏萨转学吧 他成了其他学校的学生 就不会再受 我们学校校规的影响了 我说的对不对 我与别的学校学生谈恋爱 咱们学校 总管不着吧 沈树芝洋洋自得 很是骄傲 这是他苦思冥想 好几页想出的主意 真是一个绝妙的主意 反正苏萨文化课 成绩一塌糊涂 在护城大学上课 也是混日子 浑文凭 所以去别的大学 也是一样的 反正护城艺术学院 尽管比不上护城大学 但也是国内的顶级高校 还可以发挥 苏萨艺术方面的特长 简直是一举两得 沈树芝 正好有一个朋友 在护城艺术学院招生办 于是就私下 与对方谈了谈 要让自己的女朋友苏萨 转学过去 对方是大喜过望 表示这边 不论是音乐学院 还是美术院 都敞开大门 热烈欢迎苏萨 还会提供全额奖学金呢 并且沈树芝 还特意提出了一个额外要求 就是让对方给苏萨 提供一个单人宿舍 那样就可以当做以后 两人约会的爱潮了 免得在护城大学这边 苏萨脸皮薄 怕熟人多 会不好意思的 看看 世界上去 拿找自己这么体贴的男朋友 还这么的帅 这么的有才华 苏萨 你真的捡到宝了 不知道 会被多少女人 嫉妒到发疯呢 你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呀 早就情斗暗生 心心相应 两情相悦 以身相许了 沈树芝的脸上都是爱情 就不能等到苏萨同学毕业吗 齐处长商量 我倒是可以等 但是苏萨等不了啊 一代见宽忠不悔 卫一宵得人憔悴 我真的不忍心 让爱我的女人独守空房 夜夜寂寞了 沈树芝说的很是深情 这么说吧 现在解决这个问题 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我辞职 要么苏萨转学 我想比起一个校的转学 咱们学校 是更舍不得我这样的天才离开吧 毕竟 我可是咱们学校 最有前途的青年教师 是众望所归的栋梁之才 未来我会是世界顶级设计师 我会是未来的院士 难道学校 能忍受我离开的损失吗 孰轻孰众 我想学校分得清 说句实在话 美女哪里都有 天才可是万里无一 这较好看的皮囊千片一律 尊贵的灵魂万里挑一 这 齐处长被说没词了 虽然这个沈树芝说的有些夸张 但不可否认 她确实是学校重点培养的人才 还有很强的人脉资源 贸然辞职 对护城大学还是很有影响的 如果真的比较一下她和苏萨 谁对护城大学很重要 可能还真是沈树芝 毕竟大学是搞学术的地方 不是演艺经纪公司 不能让追星耽误了办学 苏萨只是锦上天 沈树芝这样的科研人员 才是学校的动良之才 好吧 我给你们办转学 齐处长很不情愿地说 好 等我们结婚的时候 请你喝喜酒 沈树芝很开心 笑眯眯地说 齐处长从电脑里面 调出了苏萨的档案 打印出来 但是必须得让苏萨同学本人来签字 他说 我替他签不就行了 毕竟我是他的男朋友 沈树芝无所谓地说 不可以 这个必须本人来签 别说你是男朋友了 你就是他丈夫都不可以 齐处长很严肃地说 他现在看沈树芝有些不爽 觉得这小子自己把笑炮走了 还在这里故意秀恩爱 真是让同位男人的 齐处长内心无比地羡慕极度狠 好 那你给他打电话吧 沈树知道 你不能自己打吗 齐处常问 呵呵 我是要给他一个惊喜呢 沈树芝一脸的暧昧 齐处长记得想打自己的耳光 自己这不是嘴贱吗 又让这个沈树芝秀恩爱 喂狗粮了 齐处长气呼呼地给苏萨打了一个电话 苏同学 你来交务处一下 15分钟后 苏萨到了交务处 齐处长 你找我 是啊 在这里签个字 你就可以转学了 唉 都不知道怎么和本校学生交代呢 齐处长的语气里都是遗憾 然后把一份文件递给了苏萨 苏萨看着上面的内容 愣了 谁说我要转学 在苏萨来的时候 沈树芝故意躲在了一个文件柜的后面 此时终于迈着沉稳的步伐 闪了出来 他呵呵浪笑一声 是我呀 没想到吧 很惊喜吧 这都是我安排的 沈树芝一边说 一边把手里的一支签字笔递到了苏萨的手里 你转到了护城艺术学院 我们就不是师生关系了 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恩爱同居了 是不是很开心 哼 这是我想出的好主意 我是不是很聪明 苏萨 你找了一个多么优秀的男朋友啊 我都替你开心呢 苏萨看着沈树芝脸上的浪笑 看着文件上的转学申请 又回想起影之对自己的控诉 终于把这一切都想明白了 不由得又气又笑 上次他对沈树芝说 你去看看 教师守则的目的 是提醒沈树芝做人不要太简 有点自知之明 因为苏萨都懒得和沈树芝 这个恶心活多废话 所以本想用最简单粗暴的办法 打破这个无耻之徒 对自己的妄念和幻想 你要是再惦记我 我就举报你 让你被学校开除 苏萨觉得自己 已经把态度表达得很明确了 但凡是智商超过两位数的探机生物 都不会再误会 再自作多情了吧 但事实证明 自己还是太年轻了 低估了某些人的奇葩程度 就像是这个沈树芝 典型地生活在了自己的世界里 不能自拔 居然以为自己不搭理 她是怕影响她的前途 苏萨无语宁耶 被雷德外交内嫩 真想抱粗口啊 所以尽管之前 苏萨一直很不乐意 与这个沈树芝多说话 因为一看她的脸就想吐 但此时也必须把话说清楚了 沈老师 你觉得我特别爱你是不是 当然了 你对我的爱 我都感受得到 那为什么我之前总是和你作对呢 哼 那是你们女生的惯用把戏 欲情故纵 就是想吸引我的注意 恭喜你成功了 你已经成功地俘获了我 赢得了我的爱情 苏萨长吸了一口气 忍住了打人的冲动 沈老师 你是属什么的 沈树芝笑得更加奔放 哈哈 苏萨呀 没想到你比我还急 我不过是想与你同居 你都想到要和我结婚了 不错 在我们老家 结婚之前 也是要看双方的属相八字合不合的 我属龙 人中龙凤的龙 至于我具体的生日 是 沈树芝正在夸夸其谈 却被苏萨打断了 因为苏萨实在是听不下去了 沈老师 你搞错了 你绝对不是属龙的 你肯定是属癞蛤蟆的 想吃天鹅肉的那种癞蛤蟆 沈树知脸色一变 正想说什么 已经被苏萨用手势制止 就是在癞蛤蟆的圈里 你都是属于最丑陋 最甚人的那一种 你是癞蛤蟆玩青蛙 长得丑 玩的呀 真的 和沈老师你接触的时间越长 我就越喜欢狗 因为狗永远是狗 人有时候不是人 就像是沈老师年 你绝对是我见过的最无耻 最自恋 最恶心的龌龙东西 肮脏 下贱 臭不要脸 你这一生一共做错两件事 其一是生出来 另一是活下去 春天都过了 你还发什么春 说我爱你 有空去帮农民伯伯种地施肥吧 我看你嘴里挺会喷粪的 我可以很负责地告诉你 沈老师 你绝对是我见过的 容量最大的铅笔盒了 装那么多比你不累吗 你不累我都累 你不但丑陋地让人落泪 你还自恋地让人作呕 你以为你是牙畔的一只 麻烦你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德行 你就是人海一粒渣 你的存在 就是对世荣城管的一种侮辱 你走上马路就是违章 交警看你一眼 就会扣你十二分 刑警看你一眼 就会当场把你逮捕 因为你的出现 就是危害公众安全 人要脸数要皮 见人犯见天下无敌 我看你就挺无敌的 麻烦你去挥刀自宫吧 世上少个贱男 多个太监 我们女人也多了一份安全感 是不是精神不太稳定 你是妄想症是吧 我认识几个兽医 帮你引剑引剑 驴都能收拾 我不信对付不了你 你是我的男朋友 这是你最幽默的一次 国家怎么不拿你的脸 去做防弹衣 长得丑不是你的错 但跑出来吓人 就是你的不对了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 当河水不再流 当时间停住日月不分 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 我还是看不上你 当太阳不再上升的时候 当地球不再转动 当春夏秋冬不再变换 当草树木全部貂残 你还是世界头号贱男 你要是头份自杀 我就对酒当歌唱出心中喜悦 轰轰烈烈把握青春年华 红尘做半活的潇潇洒洒 策马笨疼 共享人世繁华 这么说吧 世界上男人都死绝了 只剩下你一个 我也会马上变成同性恋 我会考虑移民火星 就是为了要离开 你这个地球 头号大沙壁 我过去不喜欢你 现在不喜欢你 未来也永远不会喜欢你 麻烦你别说我爱你 那是对我最大的侮辱 我的名字被你念出 都是一种亵渎 被你看了 就是对我人格的玷污 你的五官对我来说 都是脏话 当我求你了 别惦记我了行吗 你喜欢我哪里 我改 苏萨连珠炮说完 就把那个转学申请 给咔嚓咔嚓撕碎了 纸蟹扔了沈树枝一脸 然后被已经听得 目瞪口袋的齐处长说 我不转学 同时我正式举报 这个沈树枝 对我进行性骚扰 请按照校规校计 教师守则 对他严肃处理 苏萨终于说完了 然后他用轻蔑的眼神 看着沈树枝 沈老师 自恋狂 幻想匹 一银饭 史上头号癞蛤蟆 我的话 你听明白了吗 需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需要我写给你吗 沈树枝愣愣地 看着苏萨 其实苏萨说的 每一句话 每一个字他都能听懂 可是联系起来 却完全不理解 这里面的意思 怎么了 今天是愚人节吗 苏萨吃错药了吗 他不是很爱我吗 不是爱我爱的神魂颠倒 死心塌地 哭天喊地 要死要活吗 那为什么又现在 对我这样的态度 这么的冷漠 这么的刻薄 这么的毒蛇 丝毫没有给自己 留奶怕一点的情面 把自己贬低到了尘埃里 一文不值 比粪坑里面的蛆虫 还不堪 沈树枝的心理落差 实在是太大 根本就无法接受 他在脸上挤出来一个 比哭还要难看的笑容 苏萨 你在开什么玩笑呢 哼 虽然说打是亲 骂是爱 闹着玩谈恋爱 但你也得注意分吞场合好不好 特别是还有外人在 会被别人笑话的 沈树枝善笑着走上前 伸手要抓苏萨的手 好了 别闹了 赶紧半转学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苏萨没搭理沈树枝 而是看向了 在一边看戏 看得目瞪口袋的齐处长 齐处长 他当着你的脸骚扰我 你管不管 难道你们是同伙 齐处长吃瓜 吃得正过瘾呢 他先是震惊 因为在学校里面 苏萨的朋友不多 也不怎么合群 给人一种沉默寡言 很是高冷的印象 在体育节上的那身少女粉 算是很少见的形象 因此齐处长 根本就没有想到 苏萨居然是如此的 牙尖嘴利 这言辞比刀子都厉害啊 齐处长见过骂男人的 但是没见过 骂男人这么狠的 李胡同里面 最资深的泼妇 都要泼辣得多 但偏偏 即使嘴里面说着 这么很独刻薄的话 苏萨的姿态 还是那么的优雅 那么的美 好像她不是在口吐芬芳 而是在唱歌一样 其实是觉得很爽 看沈树芝被啪啪打脸 真是爽啊 让你嘚瑟 让你炫耀 让你秀恩爱 现在傻眼了吧 直到听到苏萨提醒 这才醒悟 里面还有我的戏呢 于是急忙对沈树芝说 沈老师 请注意你的言行 现在苏萨同学 还是你的学生 沈树芝的脸 黑得如同锅底 她只是自恋 但并不是疯子 如果直到现在 还没看出来 苏萨对她一点爱意 都没有的话 那么她的智商和情商 就真是附属了 苏萨之前 对她的种种冷漠厌恶 不是欲情故纵 而是实实在在 彻彻底底的鄙视与不屑 沈树芝先是失望 再是失落 最后是愤怒 我这么优秀 你苏萨凭什么不喜欢我 长得没了不起啊 你是笑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啊 我还是天才呢 我沈树芝不是在 奢求你的感情 我追你不需要跪舔 让你当我女朋友 是你的荣幸 你别给脸不要脸 苏萨 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给你一个向我道歉 祈求我原谅的机会 我就站在你的面前 我给你一个 完全爱上我的机会 我给你一个 重新组织语言的机会 你迷途知返的话 我就既往不救 还会给你我的爱情 沈树芝的话 几乎是咬牙切齿 说出来的 长这么大 她从来都没有 这么丢人现眼过 尽管家里面很穷 但她依靠自己的成绩 很小就已经出类拔萃 被各种照顾 高中就已经有奖学金了 考上护城大学 当地的教育局 足足奖励了三十万 现在她老家的房子 是村里最漂亮的 她一直被赞美 被追捧 神童 天才 都是她的标签 除了最近竞争建筑师 事务所那次受了挫折后 一路顺风顺水 因为这才自信到自恋 无比的膨胀 她一直觉得自己是天之骄子 与众不同 卓尔不群的 就是那次竞争世界 顶级建筑师事务所 败给公孙老师 沈树枝也不觉得那是自己的问题 不是自己才华不够 能力不强 而是因为公孙老师有外援 她有物理大神的帮助 那个物理大神保守也有院士的实力 甚至是拿诺奖的水平 自己输了根本就不公平啊 在女人方面 沈树枝也很自恋 她觉得自己这么优秀 那些女人就应该哭着喊着嫁给自己 求自己与他们繁育后代才对 当然 她在倪心面前也吃过鞭 但那次绝对没有 现在这次这么耻辱 因为那次 倪心的话虽然也很刻薄 说她还不如一个植物人 可绝对没有今天苏萨的嘴巴 这么灭绝人性 真的 和今天的苏萨比 那天的倪心真的好温柔 我哭死 并且 那天沈树枝被倪心拒绝的时候 没有第三方在场 就是孤男寡女 和今天当着齐处长不一样 家丑不可外扬啊 更不要说 在被苏萨打脸之前 沈树枝还在齐处长面前好一顿炫耀了 又是我的女友 又是要结婚 又是要请人喝喜酒之类的 丢人丢到姥姥家去了 而这个齐处长 又是出名的爱八卦 自己这丢脸的事迹 还不得传得满天飞啊 难道我堂堂建筑天才 也要射死吗 所以现在的沈树枝是完全的破了大房了 他只有让苏萨真的爱上自己 才能挽回局势 这一切 还是建立在沈树枝不完全了解 苏萨马甲的前提下 如果他知道 其实苏萨就是那个物理大神 如果他知道 其实那天拒绝他的不是倪心 其实也是苏萨的话 估计得原地爆炸吧 苏萨看着沈树枝扑斥一笑 沈老师 如果你真的荷尔蒙过剩的话 养殖场给猪配种的活你干吗 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下 我觉得以你的智商 很适合在那里发光发热 沈树枝的脸像是被鞋底抽过一样 他已经面目扭曲 苏萨 你说话不要这么过分 我这么优秀 你凭什么不喜欢我 你傻吗 你知道不知道做什么对自己更有利 难道你不爱我这样的天才 却要爱那些娱乐圈的小白脸吗 爱外面那些肤浅的爆发户吗 爱那些年纪可以当你爹的大款吗 爱纹固的富二代吗 还是爱琪处长这样 庸俗无趣的中年有你难啊 他们都不值得你爱 只有我沈树枝才是你的王子啊 沈树枝其实语气里都带着恳求了 齐处长一听就不乐意了 你表白失败 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属疯狗的呀 过分 我过分吗 是你先不要脸的 苏萨的脸冷若寒霜 沈树枝 我已经警告过你了 不要把我对你的容忍当成 你不要脸的资本 你个臭不要脸的镜头 是不是以为四海之内接你妈啊 谁都得惯着你 不好意思 我生不出你这么人 嫌狗咽的儿子 苏萨用手一指门口 看出你屈爱了 找尹之去吧 我仔细一想 还是不忍心 你去祸害养殖场的母猪 还是尹之更适合你 苏萨的话像劈霜 像贺鼎红 足足可以让人毒发身亡 别说当事人 沈树枝无法接受了 就是一心看戏的齐处长 都有些于心不忍了 他真担心沈树枝 接受不了这些 当场剖腹自尽 忍不住开口劝道 苏萨同学 感情本就是 你亲我愿的事情 不合适也不能勉强 但也不至于 把话说得这么绝吧 女人 还是要温柔一点的 苏萨的唇边泛起嘲弄 温柔 别说姐不温柔 只是我没有对 见狗温柔的理由 我要是不把话说得 再狠毒一点 这类蛤蟆不知道 还会幻想出 什么恶心的桥段呢 苏萨用手指着 沈树枝的鼻子 沈树枝 你给我听好了 你要是再说我喜欢你 再在别人面前 以我的男朋友自居 我不介意 让你知道 什么是真正女人的狠毒 让你感受一下 愤怒的力量 说到这里 苏萨直接拿起了 其处长办公室里的 内部电话 打给了学校保卫处 保卫处吗 赶紧来教务处 这里面有一个变态 再不抓起来 我怕他裸奔 有没有绳子 没有绳子有笼子也可以 对 再弄几个饺子吧 就是给拉莫的驴用的那种 我怕他咬人 尴尬 屈辱 仇恨 无地自容 有那么一种人 整天是活在自己 编织的梦境里面 自娱自乐 乐此不疲 一旦有人告诉他们 别活在幻想里了 你清醒一下吧 回到现实世界吧 明明是好话 但却像是 和他惹下了深仇大恨一样 就像是现在的 沈树枝对苏萨 就从极致的爱 变成了无尽的恨 保卫处来人了 要沈树枝回去 接受调查 在出办公室门之前 沈树枝咬牙 对着苏萨 苏萨 你以后一定会后悔的 拒绝我将会是 你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 你永远失去了 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 最好的男人 摆在你的面前 你不懂珍惜 以后 你一定会后悔莫及 如果给这个 后悔加一个期限的话 至少是一万年 你是一个蜀目寸光的女人 那你扶不上墙 你浅薄 你浮浅 你有眼不识经相遇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你会眼睁睁看我功成名就 光芒万丈 以后你一定会求我的 求我接纳你 怜悯你 你这个傻女人 苏萨叹息一声 对保卫处的人说 要不直接送精神病院吧 或者人倒毁灭了 也可以 因为这是 沈树枝被学校 给了严重警告处分 还被取消了 本年度的平优资格 罪名是行为不当 因为这是他 单方面的骚扰苏萨 因此还没有构上师生恋 这才避免了 被开除的下场 当然 也是苏萨不够狠 如果他够狠的话 完全可以装作 和沈树枝谈几天恋爱 然后再举报 证据确凿 那样沈树枝 是妥妥地被开除 但苏萨没有这么做 倒不是苏萨 不想把事情做得那么过分 而是苏萨 实在是太恶心 沈树枝这个人了 和他逢场作戏 装情侣 苏萨您 可喝硫酸自杀 对沈树枝来说 得到的警告处分 固然难堪 但还比不上舆论风暴 让他难堪 先是他的处分通知 被全校通报 然后齐处长 那个大嘴巴 不负众望地 把教务处里面的事情 添油加醋 说了出去 于是 沈树枝就在全校 彻底地臭大街了 沈树枝三个字 成了癞蛤蟆的代名词 做人不要太沈树枝 成了学校的最新流行语 不论他走到哪里 身后都有人在背后 指指点点 一轮纷纷 嘻嘻 这就是那个沈树枝吧 对 互称头号癞蛤蟆 但凡多几粒生米 也不会喘成这样 我看他别教建筑学了 教好黑学吧 仅仅半年不到的时间 沈树枝在学校的待遇 就冰火两重天 从人人佩服的励志偶像 变成了人人唾弃的 跳梁小丑 不只是如此 还有某小舅子黑客 知道了这事后 于是很有灵性地 把沪城大学官网上 沈树枝的个人简历 给改了 沈树枝 性别难 缠除科 特长不要脸 沈树枝上课 多有人在起哄 虚声四起 并且上他课的学生 都比之前多了不少 简直是座无虚席 一座难求 不只是本校的学生 很多都是别的学校的学生 专门来沪城大学看热闹的 来看这史上最强谱性难 沪城头号癞蛤蟆的风采 沈树枝没办法 只能把课程都暂停了 就在这样的舆论氛围中 七种考试的成绩出了 现在成绩 都是挂在学校官网上的 所有人看到分数 都愣了 这次考试 建筑学的题目出得很难 一百分的题目 平均分只有四十六分 平均分都不及格 百分之七十的学生 都挂科了 那些挂科的学生 一片哀鸿遍野 纷纷问候出题者的父母 但是在一片惨绿之中 却有一个人的成绩 是那么的耀眼 苏萨 一百分 满分 这太意外了 随后就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因为很多人都知道 苏萨成绩并不好 现在居然拿了满分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内幕啊 就在此时 有人站出来了 在学校官网 实名举报苏萨作弊 还举报沈树枝 联合苏萨一起作弊 举报的人 当然就是尹之 尹之当然很讨厌苏萨 但是同样恨沈树枝 沈树枝对苏萨 是因爱生恨 尹之对沈树枝 同样是因爱生恨 这几天 全学校都是关于沈 树枝的各种丑闻笑话 听着那些对沈树枝的嘲讽 尹之本来是应该开心的 但是他没有 他是更加的愤怒 道理很简单 众人把沈树枝说得再不堪 再恶心 再像是小丑 不就是显得他影之更可笑 更可怜 更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小丑吗 因为这个癞蛤蟆沈树枝 都没有看上他 都把他拒绝了 那他算什么 岂不是比癞蛤蟆 还不如 就是屈 外面的人越说 沈树枝是如何的自不量力 如何的配不上苏萨 不是越证明了 他越比不上苏萨吗 苏萨看不上的男人 都是他影之得不到的奢望 所以 影之现在对沈树枝和苏萨 都是刻骨铭心的深仇大恨 这才有了实名举报 沈树枝与苏萨的作弊 这两个人 他都要毁了 之前影之就没少黑过苏萨 在网上 在学校论坛 说了很多苏萨的坏话 但那时候 影之都是匿名的 隐藏在屏幕与键盘之后 但这次举报 影之的态度很刚 他是实名举报 百明了对自己说的话负责 为此 影之还特意录了一段视频 发在了学校论坛里面 大家好 我是影之 护城大学设计学院大三学生 我的身份证号是 手机号是 在这里 我要实名举报苏萨作弊 实名举报沈树枝配合苏萨作弊 在建筑学考试时 我亲眼看到沈树枝把一个纸团 扔在了苏萨的桌子上 虽然没有看到纸团内容 但我合理怀疑 这就是考试的答案 大家可以看到 这次期中考试 苏萨的建筑学成绩是100分 而我才考了74分 大家都是公认的 这次考试很难 我也不是骄傲 从大学三年历年的成绩来看 我就是一个学霸 学霸尚且只有这点分数 苏萨一个学渣 考100分可能吗 大家还可以查一下 苏萨连去年的期末考试都没有参加 试出反常必有妖 这次苏萨的100分不是她的荣誉 恰恰是她作弊的证据 她将因为这次可笑的作弊 而永远被定在互称大学历史的耻辱柱上 我热爱自己的学校 珍惜学校的名誉 我要与这种抹黑学校荣誉的 害群之马做斗争 我相信正义必胜 我要求开除苏萨 开除沈树枝 我对自己说的一切都负责 尹之的实名举报 在学校论坛引起了轰动 本来大家就对苏萨的成绩感到不可思议 猜测里面有什么内幕 现在尹之的帖子就是火上浇油了 彻底引爆了舆论 有人就提议调取考场的监控 是不是作弊一目了然 但学校对此保持了沉默 一直没有回应 于是讨论越演越烈 学生分为两大派 一方面支持尹之 坚信苏萨作弊了 肯定作弊了 要不他是天才啊 成绩提高这么快 这要牛逼 怎么不去当院士 对啊 我才考了56分 我可是天天去上课做笔记的 提醒一下 我还看到沈树枝在建筑学的课堂上 把苏萨赶出教室了呢 他连课都没上 拿什么考高分 自学成才啊 肯定是刷的脸 没错 依靠长得好看就能公然作弊 这对我们这些长相普通的人来说 真是太不公平了 长得美就可以为所欲为吗 就不守规矩吗 我就看不惯这种走后门的人 对啊 现在这都是一个看脸的事件 对我们这些有内涵的人来说 太不公平了 对啊 我明明又丑又温柔 为什么还没有男朋友 苏萨的支持者 当然不乐意看到自己的偶像被黑 你们看清楚了 那个影子说的是 沈树枝把纸团给了苏萨 但他可没看到 苏萨看里面的答案了 这怎么是苏萨作弊 有错也只是那个沈树枝的错 没错 我们都知道 那个癞蛤蟆沈树枝 有多恶心人了吧 知道他有多自作多情 不要脸了吧 他就是看上了苏萨 所以才主动给苏萨传答案的 这完全是他一厢情愿的行为 苏萨是无辜的 可不是 你们凭什么因为苏萨考了一百分 就认定苏萨作弊 不要拿着有色眼镜看人 人可不是一成不变的 只要努力 学渣也可以变成学霸 可一旦放松 我们也见过很多学霸 都堕落成了学渣 因此 我相信苏萨 可不是 你们一口咬定 苏萨是学渣的证据 不就是他没参加去年的期末考试吗 没参加考试 就一定是学渣的证据吗 说不定人家苏萨只是有事耽误了 或者是觉得 题目太简单了吧 这次考试 才是苏萨的真实实例 可不是 之前苏萨在钢琴和绘画上的经验 你们忘了吗 在苏萨身上 没有什么不可能 你说别人从学渣变成学霸 我觉得夸张 但是放在苏萨的身上 一切皆有可能 她就是总能创造奇迹的女人 要骂你们去骂沈树枝 萨姐是无辜的 对面那些黑子们不答应了 笑死了 多人赃俱货了 还装什么白脸啊 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啊 如果没抄 凭什么得满分 这都不是学霸了 这是灭霸呀 简直就是天才中的天才 洗衣机都没有 你们会洗 建筑学有多难 里面牵扯到了多少物理 与数学的问题 只有我们这些理工狗懂 这么说吧 我就算是相信 太阳从西边升起 也不信 有人能凭自己拿满分 否则 我倒立拉西 哈哈 截图了呀 之前我以为苏萨挺聪明的 但现在看 她是奇蠢无比 你说 你抄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悠着点啊 给自己点余地 抄个七八十分就可以了 不影响毕业就行 结果你可好 冷锅冒热气 一下子弄了一百分 这不是活该被人炮轰吗 就是飘了 之前的风光 让她忘乎所以了 已经忘了自己吃几碗干饭了 什么事情都想出风头 都想嘚瑟 这叫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悟了轻轻性命 是啊 作为大四的学姐 我有情提示一下 你们写论文的时候 一定不要写得太好 否则会被当作优秀论文 重点插虫的 唉 说多了都是累 哼 正因为这个苏萨 抄都不会抄 闹出这样的笑话 才更加证明 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学渣 因为对学渣来说 没有什么提示简单的 对他们来说 这些题目 都是那么的深不可测 所以 她根本就一点 想要保留的觉悟都没有 她可能以为 别人也都是八九十分吧 没想到玩脱了 大家的平均分 才四十多分 估计现在苏萨肯定后悔死了 都不敢出来见人了 哼 你们还没有发现 这事情最关键的地方在哪啊 沈树芝 为什么要给苏萨传小抄 肯定是她觉得 这是自己的女朋友 这才公然帮苏萨作弊的 肯定是苏萨给了沈树芝 某种许诺 才让沈树芝 做出了这种 明显违背失德的事情 所以你们不要总嘲笑沈树芝 是自作多情的癞蛤蟆 其实是苏萨这个女人 心悸太深 她利用自己的美色 诱惑了沈树芝 骗来了答案 才把沈树芝甩了的 这女人的心好毒啊 套路太深了 果然最毒负人心 让人不寒而栗啊 是苏萨把沈树芝抛弃的 她玩弄了沈树芝的感情 这女人是屎乱中气啊 好渣 在舆论汹汹之际 有人又站出来 添柴家伙了 就是沈树芝 之前沈树芝 是从不逛校园论坛的 觉得这种地方 不符合她高贵的身份 但这次 公开发帖 我的自证说 我是沈树芝 我是护城大学 设计学院教授 建筑学的天才教师 我本科 硕士 博士 论文 曾获奖项 荣誉称号 在帖子最开始的部分 沈树芝先把自己 那引以为傲的履历 叙述了一遍 事无巨细 不厌其烦 她觉得这是重点 别人肯定爱看 还会欣赏崇拜自己 沈树芝坚信 之前网上那些 嘲笑自己的人 一定不了解真正的自己 不知道自己多么的优秀 她们自己都不知道 自己的言论 是多么的可笑 愚蠢 不负责 自己有义务 给她们科普 扫盲 让她们认识一下 自己这万里挑一的人类 高质量男性 那样 她们就会内疚 后悔 惭愧的 沈树芝是大度的人 会原谅这些重制的 但是文讯而来的网友们 已经很不耐烦了 她们根本没法领会 沈树芝的深意 快点吧 我们是来看八卦的 不是给你平直撑的 对啊 我裤子都脱了 你给我看这个 真是无聊死了 赶紧进正题吧 一拉到底 怪不得苏萨不喜欢你 就你这么一个无趣的男人 喜欢你才怪呢 显然沈树芝 还不太适应 网友的聊天状态 见自己光辉的履历 没有迎来喝彩 反倒是一群吐槽的 不禁心中又气又恨 只好说了正题 我是来邓卿 考试作弊那件事的 不错 我确实在考场上 给苏萨答案了 这是我的不对 算是我人生中的 一个小小瑕疵 但瑕不掩瑜 我还是那么的优秀 我的成就 我的光荣 我的骄傲 不会因为某些人的诋毁 而有任何的灰暗和失色 我必定光芒万丈 意义生辉 轻始流明 万事流芳 我有一首诗 送给那些曾经 对我冷嘲热讽的萧小之辈 亡羊卢落当实体 轻薄为文审未休 耳曹身与名俱灭 不费江河万古流 还是说作弊这事 是苏萨主动让我配合他作弊的 他言巧语 还对我使用了美人计 我呢 只是犯了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我一时没有把持得住 这才做出了不恰当的举动 我虽然有错 但我是无辜的 我是被蒙蔽的 我是被侮辱的 我是被损害的 是那个苏萨 打着爱情的幌子 对我甜言蜜语 欺骗了我的感情 辜负了我的信任 他在得到答案后 就无耻地拒绝了我 这样言而无信 忘恩负义的行为 简直是丧心病狂 让人发指 我知道前段时间 有关于我的很多风言风语 我这个人一向低调 对那些不实之词 向来都是不屑于辩驳的 可我必须强调一点 在我与苏萨的感情上 我是被动的 我问心无愧 我还被你们嘲笑 这对我公平吗 不公平 哎 是我肤浅了 我不该动了烦心 不该对苏萨这样空有皮像 却毫无内涵的女人动了烦心 她真的没有资格拥有我的爱情 我应该高贵地活 她只配苟且地混 我们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沈树芝的爆料 算是把苏萨作弊这事给实锤了 之前一直选择了沉默的学校 也必须表态了 表示会成立调查组 调查这次轰动全校的作弊事件 沈树芝的那条帖子 热度已经超过了影制的那条帖子 成了校园论坛的头号热帖 哈哈 那些苏萨的粉丝呢 出来打 果然是个玩弄感情的绿茶呀 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放下碗就骂厨子 这个最美节拍女神 也是够没品的了 没品 到底谁没品 我看是这个沈树芝更没品好不好 追人家女神的时候是舔狗 追不上就成了反咬一口的恶狼 真够可以的 她这哪里是爱情 这是做买卖 一直在计算利害得失 自己吃亏了就报复 恶心 我想起了我们老家的一个男人 因为女朋友要分手 就把女朋友杀了 真可怕 这么说吧 希望所有的女人 都不要搭理这种变态男人 在一片议论纷纷之中 之前一直没表态的苏萨 终于露面了 她用自己的ID 在最热的两个帖子下面 都留了言 回复了三个字 马后炮 在沈树芝那个爆料贴下面 则是回复了一张照片 是苏萨建筑学成绩的截图 鲜艳的一百分 是那么的醒目 然后苏萨在图片的下面 回复了八个字 实至名归 不服死去 不论是苏萨的拥顿 还是苏萨的黑字 都被苏萨的操作 给雷得是外焦里嫩了 这也太狂了呀 这抄袭都被实锤了 学校都调查了 还在嘴硬吗 还敢晒成绩呢 还敢嘲讽举报者 尹之是马后炮呢 一直在推波助澜的尹之 再也按耐不住 他带着十几个 极度苏萨的女生 跑到了学校大闹 要求学校 必须严肃处理 这起作弊事件 否则就去找媒体 而学校也终于表态 决定晚上在学校大礼堂 召开一场作弊事件的听证会 尹之大喜 苏萨 沈树芝 你们这对狗男女 终于栽到我的手里了 晚上八点 护城大学千人大礼堂 作无虚席 还有很多人 直接选择了站着 因为这次的热闹 可是太好看了 听证会 由教务处的 其处长主持 当事人沈树芝 苏萨 举报人影之 都到了现场 听证会开始了 在大屏幕上 先是放了一段 当时考场里的监控视频 视频里清晰地看到 沈树芝把一个纸团 扔到了苏萨的桌子上 苏萨把纸团收起来了 全场一片哗然 传言是传言 议论是议论 和亲眼看到 还是不一样的 苏萨作弊的画面 被定格了 这一下他跳进黄河 也洗不清了 不等齐处长说什么 影之已经尖锐着 嗓子质问 苏萨 看到视频监控了没有 你有什么话说 他大步跑到了舞台的 正中间 用手指着监控里的苏萨 然后又指着监控视频里 他在考场的位置 看到这里没有 这就是我的位置 我把你的一举一动 都看得清清楚楚 你还有什么话说 影之的脸上 都是冷笑与得意 终于把苏萨给捶死了 报了开幕式的仇 报了被抢男人的仇 虽然现在影之 已经不喜欢沈树枝了 但他与苏萨的情敌关系 却是不会改变的 苏萨同样看了 大屏幕上的监控视频 倾笑道 想说什么 我只想说 美女就是美女 你看我哪怕是 在监控录像上看起来 都是那么的亮丽 那么的扬眼 可见上镜的人走到哪里 都是行走的风景 至于你 也是一如既往的 丑得那么有创意 那么清新脱俗 监控的扎画质 和你粗糙的皮肤相得一张 监控的烂角度 和你的丑陋天作之合 影之气的脸都绿了 他真没想到 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了 苏萨已经被自己 逼上了穷途末路 苏萨还这么嚣张啊 还敢嘲笑自己 苏萨 你闭嘴 苏萨指着他的脸 轻笑道 看到没有 你用实际行动 尽情展示着 你的面目可憎 全场一片哄堂大笑 本以为是看来法庭对质的 没想到 是来看相声脱口秀的 齐处长 也看不下去了 他敲了敲桌子 好了 不要再闹了 我们有事说事 苏萨 现在有人实名举报 你作弊 你就没有什么解释的吗 苏萨淡然一笑 举报 不过是嫉妒罢了 嫉妒 是一个人 发自心底 对另一个人的最大认可 从这一点看 这个影之 也算是我的头号粉丝了 只是我不稀罕 这种没有素质的粉丝罢了 影之嘶吼 嫉妒 我嫉妒你 哈哈 你别搞笑了 我会嫉妒你一个作弊的 苏萨 我没作弊 考试时 我看到了 监控录像 也在这里 你还狡辩吗 你要不要脸啊 你当全场这几千人 都是傻子吗 你看到什么了 你只看到了有人给我扔纸团 你可看到过 我打开了看单 监控录像录的是 同样的东西 苏萨用手指的大屏幕 不信你们继续放监控啊 可曾有一帧的镜头 是我看了那个纸条 苏萨又看向了沈树芝 沈老师 我很欣赏你的勇气 你公开承认自己作弊 承认了你的卑劣和无耻 但这只是你单方面的犯贱 你的人我不稀罕 你的答案 我也不稀罕 你以为那是你给我的偏爱 对我来说 不过是无用的垃圾罢了 我根本连看都懒得看 我自己完全可以拿满分 需要你献殷勤 自作多情 不知所谓 所以 你承认作弊 学校怎么处理你 那是你的事情 与我无关 我的成绩每一分 都是真实的 实至名归 同所无期 苏萨说的义正词言 下面议论声越来越大 确实正如苏萨所说 哪怕已经曝光了监控录像 但也没有任何 苏萨看纸条的镜头 那个纸条 到了苏萨的桌子上后 大家都看到 被苏萨放进了笔袋里面 根本就没有打开 你怎么指控苏萨作弊 影之急了 他搞出了这么大的声势 就是想要 把苏萨彻底捶死 怎么允许苏萨逃出生天 你肯定是在 监控没有录下的角度 偷着看答案的 证据呢 就凭你一张嘴啊 证据就是你的成绩 你不可能考一百分 我才考了七十多分 你凭什么 比我高出这么多分 因为你蠢啊 你蠢和我有关系吗 够了 苏萨 你不要负于顽抗了 那题目是我出的 有多难我心里有数 就以你平日的成绩 你能得二十分 都是侥幸 沈树芝看不下去了 他站出来 要与苏萨对峙 他要报仇学恨 要出气 要把之前 苏萨对自己的羞辱 全都找回来 之前苏萨 不是让自己 在其处长面前 丢人现眼吗 现在自己就要苏萨 在全校几千人面前 颜面扫地 这就是你不爱我的下场 这就是你辜负了我的代价 苏萨 作为一个老师 作为一个名师 我平时最看不上的 就是你这样 不学无术的学生 你的存在 就是对高等教育的一种玷污 其实 本来我帮你作弊 也只是想用一个 看得过去的成绩 激励一下你的上进心 然后让你以后洗心革面 努力学习 那样我也会不厌其烦地指导 你的学习 提前你上进 可惜你太蜀木村光了 你仅仅拿了一次考试的高分 你就万乎所以了 你就背叛了我 哈哈 你的做法真是太可笑了 这只是期中考试 期末考试你怎么办 毕业答辩你怎么办 没有我帮你 你还是一坨烂泥 沈树芝咬着牙 目光中都是火 有木火 更有欲火 有报复心 更有战有欲 人都是这样 越得不到的越要得到 沈树芝现在当然很狠肃萨 但在内心深处 其实却对苏萨爱得更深了 她真的很想把这个 桀骜不驯的女人征服 让她跪在自己的身前 低下高傲的头 然后自己折磨她 蹂躏她 满足各种变态的癖好 沈树芝的声音 都有些颤抖了 苏萨 求我呀 只要你求我 我就可以当你的家庭教师 我会辅导你 成为一个真正的学霸 而不是像是现在这样 是一个被人耻笑的学诈 她用手指着苏萨的鼻子 又指着现场 做无虚习的观众 现在你当着这些人的面 说你错了 说你爱我 说你只属于我一个男人 沈树芝的表情 有些猙獰 有些疯狂 全场一片哗然 没想到 还有这么一出 隐之气的想要杀人 这对狗男女 当着我的面还敢打情骂俏 当我是什么 我是控到你们的证人 我不是作合 你们的红娘 在一片闹哄哄上 苏萨清冷的声音响起 我要求公开 试卷与标准答案 苏萨说的坦然淡定 考试不是 都有标准答案吗 沈树芝 你给我的纸团里面 也都是标准答案是不是 当然 因为题目是我出的 答案是我定的 沈树芝骄傲地说 在苏萨的要求下 大屏幕上 对建筑学的考试试卷 和标准答案进行了投评 为了增加考试难度 这次的建筑学考试 没有选择题 没有填空题 只有计算题 应用题和画图题 直接在沈树芝 清笔写的标准答案上 公式 数字 计算是密密麻麻 有的地方都写不开了 画的图也是繁复无比 沈树芝看着自己的答案 语气中都是欣赏和自恋 多么完美的一套题啊 能出这样题的人 真是天才 特别是最后 这道题 我足足想了三天才想出来 用了十几个知识点呢 这次在座的学生 没有人嘲笑沈树芝了 他虽然人品不堪 但是学术水平 还真是有的 这份题 出的很有水平 别说考本科生了 就是让博士来做 都觉得困难 学生的平均分 只有四十多分 真的不夸张 这是我的答案 随着大屏幕上 投出了另外一张试卷 苏萨清冷地说 沈树芝你看看 影芝你看看 大家都看看 我是抄的吗 全场人都看着大屏幕 都愣了 护城大学的学风一样严谨 对大小考试都很重视 为了保证成绩的真实 防止老师打人勤奋 所以出题与月卷是分开的 本学院的老师负责出题 负责提供标准答案 但是月卷打分 都是别的学院老师完成的 比如这次设计学院的 所有试卷 都是机械工程学院的老师打分的 包括沈树芝在内 之前都没有看到过苏萨的试卷 只是知道了一个分数 直到这次听证会上 在苏萨的要求下 学校调出了她的试卷 哪怕是不懂建筑的人 不怎么会物理和数学的人 也知道苏萨的试卷 绝对不是抄的 因为与标准答案 几乎完全不一样 解题的步骤不同 用的公式不同 应用题的思路也不同 更直观的感觉就是简洁 很多大题 沈树芝的标准答案 写的是密密麻麻 足足有几十形的演算步骤 但苏萨 所有的题目 最多就是五行就写完了 试卷上还留下了大量的空白地带 此外的感觉就是优美 这体现在了画图上 这么说吧 沈树芝画的建筑图很严谨 像是说明书 而苏萨画的图 则是充满了优雅的艺术感 像是油画 但这都不是最让人惊奇的 最让人惊奇的是 本章试卷的最后一道大题 一道足足有25分的大题 也是沈树芝很得意的那道大题 他想了三天用了十几个知识点的那个题 苏萨居然没写 而是批了四个大字 狗批不通 而这道题 苏萨居然也得了满分 现在一阵喧哗 可以说苏萨的答案 完全颠覆了大家的认知 先愤怒的就是沈树芝 他怒吼 这是谁给苏萨批的分 这不是乱弹琴吗 根本就不是标准答案 怎么可以这么不负责 这里面有没有什么黑幕 这样的试卷怎么会是满分 这是作弊啊 他确实很生气 因为苏萨用事实证明 他真的没有作弊 没有偷看自己给的答案 表明他是真的不屑于自己的帮助 沈树芝完全是自作多情了 然后沈树芝则是愤怒于 为什么这样的试卷得了满分 肯定是阅卷的老师做了手脚 放水了 太可耻了 沈树芝就是典型的双标狗 他自己作弊不觉得如何 别人作弊就义愤填膺 同时更有深深的嫉妒 是谁给苏萨打的满分 是不是我的情敌啊 他也看上苏萨了 苏萨 你背叛我 就是为了这个男人吗 我好恨 沈树芝心里面充满了委屈 他一定要找出那个阅卷老师 逼学校严肃处理 不让他再有与苏萨接近的机会 自己在横刀夺爱 抱得美人归 不然自己就威胁辞职 呵呵 学校一定会在乎自己这个天才的意见 选择惩罚那个情敌的 沈树芝 说你蠢 你就开始迫不及待的学驴教了 你仔细看看我的答案 真的不对吗 苏萨一点都不着急 这种垃圾答案 我才不屑于看呢 我这么复杂的题目 你就写几行 你糊弄谁呢 沈树芝脸上 本来是带着深深的嘲讽 可是当他在看向大屏幕上的答案式 忽然没词了 因为他震惊地发现 苏萨的答案是对的 无可挑剔 无可质疑 无比完美 虽然很多题目 只有几行 但每一个字 每一个符号 每一个公式 都是那么的恰如其分 都把解题思路 与运算过程 准确无误地表达了出来 做题的目的是做对 而不是写小作文 苏萨的解题过程 没有一个标点 是多余的 相比之下 沈树芝自以为是给的那些标准答案 就显得繁琐 啰嗦 拖沓 明明可以用一行字写完的内容 沈树芝的答案写了四五行 可其实都是车咕噜话 都圈子 说是废话也不过分 而苏萨的答案 则是一句顶一万句 还有的题目 虽然沈树芝的答案也是对的 但苏萨 却用了更加巧妙的办法 用了更加深奥的公式 同样起到了化繁为简的目的 这么说吧 沈树芝给的是一份标准答案 而苏萨给的是一份完美答案 沈树芝的脸色变了 她忽然意识到 自己似乎是犯了一个大错 今天接受公开处刑的不是苏萨 而是自己啊 所以她本来想冷嘲热讽的那些话 都说不出口了 沈老师 我的答案对吗 苏萨问 你 你 沈树芝没词了 虽然她很想否认 但是知道那是徒劳的 找任何一个业内人士来看 都会知道苏萨的答案更好 可最后一道题怎么解释 为什么 你没做就得了满分 沈树芝只能拿最后一道大题做文章 给自己挽回面子了 你居然还在侮辱初题老师 这是大逆不道 就冲这一点 这份试卷就是零分 沈树芝继续嘶吼 这次莫等苏萨回答 一个人走上了舞台 因为最后这道题 真的是狗屁不通 你自以为在里面加入了十几个知识点 沾沾自喜 其实里面很多条件都是互相矛盾的 建筑是一门科学 是一门艺术 但绝对不是让你炫解 让你耍小聪明的学科 你的这道题毫无价值 毫无逻辑 苏萨同学不做 是最正确的 这个人已经走到了舞台中间 因为苏萨同学的试卷太过于精彩 很多知识点和思路普通的 乐卷老师根本看不懂 所以是我批改的 我给的苏萨满分 谁有意见 莫人敢有意见 因为他是Destroy建筑事务所所长理查德 国际建筑界有数的大佬之一 不只是搞建筑的 很多搞功课的人 都对理查德先生很熟悉 所以现在理查德公开给苏萨撑腰 那就代表着业内对苏萨的认可 没有人觉得 以理查德的身份 会公然包庇苏萨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个苏萨根本就不是学长 而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超级学霸 他不需要作弊 仅仅依靠自己的真材实学 就可以调达沈树枝了 太震惊了 虽然之前苏萨展现出来的钢琴和绘画水平 也足以让人惊叹战力 但毕竟那都是属于艺术范畴 而现在 则是展示了他在理工科上的超强实力 怎么能不让人惊叉莫名呢 尹之的脸 已经如同便秘一样难看 沈树枝的脸 则是像吃了大便 他现在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这哪里是对苏萨的公开处刑 这明明是对他沈树枝的当众羞辱啊 而对苏萨来说 这哪里是作弊听证会 这就是一场重大的庆功会啊 是如同米兰那样的时尚大寿 审树之真的是很不理解 明明只是一个期中考试 需要请理查德这样的大神来批卷了吗 太奢侈了吧 可众人的震惊还没有结束 因为护城大学主管教学的五副校长也出现了 这次作弊事件闹得影响很大 我们学校很重视 之前学校一直没有表态 并不是想冷淡处理 不是想包庇袒护 而是在积极调查 这次期中考试包括建筑学在内 一共考了九门课 其余几门课的成绩还没公布 现在我们把苏萨的试卷和成绩都优先批阅 并且现在就公开展示一下 环境艺术设计100分 装潢艺术设计100分 广告艺术设计100分 动画设计100分 电脑艺术设计100分 英语100分 高书100分 思想哲学60分 因为满分只有60分 五副校长念完了 他每念一个成绩 大屏幕就出现一份苏萨的试卷 太变态了 太牛逼了 苏萨的每一门课都是满分 一分都没扣 包括一向以难度著称 被称为八卦门之首的高等数学 历年考试的平均分都是惨不忍睹 在设计学院内部 都是默认40分就可以及格的科目 苏萨也拿了满分 更夸张的是 苏萨的试卷整整齐齐 干干净净 没有任何一点涂抹 修改的痕迹 有的人是人才 有的人是天才 有的人是全才 苏萨显然就是一个神级全才 还是一个貌美如的绝世全才 他不只是一个学霸 还是一个360度 24小时 无死角吊打一切的王牌宇宙爆炸 木空一切超级超级碉堡 吊炸天天崩地裂 地动山摇大学霸 不是学霸 而是学祖宗 学格斯拉 学霸王龙 五副校长说完之后 又补充到 苏萨同学在其他科目考试中的监控录像 我们都已经剪辑出来了 专门放到了学校的官网上 有任何对苏萨同学成绩 有质疑的 都可以上网去看 欢迎你们提出意见 随着五副校长 掷地有声的话 这次听证会应该是可以结束了 五副校长看了一眼沈树枝 沈老师 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沈树枝木然地摇头 声音嘶哑 没 没有了 此时此刻 他还有什么脸在发生 此时的沈树枝 连呼吸都是错的 他做任何事 都像是小丑 在扮鬼脸 在惹人发笑 就在沈树枝 想要离开这个尴尬气场的时候 一个清冷的声音响了起来 慢 谁说结束了 我还有话说 说话的人正是苏萨 大家也都把眼神看向苏萨 苏萨指着沈树枝 来都来了 要不比一场如何 你不是天天以建筑天才自居吗 我就随便出几个题考考你 看你是真的名副其实 还是气势道明 说实话 你那自以为是的样子 真的让人作呕 所以呢 我真的很期待 有这么一个机会 当众打你的脸 让大家都看明白 你沈树枝不是天才 你就是一个凡夫俗子 还是一个愚蠢的 短视的 自恋的 可笑的笨蛋 你就是一个活在自己世界里面的小丑 当然 之前的你那些自恋 只是你的自娱自乐 别人也懒得管你 但现在 你已经影响到我了 打个比方 之前你关起门来吃屎没人管你 但你现在 当众巴基嘴 就影响世容了 那我就必须用事实 打响你的脸 劈啪作响 让大家知道 你没有自己想的那么了不起 你也没有别人想的那么了不起 就是 把你放到猪圈里面 如果不考虑外表的话 你和猪是很难区分的 当然 要是考虑外表的话 你还没有猪好看呢 全场的人一片大笑 沈树芝的脸 已经像是茄子一样了 羞辱 她从来都没有 这么被人羞辱过 被人这么践踏 蹂躏 蹂躏 如果换作之前的沈树芝 肯定是愤怒 发狂 也会轻蔑 鄙视 会毫不犹豫地迎战 因为她觉得自己 有足够的实力 但现在 面对苏萨的挑战 沈树芝心虚了 苏萨的成见 苏萨的试卷 给了她巨大的压力 让她紧张惶恐 可当这几千人的面 承认自己怂了 那不是更丢人现眼吗 于是她装模作样地说 我会怕你 苏萨 你不要以为这种考试 拿了成绩 就了不起了 这都是无足轻重 尚不得台面的 也就是你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 才沾沾自喜 考我 你当然考不住我 我这样的天才 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 只是我是老师 你是学生 你凭什么考我 你没有这个资格你知道吗 苏萨丝毫不示弱 孔子曰 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事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如是而已 需要我给你翻译一下吗 连孔子都不耻下问 何况你这个孙子 全场又笑成了一团 每一个笑声 都是打在沈树芝脸上的耳光 沈树芝只能求助一样 看向了五副校长 五副校长 你看这些学生都在起哄 他们一点都不知道 什么是尊师重道 五副校长脸色一素 沈老师 死言诧异 老师的威严 是用自己的失德 和水平赢得的 不是依靠打压学生得来的 再说了 我们学校 一向讲究自由开放的学习风气 鼓励老师 与学生平等交流 因此 我不觉得 苏萨同学 向你挑战有什么问题 全场的人 开始有节奏大喊 比一场 比一场 别怂啊 是男人就应战 沈树芝 你不是很能吹吗 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啊 七嘴八舌 嘘声四起 沈树芝 真是骑虎难下了 他一咬牙 好啊 苏萨你出题吧 理查德此时也开口了 我来当裁判 有人反对吗 苏萨悠悠开口 你从形式 结构和光的统一几个方面 说一下路易斯康 建筑空间形式的几何秩序 表达几言辩 沈树芝 这个 那个 因为没有准备 所以沈树芝回答得磕磕绊绊 苏萨的眼中都是鄙视 理查德叹了一口气 驴唇不对马嘴 其实现在的比赛 对沈树芝是有些不公平的 首先 苏萨说的题都很难 很复杂 需要准备很多资料 才能回答得圆满 其次现在 沈树芝的心都乱了 巨大的反转 让他一时之间根本就难以适应 沈树芝心潮起伏 根本无法集中注意力 这就造成了他此时的回答大失水准 就是输了 严格说 沈树芝也是输得有些冤枉的 那么这一点 苏萨知道吗 当然知道了 对这样的贱难 自恋狂 就是要穷追猛打 痛打落水狗 无所不用其机 不存在圣之不武 这么一说 对苏萨来说 今天的目的 就是让沈树芝颜面扫地 自尊成灰 人格破产 彻底射死 只要能达到这个目的 根本就不在乎 采取什么样的手段 于是 苏萨继续问 你说 一下保罗 门德斯达 落查的全民之城的建筑 创作理念 这又是一个 很深奥的问题 要想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起码要查半个月的资料 写上三万字的论文 沈树芝自然回答的 又是支支吾吾 理查德 用怜悯的眼神 看着沈树芝 他是一个厚道人 也看出了 此时沈树芝的状态不对 沈先生 要不今天的挑战 就到此结束了吧 可有那么一种人 是典型的给脸不要脸 蹬鼻子上脸 又蠢又倔强 还自恋 容不得半点的批评 就像是得了 躁动症的驴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就比如沈树芝 听着下面学生 一浪高过一浪的嘲讽 沈树芝已经破防了 情绪在崩溃的边缘徘徊 他双目赤红 不 我没事 我很好 出题 你让这丫头 接着出题 我就不信 他能难住我沈树芝 苏萨微笑 很好 沈老师 我虽然鄙视你的智商 不屑你的人品 看扁你的能力 不持你的操守 但很佩服你的勇气 暂需你不撞 南墙不回头的决心 一番言语上的毒打后 苏萨开始出了第三个题 听好了 就拿南桥机场GTC投标方案为例 说一下基于地域文化的 机场综合交通中心 公共空间与第五例面设计 苏萨的问题 如同连珠炮一样 一个接一个 让沈树芝是进退失据 手足无措 张口结舌 面红耳赤 脸红脖子粗 尽管场内有空调 但沈树芝的衣服已经湿透了 在苏萨的咄咄逼人之下 沈树芝可怜的 像是一个马戏团里面 被逼着跳火圈的猴子 沈树芝快要哭了 这不是答题 这是一场屠杀 沈树芝 放弃建筑吧 你不适合 丸尼巴 已经是你这辈子 与建筑有关的上限了 看你这么可怜 我问你几个 关于数学的问题吧 也不会 关于英语的 关于物理的 沈树芝 放弃挣扎吧 你就是一个废物 再又一次 把沈树芝虐得体无完肤后 苏萨如同女王一样 居高临下地说 沈树芝身体一歪 颓然坐在了地上 此一刻 她的人生 被盖上了鲜明的烙印 失败 大写的失败 就是一条海边沙滩上 濒临被晒死的臭鱼 就是一只 无家可归的疲惫流浪狗 就是一只擦完鼻涕 被随手一扔的卫生纸 再无光芒与荣耀 人群开始退场 所有人的焦点 都看向了苏萨 众星捧月一般 没有人在关心 沈树芝的死活 沈树芝的眼神黯淡无光 忽然 她又有了神采 因为她看到了一个人 也跟理查德一起回到了护城大学 自从公孙老师 去了Destroy建筑事务所后 表现优异 得到了那边的一只好评 在护城大学这边 也给她评上副教授了 现在在年轻一代的教师中 公孙老师 已经是最风光的了 早就把自命不凡的沈树芝给甩开了 甩了八条街 拍马都追不上 公孙廷 你给我站住 沈树芝嘶哑着 冲到了人群之中 犹如疯子一般 抓住了公孙廷的胳膊 快告诉我 那个物理大神是谁 他是谁啊 我要拜他为师 让他说我为徒 我这么优秀 一定会成为他最优秀的学生 我要洗刷今天受到的耻辱啊 沈树芝的声音颤抖 仿佛在哭泣一般 那个神秘的物理大神 那个解决了 汤流问题的物理大神 那个帮助公孙廷 进入Destroy建筑事务所的物理大神 已经成了沈树芝最后的指望 他相信自己 要是得到那位物理大神的指点后 一定可以密集的 一定可以 让人不敢小看自己 公孙廷用看傻袍子的眼神 看着沈树芝 你真想知道那个物理大神是谁 想 沈树芝激动地说 知道了你可别后悔 我绝不后悔 公孙廷 你别再故作幼儿言他 不要和我打马虎眼 我必须知道物理大神是谁 我知道你是担心 物理大神说我为徒后 就冷落你了 但我保证 我会求师父多关照你的 沈树芝说得极翅白脸 好 你也倒不必 替我在那位大神之前说话 但我劝你 还是不要打这个主意 因为物理大神不会收你为徒的 你就不要自取其辱了 告诉我 沈树芝急的目自欲裂 如果公孙廷再不说的话 沈树芝都要疯了 好的 公孙廷走到了苏萨的面前 恭敬地说 苏老师 苏大神 我得导师 沈树芝想拜你为师 沈树芝的嘴巴大大地张着 仿佛能放进去一吨的大分 你说什么 苏萨是物理大神 怎么可能 我不信 沈树芝颤抖着声音 他真的是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最开始 他为什么与苏萨发生矛盾 不就是觉得苏萨 只是长得好看 但是成绩很差 是个依靠家庭背景 才混入大学的学渣吗 结果惨遭现实毒打 被这个残忍的世界 教做人了 苏萨不但不是学渣 还是一个能在学业 上当他爸爸的牛逼货 真的 沈树芝现在 觉得自己还没有疯了 已经是个奇迹了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当初那个湍流问题 就是苏老师 替我指点的 公孙老师 在沈树芝的伤口上撒盐 团流团流 沈树芝想起了之前 影之的一个爆料 说他曾经看到苏萨 与公孙廷 一起在图书馆里面研究图纸 可笑那时候 自己还一厢情愿地 自恋以为是苏萨 为了取悦自己 而专门去偷着学习的 是拜公孙廷为家教的 结果完全弄反了 不是公孙廷 给苏萨当老师 而是苏萨 在给公孙廷当老师 人生大起大落 实在是太刺激了 沈树芝被打击的 已经够大了 偏偏还有人想在沈树芝的坟头上蹦蹦敌 因为理查德也开口了 对 我也可以作证 我不知道 苏萨同学是不是你们嘴里的那个物理大神 但上次选拔人才出的团流问题 就是苏萨同学出的 他是命体人 噗 沈树芝要吐血了 原来 让自己一直心心念念 耿耿于怀 没有加入Destroy建筑事务所的罪魁祸首 就是苏萨 真是重力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 那人虐我如牲畜 作弊风波后 学校的处理意见来了 苏萨没有作弊 但沈树芝却是真的作弊了 他本想与苏萨同归于尽 但实际上却不过是自己飞蛾扑火 按照学校制度 沈树芝被留校查看 这是仅次于开除的最严重处分了 说实话 这是要是换做其他人早就被开除了 而对沈树芝 还是考虑到他确实是个人才 又有导师运道权的关系 这才网开一面 同时 暂停了沈树芝的一切课程 让他深刻反省 闭门思过 当然 现在对沈树芝来说 就是让他上课 他也不上了 因为他现在出现在任何一个教室 都会迎来铺天盖地的虚声与嘲讽 不过沈树芝 确实也是一个狠人 虽然这次受到了奇耻大辱 但他并没有彻底堕落陈诺 他一直憋着一口气 要四级报仇 要报仇血恨 要东山再起 尹芝 你给我站住 在人群中 苏萨一句话 就把尹芝喊住了 自己惹出来了这么大的事 你想往哪里跑 真到我们大家都失忆了吗 苏萨质问尹芝 经过苏萨这么一说 大家这才反应过来 对啊 还有尹芝的事呢 这是最开始 就是尹芝的举报引起来的 是他最开始在校园论坛上 发帖举报苏萨作弊的 这才引起了后面的风波 只是因为 后来苏萨的表演太惊艳 沈树芝被打脸得太狼狈 让众人都把尹芝给忘了 他从主角变成了配角 又从配角变成了打酱油的 我有什么错 我举报的错了吗 我又没有诬告 尹芝给自己辩解道 某种意义上 他确实也没有诬告 因为是沈树芝 是真的作弊了 但是他对苏萨的各种指控 都被证明是彻头彻尾的污蔑 再说了 我也是被沈树芝误导了 这是不怪我 没有人可以因为这个来指责我 尹芝强自装着镇定 但其实尹芝的心里面 是那个郁闷啊 今晚 沈树芝是最失忆的人 那么尹芝 就是第二失忆的人 本以为可以让苏萨 身败名列的听证会 成了他扬名立万的个人秀 尹芝如何不气愤嫉妒呢 哪怕他再不承认自己 嫉妒苏萨 但内心早就被嫉妒的火焰 给燃烧成一片火源了 在之前 尹芝面对苏萨的逆天颜值 还可以用他是学渣 自己是学霸来安慰自己 还可以用督导作业 来威胁收买苏萨 但现在呢 他唯一的优势 被证明了毫无价值 只要想一下之前 他那么自信地 在苏萨面前卖弄成绩时 苏萨的心里面 该觉得多么的可笑 尹芝就不想做人了 不是听证会的事 是打赌的事情 苏萨提醒 听到打赌 尹芝的脸色一惊 他忽然想到了 之前的某件事情 苏萨 下周就是期中考试 我要向你发出挑战书 我们就比沈老师教授的建筑学 看谁的分数高 你要是输了 你就退出 不许再骚扰沈老师 我尹芝输了就裸奔 当初 为了让苏萨离开沈树枝 尹芝真的和苏萨下了挑战书 就拿期中考试的成绩 作为输赢的评证 只是那时候 尹芝敢立下输了 就裸奔的誓言 是吃准了自己 绝对不会输的 结果现在可好 苏萨玩了一招风骚的扮猪吃虎 让尹芝华丽丽地崩溃了 只是尹芝又怎么可能 当众裸奔呢 于是就耍起了无赖 让开 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苏萨 你这个骗子 你之前 就是诚心骗我的 你真的心惊虐 尹芝就想强行离开 面对耍无赖的 苏萨会怎么做 当然是既然你不要脸 我就让你没有皮了 在尹芝 从苏萨身边离开的一刹那 在大家都没有注意的角度下 苏萨两根手指之间 夹着一根金针 金针随手一滑 就听得撕拉一声 然后在全场人的 目瞪口袋中 尹芝的衣服掉了 露出了里面的一览无鱼 哈哈 好评啊 还是报文呢 好闷骚啊 拍照 周围的人发起了一阵阵的欢笑 尹芝双手无脸 光着身子哭着跑了 有这么一道问题 如果你的身上光了 你在大街上 你是无脸 还是五关键部位 尹芝用实际行动证明 还是无脸吧 那样尽管身体被人看光了 但是至少 别人看不见自己的脸 尹芝有一周都没敢去上课 因为实在是没有脸见人了 但比起在学校的丢人现眼 尹芝更担心的是 面对赵茜的态度 赵茜虽然很宠尹芝 但对尹芝也很严厉 尹芝的学习成绩 一向是很在乎的 从小就帮尹芝报了 很多的学习辅导班 请了很多的名师家教 才把尹芝培养成了一个学霸 赵茜对此引以为傲 经常拿着尹芝的成绩 在外面洋洋得意地吹嘘 所以每次考试 赵茜都会仔细询问 尹芝的成绩和排名 还会问学院里 其余学生的成绩与排名 谁考的比尹芝好 多几分 换在之前 这当然不是什么问题 尹芝是学霸 不怕赵茜追问 还在每次考试之后 都是献宝一样主动炫耀呢 可是这次期中考试 尹芝没法开口了 他真的很担心赵茜会问 虽然尹芝考得也不错 综合成绩在学院总排名位于第三 可苏萨却是学院第一 第一与其他名词之间 是断崖式的差距 这么说吧 九门功课 苏萨全是满分 总成绩比尹芝多了三百多分 这让尹芝怎么对赵茜章的开口啊 要知道平时在家里 尹芝最乐此不疲的一件事 就是总拿苏萨的成绩嘲讽呢 说苏萨是学渣 是垃圾 是废柴 是胸大无脑的弱智女人 结果现在 他尹芝不是更垃圾 更无能 更弱智 好在赵茜出差了 这让尹芝松了一口气 和尹芝有同样烦恼的是苏伊诺 苏伊诺虽然与苏萨不是同一个校区的 一个设计学院 一个艺术学院 但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很快的 苏伊诺很快就知道了苏萨是学霸的消息 苏伊诺觉得自己的血都凉了 如果说尹芝对苏萨极度发狂的话 那么苏伊诺对苏萨的极度 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他真的不能容忍苏萨这么优秀 特别是在斗情上被苏萨吊打后 现在苏伊诺的内心无比脆弱 听到苏萨的成绩这么好 苏伊诺都想气愤地服毒自尽了 凭什么啊 凭什么他苏萨这么优秀啊 之前苏伊诺在苏家人面前拼命抹黑苏萨 有两大论据 第一苏萨生活作风不堪 未婚先孕 还不知道野男人是谁 第二苏萨不学无术 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 现在 第二个论据已经崩塌了 苏伊诺如何不愤怒紧张 好在 好在当年苏萨未婚生子的事情 是一个铁证 这是苏萨不能否认的 苏萨这辈子都摘不掉水性羊的帽子了 他永远比不上自己的冰清玉节 这还可以让苏伊诺心中安慰一点 苏伊诺不想让尹玉兰知道 苏萨是学霸的事情 担心尹玉兰会后悔 会因为看到了苏萨更多的出色 而又动摇了 揭露真假千金的秘密 虽然崔娥已经告诉她了 现在尹玉兰对苏萨的恨意比之前更甚 但苏伊诺也不想冒险 因为尹玉兰之前就有过一次抛弃她 要去讨好苏萨的事情 一次不忠 次次不忠 此时 在苏伊诺的心中 尹玉兰就是一个叛徒 不值得任何信任 所以 苏伊诺就玩了一个骚操作 他找黑客 苏萨这个关键词 不让尹玉兰收到 关于苏萨的任何消息 可苏伊诺还是算错了一招 这一天 尹玉兰正在家里面做面膜 忽然电话响了起来 喂 请问是尹玉兰女士吗 是我 我们是护城大学教务处的 这样 您的女儿被评为了护城大学 十家优秀大学生 我们今晚要在大礼堂 举行一个颁奖典礼 也邀请学生家长参加的 您问您有时间吗 有 我当然有 尹玉兰兴奋了 不用问了 这肯定是给尹诺颁奖 毕竟尹诺那么优秀 尹玉兰心中欢喜 甚至有一种想要流泪的冲动 自从斗情之后 苏伊诺就闷闷不乐 郁郁寡欢 像是得了忧郁症一样 尹玉兰是看在眼里 疼在心上 这当然都是苏萨 那个死丫头做的好事 可惜尹玉兰虽然爱女心切 但也没有办法帮苏伊诺挽回 因为斗情而损失的尊严 现在好了 得到护城大学的 优秀大学生称号 这可是一个分量十足的荣誉 足可以让苏伊诺 好好嘚瑟 扬眉吐气了 于是放下电话 尹玉兰马上就去外面 去选礼服了 晚上好胜装出席 下午 尹玉兰一直没有接到 苏伊诺的电话说的奖这事 尹玉兰有心打电话问一下 但转念就否定了这个想法 尹玉兰不说 肯定是想给自己一个惊喜的 所以自己也必须配合演戏 装作不知道了 等到晚上颁奖后 再一起庆祝 从始至终 尹玉兰就没有想过 这个获奖的 会不会不是苏伊诺 而是苏萨 但她完全没有考虑到 这个方面的可能性 苏萨啊 学渣一个 她是设计学院的 又不考画画弹琴 能当优秀学生吗 别开玩笑了 护城大学这样的高等严肃学府 可不会这么不靠谱 其实尹玉兰的心里 曾经有过一个念头 那就是 虽然苏萨文化课不堪 但是艺术天赋顶格 完全可以转系去艺术学院 那样苏萨专业对口 对文化课的要求也不高 她就完全可以 就摆脱学渣的帽子了 但尹玉兰 是绝对不会 提出给苏萨转系的 这丫头那么忤逆不孝 凭什么自己 让她得到好处啊 巴不得她被嘲笑为 学者一辈子呢 更不能让她 去艺术学院 那样 不是更得欺负 我心爱的女儿姨诺了 而事实上 得奖的 当然就是苏萨 而为什么要打给尹玉兰电话 只是因为是尹玉兰 帮苏萨办理的入学手续 留的是她的电话号码 身份是养母 所以交务处 只能联系尹玉兰了 还是在没有通知苏萨的前提下 因为这次颁奖 学校也要整活 他们是让学生家长 给学生颁奖 在学生不知道的情况下 那样的话 岂不是很温馨 很感动 家长们感到 予有荣烟的幸福 学生们感到 被家长认可的满足 晚上 护城大学大礼堂 因为被苏伊诺封锁了消息 所以此时的尹玉兰 绝对想不到 就在几天之前 苏萨在这里 进行了无语伦次的经验表演 典礼开始 今晚的颁奖 其实涉及的内容很多 有优秀教师 优秀辅导员 优秀学生干部等 尹玉兰这些家长 就在后台等着 获得优秀大学生的 一共有十个人 后台带着没事 这些家长 自然就都在小声议论 话题自然都是 夸赞各自的子女 您就是苏同学的母亲吗 有人问 嗯 是我 怎么 我女儿很出名吗 尹玉兰问 哎呀 你女儿真是优秀啊 对啊 你是怎么样的女儿啊 真让人羡慕 有其母 必有其女 苏同学有男朋友没有啊 我儿子已经保研了 虽然这些人 都是优秀大学生的家长 每个人都可以说是人中龙凤 但无疑 尹玉兰是 里面最受瞩目的那个 简直是前呼后拥 众心捧月 尹玉兰的内心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真是以有苏伊诺 这么一个好女儿为荣啊 呵呵 苏萨 如果自己当初 认回了苏萨那个 桀骜不驯的死丫头 她能带给自己 这么大的荣光吗 想都不要想 而事实上 那些优秀毕业生的家长 当然都是冲着苏萨才 对尹玉兰另眼相看的 虽然他们孩子的成绩 也很优秀 但和苏萨 还是没法比的 苏萨是学霸 是钢琴女神 是绘画天才 还是爵士美女 一幅画几千万 据说 已经有国内最顶级的乐团 要求苏萨参加了 出场费都是天价 真是既能貌美如 又能挣钱养家 上得厅堂 下得厨房 入得洞房 会打架 会骂娘 简直是万里挑一的绝世女人 这样的女生 去哪找 真要是把苏萨娶回家 那真是休了八辈子福气 该你们上台了 现场的舞台助理 过来通知众人 尹玉兰趾高气扬 如同一只骄傲的孔雀 第一个走上了舞台 其余的家长在后面 鱼贯而行 尹玉兰等人 在舞台上一字排开 面对台下站好 李仪小姐把一摞奖状 放到了几位家长的手里 下面请本年度 获得护城大学 优秀大学生的十位同学登台 他们品学兼优 取得了 是当代大学生的 今天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我们请来了他们的父母 亲自给他们颁奖 感谢这些父母 为社会培养了 这么优秀的学子 也让各位学子 借这个机会 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 随着主持人 负有感染力的话语 现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尹玉兰战 在聚光灯下 眼睛都有些湿润了 然后 在现场肆意的带领下 十名获奖的大学生 依次上台 尹玉兰巧手以待 想找出苏伊诺的踪影 可打头的几个都不是 尹玉兰心中有些感慨 伊诺还是低调啊 这样的场合 应该第一个上台才对 让全场看看 自己这对神仙母女 是多么的令人艳羡 可直到看到了倒数第二个 还不是苏伊诺 更让尹玉兰又惊又怒的是 苏萨怎么上来了 谁给她这样的资格 这么冒冒失失 尹玉兰出离愤怒了 这个死丫头 居然恬不知耻的冒名顶替 属于伊诺的荣誉 伊诺被她欺负得不敢反抗 但自己这个当妈的 绝对不能示弱 不能怂 于是 她尖叫一声 从队伍里走出去 指着苏萨的鼻子 破口大骂 你这个不孝之女 谁允许你上来烂鱼冲树的 滚下去 这不是你能待的地方 这是属于伊诺的舞台 监狱才是你的归宿 尹玉兰说的咬牙切齿 她现在坚定认为 苏萨都要找人杀她了 那么她与苏萨之间 那真是不共戴天的生死之仇了 尹玉兰这么忽然一闹 现场的人都愣了 现场主持人 急忙跑到了尹玉兰的面前 地神呵斥 你在搞什么 尹玉兰一脸的不服气 我在揭发冒牌货 你们这些颁奖的人 也是太粗心了 怎么可以让这么一个假伙 招摇过世 烂鱼冲树呢 她是苏萨呀 不是苏伊诺呀 你们不合适身份的吗 主持人像是看傻子一样 看着尹玉兰 苏伊诺 这和苏伊诺有什么关系 优秀大学生 就是苏萨同学 我们没搞错 尹玉兰都听猛逼了 真是苏萨 开什么国际玩笑 你们太胡来了吧 我们家苏伊诺多优秀啊 这个苏萨 不过就是会挤下乐器 画几张破话 其实都是雕虫小记 不登大雅之堂的 我们苏伊诺 才是真正的人才啊 你们赶紧把苏萨赶走 把我们家伊诺换上来 那样 我们就原谅你们的貌事 尹玉兰苦口婆心地说 主持人懒得与她废话了 什么苏伊诺苏二饼的 我不认识 我只知道苏萨同学 是本次期中考试的学院第一名 还是全部满分的成绩 所以 你到底是不是苏萨同学的母亲 如果不是的话 请你离开 不要影响我们的颁奖点脸 主持人已经对尹玉兰的身份 起了疑心 乃见过这么疯狂 贬低自己女儿的家长 莫等尹玉兰再说什么 苏萨已经开口了 她不是 这疯婆子是从哪钻来的 赶紧赶人吧 以免污了大家的眼 全场一片欢笑 尹玉兰则是从震惊中 回过神来 说实话 虽然苏萨是个学霸 这件事让尹玉兰始料未及 但听了之后 也不是如何的吃惊了 毕竟苏萨给人的惊讶 也不是第一次了 不过尹玉兰马上想到了 催俄说的那句话 苏萨的能力越大 她的危害就越大 上次自己就是一直不坚定 看到苏萨优秀就想去和苏萨缓 和关系 最后不但差点把命弄没了 还伤了尹玉兰的心 尹玉兰内心告诉自己 绝对不会再做这种轻者痛 愁者快的事情了 别说苏萨只不过考试满分了 就是苏萨成了女王 她也不喜欢 她再也不会背叛尹玉了 想到这里 尹玉兰一指苏萨的鼻子 大家不要被这个丫头骗了 她哪里是什么学霸 她的成绩 都是我们家尹诺辅导的 尹诺才是 那个更优秀的学生 尹玉兰的如意算盘打得很好 既然现在苏萨的风光 已经是不可避免了 那就要好好利用 让苏伊诺也共相胜绝 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 就是要蹭蹭苏萨的热度 不要脸的强行蹭 然后尹玉兰扭头看着苏萨 苏萨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 当初你从乡下来 我们苏家的时候 你会什么啊 你就是一个什么都不懂 不学无数的野丫头 是这几年尹诺 辛辛苦苦地栽培你 培养你 你才有了今天 因为你妹妹心地好 不想看到你被人笑 不但你的学习成绩 都是宜诺辅导的 就是你弹琴 画画那些才艺 也是宜诺教你的 不然 你能有今天 所以 我劝你应该在这个场合 好好感谢一下宜诺 她才是你的恩人 尹玉兰越说越得意 之前因为斗情事件 苏伊诺被苏萨 给虐得抬不起头来 到现在 还整日在家 郁郁寡欢呢 正好可以用这个机会 给苏伊诺挽回面子 各位同学家长 在这里 我有必要以正式听 就是苏萨能有今天 都是我们苏家的培养 都是我女儿苏伊诺的功劳 这个苏萨 但凡有些人心 就应该对伊诺感恩戴德 感激涕零 如果她否认的话 就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唉 我们家伊诺 就是实心眼啊 为了别人不惜委屈自己 牺牲自己 就是因为她一心帮着 苏萨提高自己 才疏忽了自己的学习 才让自己的才艺水平 没有得到充分的锻炼啊 这丫头 就是太傻了 就像是蜡烛一样 点亮了别人 燃烧了自己 结果呢 有人忘恩负义 拿着从伊诺那里 雪来的东西 反过来欺负伊诺 真是无耻下作 让人迟冷啊 这就是现实版的教会徒弟 饿死师父啊 其实讲究天赋的话 苏萨给伊诺提弦 都没资格 尹玉兰说到这里 声音都带了哭泣 显然是眼睛大爆发 说着 尹玉兰走到了苏萨的面前 一脸挑衅 苏萨 现在当着大家的面 你说说吧 他自以为 已经把苏萨拿捏住了 绑架了他 不论苏萨怎么说 都上了自己的当 苏萨却是笑了 狗见狗都是舔 想舔的时候 等你看到了苏伊诺再舔 人见人都是眼 你愿意当小丑我不管 但是不要在我面前丢人现眼 尹玉兰休闹 你 苏萨不理他 而是拿过了话筒 谢谢学校 把这个奖班给我 如果我取得了一点成就的话 那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 谁要是想蹭我的热度 苏萨淡然一笑 都是耍流氓 现场很多人都是发出了笑声 尹玉兰火了 你不承认 那你说啊 这些东西 都是谁教你的 谁教你弹琴的 谁教你画画的 不然就凭你那个穷山沟的老家 你拿什么学这么多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苏家的功劳 他挑衅地看着苏萨 一副吃定了苏萨的样子 就是很多现场的人 都忍不住窃窃私语 觉得这个尹玉兰说的 似乎也有些道理 哪有人一生下来 就是天才 肯定都是后天培养的 那么苏萨作为苏家的养女 肯定是苏家给他提供了 很好的条件 这才让他现在大方一彩 那这么看的话 苏萨对养母和妹妹的态度 就真的是有些刻薄了 大家都看向了苏萨 想看看苏萨怎么说 苏萨洒然一笑 有些话本不想说 倒不是想替你们保持颜面 而只是我自己觉得太脏 我说不出口 不过今天倒是一个很好的场合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我就再说一次 我苏萨 与你们苏家再无关系 以后 你没资格再与我的养母自居 你对我来说 就只是一个讨厌的陌生人罢了 这些恩断义绝的话 之前苏萨就和尹玉兰说过 但那时候 只有他们两个人 现在却是当着几千人的面 意义自然不同 不等尹玉兰再说什么 已经有一个少女 哭着跑上了台 正是苏伊诺 苏伊诺是在家的时候 偶尔知道尹玉兰来护城大学的 因为当时她看到苏家的下人 在忙忙碌碌 出来进去 一副要搞什么大动作的样子 苏伊诺好奇就去问 家里面的仆人开始说 夫人让保密不肯透露 但在挨了苏伊诺几个耳光后 马上什么都说了 说夫人接到了 护城大学的电话 要给优秀大学生颁奖 夫人开心地去了 还让家里准备晚上的庆功宴 要把苏家的亲朋都喊来 好好热闹一下呢 为了给苏伊诺一个惊喜 所以这事是瞒着苏伊诺的 苏伊诺一听 气得嘴里面直吐使 尹玉兰自作多情 自不量力 但苏伊诺知道啊 今晚颁奖的 根本就不是她自己 而是苏萨 所以这尹玉兰 又是德德瑟瑟地 去参加颁奖典礼 又是兴师动众的半清公宴 这哪里是在捧苏伊诺 这是嫌她丢人丢得 还不够彻底啊 组个局要群朝她 把她虐死 在狠狠边施 苏伊诺真有一种 杀人的冲动 这个尹玉兰 就是一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愚蠢无比 自作聪明 贡献全是灵 捣乱第一名 真的 有时候苏伊诺 都希望尹玉兰 不要那么喜欢自己了 她越喜欢自己 自己越倒霉 她出于好心 给自己办的事 哪一件事 不是让自己灰头土脸 丢人现眼 就比如最近的斗琴比赛 她倒是一心和苏萨作对 可苏萨 不是越魂越好吗 看到尹玉兰 苏伊诺才深刻意识到 很多时候 愚蠢好心办成的坏事 比成心杀人放火 破坏力都大 因此很多时候 苏伊诺都委屈地想哭 神一样的对手 她有 是苏萨 猪一样的队友 她也有 是尹玉兰 她苏伊诺的命好苦啊 如果不是这个尹玉兰 实在是太蠢 没有那个智商 苏伊诺都要怀疑 尹玉兰是扮猪吃虎 故意潜伏 在她身边坑她了 苏伊诺 当然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才一方面 让家里的仆人 紧急通知 晚上的派对取消 然后疯了一样地赶到了 护城大学大礼堂 要阻止尹玉兰 上台出丑 给她招黑 因为这次颁奖 离举班的地方 位于设计学院的校区 而苏伊诺 则是艺术学院的 对这边的地形建筑 不是那么的熟悉 所以在路上 就耽误了些时辰 因此 等到苏伊诺 戴着口罩墨镜 进了大礼堂的时候 心中充满了怨读与绝望 因为尹玉兰 已经上台了 苏伊诺想哭 因为她知道自己 又要成为别人眼中的笑柄了 可是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尹玉兰 居然扶置心灵的聪明了一把 居然阵阵有词地 说出了一套歪理 还让还很多人信以为真 让大家以为苏萨的才艺 都是她苏伊诺教的 高明啊 这个理由自己 之前怎么没有想到 看来哪怕是猪 也是有一定用处的 于是苏伊诺当机立断 要把这个事情做实了 虽然她也知道 社会上的人 大多数都不会信这个说法 但苏伊诺已经顾不得了 只要有一少部分的人相信自己 目的就达到了 就比自己现在这样 被全社会群巢 人人踏上一只脚要好得多 于是苏伊诺 悄悄摘下了帽子和口罩 然后把头发弄乱 做出了一副 可怜兮兮的模样 伪善做作的眼泪 呼之欲出 她就哭着跑上了台 妈 你别说了 可以姐姐不仁 不能我们不义啊 虽然姐姐 真的做了很多 很过分的事情 但毕竟我们都是一家人 家丑不可外扬啊 我当妹妹的 已经习惯了牺牲 习惯了忍辱负重 习惯了打落牙齿 往肚子里咽 哪怕是被人误解抹黑 我也是不会给自己 辩解几分的 我从小饱读诗书 一心羡慕 古代先贤的道德品格 就像是那恐龙 古有恐龙让离 今有姨诺寒躯 尹玉兰长叹一声 哎 我的好姨诺啊 你吃亏 是就吃亏在太傻上了 苏姨诺抹着眼泪 来到了苏萨的面前 姐姐 你怎么生我的气都可以 我都认了 虽然明明 我与诚哥哥 才是真心相爱的 诚哥哥 一直把你当普通朋友 你就算是认识的 比我早也从来都不是 虽然明明是我手把手 教你弹琴画画 结果 却被你当众羞辱 还被人嘲笑我记不如人 这些都没什么的 我都是可以忍的 可你不能对我们的母亲 这么冷酷无情啊 慈母手中线 有子身上衣 菱形秘密缝 一孔石石龟 谁言寸草心 抱得三春灰 母爱 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感情 虽然我的亲妈 只是你的养母 但她对你不薄啊 简直可以说是 人至义尽 你为什么要伤她的心呢 为什么 你要让她难过呢 要不是有妈在 你能来到护城吗 你能上名牌大学吗 要知道 你连高考都没有参加 是我这两年费寝旺时 不分昼夜 帮你补习文化课的 苏伊诺说的情绪激动 而一边的尹玉兰 听着苏伊诺的话 居然也红了眼圈 其实尹玉兰 但凡要点脸 就应该知道 此时苏伊诺嘴里的 那个好妈妈 根本与她 就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她除了把苏萨生出来了 再也没有尽到 哪怕一点 为人父母的责任 最重要的是 她连一个名正言顺的身份 都不肯给苏萨 但尹玉兰这个奇葩女人 偏偏是又愚蠢又自恋 居然还真的以为 自己做得很不错 是一个很值得赞美的好妈妈呢 本来好好地颁奖典礼 被这几个人一搞 简直成了撒狗血大会 现场的领导面面相去 完全不知道 应该如何处理这样的局面 还是苏萨果断 她一指苏伊诺的鼻子 别在这里犯贱 而苏伊诺等的 就是这个时刻 她装作很焦急的样子 拼命往苏萨面前凑 姐姐 你就和妈道个歉吧 啊 因为苏伊诺 是背对着观众 面朝着苏萨的 这就造成了一个 观众视觉上的死角 苏伊诺的嘴边 泛起嘲弄 她故意把自己的脸 贴向了苏萨的手 然后失声惊呼 用手捂着右脸 在扭头看着台下的观众时 眼睛里 已经全是委屈的泪水了 这样的表现 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 刚才苏萨打了她 很多人都被苏伊诺的 演技给骗了 觉得苏萨当众打人 实在是有些过于霸道了 下面一片议论声 就是连隐玉兰 都没看出来 这是苏伊诺 给苏萨下的套 顿时怒发冲冠 苏萨 你好很多 当我的面 你都这么欺负伊诺 如果我不在 还不知道 你是怎么做见她呢 然后又关心地问苏伊诺 伊诺 你没事吧 受没受伤 要不我们报警吧 对这种不忠不孝 不仁不义 无腹无君的忤逆瘦 指望和她讲道理 讲人情是没有用的 只能用法律制裁她 保安呢 苏伊诺声音颤抖 妈 我不疼 姐姐和我开玩笑呢 隐喻蓝气的暴跳如雷 开玩笑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伊诺 人心善是好事 但是太好温顺了 会被人欺负死的 苏萨一直抱着胳膊 看他们的表演 然后 这才看向了苏伊诺 要不报警吧 让警察来看看 到底是怎么回事 苏伊诺一阵心惊啊 怎么能报警呢 如果警察真的调查了 一看监控录像 把之前的镜头放大 就知道她的脸刚才 根本就没有碰到苏萨的手 就像是很多影视剧里面的 接吻镜头 都是错位一样 不过是给人一种 视觉上的欺骗 她不需要法律的审判 只需要操纵舆论的暴力 于是盲说 算了 不用闹这么打 我们毕竟是姐妹 都是自己认 我吃亏也认了 看着这朵风中 摇曳的小白脸 苏萨微笑 还真是一个宽宏大度的好妹妹啊 那我问你一下 刚才我打你 你的脸疼吗 苏伊诺不知道苏萨 为什么这么问 但演戏演全套 不疼 我知道 姐姐刚才也是无意的 我不介意 话音未落 只听得啪的一声 苏萨一个响亮的耳光 打在了苏伊诺的脸上 苏萨满意的 看着自己的右手 对啊 刚才是无意的 这次才是故意的 不错 感情很舒服 苏伊诺也猛逼了 她没事就爱看言情小说 看书主要是要有代入感 别的女生 都是把自己带入公主 带入女主的 但苏伊诺不一样 她不屑于当那些傻白甜 她都是把自己带入反派的 会努力学习各种心机表 绿茶表的技巧 阴谋诡计 茶言茶语 然后学为己用 虽然在小说里 那些绿茶们最后都失败了 都是公主和王子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但苏伊诺觉得 那都是作者 为了迎合主流价值观刻意为之的 都是假的 在真正的世界里 都是绿茶表胜利的 都是小人得志的 世界的本质 就是勾心斗角 就是阴谋 背叛 老实人除了被人欺负和接盘外 全无用处 有一句诗完美地形容了这样的社会现实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按照苏伊诺以往的经验 当女主被白莲诬陷打入后 正常的路数 难道不是女主拼命解释吗 然后越描越黑 可苏萨这趁热打铁 真掌揮自己的耳光 是怎么回事啊 苏萨你为什么不安剧本来 尹玉兰在尖叫 啊 苏萨 你还欺负我女儿 我和你拼了 欺负 是他先犯贱的 苏萨不为所动 然后当着全场人的面 飞起一脚 苏萨没练过武术 但因为有优秀的舞蹈功底 所以伸手也是干净利落 苏萨的腿 在空中划出了一道漂亮的弧线 一脚踹在了苏伊诺的右脸上 把没有防备的苏伊诺 直接从舞台上给踹了下去 这舞台虽然不是太高 但也有接近三米 这要是弄不好 当场摔死都有可能 啊 苏伊诺在空中发出惊呼 手舞足蹈 不过也算是 他运气不错 在舞台的下面 有一卷用作装饰用的绿色植物 苏伊诺一下子就眨到了里面 脸被植物的枝叶刮得疼痛无比 但这还不是最主要的 苏伊诺很暧昧 今天也是穿了一条碎的长裙 显得端庄又典雅 一看就是大家闺秀 这就是苏伊诺一向给自己营造的人设 就是豪门公主 千金贵女 所以出现在公众场合时 穿衣打扮一向都是以端庄大气为主的 从不走妖娆性感的路线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假象 在私下里 苏伊诺可是很奔放的 去夜店玩的时候 那是要多狂野有多狂野 要多放肆有多放肆 包括与萧承 在私下二人世界约会的时候 那可是用尽了浑身的招数 极尽妖娱魅惑浪荡之能事 总是能搞出一些样 让萧承沉醉其中 乐不思蜀 正是因为这种反差 所以才让萧承 对苏伊诺无比的迷恋呢 但现在 因为苏伊诺是大头冲下掉下来的 在萧承沉的作用下 裙子都反着垂了下来 盖住了苏伊诺的脸 却露出了她的定 以及那无比妖娆的 粉红色丁字库 全场一愣 顿时发出了别有深意的哄笑 真会瓦 好重的口味 原来这苏伊诺还是闷骚的 嘻嘻 别说 她的屁股比她的脸耐看 听着全场的笑声 影玉兰又羞又气 她急忙下台 挡在了苏伊诺的身前 双手挥舞 别看了 不许笑 谁在笑 我起诉谁 我们家有大律师 然后 尹玉兰站在台下 指着台上的苏萨 苏萨 你是我见过的 最狠毒的女人 苏萨带人的拍拍手 我之前已经警告过 你们好几次了 别没示茫我身边凑乎 那样我会生气的 我这人一生气 就会发飙 那样容易顾头不顾定 这次苏萨 当众殴打苏伊诺的事件 很快就上了校园论坛的制顶帖 短短几个小时 回帖上千 校友们水了一百多页 这还是在校领导再三警告 不许把这事传到社会上 否则会成为全网热点 那样影响学校声誉 学校一定会严肃处理的 苏伊诺的脸受伤了 尽管只是很小的划伤 但是他爱美如命 马上住进了 护城一家很有名的美容院 进行调理养护 其实护城最有名的美容医生 当然就是护城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的苏大师 但苏伊诺是不会去找的 因为苏伊诺总有一种感觉 这个苏大师似乎与他们苏家有仇 备受折磨 包括自己被卫黄连 尹玉兰被疯狂打耳光 苏老太太被狂骂 把屎都骂出来了 萧承知道了女友受伤 当然要去探访 苏伊诺自然是楚楚可怜 说尽了自己被苏萨欺负的悲惨历史 那眼泪流得和水龙头没有观景一样 如果说是在之前 这样的事情 萧承肯定很气愤 肯定会无比心疼苏伊诺 对苏萨切齿痛恨 甚至会找到苏萨大骂他一顿 告诉他不要再欺负伊诺 伊诺是自己最爱的女人 让苏萨不要再影响 他与苏伊诺的感情 自己是苏萨得不到的男人 让苏萨不要再骚扰他 可现在 萧承的想法变了 他开始不再把心思 都用在苏伊诺身上了 他对苏萨越来越关注 越来越在乎 总会有意无意打听苏萨的消息 知道苏萨越来越优秀了 他对苏萨的感情 也是越来越强烈 比如这次 听说苏萨 把苏伊诺打伤了 萧承不但不心疼 反而还心中一阵的窃喜 苏萨与苏伊诺有什么仇 在争夺什么 是钱吗 不是 萧承知道 按照苏老爷子的遗嘱 苏家的股份 有苏萨很多的比例 苏萨光是每年拿分红 都是不菲的收入 苏伊诺却是一分股份都没有 并且 现在苏萨 不论是画画还是音乐 都是那种随便动动手 就日进抖金的水平 那样苏萨的钱 就更多了 和苏萨比 苏伊诺才是穷人 所以既然萨姐不差钱 那她和苏伊诺 最大的矛盾是什么呢 为什么总是这么针锋相对 水火不容呢 当然是抢男人了 苏伊诺对苏萨来说 有多夫之恨 所以这对姐妹撕逼 其实都是为了争夺 自己的宠爱 萧承心中很喜悦 还很有成就感 别看之前 她找了苏萨很多次 让苏萨给自己当情人 都被苏萨拒绝了 苏萨还对她冷言冷语 态度极差 几乎都让萧承怀疑自己的魅力 以为苏萨不爱自己了呢 觉得自己和苏萨只见 真的是自己自作多情了呢 洛有义 流水无情 几乎信了苏萨说的 对她从来都没有男女之情的话 但现在 当萧承知道了 苏萨有这么多的才艺 会钢琴 会舞蹈 会画画 还是一个学霸后 萧承的心 一下子就安定了下来 这女人果然是爱我啊 萧承几乎可以断定 苏萨是为了得到自己的心 才这么努力的 因为这些才艺 苏萨之前 在那个穷乡僻壤的破山沟 是不可能学会的 都是到了护城后 苏萨现学的 她为什么要学这些 她又不差钱 因此 理由尤其只有一个 就是苏萨担心配不上自己 她在努力提升自己 她看到自己那么爱苏伊诺 而苏伊诺又是 以才艺见长的 因此 苏萨这才咬牙努力 要在苏伊诺最擅长的领域 也要超过苏伊诺 苏萨是要做给自己看 她才是值得自己 最爱的女人 想到这里 萧承竟然有些感动 这个女人为了取悦自己 真的是付出了很多 吃了很多苦吧 不论是学才艺 还是提高成绩 都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啊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要想人钱显贵 就得人后受罪 如果不是苏萨 一心想得到自己的爱 又怎么会这么努力 生生让自己 从一个不学无数的学渣 变成了令人敬佩的 超级学霸呢 苏萨来到护城后 觉得最配不上自己的两点 一个是有生活作风的黑历史 一个就是乡下丫头的没见识 黑历史无法改变 苏萨只能拼命 让自己更加的优秀了 如鱼饮水 冷暖自知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 萧成真的是感到无比的满足 自豪与欣慰 看一个人的心 不看他说了什么 而是看他做了什么 苏萨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嘴上说对自己不要 身体却对自己无比的诚实 呵呵 你这个口是心非的小丫头 我几乎被你欺骗了呢 至于为什么 苏萨一直对她是那种恶劣的态度 萧成也完全理解了 女人嘛 就是爱嫉妒 爱吃错 谁让自己之前 对苏伊诺那么的袒护呢 苏萨心里面有情绪也是正常的 这就是爱之深 则之切啊 苏萨一定会在想 我的青青城哥哥 人家都为你吃了这么多苦了 你为什么还要和苏伊诺在一起呢 人家真的好伤心呢 这一刻 萧成几乎有一种冲动 要马上和苏伊诺分手了 和苏萨在一起呢 但姨诺 萧成还是有些舍不得呢 不是舍不得姨诺 对自己的感情 而是舍不得姨诺 那闺房中的风骚与放纵 要是苏萨也会一诺这些伺候人的本事多好啊 想到这里 萧成做了一个决定 那就是暂时还是两个女人都要吧 他挺享受这种被女人们争风吃醋 彼此争夺的感觉 男人太优秀 就是有这样的幸福与烦恼 萧成决定要努力劝说苏萨 接受苏伊诺的存在 两人都是姐妹 都是那么的爱自己 以后把名分排排就好了 谁是大方 谁是二奶 和平共处 同场敬敬 不要这么无休止的争斗了 然后呢 让苏萨拜苏伊诺为师 把那伺候男人的招数都学会了 岂不美哉 成哥哥 成哥哥 苏伊诺正在卖力表演 却看到萧成眼神飘忽 神色恍惚 脸上还带着蜜之笑容 显然是没把自己的话 听到心里面去 那自己刚才的星星座态势给谁看了 看萧成这一脸健样 一定是在想别的女人 谁 是不是苏萨那个狐狸精 萧成被苏伊诺的喊声惊醒 这才意识到自己走神了 于是急忙以公司还有事情为由 匆匆离开了 望着萧成的背影 苏伊诺狠狠咬了嘴唇 最开始 苏伊诺确实对萧成很满意 有相貌 有家世 有地位 关键是 还不像别的顽固那样 完全就是一坨烂泥 真是一个老公的不二人选 他这才努力笼络萧成 但后来 苏伊诺对萧成是越来越不满意了 觉得他就是一个袖枕头 外面看着光鲜 其实就是一个草包 干啥啥不行 是啥啥不上 特别是当苏伊诺知道了更多优秀的男人 比如那个江四后 就越发觉得萧成不堪大任了 真的 与江四这样的人中之龙相比 萧成就是臭水沟里面的泥丘 他就有了想把萧成甩了 领潘高知的心思 如果自己能成为江家的少夫人 那不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但那时候 苏伊诺之所以没有与萧成甩了 还是因为苏萨 他坚信苏萨是爱萧成的 萧成就是苏伊诺对苏萨的战利品 所以 他只能一直吊着萧成 用萧成来刺激苏萨 再后来 苏伊诺与萧成的奸情曝光 苏伊诺当小三被实锤 他在公众面前一次次丢人现眼 名声在上流圈子 已经臭了 人格已经破产了 苏伊诺已经没有可能 嫁入别的豪门当少夫人了 那些豪门可不像是网民那么好欺骗 可以被操纵舆论 所以 他又只能把全部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萧成的身上 萧家的少夫人 一定是他的 哪怕他对萧成越来越不满意 因为他在苏家始终有一种危机感 担心真假千金的秘密被曝光 担心尹玉兰再次背叛自己 只有成为了名正言顺的萧家少夫人 苏伊诺才等于在上流社会 有了真正的立足之地 有了真的身份 所以 他绝对不允许萧成离开自己 要离开也可以 等我掌握了萧家后 我主动甩你 萧成当然不知道 苏伊诺的内心想法 他出了门 就拿出了手机 本想给苏萨打电话 想了想 还是发了一条微信 苏萨 你的努力我都看到了 我会考虑你的 对不起 你与对方还不是好友 请先加验证 看到提示语言 萧成会心一笑 哼 这丫头 又和我玩与欲擒故纵这一招 护城大学校园论坛上 苏萨与苏伊诺 发生冲突的帖子 继续火热 校友的观点分为两种 一种是支持苏萨的 打得好 见人就是矫情 不打他 他就浑身难受 当时我就在现场 我很负责任地说 是苏伊诺主动把脸伸过去的 不打白不打 我再尾打 苏伊诺就是在碰瓷 对啊 别的是不说 光是苏伊诺当小三那件事 打死都不冤枉了 笑死了 还说苏萨的本事 是苏伊诺教的 要不要脸 你们没看到斗情吗 苏伊诺被苏萨 按着在地上摩擦 苏萨的水平 当苏伊诺的祖宗都够 苏伊诺拿什么叫苏萨 对啊 还有绘画 苏萨的水平 只可以用天才来形容 苏伊诺想冒功 想多了 还有学习 萨女神可是全满分啊 苏伊诺有这种实力 别逗了 谁说不是 如果苏伊诺 比苏萨的本事还大 为什么要被苏萨骑着打呀 她犯贱啊 她是斗M啊 她被打脸有瘾啊 苏伊诺 你的脸皮已经够厚了 就不要再往自己脸上贴金了 可不是 还有那个养母 你们看到没有 开始是以为得奖的是苏伊诺 那个嘚瑟啊 后来见到是苏萨 就开始撒泼打滚 公众面前都这么偏心 可见底下萨女神不知道被欺负了多少次 尹玉兰与苏伊诺就是一对恶毒婆娘 支持萨女神 当我的女朋友吧 以后我保护你 楼上拔刀吧 警爹 决斗 一日刀在手 杀尽天下自恋狗 世界上总有唱反调的 工地上总是缺台杠的 苏伊诺也不乏支持者 有时被谎话欺骗的 有时单纯看不惯苏萨的风光 而要落井下石的 说什么都没用 这个苏萨是养女 这么不孝 就是白眼狼 对啊 没有苏家 能有苏萨的今天 我相信是苏伊诺娇的苏萨 当然 可能还有苏家请的其他名师 但你苏萨不能短碗吃饭 放下碗就骂厨子 我知道的更多 这个苏萨 高中没参加高考就辍学了 大一大二也都是没有上学 履历上都是空白 我是不幸这世界上有什么天才的 一定是苏伊诺用尽了心思 帮苏萨补习的 对啊 是苏伊诺全心全意帮助苏萨 所以才耽误了自己呢 这样的女孩真让人感动 那些说 师父一定比徒弟强的人 是不是有什么误解 比如培养出华清大学的高中老师 自己都不一定能考上华清大学 但是 你能否认她的教诲和付出吗 春蚕到死死方境 蜡炬成灰泪是干 这就是奉献精神啊 伊诺就是一个有奉献精神的好女孩 苏萨 给伊诺道歉 伊诺不哭 那天苏萨多霸道啊 对伊诺非打极骂 伊诺不都是忍了 简直就是逆来顺受 我要是男人 我也喜欢伊诺这样的乖乖女 苏萨就是再漂亮 我也不要 谁要摸老虎啊 苏萨道歉 苏萨滚出护城大学 永远爱苏伊诺 就在网络上一片喧哗的时候 苏伊诺发帖了 这是校园网 所以每个发帖人的ID 其实就是自己的姓名和怨系 但是很多人在口吐芬芳的时候 并不喜欢被人知道自己是谁 如果强制实名制的话 就会让论坛发言的人大为减少 让那些左安弟子们不尽兴 于是校园论坛 很贴心地推出了一个匿名功能 就是你在发帖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不用自己的真实ID 而用一个虚拟ID 比如仙子奥特曼大力水手之类的 就在这个热帖下面的评论里面 90%的回复都是虚拟ID 而那些骂人的ID 更是100%都是虚拟的 显然很多人逛论坛 就是为了当一个网络喷子 就是为了可以肆无忌惮地骂人 用满嘴脏话 抒发内心的情绪 把网络当成了 可以尽情撒欢 可以随地大小便的法外之地 但苏伊诺却是用实名ID发帖的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不好意思 让我的家世占用了公共资源 其实按照我与世无争的性格 我不想多说的 但又不想让大家误会 所以呢 我需要解释几点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姐姐虽然与我没有什么血缘关系 但我却是一向把姐姐当成亲人的 根本不存在什么亲书之别 我的母亲也是一视同仁 一碗水端平的 从没有偏心过 你们看 姐姐没参加过高考 就上了护城大学 这就是最好的例子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当然了 我们这么多年相处 也是难免有一些摩擦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就是亲兄弟姐妹也是一样的 没有必要大惊小怪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就算是姐姐做了什么不好的事情 我也都不会怪姐姐的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当然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可我都已经向姐姐道歉了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是的 那天姐姐打了我 但我不怪姐姐 因为她是我的亲人 以后 如果姐姐心里面有气 还想打我 打我的左脸 我就会把右脸贴过去 只要姐姐满意就好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我会像是那个成语说的一样 拓面自干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如果姐姐的做法 让大家感到不舒服 我替姐姐向大家道歉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姐姐可以不认我 但我永远都会认姐姐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关于姐姐的那些才艺 是不是我教的 就当和我无关就好了 我这个人 一向是淡泊名利的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有那么一句诗词 我觉得很好 姐姐约我千百遍 我带姐姐如初恋 姐姐 回家吧 我和妈都在等你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我今天在这里 实名发帖 就是对自己的言论负责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我和姐姐的事 毕竟是我们的家事 我不许在有人 打着为我打抱不平的旗号 去侮辱诽谤姐姐 我们苏家会采取法律措施的 我会捍卫姐姐的名誉 和姐姐过不去 就是和我苏伊诺过不去 谁质疑姐姐 先过了我苏伊诺这关再说 看到姐姐现在这么优秀 我比谁都高兴 我是姐姐的头号粉丝呢 苏伊诺这么一表态 立马赢得了很多的赞誉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真是对苏萨人之一尽了 就算是她之前做错了什么 这个苏萨也不好再咄咄逼人了 难道把苏伊诺逼死了才满意吗 得饶人处且饶人 杀人不过头点地 放过别人 也是放过自己 ID at 艺术学院苏伊诺 比起高高在上的苏萨 我更喜欢真实的苏伊诺 ID at 霸王龙 我就是喜欢苏伊诺的真诚 用自己的真名发帖 不藏头鹿尾的 最讨厌那些动不动就用小号的了 ID at 细细公主 你们看苏伊诺多谦虚啊 明明是她教的苏萨 却从不鞠躬自傲 ID at 大茶壶 苏萨出来吧 更多的 还是对苏萨的谩骂 ID at 键盘侠 我是苏家的邻居 我作证 那个苏萨 一向是嚣张跋扈 总是欺负苏伊诺 ID at 正义 其实苏伊诺不是小三 她与萧成是真心相爱的 ID at 哈哈笑 对啊 我是萧成的朋友 有些话萧成是男人 不好说出口 但既然是匿名 我就说了 虽然最开始萧成 是与苏萨先认识的 但后来苏萨出轨了 搞破鞋 萧成才和她分手的 与伊诺无关 伊诺是在他们分手后 看到萧成为情所伤 那么痛苦 于心不忍想去安慰萧成 两人才相爱的 这么说吧 没有苏萨的背叛 就不会有萧成 与苏伊诺的相爱 ID at 小虎队 啊 苏萨出轨这事 你也知道了 因为她的出轨对象 就是我啊 因为我长得比较帅 所以苏萨就总追我 对我头怀送抱 自见诊息 我呢 也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误 就和她滚床单了 但后来呢 我看到这个女人贪得无厌 睡信仰 我就和她分手了呀 当然了 这些at加飞猫 at霸王龙 at西西公主 at大茶壶的ID 都是虚拟ID 都不显示 发帖人的真实姓名 本来这也没什么 可是第二天早上 大家惊讶地发现 校园网论坛被人黑了 黑客篡改了 校园论坛的后台程序 不过 倒是也没有做别的事情 就是把所有的回帖 都实名了 没有虚拟ID了 都是真实ID了 这样的事情 在娱乐圈也发生过 某年 因为博客系统升级的 一次小小故障 于是 很多明星就尴尬了 这些明星 假扮粉丝 在自己的博客上 自我吹嘘的肉麻景象 大白于天下 网友惊讶于 这些平日里 看起来热人母狗样的明星 在背地里 不为人知的一面 与普通的网友 键盘侠 也没什么区别 原来 在博客升级之前 博客留言 也都是匿名的 博主发了文章后 下面的留言 根本看不出来是谁 都是一串字母 或者数字 但是 在博客系统升级后 很多博客原来的匿名留言 在升级之后 显示留言者 居然就是博主本人 众多明星 在博客里人格分裂 一会儿 扮演自己的粉丝 把自己往死里夸 一会儿扮演来捣乱的 和粉丝大战三百回合 有些明星的博客 本来没什么人关注 他们就自编自导 搞得自己的博客 好像非常火爆 比如好男儿MTY说 好喜欢他 我的男朋友 要是有他那么帅就好了 歌手JS说 好喜欢你 我们全班都爱你 JS写的文章好友Phil 美女还充满才气 以鼻孔出名的男星 居然也夸自己帅 说自己很好相处 并且自己 还是自己的影迷 现在 被证实经分的 则就是苏伊诺本诺了 at加飞猫 at霸王龙 at西西公主 at大茶壶 at键盘侠 at正义 at哈哈笑 at小虎队 真正的ID 都是at艺术学院苏伊诺 他几乎一晚上没睡 狂发了几百条帖子 这个苏伊诺的操作 真骚啊 聊斋 里的千年狐狸精 都没有他这么骚 射雕英雄传 里面玩左右互搏的周伯通 都没有苏伊诺这么精分 这么人格分裂 他用大号装宽容 装大度 给苏萨说公道话 博取宽容大度 忍辱负重 委屈求全姐妹情深的人设 然后穿各种马甲 开始臭不要脸的夸自己 开始丧心病狂的攻击苏萨 抹黑苏萨 诬陷苏萨 还装作萧成的朋友 装作苏家的邻居 甚至装成了苏萨的所谓肩夫 为他当小三洗白 表示 当小三不是他的错 是苏萨出轨在先的不对 ID at建筑学校周强 我草 之前我真是太愚蠢了 居然说苏伊诺大气 这就是一个阴阳人啊 顶级绿茶表 极致心机女 无敌白脸 服了 怕了 太打脸了 ID at外语系王小元 为我之前的言论 向苏萨道歉 ID at机械学院李苗苗 今年奥斯卡没有苏伊诺 我不看 ID at计算机学院王娟 我之前还纳闷 就这苏伊诺的人品操行 还有那么多人给他说话 现在一看我放心了 原来都是苏伊诺自导自演的 说明大家的三观还是很正的 ID at农学院方小美 恶心的人我见多了 但是像苏伊诺这么奇葩的极品 这是第一个 然后千呼万唤使出来 苏萨终于发声了 ID at设计学院苏萨 苏伊诺 你穿上马甲我也认识你 围观的学生们都服了 牛逼 萨姐一句顶一万句 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 尹之却是没有参与 换作之前 他肯定也是抹黑苏萨的极先锋 但现在 他却是没有那个心思了 因为期中考试的成绩 尹之一直担心被赵倩问呢 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 别说赵倩不能接受 苏萨比他强了 他自己一样无法接受 这天 尹之刚要回家 就遇到了韩童 韩童是韩晓的弟弟 也在护城大学 目前高一 尹之 我哥一直在牢里面等你呢 你为什么不去看他 韩童质问 尹之的脸色很难看 韩晓就是为了他才坐牢的 但想起赵倩的嘱咐 要与韩晓撇开关系 免得连累自己 于是尹之故意板着脸 我为什么看他 韩童一听火了 尹之 你在装什么傻呢 我哥为什么坐牢 别人不清楚 你还不清楚 都是为了你 赵倩故意冷哼 你还真是爱说笑 韩晓他犯了法 那是他咎由自取 与我什么关系 别烦我 我还有事 见他要绕路离开 韩童再也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 他一把抓住了尹之的衣服 你这个臭婊子 练我哥的时候 处心积虑 好言好语 现在我哥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就翻脸不认人了是不是 你要不是和我哥谈恋爱 他能为你做这么多事 果然是罪毒服人心 我要为我哥讨一个公道 尹之也火了 他身为尹家的大小姐 一向是被人缝淫惯了 罪是受不得委屈的 因此 面对韩童的质问 不懈地说 恋爱 我和韩晓恋爱 呵呵 你哥说的呀 他也配 他不过就是我面前的 一条哈巴狗罢了 我高兴了 让他跪舔我的鞋底 他就得感恩戴德 我要是不高兴了 把他赶走 他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他做的那些事 可不是我吩咐的 那都是他自愿做的 别说坐牢了 就是杀人放火 被枪毙也是活该 别来烦我 要不然告你们敲诈 你这个贱人 韩童气不过 劈手就给了 尹之一个大耳光 啪 把尹之打得身体原地 转了一圈 尹之的脸红了 捂着脸 看着韩童都是不可思议 你 你敢打我 韩童与韩晓是兄弟 长得很像 之前韩晓在他面前 那是唯唯诺诺 言听计从的 什么时候敢和他这样 我敢打你 我弄死你都不多 我哥被你迷住了 被你拿捏得如同傻子一样 坐牢了 都不肯供出你 但我不傻 你个小婊子 有什么好的 长得丑 身材差 脾气差 真不知道 我哥看上你哪里了 路边店50的快餐 都比你强 韩童越说越气 又是正反啪啪啪 接连几个耳光 打得尹之 眼泪鼻涕一大把 痛哭失声 韩童还不解气 直接把尹之 按在地上踹 打得尹之 鬼哭狼嚎 直接学狗叫 尹之挨打的地方 就在沪城大学的校门口 出来进去的 都是大学的学生 很多都是认识尹之的 但是这些人 都是很有默契地 选择了袖手旁观 在一边看戏 没有一个人 伸出援手 或者帮着喊人的 当然都是因为平时 尹之太过于高调招摇 鼻孔看天 盛气凌人 仗着自己家有钱有势 所以对其他的同学 都是以止气使的 现在看他倒霉 大家都是乐得开心 让你嘚瑟 让你人咸狗咽 再加上之前尹之 一直与苏萨作对 现在苏萨 是大学里的人气女神 那么尹之就完全是一个反派角色了 自然有很多人 乐得看尹之如此狼狈 就是 之前与尹之关系不错的几个 现在与尹之也是拉开了距离 因为尹之交的 都是和他一样 视力眼的同学 不愿意城门失火 殃及吃鱼 你们住手 人群外 传来了一声 女人的呵斥 原来是赵倩来了 赵倩开着车 正好来接尹之回家 本来他看到了校门口 有人打架 不但没管 反而还看得津津有味呢 甚至还有闲心 拍了几张照片 发了一条朋友圈 现在大学生啊 真是让人一言难尽 这个社会越来越浮躁 越来越功利 真是事风日下 人心不古 很多大学生做出的事情 与社会人没有任何的区别 甚至更加过分 哎 其实我早就提议过 大学不要扩照 不要弄这么多人进来 搞得大学乱七八糟 如同放羊一样 大学应该走精英化路线 集中所有的优势资源 培养真正的人才 就像是我们家知之那样 懂事 乖巧 有家教 是绝对不会参与这种 当街斗殴的事情的 赵倩把朋友圈发了出去 心中很是舒服 没事就晒 自己优秀的女儿 是赵倩最大的乐趣之一 可是赵倩的朋友圈 也发出去了 她也终于看清楚了 地上挨打的 不是自己的宝贝女儿 影之又是谁啊 这才怒吼一声 分开了众人 把打成了猪头一样的影之 给拽了起来 妈 替我报仇啊 影之在赵倩的怀里面 痛哭流涕 你放心 我不会放过这些小痞子的 他们为什么打你 是不是嫉妒你 太优秀了 赵倩质问 可是 韩童已经跑远了 赵倩气得想找别人 给影之作证 好报警 但那些看热闹的人 呼拉一下 全都走了 气得赵倩咬牙切齿 这个破大学 根本就没资格 拥有我女儿 这么优秀的学生 等到赵倩把影之拉上了车 却看到自己的朋友圈里面 已经多了很多的回复 赵总叫女儿有方 这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啊 羡慕不来 影之一向是最优秀的 啊 你们仔细把照片放大看看 挨打的不就是影之本人吗 是啊 真是影之 这是做什么了被这么打 搞破鞋了吧 赵总大意灭亲啊 自己女儿被打都袖手旁观 给倩姐点赞 后面这些话 显然就是在阴阳怪气 冷嘲热讽 很多人平时都不爽 这个赵倩天天秀 自己的教育成果 因此 现在好不容易看到他家出丑了 当然是横踩一脚 痛打落水狗 气得赵倩把手机都砸了 妈 我们去哪 影之问 因为他发现 这不是回家的路 带你见一个很重要的客人 你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赵倩吩咐 影之一愣 妈 我都被人打成猪头了 还怎么见人啊 这些事情赵倩当然知道 但必须要带影之去 影之最近想让自己的服装广告 打落到国室一套 那是华国覆盖面最广 收视人群最多的频道 会让产品的曝光率大爆 但是 国室一套的广告 特别是黄金时间的广告 真的是太抢手了 不但要钱 还要关系 全国的厂商都是挤破头 国室一套的人也很高 一般的品牌 他们还看不上呢 就拿服装品牌来说 都得是世界名牌 和国内一线品牌 才能进入国室一套的 而影家的服装 在护城算是一线品牌 但在国内 却只是二线 哪怕赵倩想了很多办法 也都是失望归 他这次出差 其实就是 去帝都运作这时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让赵倩找了一个门路 那就是国室一套的频道总监 也是一个女人 今年四十多岁 姓乔 和赵倩一样 乔总监 也是那种望子成龙的性格 有一个儿子 正在读出中 在平时 因为找这位乔总监 办事的人太多 因此 他的脾气 也是很大的 一般都不会给小厂商好脸色 话都不会多说 就更不要说拉关系了 但如果要是和这个乔 总监聊孩子的学习 就对了他的胃口 会和你滔滔不绝 赵倩大写 聊学习 这不是我的强项吗 因为我就有一个好女儿啊 于是在一次活动上 赵倩就找到了乔总监 说了影子的事 把影子夸的是添乱坠 说自己女儿是多么的优秀 多么的学霸 没想到 那个乔总监很感兴趣 与赵倩相谈甚欢 她虽然人在帝都 但却也是消息灵通 她说知道 护城大学设计学院 有一个很厉害的女学霸 据说在刚刚结束的期中考试里 还得到了全满分呢 因此 很想见见 问赵倩 这是不是你的女儿 所以还不知道这次期中考试的成绩 但她连问影子都没问 就一口承认 乔总监 没错 那个女孩就是我的女儿 赵倩这么有底气 当然是有原因的 影子作为一个学霸 在大学的历次考试中 从来都没有调出去过前三名 第一名也是拿了好几次 更重要的是 常年包揽前三名的这三个学生里面 除了影子是个女生外 其余的两个都是男生 那么这次拿了月口 全满分的女学霸 除了影子 还有谁啊 简直就是不需要仔细思考的答案 秃子头上的狮子 明摆着呢 我们家影子 就是这么的霸气 那个乔总监听了之后 果然很是高兴 马上邀请影子去帝都 和他见见面 分享一下学习心得 给他儿子当一个好的模范 赵倩自然高兴 要是影子 与那个男孩真的成了朋友 那两家就有了私人交情 以后自己家的产品 想在国事频道打广告 那不是顺风顺水啊 简直不要太爽 影子听了赵倩的话 心都凉了 她很清楚 对方要见的是谁 是苏萨那个死丫头 不是自己啊 赵倩弄错了 可是影子鼓了好几次的勇气 都不敢把话说出口 没有乔总监这事 影子已经不敢了 现在有了这事 影子就更是心中忐忑 担心赵倩知道了真相后 大发雷霆 一方面恼怒自己 居然不如那个野丫头 另一方面 则是生气 自己没有帮她完成 拉拢乔总监的任务 影子很清楚 如果现在就是和赵倩说了 这女学霸是苏萨 即使他们去找苏萨帮忙 苏萨也不会答应的 而是会看他们的笑话 因此影子一咬牙 决定将错就错 自己就冒充苏萨算了 反正护城与帝都离得这么远 他们也只是有所耳闻 真的知道 那个满分女学霸 长神妖妖吗 一个中学生毛孩子 很好忽悠的 反正自己其实也是学霸 不论讨论什么学习问题 都不在话下 于是影子一狠心 决定将错就错了 影子身上有伤 衣服也都很是狼狈 当然不能这么扫眉大眼的 就去帝都 赵谦带影子到了机场边的一个酒店 让他洗澡 给他换了衣服 又化了妆 影子的伤也不重 虽然痛 但是没有造成实际伤害 这么一捣齿 外人也看不出来什么了 然后 两人坐了最近的一班飞机 直飞帝都 到了帝都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乔总监已经在一家酒店订好了房间 供后呢 赵谦母女到了酒店 与乔总监相见 影子心里面特别紧张 很担心对方识破自己的身份 好在对方并没有任何的异常 对他们很热情 在夸了影子一顿后 就开始问影子的学习方法 好交给他儿子 影子放下心来 于是就把自己的一些学习心得 分享了出来 他满分是假的 但学霸是真的 这些学习方法言之有误 那个乔总监听得很是开心 嗯 小影不错 是个好苗子 一会儿我那个臭小子来了 小影要多和他交流一下 这小子很聪明 就是太不踏实 赵总 您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 赵谦心中得意 王说乔总监别喊什么赵总了 怪身份的 我比你大几岁 如果你不嫌弃 就喊一声赵姐吧 好赵姐 你也别喊我什么乔总监了 就喊妹妹吧 以后我们要多亲多近 哈哈 妹妹 以后我们常交流啊 屋子里的人相谈甚欢 商业互吹 屋子里充满了快活的空气 就在此时 外面一个男孩走了进来 男孩一看就是高中生 很是青涩 但偏偏又喜欢装出一副 少年老成的样子 小明赶紧喊赵姨和姐姐 这就是那个全满分的学霸 乔总监介绍 影子很会演戏 马上微笑着说 你好小明 以后你有什么学习上的问题 都可以问我 虽然我们一个在护城 一个在帝都 但是网络发达 交流还是很方便的 影子还要继续表演 就看那个男孩盯着影子的脸 坚定地说 你不是那个满分女学霸 你是冒牌的假货 真不害臊 这话一出 全场都惊了 最惊的 当然就是影子了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自己的秘密 乔总监没看出来 一个高中生看出来了 赵倩心里面很不高兴 但是看在乔总监的面子上 脸上还带着笑 小明是吧 这是我女儿 她就是那个满分女学霸 乔总监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急忙斥责道 小明 你怎么回事 怎么这么没有礼貌 影子按下了心里面的惊讶 勉强笑道 是啊小明 我就是你口中的 那个满分女学霸 我希望我们以后 成为好朋友呢 听到了影子的话 那个男孩的脸上 露出了啼笑皆非的表情 他大眼瞪小眼地看着影子 你是那个满分女学霸 影子只能一条道跑带黑 故意表现出了理直气壮 是啊 我就是 这还能有什么疑问吗 男孩又问 那你姓什么 叫什么 我的名字叫做影子 影子回答 可我怎么听说 那个满分女学霸姓苏 叫苏萨呢 男孩似笑非笑地问 影子的心中忽悠了一下 心想坏了 这个小崽子怎么知道苏萨 难道那个贱人 现在连在帝都这么有名气了吗 嫉妒 惶恐 紧张 影子真的是有些骑虎难下了 我就是那个满分女学霸 影子选择了死鸭子嘴硬 别吹牛了好不好 咱先不说 以你的智商 冒充苏萨太吃力了 就是你的颜值 冒充苏萨 不也是自取其辱吗 我听说那苏萨 是公认的护城大学第一校 颜值天板 护城美貌与智慧 并重的流量担当 让众多男生 忘乎所以的头号女神 就你 长得这么丧心病狂 天怒人愿 谁给的勇气 冒充苏萨 这小男孩一开口 就是老左安了 每一句话 都像是打在了 影子脸上的重虫耳光 此时影子已经完全肯定 这个小王八蛋 一定认识苏萨 要不怎么把事情 说得这么清楚 他又羞又愤 做事站起 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失赔了 乔总监 显得很尴尬 一边呵斥儿子 没有礼貌 同时 又赶紧给影子母女赔不适 男孩 却是一脸的无所谓 妈 有什么好道歉的 他就是一个赝品 冒牌货 诈骗犯 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早就报警了 赵倩一直在忍耐 此时也忍耐不住了 影子一直是他的骄傲 是赵倩在外面 肆意卖弄的资本 虽然他是真的有求于 这个乔总监 但是也不能接受 这样的耻辱啊 太欺负了人了 至于我们家影子 不是满分女学霸 也就罢了 居然说 那个苏萨才是满分女学霸 开什么国际玩笑 对面这个中学生 是不是疯了 拿苏萨 和自己女儿影子比 人比人的死 祸比祸得扔 我们家影子是凤凰 那个苏萨鼎 多就是个野计 乔总监 我赵某人真心 实意想和你交个朋友 但我不知道 为什么你们会这么羞辱我们 告辞了 看来这帝都的水太深 我们小地方的人 就不自取其辱了 赵倩就要拂袖而去 妹妹 你别生气 是我家孩子不懂事 这样 我们先把那个广告合同签了吧 乔总监觉得很不好意思 就想弥补一下 其实赵倩发飙 一半是真怒 一半是演戏 要的就是乔总监这句话 利用他的愧疚 达成自己的目的 因此是心中得意 男孩却是拿出来手机 妈 你怎么像骗子妥协啊 你看看这个 这是护城大学官网上的照片 我说他是赢品 难道还冤枉他了吗 乔总监一看手机 又仔细打亮了一下影子 脸色果然变了 于是神色一黑 那好 赵总请回吧 我就慢走不送了 刚才的妹妹 现在变成了赵总 体现了乔总监此时 内心真实的态度 就是嫌弃 赵倩是个人精 很识会察言观色 此时看乔总监的反应 就知道这是出岔子了 恐怕刚才这个男孩的话 不是空穴来风吧 怎么可能 难道我女儿的成绩 还有假吗 此时此刻 影子是装的 但赵倩 却是真的被蒙在了鼓里 以为影子 就是那个满分女学霸呢 她的态度 马上就软了 姐 姐姐 这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乔总监 把手机扔到了面前的桌子上 还是喊乔总监吧 我们没有那么说 你这么会演戏的妹妹 我可要不起 还有 以后你们的产品 别想在我们国事频道露脸了 人如此会弄虚作假 那么可见 你们的产品 也都不会是什么好货色 赵倩拿起手机 只见上面正式护城大学的校园观望 头条 我向设计学院苏萨同学 期中考试全满分 还有一张苏萨在读书的配图 啪 啪 啪 赵倩这脸被打得 简直太疼了 她都猛逼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回头问尹芝 尹芝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苏萨是第一 你又是第几 你考了多少 尹芝挖的一声哭了 这次期中考试 堪称她的滑铁卢 因为在建筑学考试时 看到了沈树之帮苏萨作弊 所以尹芝又妒忌又气愤 因此影响了自己的发挥 其余的科目都没考好 平时稳定前三的成绩 这次只考了学院的第十三名 这是她从幼儿园开始 第一次调出前十名 也是尹芝一直不敢告诉 赵芝自己成绩的另外一个原因 妈 你别问了 这次我只是发挥失常 呜呜 才十三名 影之抽气着说 赵芝的心都凉了 她长这么大 第一次这么丢人现眼过 还是在帝都 在国事频道总监这样的 重要人物面前丢人 赵芝想自杀的心思都有了 她虽然重影之 但对她也是很严厉的 特别是学习 不许影之扯后腿 她还是一个控制欲极强的女人 最恨有人骗她 于是咬牙上前 劈手就给了影之一个大大的耳光 力度比之前寒童打得都狠 影之 你居然敢骗我 然后扭头 努力冲桥总监解释 桥总监 桥姐 我这次真的不知道 这丫头这次考得不理想 但她真是一个学霸 你就再给她一次机会吧 让她给小明辅导功课吧 我一定好好教育她 不让她再做这种傻事了 还有 这是我也是被蒙在鼓里的 我之前真不知道 不是诚心哄骗你的啊 赵倩说完又劈手给了影之好几个大耳光 影之 你听到没有 以后 你要是再撒谎 我饶不了你 影之哭得几乎断气 妈 我知道错了呀 别打了 可惜 撒了一次谎的人 就很难再让人信任了 就如赵倩 此时在桥总监心中 就已经信用破产了 桥总监矜持一笑 赵总 别在我们面前演戏了 这不就是苦肉计吗 我懂 送客 我们没时间和你们新兴作态 那个小明也是冷笑 可不是吗 我和你女儿学什么啊 学撒谎吗 学甜不知耻吗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你们那么厚的脸皮 我学不会 这话 把赵倩母女说的是面红耳赤 无地自容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可是 赵倩又不想放弃这个 进军国事频道的机会 她一咬牙 再次问影之 真是那个苏萨拿了全版分 影之哭着点头 赵倩的心里面 有一阵的羡慕 羡慕尹玉兰 没想到你这么蠢 居然还养出来一个天才女儿 才一逆天 成绩还这么优秀 长得又美 简直就是一个 无可挑剔的完美女人 如果不是出身寒门 而是有一个 拿得出手绅士的话 那一定会成为 互称上流社会 最引人注目的千金 上门提亲的人 能把苏家的门槛给踏破 可惜啊 只是一个养女 这出身是无法改变的 出身穷乡僻壤 在讲究门第的上流社会 就注定了与顶级家族无缘了 当不了正妻 顶多当情人 万事 唉 要是我们家影之 有这么优秀就好了 在苏萨身边 本来引以为傲的影之 都显得那么的平凡庸俗了 让赵倩都有些心灰意冷 不过因为出身 这个苏萨一辈子 也只能被我们家影之踩在脚下 因为就连苏家都不待见她 可惜啊 尹玉兰那个蠢货 不懂得珍惜苏萨 不懂得充分发挥 苏萨的美貌 姿色永远是一个女人 最有力的武器 男人征服事件 女人征服男人 自己一定会充分利用她 甚至会把她培养成 护城上流社会最有名的交际 牺牲她的身体与色相 来给自己谋取好处 心里面对苏萨 各种羡慕极度恨 但现在赵倩却是把牙一有 决定要利用苏萨给自己办事 她强笑道 刚才那事真的是误会 算了 那些是不说了 就说这个苏萨 其实是我的一个外甥女 她的成绩之前不好 现在能这么厉害 也是我们家影之给辅导的呢 不信你们打听一下 这个苏萨之前是不是学渣 连考试都讨考呢 所以你们与其找苏萨 不如找我们家影之 我们家影之 就是为了帮苏萨学习 才放松了自己的成绩呢 哎 我们家芝芝啊 就是心善 要说这个赵倩 不愧于尹玉兰是肘脸 一样的心黑皮厚 一样的甜不知耻 他们都不约而同的 往自己脸上贴金 一个说苏萨的成绩 是苏伊诺教的 一个说是影之教的 赵倩说完 看着影之 影之 是不是这么回事 赵倩不知道 但是影之可知道 之前在颁奖里上 苏家母女也是这么做的 然后被搞得多么狼狈 他直觉 现在这么说 不是一个聪明的主意 可又不敢违逆赵倩的意思 于是只能继续不要脸 是我教的 话音未落 就听到那个 让影之毛骨悚然的声音 清冷地响了起来 我是你教的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呢 我很有兴趣 你都教了我什么 教我狐家虎威吗 教我烂鱼充术吗 影之 我之前就知道你不要脸 但没想到 你居然这么不要脸 你的无耻突破了 我想象力的下线了 你还真是上嘴唇挨着天 下嘴唇接着地 宇宙之大 都容不下你 这张大脸了 随着声音 苏萨居然从包巾外面 走了进来 绕茜于影之 惊骇欲绝 乔总监也很意外 只有小明很开心 苏姐姐 你来了 我一直等你呢 然后 小明扭头看乔总监 妈 这就是我二叔 一直说的那个老师呢 小明的全名 叫公孙明 他二叔叫公孙婷 就是那个得到苏萨指点的公孙老师 所以 小明早就从公孙老师那里 知道苏萨的事情了 那这个影子来招摇撞骗 不是上门求虐吗 苏萨这次来帝都 是应理查德先生的邀请 参加一个学术交流会 公孙婷是理查德的助手 全程陪同 因此就告诉了侄子 而这几天 对苏萨特别好奇的公孙明 整天就泡在了 护城大学的校内论坛上 这个论坛外人进不来 但因为他叔叔的关系 自然有办法登陆 于是这段时间 护城大学的风风雨雨 公孙明都知道 英姿萨爽的苏萨 已经成了 这少年心中的偶像了 公孙明是恳求了二叔好多次 想与偶像见面 苏萨才答应 正巧这时候 影之来了 冒名苏萨 于是公孙明就偷偷 给苏萨发了信息 萨姐快来啊 有人在装憋 饭店门口 苏萨来了 赵茜与影之自然是没法 再赖着不走 灰溜溜地被赶出来了 影之恨不得马上回到护城 但赵茜却是咬着牙不走 于是影之只能 骚眉搭眼地等着 一个多小时后 乔总监母子与苏萨都出来了 三个人相谈甚欢 等到乔总监母子上车离开 苏萨正在等车的时候 赵茜阴沉着脸走了出来 苏萨 我有事问你 有话说 有屁方 苏萨 我怎么说 也是你的长辈 你对我能不能礼貌点 为老不尊的人不值得尊敬 赵茜忍住了要破口大骂的冲动 苏萨 我知道你讨厌我们 我们更讨厌你 所以我们也不假惺惺的 和你讲什么亲情了 根本没有 现在我和你谈一笔交易 只要你能让我们公司的产品 上国式频道 你有什么条件你尽管贴 苏萨这次倒是没有嘲讽 而是想了想 好啊 我有两个条件 第一 给我一千万 第二 让影之给我道歉 说他错了 影之急了 苏萨 给你道歉 你想得美 苏萨一甩手 好啊 那就没得谈了 看到苏萨要走 赵茜一咬牙 一千万的数目虽然不小 但是与自己家的产品 能够上国式频道 带来的好处相比 这些都是可以忍受的 毕竟舍不得孩子 套不住狼 舍不得影之 抓不到流氓 至于让影之给苏萨道歉 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演戏罢了 影之 你现在道歉 赵茜命令 妈 你居然让我给这种 上不得台面的女人认错 影之的眼泪 如同下雨一样 虽然被长官时很痛 但显然没有此时 被赵茜逼着 向苏萨认错来的痛苦 精神上的痛苦 大于肉体上的疼痛 感觉自己的尊严 都被打落在泥泥里践踏 自己的骄傲 优越感都成了笑话 影之不说还好 一说 赵茜更火了 影之你蠢吗 你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有脸嘲讽苏萨 他要是那么不堪的话 你影之又算什么 别废话 让你道歉就道歉 赵茜发飙 影之只能委委屈屈地 给苏萨道歉了 然后 赵茜现场给苏萨赚了一千万 三天后 护称的赵茜得到了一个 让人振奋的消息 在苏萨的运作下 国事频道来人了 不是让赵茜的服装品牌上广告 而是给赵茜的公司 做一个专题报道 听到这个消息 赵茜兴奋的几乎要疯掉了 兴奋的想要裸奔 因为很显然 对于宣传效果来说 专题报道要比广告强得多 因为顾客们一看广告 就知道 这是商家刻意的宣传 可是新闻专题报道 则让观众觉得 这是真实的 代表了官方的态度 广告说 你的产品好 观众不一定信 专题报道说 你的产品好 那可信度就大大增强了 这也是很多商家为了宣传 而专门在媒体上发软文 软广告的原因 之前赵茜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的产品 能有这样的待遇 还是免费的 简直就是天上白掉的馅饼啊 这个苏萨 终于给我办了一件好事 一周后 一行四人的国事 频道设置组来了 赵茜自然是热情接待 五星级酒店伺候着 还每人送上了厚厚的红包车马费 不过对方很有原则 坚决不收 赵茜也不敢勉强 只是心中暗暗思量 还是这国家大台的人 有个性啊 不像是地方媒体那些记者 一个个的眼睛是红的 心的黑的 到了企业 如同强盗一样 就是要钱要女人 不给就黑你 就是赵茜的公司 每年光是用在维护媒体上用的资金 就有七位数呢 拍摄开始 赵茜已经让公关经理 拿了一个拍摄方案出来 要求对方按照这个方案拍摄 里面自然都是对赵茜公司产品的夸赞 以及对赵茜这个著名女企业家 著名服装设计师的吹捧 可是对方的导演 确实连看都不看 赵总 我们这次来采访 是有自己的拍摄计划和方案的 我不希望不被干扰 如果赵总对此有意见的话 我们就回帝都 见对方态度如此强硬 赵茜不敢再坚持了 虽然心里面有不满 可面上是不敢得罪的 只能回去后 把气都出在了公关经理身上 说他没接待好 才让对方正男合作 半个月后 尹家 今晚赵茜回家的时间特别早 七点就打开了电视机 因为他已经收到了消息 今晚关于影视服装的新闻报道 会在联播之后的 7点35分的聚焦节目里播出 知道了这个安排后 赵茜几乎幸福地哭了 众所周知 聚焦节目是国事频道收视率最高 影响力最大的节目之一 在老百姓心中 有着强大的号召力和公信力 这么说吧 如果商家 想在县级电视台里面打软广告 很容易 交钱就行 这也是 很多县级电视台 到处都是打着健康讲座招牌 其实是卖要广告的原因 但这种小台 影响力太弱了 赵茜根本看不上 如果商家 想在省市一级的 电视台里面打软广告 很难 不但要钱 还要关系 在国事频道里面 打软广告 非常非常难 需要很多钱 很硬的关系 可要是想在聚焦 节目打软广告 绝对不可能 但今天 赵茜的企业 则是要创造一个历史记录了 怎么不让赵茜 感动得热泪盈眶 影哲的爸爸 影哑术没在家 他是跑销售的 经常在外面天南海北的出差 一年能有十个月 都不在湖城 其实赵茜知道 影哑术在外面有人了 还不止一个情妇 因为她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 影哑术早就对她厌烦了 不过赵茜却没有点破 夫妻维持着表面上的和谐 理由很简单 赵茜是一个以事业为重的女人 不如养条狗 赵茜正好趁着影哑术 把心思都用在了偷情上 努力控制公司的大权 掌握影家所有的资源 赵茜的目的是 以后把影家变成赵茜 自己成为说一不二的女主人 赵茜的计划很顺利 现在影家以服装为代表的诸多产业 都几乎被赵茜一手掌握了 影哑术已经拿捏不住赵茜了 在影家 除了影老爷子外 没有人再被赵茜放在眼里了 就是影老爷子 赵茜也是杨凤英维 要么打压 要么收买 要么名声暗将 要么打发去鸟不拉屎的地方出差 然后换上了自己的人 同时努力封锁消息 不许外面的人与影老爷子多联系 这些事情 其实影老爷子都知道 但他年纪大了 精力不济 很多事情已经有心无力 再者 赵茜确实有些本事 让影家的生意越来越兴旺 比影运术主事实强多了 所以影老爷子也就默许了 只要赵茜不太出格就可以 平时公司的事情 赵茜都是很少和影老爷子谈的 可是今晚 却是特意把老爷子也叫到了可厅 和他一起看电视 其实就是在炫耀自己的功绩 除了影老爷子 赵茜把影玉兰也叫来了 一起看电视 赵茜本就与影玉兰不和 而媳妇与小姑子的关系 本就是除了婆媳关系外 这世界上最难处的关系 加上影只被苏萨吊打 赵茜也把这恨意 都算在了影玉兰的头上 因此把影玉兰喊来 就是诚心刺激她呢 玉兰 你可交了一个好女儿啊 我这次能上国事频道 那是格外的孝顺啊 赵茜这是在故意气影玉兰呢 她知道 苏萨与影玉兰的关系很差 影玉兰想让苏萨办事 比登天还难 可现在别管自己是怎么办到的 但苏萨就是帮自己做事了 这不是证明了 自己比影玉兰更有面子吗 果然把影玉兰气坏了 她是被骗来的 之前根本不知道是这么回事 只是来了再想走 不是更丢人吗 只能黑着脸看电视 影只也在看电视 只是她的心情糟透了 苏萨帮赵茜 完成了产品进入国事频道的愿望 赵茜很高兴 影只心里面却是一百个不情愿 她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 现在不论是相貌 是才艺 是成绩 影只都比不上苏萨了 如果连对家族生意的影响 她都比不上苏萨的话 那以后再影家 还有她影只的地位吗 苏萨就成了大小姐 她就成了烧火丫头了 7点35分 焦点 节目开始 主持人正希微作 眉头微微皱起 现在很多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 都是走的轻松娱乐路线 讲笑话 说段子 甚至开婚话 没有下线的讨好观众 可是国事频道的主持人 却都是以严肃著称的 有人说这是落伍 但赵茜却很满意 就要这种大气凌然的范儿 这样 夸记我的公司与产品 才让人幸福呢 主持人 影视服装 从30年前开始发展 是护城一家很有名气的 老字号服装企业 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 占领市场 深受百姓喜爱 公司注重员工福利 培养员工以企业为家的思想 被评为护城时诚信企业 产品销售 这说的 都是影视服装的历史 尹老爷子看得津津有味 这都是他当家时取得的辉煌 主持人 近几年 影视服装积极开拓海外市场 创造了好几个潮流品牌 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反响 赵茜的脸上 都是骄傲与自豪 这说的 就是他的业绩了 可没等赵茜 想好好炫耀一番呢 主持人的画风一转 可是这个一向以信誉著称的企业 最近却丑闻不断 有产品质量问题 有虚假广告问题 有偷税漏税问题 更严重的是 严重伤害职工权益的问题 请看记者的详细报道 赵茜傻了 他没想到 自己心心念念的专题报道 居然是这个 不是夸赞 而是揭露 不是锦上天 而是两肋插刀 人生大起大落 实在是太刺激了 在愣了几秒后 赵茜这才反应过来 他站起来怒吼一声 不要播了 可惜 电视节目 岂是他能控制的 电视画面 本台记者实地探访了影视服装 发现问题比举报的更为严重 这家企业对待老员工的做法 简直让人发指 赵茜脸色大变 急忙要过去关电视 别动 我还在呢 我还没死 尹老爷子发飙了 他这么一说 赵茜不敢动了 只能硬着头皮 继续看这个曝光节目 在节目里面 主要曝光的就是 影视服装刻薄老工人事件 原来在影视服装刚成立的时候 到现在 基本上都在影视服装工作三十多年了 很多的都已经退休了 他们入职的时候 各种职业保障还不健全 因此 职工的社保之类的都没有 后来 随着劳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企业的新职工都要由公司缴纳社保 那这批老员工怎么办 在影老爷子管事的时候 影老爷子是一个念旧 重感情的人 他看中这些老员工 对影视服装做的贡献 于是就许诺给这些已经退休 或者即将退休的员工缴纳社保 让他们以后也都能有退休金 十几年的社保 因此 每个员工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影老爷子没有舍不得 那些老工人们也都很感激 觉得没有白位影视服装做贡献 并且这些老工人们都很明视力 觉得补缴社保的钱 不能都由公司承担 他们也要承担一部分 于是就纷纷拿出了好几万块钱 交到了公司完成这件事 可等到赵倩接管公司后 他却翻脸不认人了 虽然其实影家不差这几百万 可是赵倩却是一个资助辟较 极度吝啬的钱 他觉得 给员工一分钱都是亏的 巴不得所有人都免费工作才好 所以他就不认账了 不但不认账 还把之前员工缴纳的钱也给扣了 美其名曰 他们是参与了公司的理财项目 以后每年拿分红就可以 想提前拿回去 好啊 扣60%的手续费吧 这就是明着耍无赖了 还是那句话 以影家的财富 赵倩根本就不差老工人们这几十万 对他来说是九牛一毛 但对那些老工人来说 却都是多年的积蓄 是养老钱 可赵倩还是处心积虑的霸占了 这就是他的性格 吝啬又贪婪 哪怕是一分钱 也要霸占 那些老工人们不服 多次来找赵倩反应情况 都被赵倩赶走了 他们想见尹老爷子 也被赵倩阻挠 想通过媒体发声 可是护城的很多媒体 都是拿了赵倩的公关费 都是装聋作哑 直到这次的国事频道 聚焦 节目 才让黑幕大白于天下 赵倩 这就是你做的好事 你让我怎么对得起 那些老同事 尹老爷子十分气愤 爸 你别听这些穷酸们哭穷 他们是敲诈勒索 赵倩刚说完 脸上已经挨了 尹老爷子重重的一巴掌 这是这么多年 自从赵倩过门后 赵倩第一次挨打 你还在胡搅蛮缠 那些老工人跟着 我们尹家几十年 有功劳 有苦劳 你这么对他们 你不觉得良心有愧吗 赵倩捂着脸 面对着 如同老虎发威一样的尹老爷子 也不敢再辩解了 说到底 虽然他现在掌握着尹家的 主要权利 可家族的大股东 还是尹老爷子 真要把尹老爷子惹急了 真能把赵倩扫地出门 虽挨打 赵倩也只能忍了 赵家虽然也是豪门 但却是极端的重男轻女 对待赵倩的态度 是嫁出去的女儿 泼出去的水 已经算是外星人了 所以如果赵倩被赶出了尹家 回到娘家 虽然是吃喝不愁 可是想插手赵家的产业 却是不可能的 他的几个哥哥 都会像是防贼一样防他 可随着门一开 看到进来的女孩 赵倩却是爆发出了 所有的憎恨与怨度 苏萨 你有脸来 你把我害得好惨 来的人正是苏萨 赵倩很清楚 随着这个节目的播出 老爷子的怒火只是小事 公众的怒火 媒体的口诛笔伐 股市的动荡 才是更重要的 这种自私自利的女人 绝对不会内疚反省 她自己是永远不会有错的 不过此时 有两个人的心情 却是迥然不同 一个是尹之 看到苏萨 又打了赵倩的脸 尹之心里面 一阵阵的欢喜 这样以后尹家人 估计没有人 再敢与这个死丫头来往了吧 这丫头 就和毒蛇一样 谁碰咬谁 现在不只是赵倩 估计爷爷 也不会再喜欢她了吧 嘿嘿 我尹之尹家 大小节的地位 无可动摇 尹玉兰也很开心 现在知道我被这个死丫头支配的恐惧了吧 呵呵 我说我刚才就怀疑呢 她能替你办事 不吭死你都是好事 你以为能控制这个死丫头 这是臭不要脸 苏萨轻轻淡淡地回答 我为什么不能来 我是来陪舅妈一起看节目的 节目拍得怎么样 是不是黄金时间 你知道 为了这事 我可是让乔总监卖了我好大的人情了 赵倩都要气疯了 他嘶吼着 苏萨 你这个白眼狼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贱人 我们尹家有什么对不起你的 你这么害我们啊 赵倩越说越气 他扭头看着尹老爷子 爸 不说我们对他如何了 就说宁老 宁老对他不错吧 结果 他还玩音的 这次 把我们尹家害苦了 现在已经不止是 那十几个工人的问题了 我敢打赌 明天我们的股价 就会大跌 很多客户 也都会与我们解约 这损失可能上亿啊 赵倩的语气里 都是怨赌 尹家的钱 都是他赵倩的 被人糟蹋了 他当然歇死敌礼 赵倩面目猙獰 所以爸 你不要再偏袒 这死丫头了 把他赶出尹家 断绝关系 尹玉兰 你同意不同意 尹玉兰当然同意了 他巴不得尹老爷子 因为这是 讨厌苏萨呢 毕竟 在知道 苏萨真正身份的 几个人之中 苏老爷子死了 崔恶是自己的好闺蜜 一直帮自己 自己与苏首里 也是坚决地 抵触这个死丫头 只有尹老爷子 却是一心喜欢 这个死丫头 还几次三番催促 自己公开 苏萨的真正身份呢 让尹玉兰 是不厌其烦 所以 马上表态 我没意见 这个死丫头 做出了这样 忤逆不笑的事情 简直就是家门的叛徒 必须断绝关系 尹之眼神闪光 心中兴奋 打定了主意 只要苏萨 被赶出家门 那么自己第一天 就把这个事情 宣传的全世界都知道 让大家看看 什么你们朝思暮想的 笑女神 不过 是被苏家 与尹家 都嫌弃的狗不理 但让尹之意想不到的是 啪 尹玉兰的脸上 挨了一记响亮的耳光 正是尹老爷子打的 尹老爷子 虚发皆张 指着尹玉兰怒斥 闭嘴 尹玉兰 我看要断绝关系的是你 我没生出过你这样 狼心狗肺的女儿 你的心太费太毒了 这么好的女儿 你总是千方百计地赶出去 你不单纯 还坏 早晚有你后悔的一天 你给我滚 以后别回来惹我生气 赵倩也没想到会这样 爸 都这个时候了 你怎么还护着这个白眼狼 他就是祸害 啪 赵倩之前挨打的是左脸 现在右边的脸也红了 尹老爷子指着赵倩 赵倩 你还有脸说阿萨 这一切的罪魁祸首 都是你 损失都是你害的 我们尹家 辛辛苦苦几十年积攒的名声 都被你个见利妄议 目光短浅的女人给毁了 怎么 你做了错事的人没责任 反倒是揭发的人有责任吗 你的三观简直太歪了 怪不得现在 尹之越来越不像话 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记着 做错要挨罚 挨打要立正 这次不管我们尹氏服装 有多大的损失 都是你咎由自取 也有我放纵你的责任 我们活该 然后尹老爷子看向了苏萨 诚恳地说 阿萨 这次外公谢谢你啊 要不是有你 我们尹家还会一错再错 还会对不起那些老公人 多亏你了 苏萨一笑 他就知道外公不会生气的 因为外公是个好人 是个厚道长者 和尹玉兰与赵倩这样的见惑 不是一个三观 外公 我从赵倩那里拿到了一千万 已经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专门负责给那些老公 人们提供各种保障了 尹老爷子很欣慰地拍手 好 好 我们尹氏服装再拿一千万 这是赔偿 赵倩捂着脸 想出声制止 可是又忍住了 现在还不到和这个老家伙 撕破脸的时候 小不忍则乱大谋 我人 苏萨 你给我等着 这笔账我一定会算的 苏家 苏伊诺这几天的心情很不好 他与之前的直播平台合约到期了 面临着签订亲合同 在开架时 苏伊诺是狮子大开口 比之前的架码足足翻了一番 苏伊诺这么做 一方面是贪婪 同时也有些底气 虽然他现在在网上名声不好 但互联网时代 什么最值钱 流量最值钱 人品什么的 反倒是不重要 有人喜欢你是流量 有人讨厌你同样是流量 最可怕的 就是无人问津 所以 哪怕当街自杀 也积不起半个水来 才是玩犊子呢 因此 很多人故意半丑昭黑 装风卖傻 成心引战 制造噱头 都是为了流量 按照这个标准 苏伊诺觉得自己 也是很有流量的 飞红也是红啊 说到这里 哪怕苏伊诺 再不愿意承认 也得承认 他现在这么有流量 有这么多人关注他 有这么多人骂他 讨论他 都是由苏萨带来的 因为苏萨太火了 苏萨的人气太高了 苏萨就是流量密码 所以 连带着总和苏萨 产生联系的苏伊诺 也流量大涨 否则 如果只是依靠苏伊诺自己的话 再折腾 也还只是一个 护城本地的三流主播呢 但是 让苏伊诺愤怒的是 他自恃甚高了 那些平台 根本就不肯给苏伊诺这么高的价格 明说他不值 这已经够让苏伊诺光火的了 更可气的是 这些平台还表示 你苏伊诺 自己当然不值这个价 但是 你要能把苏萨 也弄到我们平台签约 那这个价格 就可以谈 再多都可以 我们绝对诚意十足 苏伊诺要气哭了 韩成谁呢 我成苏萨天头了吗 不过 正在苏伊诺憋气窝火的时候 有人来雪中送炭了 正是萧成 萧成出钱 收购了一家网络视频平台 然后重新包装 运营上线 还砸了很多资金宣传 一时间大街小巷 都是这个直播平台的广告 声势浩大 有了这层关系 苏伊诺 当然就会来这里签约了 并且拿到了平台 最顶级的合同 足足比之前的签约 经翻了三番 成了该平台的头号女主播 一时间志得意满 好不逍遥 关于苏伊诺的各种宣传物料 也是频频出现在各种街头 网络和平面媒体上 风光一时无两 这样一向见前眼开 又极度爱慕虚荣的苏伊诺 当然是眉开眼笑 同时对自己的魅力 又有了自信 要知道因为之前的几件事 苏伊诺能明显感到肖成 对自己态度的冷淡与敷衍 显然是不如之前 那么热忱了 本来温顺的一只舔狗 似乎要变成中山狼了 可如今肖成 为了他买了一个直播平台 这个举动 再次让苏伊诺坚信 自己还是在肖成心中 最重要的女神 苏萨的分量是 无法和自己比的 因为女人最重要的 除了颜值 还有风情 自己在颜值上或许会输 但在风情上是不会输的 和自己的风情万种相比 苏萨那个不解风情的冰块 男人哪会真的喜欢啊 不过是徒一时的新鲜罢了 等时间长了 就会对他厌烦 从而知道我苏伊诺的好 都怪男人经验少 错把苏萨当成宝 等到越进风越适 方才知道伊诺好 但苏伊诺绝对没有想到 肖成收购这个直播平台的真正心思 主要有两个目的 第一 最近肖家的生意很好 挣了不少钱 江四嫌弃的缘故 让肖家的生意受到了很大的损失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江家没有继续对肖家动手 外人就觉得这事已经过去了 开始慢慢和肖家合作了 毕竟没有谁和钱过不去 只要肖家有好的合作机会 如历的商人还是屈之如物的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房地产市场的持续火爆 有那么一句话 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 现在肖家发了横财 就是得益于房地产 这个绝佳的市场风口 所以现在肖成底气很足 不差钱 收购一个直播平台 也是为了帮肖家的地产项目 宣传引流 在互联网时代 很多人都是线上看房 线上购房了 其次 则是为了苏萨 肖成坚信 这对姐妹最大的矛盾 就是为了争夺 自己这个钻石男人 肖成还很享受这种 被争夺的感觉呢 所以眼见着苏萨 越来越出风头 苏伊诺被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肖成心中着急了 不能让苏萨失去了对手 没有了争风吃醋的乐趣啊 所以 肖成这才选择了动用资金 力捧苏伊诺 好让苏萨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斗志 努力地追求自己 好让自己抱得美人归 刚到了这个新的直播平台一周 苏伊诺就惊呼 哎对了 太对了 到了这个新平台 苏伊诺才知道自己之前的那些 操作多蠢了 在原来的平台 完全是混日子啊 完全没有发挥自己的优势 以至于被苏萨次次吊打 而与苏萨斗钢琴 更是蠢得无可救药的行为 可以后不会了 因为苏伊诺要打有准备之仗了 苏伊诺在之前的平台 就是一个普通的主播 并且 他因为有自己的工作团队 与平台是合作的关系 平台自然是支持的资源有限 很多事情 都是苏伊诺自己团队运作的 于是就做了很多自以为聪明 其实蠢得让猪都发笑的骚操作 可在新平台 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苏伊诺是公司的头号女主播 还是未来的老板娘 平台上下自然是像伺候女王一样 伺候苏伊诺 不但在衣食住行上无微不至 更重要的是 在包装与策划上 给苏伊诺指了名录 新平台有一位业内资深的新媒体策划 曾经一手打造了 诸如天仙哥哥芒果姐姐等著名网红 这位策划就对苏伊诺说 你之前的人设错了 你选择当一个音乐主播本身没问题 这样主播显得更有档次 但你不应该选择钢琴 你要是选择明月的话 会成功十倍 也不会出现 之前斗琴那样一败涂地的局面 因为苏伊诺在沪城大学音乐学院 她的第一专业其实是明月 钢琴只是她的第二专业 只是之前苏伊诺觉得 明月的群众基础不高 又没有钢琴显得优雅洋气高大上 这才一直标榜钢琴的 现在平台策划决定重新包装苏伊诺 不是钢琴女神了 而是明月女神 同时 不仅仅只是音乐 还要上升到传承传统文化的高度 炒作苏伊诺的人设 把她打造成 知书达理 落落大方优雅贤淑 汲取传统文化 有传统美德的新时代女性 说苏伊诺学习明月 宣传明月 是为了保护这远远流长的民族瑰宝 不至于失传落寞 是身体力行的 在充当华夏文明的接班人 是这个浮华年代的一股清流 还是那句话 能当绿茶婊的女人 人品固然很烂 但还都是很聪明伶俐的 否则也想不出那么多的馊主意 就如同这个苏伊诺 在音乐上确实有些才华 在幕后请了不少明月专家的辅佐下 各种明月乐器信首年来 苏伊诺都演奏得有模有样 博得了很多人的喝彩 同时 苏伊诺还标榜自己 整理了很多失传的名曲曲谱 虽然并不完整 但也是为传统文化恭喜了力量 让有这么灿烂悠久历史的明月 历久弥新 心火相传 同时 苏伊诺在穿着打扮上 也是改变了之前卡哇伊的少女风 而开始穿汉服 玩茶道 书宫廷的发誓 说话也是文周周的 咬文嚼字 温文尔雅 田径安详 步履轻盈 轻声细语 静如厨子 琴棋书画 厄罗多姿 把自己搞得像是从古代穿越过来的大家闺秀一样 这让苏伊诺 还吸引了不少国风粉的支持呢 稀粉无数 在那个平台策划的操作下 水军们倾巢而出 开始了给苏伊诺新一轮的洗白 不是漫天撒网的叫嚣 而是有地方时的洗白 因为目前对苏伊诺来说 舆论最大的不利 就是他处处被苏萨吊打 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当初斗琴的事情闹得那么轰动 现在想要说完全抵赖掉 是不可能的 于是 水军洗白的方向就是说 钢琴不是苏伊诺最拿手的才艺 只是消遣与兴趣 因此输了也不丢人 这不影响苏伊诺音乐女神的光环 因为苏伊诺最强的是民族乐器 这才是苏伊诺安身立命的本事 谁要是在明月上战胜了苏伊诺 他才会心悦成福呢 同时 那些水军们又打着保护民族文化的大旗 开始明里暗里的贬低以钢琴 油画 芭蕾舞为代表的西方艺术 说国人不应该过分推崇这些洋人的东西 这是 重阳媚外 数典望祖 奴言卑息 没有民族尊严和气节 天天拿这些洋人玩意 到处炫耀 招摇过世 都是 叛徒 国坚 华夏的不孝子孙传统文化的忽逆后代 不但不应该赞美 反而要 口诛笔伐 严厉谴责 人人得而诛之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 这些言论的矛头 就是直指苏萨 因为现在苏萨最著名的才艺 就是钢琴 油画 芭蕾舞 这些水军要挥舞传统文化的大棒 把苏萨打倒在舆论的尘埃里面 其实这样的言论 当然是很扯淡的 传统文化与西洋文化 本就不是对立的关系 而是要互相交融 曲长不短 就说那苏萨诺 最开始不也是 天天在直播间里面弹钢琴吗 不也是一身的西洋牌子LV 爱马仕吗 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 网民却是没有记忆的 网民的数量太多 自然傻子也多 你说再扯淡的东西 比如人是从兔子进化来的 也都会有人性 特别是一些年轻人 没有独立思维能力 容易激动 容易被利用 还真被苏萨诺的这些鬼话 给洗脑欺骗了 宜诺这波操作我是福气的 对啊 我们华夏人 为什么要搞老外的那些玩意 宜诺虽然在小节上有些瑕疵 但是大意不亏啊 这才是正能量的优质偶像嘛 那个什么女神姐姐 你看看 多和你妹妹学着点 别天天用外国人的东西来 哗众屈宠了 有本事你也学学古争 古琴 二胡之类的民族乐器啊 真要是那样 我才是真的分念 希希 你这是赶鸭子上架了 明月可比那些夕阳乐器难多了 那真是需要东练三九 下练三伏的童子宫呢 实名心疼宜诺 宜诺才是中西合璧的音乐才女 那个姐姐不过是七世道名 招摇撞骗的投机分子 滚到你的国外去丢人泄眼 不要在我们华夏嘚瑟 虽然这些舆论 基本上都是由水军开始带的节奏 但在吸引了一群要么蠢 要么坏 要么又蠢又坏的网友跟着起哄后 还真是在网上掀起了不小的声势 借着这股东风 苏宜诺的人气进一步发酵 现在在全网都算得上前几位的大主播了 同时 在展现各种音乐才艺之余 苏宜诺也与时俱进地开始了直播带货 她不卖吃得喝的那些东西 觉得这些太漏 不符合她优雅高贵的气质 苏宜诺卖的都是传统工艺品 比如泥塑 面塑 灯雕 瓷器 蜡染 刺绣 布衣 纸翼 剪纸 风筝 竹散之类的 苏宜诺说 这些都是传统文化的瑰宝 很多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 都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 只是因为这些东西都是纯手工制作的 做起来费时费力 加上很多民间老艺人都上了年纪 根本不懂得推广营销 酒香也怕巷子慎 所以他们的产品要么卖不出去 要么卖得很廉价 别说发家致富 就是连糊口都难 生活过得特别寒酸 并且很多传承了几百年的民间记忆 现在已经面临失传的危机了 因为学这些传统手艺 不但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关键是不挣钱啊 所以就没有年轻人喜欢学这些传统手艺了 等到那些硕果仅存的老艺人们不在了 这些绝活也就不在了 苏伊诺还播放了一段 他去某个贫困山区 拜访一个民间直伞老艺人的视频 那是在滇上 有一个八十多岁的坐伞老人 几十年如一日 一直都在坚持手工坐伞 制作雨伞的材料很简单 就是竹子 纸张 线 但工艺却很复杂 一把伞要经过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呢 老人坐伞是凭他几十年坐伞的经验和感觉 但是岁月不饶人 终究还是老了 他的双手不再那么灵活 眼神也不再那么明亮 感觉也不灵敏了 坐伞时要用线固定伞骨架 没想到缠绕的线断了八次 每断一次老人都会愣一下神 然后再不甘心地尝试着下一次 真的是很感人 泪目 所以苏伊诺就哭得离带雨地说 他开直播带货 根本就不是为了挣钱 而是为了帮助那些民间老艺人 老工匠 帮他们打开销路 给他们改善生活条件 不至于让他们的技术后继无人 苏伊诺泪眼婆娑地表示 别人直播带货是挣钱 他直播带货是纯粹地赔钱 是自己贴钱帮这些传统工艺品宣传呢 苏伊诺在直播间里面 卖的第一个产品 就是那个滇神老人做的手工主伞 说有一千把 是老人最近十年的作品 一把999元 其实算是很贵的 但是在苏伊诺的眼泪 以及那个感人视频的帮衬下 仅仅半个小时就全部卖光了 我替那些老艺人们 谢谢大家了 苏伊诺身着汉服 款款地给屏幕之前的观众 行了一个万福的鼓励 直播刚结束 苏伊诺默等卸妆呢 门一开 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进来了 他脸色难看 苏小姐 你不能这么搞啊 这样会出事的 这个男人正是那个 一手帮苏伊诺 打造明月才女人社的新媒体策划里通 苏伊诺正陶醉 在成为当红女主播的喜悦中 被这个男人训斥 顿时就不满了 虽然他也承认 这个李策化很有本事 自己这次翻红 都靠他的计划安排 可你怎么敢这么和我说话 我是你的主子 你不过是我的奴才罢了 想以奴妻主吗 造反了你 李策化 你这是什么意思 苏伊诺冷着脸问 苏小姐 我的方案里 你去实地探访 几个民间老艺人 表达一下关心慰问 显得你很有爱心 很关注传统文化 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直播带货吗 李策化问 我才不做那些 卖力不讨好 赔本赚吆喝的事情吗 现在这么一直播带货 帮山里那些 穷酸挣点钱 我也顺便发财 他们感谢我还来不及呢 苏伊诺得意地说 别看在视频里面 他懂事 乖巧又礼貌 对那些老艺人 都很尊敬 但是实际上 就是心里面 从没有看得起那些人 不过是利用他们演戏罢了 可你卖的都是假的 不怕出事吗 我好不容易 帮你炒作起来的人设 挣钱什么时候不可以 要不要这么迫不及待 眼皮子太浅了 事象太难看了 苏小姐 你可是正牌千金 不要那么小家子气 李策化气愤地说 原来苏伊诺的那些话 骗外人可以 骗李策化 却是办不到的 就拿着主伞来说 苏伊诺确实去了那个小山村 也确实说了 要用自己的影响力 帮老艺人拓宽削落 骗老人签了一份 代卖授权书 可实际上 老艺人所有的存货加起来 也不过才一百多吧 苏伊诺已没把主伞二十元的价格 只不过才了两千多元而已 可今晚半个小时 苏伊诺就卖出了一千把 九百九十九元一把 净账九十九万九千元 多出来的那几百 把主伞哪来的 都是苏伊诺找一些小工厂定做的 用料廉价 工艺粗糙 成本没把不超过十块钱 根本就算不上精美的传统工艺品 也就说这么一来 苏伊诺就打着保护文化遗产 帮助老艺人的旗号 赚了九十多万 还收获了好名胜 因为也是在玩火 万一事情曝光了 苏伊诺就完了 所以李策化才如此生气 苏伊诺的底子太臭了 帮他洗白太难了 李策化好不容易帮苏伊诺 想出了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人设 要是被苏伊诺 为了一些银头小利就给祸祸了 那岂不是亏死了 九十多万对一般人来说 绝对是一笔巨款了 但对苏家来说还算钱吗 因此李策化才说 这个苏伊诺的眼皮子太浅 真的 要不是顾及到苏伊诺的身份 他早就破口大骂了 烂泥服不上墙的玩意 李策化觉得自己 说的已经够客气委婉了 可这也已经触动了 苏伊诺的底线和逆龄 他的脾气一下子就炸了 首先 苏伊诺很看重钱 别说九十万了 就是九十块钱 苏伊诺也不嫌弃少 为了一万块钱 他敢打家结社 为了一百万 他敢杀人放火 因此 坑那些老义人 苏伊诺完全是驾轻就熟 那些泥腿子 见过什么世面 撒瓜俩早的 就能打发的欢天喜地 他们说不出半个屁 再说了 他们都八九十了 不会上网 不与外界交流 怎么会知道自己 干过什么了 自己完全可以左右逢远啊 又当又立 岂不美哉 他做这些事 除了因为苏伊诺本性贪婪外 还因为他其实 总有一种危机感 不安全感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 是假的 总担心一觉醒来 东窗事发 被人发现 他是一个赝品 是一个尚不得台面的私生女 声名狼藉 名誉扫地 失去现在拥有的一切 所以他才对财富 有着这么强烈的渴望 因为男人靠不住 父母靠不住 只有钱才能靠得住 苏伊诺最大的不满 就是没有苏家的股份 因此 这让他在捞钱的时候 是那么的疯狂 无所不用其极 而这个李策话 提醒苏萨正牌千金 不要那么小家子气 就更是说中了 苏伊诺最大的机会 他顿时就怒了 豁然战气 闭嘴 我不需要你叫我做事 记住你自己的分寸 你以为你是谁 我又是谁 我是苏家大小贱 是肖家少夫人 是你的老板娘 而你不过是我面前的 一条哈巴狗罢了 我看中你了 给你几根肉骨头 你就得给我感恩戴德 咬尾巴 我要是不需要你了 你就是一条 无家可归的流浪狗 敢和我呲牙咧嘴 把你做成狗肉火锅 拔你的狗皮 在苏伊诺的咆哮下 李策话脸色铁青的走了 一直跟着苏伊诺的一个化妆师 觉得他做的有些过了 毕竟这个李策话 真的是有些本事 苏伊诺能闲于翻身 多亏了李策话的暗中推波助澜 对苏伊诺绝对是大大的有功 苏伊诺丑陋的嘴脸 实在是有些忘恩负义了 伊诺 李策话人不错的 他说的也有道理 万一你把他气跑了 对我们也是损失 化妆师还没说完 脸上已经挨了 苏伊诺重重的一巴掌 啪的一声 耳光响亮 苏伊诺面色猙獰 闭嘴 你也敢对我指手画脚 是我太把你当人了吗 伊诺也是你喊的 啊我苏大小姐 化妆师捂着脸 眼里擒着泪 却是不敢出声了 苏伊诺是典型的 十二生孝鼠狼的 外表叫魅如 其实心狠手辣 急了 他后悔自己不该多嘴了 现在惹火烧身 化妆师忍了 苏伊诺却还不解气 苏伊诺指着化妆师的鼻子 继续咆哮 走 往哪走 在这里他年薪几十万 他舍得走吗 你们这些穷孙 有乃就是娘 只要给你们钱 别说辱骂你了 就是把你们十八倍祖宗 多给轮一遍 你们也得忍 这就是苏伊诺的真心话 他高高在上惯了 丝毫不把手下人当人 都是自己的狗 可以忽来喝去的奴才 化妆师不住道歉 苏大小姐 我错了 错了 苏伊诺却不依不饶 你那么为他说话 你们是不是有一腿啊 已经搞破鞋了吧 看来你们打得火热啊 黄莉莉 看你外表单纯 没想到你这么骚啊 当着我的面 你就偷野汉子 是不是连杂种都生出来了 化妆师还没结婚 被哭着骂走了 苏伊诺这才觉得心中舒爽 他自己就是破鞋 这才那么爱骂 别人是破鞋 苏伊诺正在发飙 电话响了 一开来电显示 急忙换了脸色 用眼神 事意其余的下属都滚出去 这才温温 柔柔地接起了电话 严阿姨 你好啊 来电话的 正是萧城的妈妈严肃敏 对严肃敏 苏伊诺的态度 是表面很尊重 心中很不满 她知道这个严肃敏 不怎么喜欢自己 如果结婚了 婆媳关系一定很难相处 但表面上 苏伊诺却是装得很乖巧 似乎很尊重严肃敏的样子 其实在心里面暗暗发誓 等到自己真的成了萧家的女主人 一定要抢断夺权 把这个自命不凡的婆婆 赶到街上去要饭 苏伊诺很有自知之明 严肃敏是真的很不喜欢 苏伊诺这个儿媳妇 首先是作为婆婆 都会觉得 媳妇把儿子给抢走了 对儿媳妇总有一种吃醋的心态 严肃敏更加严重 她也是一个控制欲很强的女人 就看不得萧承与苏伊诺腻挽 严肃敏看人很准 知道这个苏伊诺就是个骚伙 因此就更加讨厌她 要不是萧承坚持 早把苏伊诺赶走了 同时 则是因为苏伊诺接连出丑 让严肃敏对苏伊诺更加不满 我好好的儿子 因为你这个狐狸精 都被骂成渣男了 当妈的都这样 哪怕自己的儿子再不是人 都觉得是儿媳妇的错 因此在好几起事件中 面对着苏伊诺的出囚 严肃敏都是选择了作弊上官 以便看戏的 可是最近这段时间 严肃敏对苏伊诺的印象改观了 这与严肃敏的职业有关系 严肃敏的本职工作 她是护城文化交流协会的理事 这个职位 事情不多 但挺有社会地位的 说出去也好听 严肃敏能当上这个职位 不是因为她有文化 而是因为萧家有钱 萧家是做房地产生意的 护城文化交流协会的大楼 就是萧家成见的 暗中给了协会会长 一笔很大的回扣 于是协会会长就投桃报李 给严肃敏安排了 这么一个清贵的职位 严肃敏为此洋洋得意 在与那些阔太太们交往时 也都以文化人自居了 还附庸风雅地学了红酒 书画之类的 但她到了协会 已经好几年了 也没有什么 拿得出手的工作成绩 反而还因为文化水平低 闹了不少笑话 比如有一次 她去参加一个书法作品展 对着一幅字 在那品头论足的 什么龙飞凤舞 比走龙蛇比例囚禁之类的 这都是严肃敏之前 在网上搜索的词走 倒是也装模作样 周围的人 也是跟着捧臭脚 纷纷附和 严理是大财啊 萧夫人不愧是书香门第 不错 一看就很有书法鉴赏水平 可以想见 严理是平时 也是饱读是书的 才高八斗 学富五车 我们要学习啊 严肃敏被人吹捧得飘飘然 然后还要当场朗诵 以下这书法作品上的字 陈青一语朝成为 新色柳轻轻舍客 酒杯一进更均确 人故无关阳出席 好诗啊好诗 之前我竟然没有读过 这是哪位诗人的新作品吗 后生可畏啊 我要见见 提拔栽培 我们护城文化界 就需要这样 有才华的新诗人啊 严肃敏还在那里觉得 自己阴色优美 很有格局呢 还觉得自己这种 重视人才的言论 很有格调呢 没想到周围的人 都尴尬死了 为什么啊 因为严肃敏不懂 古代诗词 是从右往左读的 这首诗 本来是未成朝雨一清晨 刻舍轻轻柳色星 劝君更敬一杯酒 吸出阳关无故人 而他往左往右读 读反了 当然是丢人现眼 而要栽培这位诗人 就更搞笑了 唐代诗人王维写的 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事情了 你怎么栽培 你是严肃敏重生在唐朝 还是王维穿越到现在啊 太特么的离谱扯淡了 周围捧臭脚的人 实在是不知道怎么说了 只能憋出一句 幽默 眼里是真幽默啊 自那之后 这位严肃敏在协会内部 就有了文盲的外号 他也知道 本想辞职 可又舍不得这个头衔 正在这个时候 苏伊诺在网上搞的事情 很火爆了 严肃敏很高兴 这是我的儿媳妇啊 他现在搞的是 保护传统文化 是可以让我脸上贴金啊 可以算作我的正解啊 只要把苏伊诺这是越捧越火 那么 谁敢再嘲笑 他严肃敏没文化 于是 严肃敏就给苏伊诺打了电话 和苏伊诺合作炒作 苏伊诺自然是乐意 两个见人一秋之河 狼狈为奸 于是 严肃敏以权谋私 打着护城文化交流协会的名义 给苏伊诺发了很多的荣誉 护城文化大使 护城十大青年文艺骨干 非以守护者 都成了苏伊诺闪亮的标签 还安排了电视台 报纸的记者去采访 让苏伊诺又神气活现了一把 就像是现在 又有一个好事 被严肃敏给苏伊诺争取来了 马上 有一个东洋文化代表团 要来护城参观访问 进行文化交流 还有文化专场演出呢 而苏伊诺 则是作为护城文化大使 也受邀出席 人母狗样的坐在主席台上 要与对方相谈甚欢呢 苏伊诺文言自然开心 自己还是要国际扬名了吗 要成为国际明星了吗 真好啊 终于可以吻压苏萨一头了 他在乎 也只是在护城 而我苏伊诺 要扬名海外了 人生得意虚静欢 春风得意马蹄鸡 爽 苏伊诺马上就答应了下来 积极准备 很快 在周末的晚上 护城文化大剧院 为欢迎东洋文化代表团的 文艺演出开始了 对方代表团的团长 东野一郎 是一个小胡子男人 显得很有礼貌 说一句话 一鞠躬的 苏伊诺还特意学了几句日语 在严肃敏的介绍下 与对方寒暄 没想到这位东野一郎 居然还是个华夏童 汉语说的 比很多本国人都流利 还在夸苏伊诺 我看过伊诺小姐的直播 很不错 很有才艺 苏伊诺开心 严肃敏得意 我们东洋人 一向很仰慕华夏文化 特别是明月 今天很想看到 苏伊诺小姐的现场表演呢 苏伊诺飘飘然 严肃敏 与有容烟 哼 没说的 伊诺会表演的 这是我儿媳妇 东野一郎 继续鞠躬 我们自己 也有一个小演出 请伊诺小姐不吝赐教 苏伊诺假客气 应该的 你放心 我呢 不但一心赤迷于 保护我们国家的传统文化 我也是很致力于 中外文化交流呢 东野一郎继续鞠躬 那是我们的荣幸 严肃敏觉得特别有面子 在一边呵呵笑道 这是我的儿媳妇 我们很乐意 她去东洋访问呢 照例 这次演出 同样在网络直播 伊诺华人之光 真给我们护成人长脸 永远支持伊诺 这个东洋人 也挺有礼貌的 感觉好亲切的样子 萌萌哒 对啊 东洋男人 就是比国内的男人温柔 优雅 有礼貌 要嫁就嫁东洋男人 国内的屌丝 你们不配拥有 我们这样的高质量女性 这些言论 当然是遭到了 众多网友的抨击 苏伊诺的粉丝 就这素质 就这还说 保护传统文化呢 还有脸说 别人是蜀典旺祖的华夏贼呢 你们那跪舔东洋 男人的嘴脸 真让人恶心 可不是吗 真给我们华国女人丢人 我去过东洋 这么说吧 东洋人外表确实礼貌 不拘公不说话 但实际上 一个比一个冷血无情 卑鄙下流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我生命啊 那几个人 不代表伊诺粉丝的平均素质 对 我们还是欣赏伊诺的音乐吧 他们东洋人 肯定没见过 像是伊诺这么 优雅大气的女孩子 更没欣赏过伊诺 那么优秀的民族音乐 是啊 伊诺会用音乐 征服东洋的 可不是吗 那种小国 哪里会有我们 这么光辉灿烂的文化 安静 伊诺要表演了 果然 在一些节目之后 苏伊诺上台了 他一身宫廷打扮 款款坐在了舞台之上 面前横着一架鼓琴 苏伊诺拨弄琴弦 然后悠扬的乐曲响了起来 苏伊诺轻轻开口吟唱道 鲜云弄巧 飞心传恨 银汉条条暗堵 金风玉露一相逢 便盛阙 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 家妻如梦 忍故雀桥归路 两情若是酒常识 又起在 朝朝暮暮 随着这优美的歌声 舞台上 升起了鸟鸟的雾气 飘飘渺渺 如梦似幻 仿佛让苏伊诺 置身于仙境一般 整个画面唯美 又动人 啊 没想到伊诺 不但会那么多的乐器 唱歌还这么好听 简直是仙音 对啊 伊诺简直是全才 古琴 古征 笛子 二胡 唢娜 鼓声 胡琴 都是这么的精彩 看到伊诺 我有恋爱的感觉了 这是我见过的 最唯美的表演 明月女神 实至名归 这个舞台 属于伊诺 苏伊诺 装模作样地唱着 心里面充满了的得意 她在假唱 苏伊诺 根本就不会唱歌 更不要说 这种古风曲了 所以 她特意找了一个 音乐学院的女生 偷偷躲在后台替唱 苏伊诺 只是对口型 就可以了 反正观众又看不出来 正在她表演的 满心欢喜的时候 现场突然出了一个插曲 那个东野一郎 从台下上了舞台 手里面 还拿了一束仙 殷勤地送到了 苏伊诺的面前 太精彩了 请收下我的赞美 苏伊诺本不想接 继续边弹边唱 东野一郎 却是一下子抢过了 苏伊诺面前的麦克风 我提议 大家为伊诺小姐的表演鼓掌 尴尬的事情来了 明明已经被她拿过了麦克风 苏伊诺已经没法唱了 但是现场的大音响里面 还依然有歌声在唱 观众们面面相去 然后大家都明白了 靠 苏伊诺这是在假唱啊 舞台上的东野一郎 似乎也明白了 他马上把麦克风 还给了苏伊诺 深深地给苏伊诺鞠躬 90度 诚意十足 伊诺小姐对不起 给您添麻烦了 只是现在 这小东洋鬼子的话 似乎是道歉 但怎么就听着那么别扭呢 里面充满了嘲弄的意味 网上 啊 假唱啊 真丢人 还是丢人丢到国外去了 是啊 看刚才他装模作样那样 还真以为他会唱歌呢 下来吧 别丢人现眼了 我说句公道话 可能不是伊诺想假唱 是现场音响什么的 不符合真唱要求吧 别洗了 立白都没你能洗 怎么叫洗 我们家伊诺最拿手的是乐器 本就不是唱歌 刚才表演 只要弹琴是真的就可以了 对 唱歌那是雕虫小技 明月才是伊诺最大的资本 舞台下的严肃鸣 也是神色尴尬 不过假唱这事 本就是他提出来的 觉得这样效果更好 所以现在 虽然心里面郁闷 但也没法对苏伊诺发火 苏伊诺只能善善下台 接下来 就是东阳代表团的节目了 东野一郎挥挥手 上来十几个手里 拿着滑下乐器的东阳女人 一次坐下 然后只见东野一郎拿着话筒 我们东阳也很喜欢这些传统乐器 所以这个节目 就是一首鼓曲 叫做《蓝陵王入阵曲》 我们已经排练了几年了 这是第一次在你们华夏演出 我们呢 想邀请苏伊诺小姐一起参加演出 可以吗 伊诺小姐一向是以传承明月为己任 我想一定很擅长这首曲子吧 我们很期待 接受伊诺小姐的指点了呢 苏伊诺的脸白了 蓝陵王入阵曲 很有名 这是华夏记载较早的戏曲之一 起源于北齐 盛行于隋唐 是为颂扬蓝陵王的功德而做的曲子 蓝陵王原名高速 自长弓是南北朝时期北齐名将 他能征善战 智勇兼姿 且容貌俊美 与潘安 宋玉 卫界并称中国古代四大美男 因为担心容貌俊俏而不能在阵前威慑敌人 故每次上阵杀敌不得已 佩戴一凶恶争鸣的面具 用以震慑敌军 蓝陵王入阵曲的创作来源于 蓝陵王的成名之战《芒山战役》 此战中蓝陵王受命中军将 领五百亲旗攻入北周包围圈 中立下赫赫赫战功 从此威名大阵 芒山之战胜利后 北齐皇帝亲自犒赏三军 庆功会上 北齐将士们为歌颂功勋卓著的蓝陵王 便以这场圣战为背景 集体创作了五岳蓝陵王入阵曲 这种曲子风格 悲壮雄厚 古朴悠扬 唐朝初年 李世民大败定杨克汗 将士们又曾以蓝陵王入阵曲的旋律 为基础填上新词 改编为后来著名的秦王破阵曲 用以歌颂李世民 但可惜的是 自从唐代中期被李隆基下赵敬眼后 在国内便渐渐失传了 距今已经有一千多年了 因为这个曲子就已经失传了 所以苏伊诺哪里会 这本就够尴尬的了 可是更尴尬的是 之前苏伊诺在直播间信口开河 说自己是传统文化继承人与保护者的时候 其中吹的一条牛逼 就是说苏伊诺整理了很多著名的古代曲谱 为传承明月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在当时 为苏伊诺赢得了不少的赞誉 所以如果现在自己说不会的话 岂不是很打脸 这么著名的曲子 你都不会 你保护个屁啊 苏伊诺正想找个理由解释一下 比如这个曲子我自然是会的 但因为课业紧张 所以还不熟练之类的 没想到那个东野一郎继续说 伊诺小姐不用谦虚 您肯定是很精于此曲的 伊诺小姐有所不知 这次我们东阳文化代表团来到护城 进行文化艺术交流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交流这首 蓝陵王入正曲 在我们东阳 这首曲子可是很受欢迎啊 对了 上个月 我还在直播间里面 专门问过伊诺小姐 这曲子的事情呢 请看大屏幕 可以说这次 完全就是目名而来 随着东野一郎的话 现场的LED大屏幕上 忽然出现了一段视频的录屏 那正是在苏伊诺 在直播平台的明月直播间 苏伊诺穿着汉服 正在里面吹销 24桥明月夜 御人何处叫吹销的那个吹销 不要想歪了 虽然苏伊诺都很精通 然后直播间里面 自然是在水军的带节奏 下 一顿对苏伊诺的追捧 然后 有一个ID叫扶桑局刀的人 疯狂给苏伊诺 打赏了十个超级火箭 一个超级火箭是2000 这就是2万的打赏 并且在这个直播平台 苏伊诺仗着自己的身份 拿到打赏 不像是其余主播那样 要与平台分成 自己拿少的 平台拿多的 这打赏的钱 都是他苏伊诺的 把苏伊诺给欢喜得无可无不可 然后扶桑局刀发弹幕 伊诺小姐 我特别喜欢一首叫做 《兰陵王入阵曲》的曲子 但是很多人都不会 如果伊诺小姐会的话 那就真是我的偶像了 我要打赏100个超级火箭 苏伊诺根本就不会 《兰陵王入阵曲》 只是知道一个名字 但他的贪婪与虚荣 被这满屏幕飘红的超级火箭 给完全刺激了 100个超火 就是20万 这买买好多啊 于是就信口开合 会 我当然会啊 别人不会 我怎么弄不会 我专门研究过这个曲子呢 很是在行 这么一说 那个扶桑局刀 真的是给苏伊诺 打赏了100个超级火箭 是苏伊诺直播以来 收到最大的单人打赏 苏伊诺很开心 心里面暗笑 这个扶桑局刀 是个冤大头 被自己几句忽悠 就打赏了这么多钱 再之后 苏伊诺就把这事给忘了 直到今天 东野一郎在大庭广众之下 把这段视频放了出来 苏伊诺想找借口 都找不到了 伊诺小姐 请表演吧 我已经做好了 欣赏您精彩的表演了 东野一郎 继续给苏伊诺鞠躬 苏伊诺想杀了 东野一郎的心都有了 他也是老心机表了 什么茶言茶语听不出来 如果此时此刻 苏伊诺还看不出 这个东洋小鬼子的口腹蜜健 笑里藏刀 狼子野心 是在故意下套给他 明着追捧 其实是想贬低的话 那苏伊诺 也就白饭见这么多年了 他可以肯定 这个东野一郎 就是直播间里面的 那个扶桑局刀 这从开始到现在 都是一个阴谋 一个巨大的阴谋 东野一郎 早就策划好了 步步为营 引他入局 如果苏伊诺 悲催得被关门打狗 瓮中捉鳖了 可探一辈子诡计多端 总是算计别人的苏伊诺 也着了道 面对东野一郎的话 苏伊诺不知道如何回答 现场议论纷纷 然后 东洋代表团里的那些代表们 则是开始了各种讥笑 嘲讽 不是不会吧 图有其表 须有其名 吹牛 网上的华夏 网友都急了 伊诺上啊 不要被小鬼子们看不起 对啊 我早就看出这个小鬼子 没安好心了 这哪里是来文化交流的 这就是挑衅啊 蓝陵王入阵取是我们华夏的 凭什么让一个小鬼子来叫嚣 伊诺 该展现你的实力了 对啊 你不是明月女神吗 不是号称什么明月都会吗 不能被对方给拿捏住啊 我们华夏的尊严 就在伊诺的反击上了 给我狠狠打东洋人的脸 伊诺 我们相信你 伊诺 你是不会让我们失望的 我相信经过这次 将不会有人再说 我粉错人了 伊诺就是一个正能量的优质偶像 可让他们失望的是 苏伊诺始终没有表演 就那么低着头 装聋作哑 很多电脑前 手机前 苏伊诺的粉丝 特别是那些年轻的粉丝 被之前苏伊诺 打正能量人设欺骗的粉丝 都哭了 伊诺 你怎么了 为什么不出声啊 伊诺 不要让我们失望 这个 蓝陵王入阵取 很难吗 然后 有一条弹幕成为热门 大家的心都凉了 这个小鬼子 就是故意拿蓝陵王破阵 取来挑衅来了 但他应该成功了 因为现在这个曲子 确实是我国没人会 但是在东阳那里 却一直在流传了 所以 这次东野一郎一行 不是文化交流团 而是文化炫耀团 我们被打脸了 有人就问 为什么啊 为什么我们的曲子 在东阳 那个人回答 蓝陵王入阵取 最开始是军队的武乐 是很严肃的 但是后来 被一些人给娱乐化了 失去了武乐色彩 成为软武 唐玄宗李隆基生气了 下诏敬眼 从此失传 但是 在唐朝的时候 我们是世界最强盛的国家 声名远洋海外 有很多国外的使者 都来长安朝拜 其中 东阳人就派了很多的浅唐使团 来到唐朝学习文化 蓝陵王入阵取 便是在此期间 传入东阳 有网友接着科普 我们这边不让眼了 但 蓝陵王入阵取 在东传之后 东阳人将其是做正统的雅乐 格外珍视 东阳古代的赛马节 香扑节等重大节会 都会演奏此曲 直到现今 东阳在春日大壮举行 古典乐舞表演时 蓝陵王入阵取 仍作为第一个表演节目呢 听到这些科普 网友们都是又遗憾 又愤怒 遗憾在于 这么好的文化瑰宝 在我们国家 居然失传了 愤怒则在于 东阳小鬼子 拿了我们的东西 现在居然来我们的地方 耀武扬威 炫耀挑衅 太气人了 就好比你家的奴才 偷了你家的东西 然后又来你家炫富一样 啊 宜诺小姐 您不会是 不会是首曲子吧 天呐 太吃惊了 东野一郎一脸的诧异 他在惺惺作态 我以为 你们华夏人才众多 一定会有很多的能人呢 太让我失望了 听到东野一郎的嘲讽 苏伊诺 尴尬的都想 找个地缝钻进去了 他还得给自己解释晚尊 东野先生 这个曲子我自然是会的 主要的乐器 是琵琶 只是我平时最擅长 用的那把琵琶没有带 别的乐器 我不习惯 因此就没法现意呢 这里有钱抢得 别说一般观众不信了 就是连苏伊诺的 那些粉丝都没法信了 都不知道怎么给苏伊诺喜了 东野一郎哈哈大笑 那我们就不勉强一诺小姐 不强人所难了 请欣赏 我们东阳的表演 让你们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艺术 随着他的话 东阳代表团的表演开始 虚声悠扬 雄壮大气 即使很多 没有接触过明月的人 听到了这个曲子 也都是 有了深深的触动 产生了文化上的共鸣 在婉转悠扬中 仿佛看到千年之前的战士 正在金戈铁马 战场厮杀 演出结束 现场发出了阵阵掌声 虽然这个东阳人的态度 有些鬼魅 但节目真是好节目 还是值得鼓掌的 可是接下来 这个东野一郎的话 就更难听了 之前的时候 这个东野一郎 说话是冷嘲热讽 是阴阳怪气 让人听得很不舒服 但偏偏还没法直接发火 因为他都是留了余地的 可现在 在苏伊诺怯场 他们的节目效果 大为精彩后 东野一郎果然 揭开了伪善的面具 开始大放厥词了 没有丝毫的顾忌 如同撒了欢的野狗一样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的节目 多么的精彩 多么的壮观 我知道 这曲子 是你们华夏的曲子 可是 你们华夏现在 无人了呀 你们自己不珍惜这种文化 只能在我们东阳 发扬光大 这说明什么 说明在现在 华夏不过是文化的荒原 我们东阳 才是文化的沃土 就拿这首 兰陵王入阵曲 来说 在我们东阳 已经传承千年 不断进行保护 创新 我们刚才表演的这个版本 就是我们东阳的 明月大师 恒田护藏先生 根据古籍进行修订的 已经与一千多年前的原版 几乎相仿了 这是我们东阳文化实力的体现 虽然历史上 我们或许有不足 没有你们 华夏有底蕴 但在现实中 现在我们东阳 才是无可质疑 无可争议的文化大国 四大文明古国 你们已经落伍不配 该让位于我们东阳了 你们有幸在千年之后 还能欣赏到 几乎与原版一模一样的 蓝陵王舞曲 真的要感谢我们东阳人的 大恩大德啊 这次很可惜 我们的国宝级大师 恒田护藏先生 有事没有一起来参加演出 真的是你们的损失 要不然 你们会更加震撼 你们会领略到什么 才是真正的大师 你们肯定会下跪摩拜的 现在的华国 已经没有大师了 都是一些欺世道明 哗众取宠的萧小之辈 真是让人可悲又可叹啊 东野一郎说起 恒田护藏大师时 语气中都是骄傲和推崇 但是说起欺世道明 哗众取宠的萧小之辈时 语气中都是轻蔑和鄙视 东野一郎 还真是一个对华夏文化 很有研究的人 不但汉语流利 并且还会用很多的成语 和典故呢 他说的是谁 肯定不只是苏伊诺 但苏伊诺 就是最大的代表 这次苏伊诺 真是丢人 丢到姥姥家去了 现场一阵喧哗 严肃明脸色铁青 像是吃屎了一样难看 他现在也明白了 这东洋人 没安好心 根本不是来文化交流的 而是来打脸 砸场子的 可叹自己太愚蠢 上了这小鬼子的当 自己完全是与虎谋皮 引狼入室 只是现在怎么办 严肃明已经骑虎南下了 他几乎可以肯定 等到这个演出结束 自己一定会成为千夫所指 众矢之地的蠢货 那么现在就冲上台 中断演出吗 更丢人 更会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此时严肃明 真是把这个东野一郎 都恨死了 怪之怪 他之前偷着收了这个 东野一郎不少的好处 所谓吃人的嘴软 男人的手短 现在严肃明根本就不敢 和对方发飙 怕撕破脸了 他不但丢人现眼 还会因为收受礼金 而更加的名誉扫地 严肃明第二恨的人 就是苏伊诺了 虽然他也帮着苏伊诺炒作 还安排苏伊诺假唱 但至少严肃明以为 苏伊诺的契约是很强的呀 足可以给自己冲面子 严肃明完全没有想到 一个他根本就没有听过的 蓝灵王入阵曲 就把苏伊诺给拿捏住了 之前什么狗屁 明月女神 人设崩了 之前吹得多神乎其神 现在就摔得 有多狼狈难看 而他之前 给苏伊诺争取的 那些荣誉称号 现在则都是变成了 自不量力小人 得志恬不知耻 得不配为 名不负实烂于充数的证据 严肃明都想咬苏伊诺一口 小狐狸精 老娘被你坑得好苦啊 东野一郎 继续大放厥词 这次来到护城访问 你们让我很失望啊 我想到了你们会拉胯 但是没想到你们 居然这么拉胯 没有我们东洋人的文化施舍 我看你们还得如毛银血 回到原始社会呢 身是实物英雄 史树子成名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但是现在 我们东洋代表团 给你们施舍了这高雅文化后 你们终于能知道 什么是香臭了 东野一郎的脸上 都是轻蔑与自傲 虽然明月是起源于你们华夏 但是经过这次事情后 我可以骄傲地宣布 以后明月就是我们东洋的绝技了 对了 还通知你们一声 我们已经打算 把兰陵王入镇取 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了 网上的人都气疯了 这小鬼子 怎么这么不要脸 和棒子一样无耻 只恨我不在现场 要不然我真想打死他 真是耻辱啊 苏伊诺 我现在想杀了你的心都有 要不是你的嘚瑟 我们能这么羞辱吗 千古罪人啊 以后谁再说粉苏伊诺 我和谁拼命 现场的人自然也很生气 一个观众站了起来 激动地说 闭嘴 你们东洋算什么东西 都是骗子 强盗和小偷 刚才已经有人科普了 这曲子是我们华夏的 是被你们东洋的人带回去的 你们凭什么阅祖带袍 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不觉得很不要脸吗 你们这是流氓行为 他的话 在现场引起了一阵的响应 没错 说的太对了 不过是一群小丑 有什么资格在这夸夸气谈 当小偷还当出优越感了 面对这些言论 东野一郎丝毫不以为意 而是继续微笑 不错 这首 《莱陵王入镇取》 确实是一千三百多年前 我们东洋的浅堂使从你们华夏带到 我们东洋的 但这与现在我们才是曲子的主人 有什么冲突吗 不矛盾啊 东野一郎一脸的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 我打个比方 比如有一个公司 但是原来的主人不善经营 把公司搞破产了 可是有人却利用自己的智慧与努力 让这个公司 重新兴旺发达起来 你们说 现在这个公司是谁的 当然 是那个后来人的 至于原来的主人 不过是宰麦也甜的败家子罢了 哈哈 这都不是纸丧骂怀了 这是当众开炮 明摆着骂华夏人是败家子 偏偏还只能按气按憋 没有办法给这个东洋小鬼子 一个漂亮的反击 毕竟在场的众人 真是没人挥着手 蓝铃王入正曲 甚至很多人打电话 给音乐学院的明月教授 得到的回答也让人泄气 说这几年确实有一些国内的专家 去东洋专门研究过这个曲子 但因为对方的人都有一保密 不肯给国人全部的曲谱 并且看到的 也都是东洋人经过改编的版本 所以此时 也是没法用实际行动 打脸东野一郎的 现场观众有两千多人 东洋代表团只有三十多人 其余的都是华夏人 可此时 大部分人都沉默着 那三十多个东洋人的嘲笑声 却是显得那么的响亮刺耳 哈哈 哇哇哇 嘎嘎嘎 嘻嘻嘻 汪汪汪汪 兴奋的都学狗叫了 东野一郎在台上走着 六亲不认的步伐 如同螃蟹一帮对着台下叫嚣 说你们是败家子 你们不服气吗 不服上台啊 来啊 把我脸试试 现场的气氛压抑到快要爆炸 都能听到华夏人咬牙切齿的声音 东野一郎凑到了苏伊诺的面前 伊诺小姐 你怎么不出声了 你来啊 我知道你是明月女神 但你知道吗 你这水平 在我们东洋 都不如扫地的大妈 哈哈 知道我看你的直播有多可笑吗 我不过了二十万打赏 就看你像是猴子一样 上蹿下跳 这买买很值啊 苏伊诺只恨现场 找不到地方可以钻 哇的一声 哭着走了 网上没有人同情 都在一起解恨 活该 让你嘚瑟 虽然这个东洋鬼子不是好人 但他骂苏伊诺骂得对啊 真的耻弱啊 有苏伊诺这么垃圾的同胞 我觉得以苏伊诺这么见的人品 很像东洋人的种啊 苏家别是抱错孩子了吧 东野一郎看着苏伊诺哭着跑了 脸路不屑 呵呵 你们华夏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就在此时 舞台上忽然上来一个少女 她眉眼疏离 语气清冷 东洋还真是先进啊 连狗都会说人话了吗 只是你看看 连东洋的畜生都不肯学东洋话 都要学我们华夏的语言 可见你们东洋的文化 到底是多么的操蛋了 来的人是谁 当然是苏萨 力挽狂安的苏萨 你可以永远相信的萨姐 默认知道她是从哪上来的 可是此时苏萨的亮相 让全场本来压抑的气氛 一下子沸腾了 就像是那句经典台词 我的意中人 是一位盖世英雄 有一天 她会身披金甲圣衣 驾着七彩祥云 来娶我 现在的苏萨 在众人的心中 就是这样的英雄 虽然之前 没有人看过苏萨表演明月 但她就是有这样的魅力 这样的魔力 让人只要看她一眼 就沉沦 就沦陷 就不能自己 就心悦成福 就会相信她 可以制造奇迹 只要苏萨在 就可以永远年轻 永远热泪盈眶 东野一郎正在肆无忌惮地装逼 忽然被苏萨打断 很是不爽 你是谁 苏萨淡然回应 来教你做人的 苏萨款款走在了舞台中间 语气悦耳清朗 说你们以奴妻主 似乎有些侮辱你们 但说 你们一句狗咬吕动兵 绝对不夸张 你们东阳有什么啊 和服来源于我们的汉服 茶道起源于我们唐宋的茶道 木鸡也源于 我们华夏的两汉时期 苏萨故意想了想 所以你们东阳 自己创造的绝技 到底有什么呢 我思来想去想不出 好不容易终于想起了一样 就是泼妇自杀吧 这真是你们的祖传艺能 我们学不来的 要不 你就当场表演一下吧 你放心 等你凉了 我一定帮你申请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 苏萨的话 引起了哄堂大笑 苏萨冲台下 喊了一声 谁有东阳刀 麻烦借东野先生用用 实在没有 杀猪刀也可以 下面嘲笑的声音更大了 东野一郎 是一个很阴险 同时自负甚高的人 他从来都是羞辱别人的 什么时候 被这么当众奚落过 顿时又羞又怒 指着苏萨的鼻子 斯文扫地 粗粗无理 是可杀不可辱 难道你们华夏 都是这么的粗鲁无理吗 你们还谈什么礼仪之帮 真是不知所谓 苏萨反唇相激 是可杀不可辱 前提你得是个事才行 可是你也配 你顶多算个土别罢了 自从出道以来 论斗嘴 苏萨从没有输过 东野一郎时的聪明人 不能和苏萨斗嘴 于是冷哼道 哼 我是一个文明人 我才不和你泼妇骂街呢 今天我们是光明正大的 来比明月 比文化 现在比赛已经很明朗了 我们大获全胜 你们华夏已经一败涂地 所以 你越牙尖嘴利 显得你们越色利内人 我们一共不过 才三十多个人 你们人多势众 有本事你们 把我们这些人都绑了 打了 杀了又如何 我们将作为东洋文化的斗士 永仔史册 我们的名字会 永远被我们的同胞赞送 冬野一郎的眼中露出狂热 苏萨丝毫不以为然 看你那做死的样子 知道你像什么吗 坐井观天的癞蛤蟆 夜郎自大的自恋痞 让人发笑得跳梁小丑 马戏团里面露出红屁股的猴子罢了 好 既然你们不到黄河心不死 非得在护城 接受一次爱与美德的教育 我也就勉为其难了 说着苏萨的话 现场的灯光一下暗了 然后悠扬的音乐响起 现场与网络上的人 都聚精会神地看着 想看看苏萨会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欣喜 这时候 现场有工作人员上来 在舞台上述起了一架白色的屏风 苏萨款款地走到了屏风之后 再然后 一串积月的琵琶声响了起来 谈得有多好 现代汉语已经无法形容 好在大诗人白居易在琵琶形 中中已经有了最细致的描写 青龙漫年抹腹条 出为霓裳后六腰 大贤曹操如吉语 小贤窃窃如私语 曹操窃窃杂谈 大猪小猪落鱼盘 剑官阴雨抵划 幽夜全流冰下难 冰犬冷色嫌宁绝 宁绝不通声赞些 别有忧愁暗恨声 此时无声胜有声 银瓶炸破水将蹦 铁骑突出刀枪鸣 曲终收拨当心话 四嫌一声如烈薄 屏风向左右缓缓分开 屏风后 一个戴着蓝绫王面具的少女 正在优雅地弹着琵琶 千呼万唤使出来 由爆琵琶半遮面 虽然没有露出全部的脸 但仅从那晶莹剔透的肌肤 以及优美窈窃的身段看 就是苏萨无疑了 谁说苏萨不会明月 谁说苏萨重阳媚外 今天苏萨用一首惊艳的琵琶曲 告诉全世界 夕阳音乐 我可以 民族音乐 一样强 现场的灯光师 用激光制造出了 绚丽多彩的光幕 光幕中 有蓝天白鹤 有老索锤条 有高山流水 有长河落日 还有一道飞流直下三千尺 一世银河落九天的瀑布 极具视觉冲击力的瀑布 和激然的琵琶声相得一张 是直击人心的震撼 苏萨弹的 正是《蓝陵王入阵曲》 因为之前 东野一郎的人 弹过这个曲子 所以此时 苏萨再弹一遍 大家很容易听出来了 大部分相似 少部分不同 但凡 有些音乐素养的人 都能听出苏萨弹的更幽远 更深邃 更能体现那种磅礴的气势 东洋人弹的是音乐 苏萨演奏的是史诗 随着苏萨的音乐 人们似乎看到了一部 无与伦比的战争大片 在演奏的后半端 音乐忽然从壮烈激昂 变得婉约细腻起来 又来了一个头戴斗笠的老翁 坐到了舞台的一角 他与苏萨合奏 《蓝陵王入阵曲》 配合着细腻的音乐 现场的光幕播放了一段短片 短片的剧情是这样的 故事发生在唐朝 一个少女因父亲的影响 从小就喜欢弹皮吧 但父亲被朝廷派去东阳 传授记忆后一直没回来 导致母亲一直阻止女儿学皮吧 扮演父亲的老翁 在东阳奈良演奏 《蓝陵王入阵曲》 扮演女儿的苏萨 在山崖峭壁之下 演奏同一首曲子 其实这个短片 说的就是 《蓝陵王入阵曲》 被东阳的唐代浅唐 使带回日本传播的故事 大家都看傻了 他们第一次知道 原来明月还可以这么演 还可以与激光 与光幕 与深光电等多媒体相结合 能在舞台上 制造出这样一种 如梦似幻的电影效果 谁说民族的 就一定是落后的 谁说传统的 就一定是过时的 谁说只有老头老太太 才会喜欢这些老掉牙的东西 今天苏萨用实际行动 告诉大家 传统一样可以很新鲜 很亮丽 很时尚 传统艺术一样可以 吸引大量年轻的粉丝 为此趋之若鹜 热烈追捧 弹幕都疯了 萨姐YYDS 萨姐牛逼Plus 音乐女神 这才是真正的音乐女神 不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 音乐是无国界的 女神是属于全人类的 谁在说苏萨只会西洋乐器 出来找打 对啊 不知道 哪个臭不要脸的 居然碰刺苏萨 现在事实证明 在苏萨面前 苏伊诺连臭虫都不如 第一次发现原来民族音乐 居然这么美 妈妈 我也要弹琵吧 虽然已经不是第一次 被苏伊诺的奇葩刷新三观了 可这次苏伊诺的骚操 做还是让我目瞪狗呆 太不要脸了 自己打着传统文化保护者的招牌 招摇过世 结果被东洋小鬼子 欺负的屁都不敢放一个 反倒是被他污蔑为汉奸的 萨姐力挽狂澜 保护了我们的荣誉与尊严 这么一笔高下立判 萨姐是清风明月 苏伊诺是臭水沟 马桶 下水道 萨姐是人中龙凤 苏伊诺是臭鱼烂下 萨姐是神仙姐姐 苏伊诺顶多 算个战阶卖校的女人罢了 萨姐是女人的极致 苏伊诺是贱人的极品 萨姐总带给人奇迹 苏伊诺总是展示她的奇葩 萨姐告诉我们 一个人能有多强 苏伊诺告诉我们 一个人能有多辣 萨姐之前不回应 原来是在憋大招啊 苏伊诺总是用一次又一次的事实证明 也机遇到了凤凰 是如何被吊打的 你看那些小东洋 一个个的刚才那么嚣张 现在都没此了 萨姐身体力行地证明了 传统文化不但可以保护 还可以发扬 而那个苏伊诺则证明了 我们泱泱大国 确实有这种 孰典旺祖的不孝子孙 以后苏伊诺改名叫 苏大吹算了 以后这个女人说什么 我都不信了 我是萨姐门下 忠实走狗 苏伊诺看到了手机上的弹幕 脸色铁青 她做梦没有想到 自己的主场 竟然给别人做了嫁衣 又让苏萨人钱险上 奥利夺尊了 苏伊诺望着网络上 如潮的骂声 心里面不服气 马上暗示自己的水军 流血 你们不要说话太难听 宜诺还是很有才的 对啊 宜诺会古琴 古针 二胡 胡琴 笛子 削 这个苏萨 不就只会一个痞吧 哪里比苏伊诺强了 你们不要一片带拳 你们这么厚词薄笔 对宜诺太不公平了 今天可能是宜诺大姨妈来了 这才表现不好 对 等宜诺准备好了 一定比这个苏萨强得多 有本事 让苏萨也比比别的乐器啊 苏伊诺对其他的水军评论 但是对最后这一条 却是气得咬牙切齿 这是哪个蠢货 让自己和苏萨比别的乐器 你是想我在被蹂躏吗 真的 虽然苏伊诺还不知道苏萨 除了琵琶外 还会什么其他的民族乐器 会不会二胡 古琴之类的 可是 他已经被苏萨虐得 对苏萨在极恨中 又有了一份深深的忌惮 苏萨 是无所不能的 这就是一个妖女 他别说会二胡了 就是说苏萨会造原子弹 苏伊诺都信 他已经暗暗下了决心 这次事情后 一定要开除这个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的水军 舞台上 和苏伊诺一样尴尬的 当然就是东野一郎了 东野一郎外表看着彬彬有礼 像是一个绅士 其实是一个狂热的东洋 好战人士 内心疯狂跋扈 总觉得东洋人高人一等 其他的民族都是低等的 特别是对于华夏文化 东野一郎一方面仰慕 一方面则是极端的仇事 其实还是因为内心的自卑 心里面 知道他们东洋人 如果没有华夏文明的教诲 现在还是一群光屁股的山里野人 于是就拼命想否认 东洋是华夏文化的附属 想后来居上 想以奴妻主 这次的 蓝陵王入阵曲 事件 就是东野一郎精心策划的 就是为了打击华夏人的尊严和自信 而之所以选择 与苏伊诺还有严肃敏合作 就是东野一郎看出了严肃敏 又贪婪又爱装逼的性格 以及苏伊诺虚荣 又爱显摆的个性 苏伊诺的直播间 东野一郎已经暗中留意了很久了 以东野一郎的水平 很容易看得出来 这个苏伊诺的明月水平 当然是比一般人强上不守 但是和真正的艺术大师比 那还是差得很远的 但偏偏华夏很多 真正有实力的传统艺术大师 都是比较低调的 不爱出风头 都是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是钻研记忆的 因此声名不响 社会认知度和美誉度不高 所以就让水平一般 但是会炒作 搞噱头 各种嘚瑟的苏伊诺钻了空子 明月的明星 真应了东野一郎说的那句话 山中无老虎 猴子称大王 实无英雄 实数子成名了 所以 东野一郎在侧面了解了苏伊诺 根本就不会 蓝陵王入阵去后 这才精心安排了这个局 先捧杀 再棒杀 让苏伊诺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 先让民众的情绪 被苏伊诺给带动起来 欢欣鼓舞 然后 在苏伊诺最风光的时候 给他致命一击 让他名誉扫地 从高处坠落 打击苏伊诺只是手段 打击华夏人的尊严 和自信 才是真正的目的 这就是东野一郎的阴险之处 明明苏伊诺 根本就没有资格 代表华夏文化 就是苏伊诺输了 也只是他个人的事情 可是 在各方舆论的操纵下 苏伊诺已经被架在了火上口 那么他输了 对于华夏民众的打击 那可是相当大的 东野一郎 这府邸抽薪的一招 真可谓是阴险 又卑鄙啊 而苏伊诺的自恋 与愚蠢 则是让东野一郎 钻了空子 这么看 苏伊诺 绝对是民族的罪人 但东野一郎千 算万算都没有想到 明明苏伊诺 已经被自己 按在地上摩擦了 没想到半路上 忽然又来了一个苏萨 打破了他的全盘计划 所有精心设计的羞辱 都变成了自取其辱 处心积虑的圈套 成了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枷锁 现在怎么办 认输吗 东野一郎 嘴唇哆嗦着 他不服气啊 怎么办 我要翻盘 我要反击 有了 东野一郎的眼神 看到了舞台上的 另外一个人 一个很重要的人 虽然他没有苏萨 刚才那么惊艳 那么吸引人 但在之前的表演中 这个人的分量 也是很重的 他就是那个 带着斗笠的老翁 只是现在大家的关注 都在苏萨身上 忽略了他 东野一郎 忽然冲过去 对着那个老翁 深深鞠躬 横田护藏先生 是您吗 一定是您对不对 刚才看你谈琵琶的姿势 沉稳大气 古朴雅致 只能是我们东洋的 国宝大师 横田护藏了 除您之外 我想不出别人 还有这么出色的 琵琶记忆了 这里面 可是蕴含了 六十年的修炼啊 随着东野一郎的话 那个老者 摘下了头上的斗笠 露出了一张 瘦骨灵灵 但眼神睿智的脸 真是横田护藏先生 记名弟子 东野一郎 给您施力了 东野一郎 给老者深深鞠躬 头都几乎触地了 然后他起身 对着台下的众人 就是一阵放肆的狂笑 东野一郎 面目猙獰 咬牙切齿 你们看到没有 我没说 我现在隆重介绍一下 这是我们东洋的 国宝明乐大师 横田护藏先生 全东洋排名第一 无可争议的明乐第一人 他不但是明乐演奏家 还是教育家 研究学者 我们东洋很多乐谱 都是横田护藏先生 整理的 包括我们刚才表演的 《兰陵王入阵曲》 就是横田护藏先生的作品 说是名乐界的 一代宗师丝毫不过分 我东野一郎 不才不孝 舔为横田护藏先生的 记名弟子 虽然不是正式弟子 但我也为老实骄傲 以他为荣 东野一郎的脸上 带着自得的微笑 我承认 刚才你们这位 苏萨小姐演奏的 《兰陵王入阵曲》 确实很精彩 我公平地说 比我们之前演的那个曲子 还要精彩 还要有内涵 演出形式别出心裁 演出质量无可挑剔 在舞台特效上 也取得了极致 包括你们这个故事的内容 也是在强调这个曲子 是由你们华夏 传到我们东阳的 真的 刚才我真有些怀疑 可不可思议 觉得难道你们华夏 还是有这样的人才 你们不是文化荒原 后继无人了吗 真的 我几乎都要认输了 承认你们华夏 还是比我们东阳 在艺术上更强 但现在 一切都水落石出 真相大白了 原来这个曲子 也是我们横田护藏先生的手笔 是他指导的你们 所以你们华夏人 有什么脸夸耀 你们应该觉得 惭愧难看 觉得无地自容才对 说到这里 东野一郎如同铺尾巴狗一样 在台上雀跃着 哈哈 我终于知道 为什么要安排 这么一段剧情了 横田护藏先生的寓意是 一千年之前 你们是我们的老师 但现在 我们是 你们的老师 一千年河东 一千年河西 现在我们东阳人阔起了 文盲吗 你们古代不是有一篇 很有名的文章 诗说吗 里面有这么一段 圣人无常诗 孔子诗坛子 长虹 诗香 老丹 坛子之徒 其贤不及孔子 孔子曰 三人行 则必有我师 事故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 闻道有先后 树叶有专攻 如是而已 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我想你们很多人都听不懂了 因为你们现在已经粗鄙不堪了 我可以免费给你们翻译一下 就是说虽然有的人是老师 但他的成就 是比不过自己弟子的 就像是我们东阳 曾经是你们 华夏的弟子 但现在 我们是你们的老师了 长江后浪推前浪 我们已经把你们拍死在沙滩上了 这么一个插曲 就像是给热火上 泼了一盆冷水 全场华夏人 刚刚被苏萨调动起来的自豪与骄傲 全都被打烂了 如果 苏萨真的是和东阳人学的曲子 那今天 这根本就不是打对方的脸 而是打自己的脸啊 虽然 这不是苏萨的错 可现在大家的心情 就真的太窝囊了 苏伊诺的那些水军 则是不失时机地开始 继续煽风点火 挑拨离间 哼 说得那么牛逼 原来是和东阳人学的 显摆什么啊 我们伊诺有气贱 就算是自己不会 也不会向东阳人低头的 这叫适可杀不可辱 什么女神 任贼作妇 东野一郎说着 跑到了苏萨的面前 她骄傲的挑衅 苏小姐 看你刚才那嚣张的样子 我还真以为 你有什么真才识学呢 现在看 呵呵 不过有些小聪明罢了 你真正的老师 还是我们东阳人 东野一郎 用手指着横田护藏 苏小姐 你明明是师从 我们东阳大师 居然还敢 对我口出不训 真是无礼 从辈分上看 我还是你的师哥呢 不过我真宽容大度 可以不计较你的狂妄 这样吧 看你有几分才艺 又有几分姿色 不如就嫁到 我们东阳吧 这样你 才能快速得到 我们东阳的国籍 兮兮 我还未婚呢 他对着苏萨 露出了色咪咪的眼神 苏萨没生气 但目上已经疯了 无耻 竟然敢一赢 我们女神 呸 你不配 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看他那色咪咪的样 真想隔着屏幕一巴掌呼死他 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 对啊 就算是苏萨 从东阳人那里学了又如何 本来就是我们的文化 我们完毕归照 又怎么了 不要听苏伊诺的那些狗乱叫 我还是为萨姐骄傲 别忘了 今天没有萨姐 只有那个苏伊诺的话 我们还不知道 被东阳人欺负成什么样子呢 没错 萨姐没有错 这年代 就是认真做事的人吃力不讨好 反倒是那些闲人 就是会说闲话 战士死了的时候 苍蝇所首先发现的是 他的缺点和伤痕 啄啄 盈盈的叫 以为得意 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 但是战士已经死了 不再来回去驼门 于是乎苍蝇们 及更期盈盈的叫 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 因为驼门的完全 远在战士之上 的确的 谁也没有发现过 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 然而 有缺点的战士 中尽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 也中尽不过是苍蝇 萨姐是英雄 苏伊诺就是苍蝇 舞台上 冬野一郎还在嘚瑟 但让她没有想到的 一幕出现了 只见始终没有开口的 横田护藏 忽然来到了苏萨的面前 恭恭敬敬地 给苏萨鞠躬行礼 这是弟子 对老师的大礼 苏老师 感谢您对我的教诲 能和苏老师 同台献议 让横田护藏 如沐春风 醍醐灌顶啊 人常说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我现在真切地感觉到 我与苏老师表演一场 赶得上我 二十年的苦心钻研了 真的非常感谢 全场鸦雀无声 大家都被眼前的这一幕 给惊呆了 因为今天的反转 实在是太多了 先是苏伊诺趾高气扬 各种秀操作 引起了现场人的 振振惊呼 仿佛如同民族骄傲一般 出尽了风头 惹来了无数的艳羡 与推崇 东阳那些人 仿佛也都被苏伊诺 给征服了 倾倒了 然后忽然来了一个大反转 苏伊诺被现场打脸 趾高气扬地 换成了东野一郎 东野一郎 带来了他们排演的 蓝陵王入阵曲 给了现场观众 强烈的震撼 然后 东野一郎大放厥词 对华夏 极尽贬低侮辱 把众人的尊严 都给贬低到了尘埃里面 大家都是心灰意冷 悲愤欲绝 可反转来了 苏萨出现了 他如同仙女一样 寄精四座 让华夏人扬眉吐气 东阳人一败涂地 全场大多数人 都是无比激动 欢欣鼓舞 甚至是热泪盈眶 但让大家再次冷水浇头的是 刚才与苏萨一起表演的 居然是一个东阳人 还是东阳的明月大师 所有人都觉得 以那个大师的年纪和地位 他肯定是苏萨的老师 这么看 华夏 还是不如东阳 很多人心中 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 很多人都已经失望了 不觉得这件事 还会有什么反转了 已经够大起大落 和刺激了 还会有什么惊人的剧情吗 电影都不敢这么拍啊 可事实证明 他们终究低估了萨姐 在萨姐这里 没什么不可能 因为 她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女人 于是大家都看到 那个东阳明月大师 横田护藏千杯地 对着苏萨行礼 口喊老师 如同幼儿园的孩子一样 规规矩矩 里里茂茂 不敢越雷吃半步 萨姐 我哭了 萨姐 我跪了 萨姐 我服了 萨姐 我爱了 妈妈 出来看仙女 妈妈 我要和萨姐 一起去学习明月 网友再狂欢 再庆祝 而那个东野一郎 则像是被人用大棒子 胖揍了一顿似的 完全已经彻底的猛逼了 他已经开始在怀疑世界 不但彻底怀疑人生 已经开始在怀疑 自己到底 是不是自己 亲爹亲妈生的了 横田护藏大师啊 东阳国宝级的艺术大师啊 在东阳 想拜横田护藏大师的人 能从山上 一起排到海里 东野一郎之前 苦苦相求了好几年 这才弄了一个 记名弟子当 而现在 横田护藏大师 居然当众说 苏萨是他的老师 太惊人了 太震撼了 那自己算什么 算是苏萨的徒孙吗 横田护藏大师 您在开玩笑吗 您不能开这样的玩笑 您的荣誉 不只是您自己的 还是属于我们大东阳的呀 老师 弟子求你来啊 东野一郎扑通贵道 没有形象的在放声大哭 横田护藏 却是看都懒得看他一眼 而是拿起了麦克风 冲着全场的观众 说话之前 他先是深深的 向全场人鞠躬 大家都是冷冷地看着他 有了之前 东野一郎的前车之鉴 现在这些东阳人 哪怕是面子上装的再向人 大家也不相信了 横田护藏开口 刚才的鞠躬 代表我个人的歉意 我知道 你们很多人 对我们东阳人有意见 说我们都是假人假意 说我们吃人饭不拉人屎 说人话不办人事 我觉得你们说的对 东阳人确实有很多的禽兽败类 就像是这个东野一郎 我觉得就是我们东阳人的败类 可我们东阳人不全是这样的败类 也有像我这样 真心感激华夏文化的 没有华夏文化的滋养 就没有我们东阳文化的繁荣 对于华夏 我们应该像是母亲一样感谢 任何对华夏不敬的举动 都是丧心病狂 忤逆不孝 我很遗憾地看到 历史上 我们东阳人的祖先 确实出了不少声口 我仅以个人身份 表达我的歉意 恒田护藏这么一说 大家对他的印象倒是好了不少 但是东野一郎 却是一下愤怒了 恒田 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们大东阳 什么都没有错 你这个东阳奸 你怎么可以道歉 你给我住嘴 恒田护藏本来是一个很儒雅的人 此时 却是如同发飙的狮子一样 怒吼起来 他指着东野一郎的鼻子 送你一句话 忘记历史 就意味着背叛 如果作为一个东阳人 对华夏没有任何的感激 与内疚的话 那就还不如一条东阳狗 恒田护藏然后 扭头看向了舞台之下的众人 现在我给大家仔细说一说 这个 蓝陵王入阵曲的事情 这个曲子 是从华夏传到 我们东阳的 我十分喜欢 几十年一直在研究 可惜 因为年代久远 很多篇章都是不完整的 即使我努力想要复原 但做出来的效果 也与理想中的相差很远 之前东野一郎等人表演的 就是我努力复原的作品 我觉得距离完美 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幸好在去年的时候 我偶然来到华夏采风 遇到了苏萨小姐 是苏小姐 给我指点迷惊 给了我艺术的二次启蒙 让我有一种波云渐日 豁然开朗的感觉 大家看到 刚才我与苏萨小姐 一起表演的节目了吧 这都是苏小姐的智慧 而我能够参与表演 完全就是一种学习 和借鉴的态度 无语有语 三人行 必有我师 我虽然比苏萨小姐 年龄大几十岁 但在艺术上 阵龙发聩 全场爆发出如雷鸣 如海啸一般的 积月掌声 全场只有三个人的反应 与周围格格不入 东野一郎面色苍白 苏伊诺脸色发黄 严肃敏的脸 如同黄瓜一样 已经绿了 演出之后不久 就传出消息 东野一郎 真的剖腹自杀了 但没有人同情 因为他的自杀 也不是因为内疚 而只是因为 自己的阴谋破绽 不但没有起到 羞辱华夏人的目的 反而让东阳代表团 彻底丢人现眼 东阳国内 无论什么阵营 都在狂骂批判 东野一郎 要么骂东野一郎 疯狂无礼 要么骂他城市不足 败事有余 东野一郎接受不了 这才选择了 以死谢罪 算是他为净化人类 做了唯一的恭喜 演出之后 苏萨当然是被 捧上了云端 接受了众人的追捧 与鼎礼膜拜 苏伊诺呢 则是成了耻辱的化身 绝对的罪人 那个直播平台的流量 比之前翻了七倍 一天之内 新注册的用户 有二百万 都是来实名骂 苏伊诺恬不知耻 欺视到名的 服务器都被骂崩溃了 苏伊诺 只能再次用出了 鸵鸟战术 把头埋进了沙子里 装作什么都听不到 他以为自己 被骂骂的只有不会 蓝灵王入阵取 这一回事 可他还是太年轻了 低估了舆论风暴的力量 先是有很多汉学家 站出来指出 苏伊诺在直播时 穿的所谓汉服 其实都不是真正的汉服 与其说他在宣传传统文化 不如说他在飙心立意 哗众屈宠 然后 一直跟苏伊诺多年的 那个化妆师 从苏伊诺工作室辞职 然后他在网上 实名曝光 苏伊诺所谓明月女神的真相 苏伊诺根本就不会 那么多的乐器 他虽然是明月专业的 但也只是 擅长古琴 这一个民族乐器 古征算是基本掌握 但是笛子 二胡 杨琴 肖那些 确实完全都不会了 毕竟这些乐器 每一种 都是很吃基本功的 但苏伊诺 为什么能在直播间里面 显得四模四样呢 因为苏伊诺 很会投机取巧 艺术不好练 但是姿势 却容易学 就像很多演员 明明不会武功 但只需要 把一些姿势 加上特效 就在电影里 看起来像是 功夫高手一样 苏伊诺 在直播间表演的时候 也只是在装模作样地 学那些乐器的姿势 而同时发出的乐曲 其实都是放的录音 原来这个苏伊诺 不只是假唱 她很早之前 就已经在假弹了 现在苏伊诺的运用化妆师 把这个内幕一曝光 苏伊诺的画皮 就被人揭穿了 什么明月女神 就是一个表里不一的演技表 苏伊诺都要气疯了 她没有想到 跟自己身边 这么多年的化妆师 也会反水 也会背刺自己 真是日防夜防 家贼难防啊 苏伊诺疯子一样 去找这个化妆师要报复 可是已经找不到人了 苏伊诺 是一个永远不认为 自己有错的人 直到现在 她觉得化妆师背叛自己 不是她的错 不是她羞辱下属 带来的结果 还觉得自己很无辜 很委屈呢 是那个化妆师 忘恩负义 谢莫杀驴 事实上 要是没有上次苏伊诺 对化妆师的极尽侮辱 现在的苏伊诺 也不会被搞得这么狼狈 而舆论 对苏伊诺的揭露 并没有结束 随后 更大 更猛的料来了 几乎让苏伊诺 如坠冰窟 万劫不复 这次爆料的 就是那个李策化 李策化选择 与苏伊诺做对的原因 与那个化妆师类似 都是被苏伊诺欺负 作件的太狠了 既然苏伊诺 不把他当人 他也不把苏伊诺当人了 古语有云 君之士沉如手足 则沉势均如复兴 君之士沉如拳马 则沉势均如国人 君之士沉如土鉴 则沉势均如叩仇 在现代的企业 老板与下属的关系 也是一样的 老板不把下属当人 下属 当然也就把老板 当王八蛋了 老板以为给员工发工资 就可以把员工 当成奴才一样对待 这么想的老板 最后无一例外 都会被狠狠打脸 李策划从别人的嘴里 听到了苏伊诺 把他当狗的言论 说只要给他钱 那么就是侮辱他十八倍祖宗 他都不会走 所以李策划就憋了一口气 他要报复 要证明给苏伊诺看 你以为我是狗 其实我是狼 作为业内的资深策划 他不缺钱 也不缺下家 于是就狠下了一条心 要和苏伊诺正面刚了 在化妆师爆料苏伊诺 是假弹之后 网上舆论大乱 苏伊诺焦头烂额 一方面想找到那个 化妆师报复 一方面 则是想利用舆论灭火 而具体负责实施的 正是李策划 在讨论会上 苏伊诺发了标 把包括李策划在内的 工作室所有的人 都骂了一个狗血喷头 命令李策划 赶紧组织舆论 给自己公关 苏伊诺给出的借口 是这个化妆师 因为工作矛盾 对自己怀恨在心 这才故意报复 那些爆料都是脏水 都是抹黑 都是污蔑 李策划表面答应 其实心中却是乐开了 你让我给你洗白 这不是等于 把刀放到了我的手里 等着我捅你吗 于是 李策划一面 答应得好好的 很快 就在苏伊诺工作室的 官方账号 发了一封严正声明 本来网友 对这样的官方声明 是不屑一顾的 连看都懒得看 无非就是拼命否认的 陈词烂调 装纯情 装无辜 装委屈 对所有的指控 都是一推265 顶多说一句 一 完全捏造 二 已让律师处理 可是 当有好奇的人 真的打开了这份 官方声明后 大家都傻了 因为这个官方声明 实在是太特别了 可以这么说 这是破天荒以来 大家看到的 最有意思的官方声明 说是官方声明 不如说是 官方口供更合适 我是苏伊诺 这是我的自白说 我知道现在网上 有很多对我不利的 负面消息 大家都很震惊 都问我是不是真的 我很负责地告诉大家 都是真的 都不是谣言 并且事实情况是 我真实的人品 比那些传言 还要下贱 还要不堪 我贪婪自私 我拐连贤耻 我背信弃义 我两面三刀 我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我人尽可夫 我浪荡成性 我就是世界上 最便宜的女人 简称小贱人 我是极品绿茶 顶极白脸 放在古代 我能让潘金莲失业 让潘巧云从凉 这个声明的开篇 已经够吸引人了 声明的后面 则是各种苏伊诺的铁证 他是怎么请水军的 是怎么假冒明月高手 打造明月女神人设的 这些都与化妆师的爆料 对上了 所以这篇声明 不是洗白 而是再次给苏伊诺的 假蛋是锤了 这还不算 里面又曝光了一个大黑幕 就是苏伊诺 借着保护传统工艺的名义 在直播间里面带货 其实大部分工艺品 都是假货 都是山寨的 挣的钱 基本上都被苏伊诺 自己私吞了 而对于传统工艺 只是他敛财 作秀的工具罢了 当初苏伊诺做这件事时 有恃无恐 他是觉得那些老艺人 都八九十了 不会上网 都在乡镇和山野里面 根本就无法在媒体上发声 但苏伊诺没有想到 堡垒最容易 在内部被攻破 他被自己人出卖了 更讽刺的是 当时李策划 与苏伊诺发生矛盾的原因 就是劝他不要卖假货 现在苏伊诺 等于是自己挖坑 又把自己埋了 苏伊诺是在做面膜的时候 在手机上刷到这个新闻的 他都被气疯了 反水 又来一个反水的 我苏伊诺到底做错了什么 为什么身边都是反骨仔 他急忙站出来 接受媒体采访 哭得离带雨 说自己是无辜的 说那个李策划 之所以会这么攻击自己 完全是因爱生恨 是自己拒绝了他的恃 因为自己 必须要对萧成忠诚 所以 李策划才会做出这样 让人不耻的事情 不过 李策划 没有像是那个化妆师一样 选择离开护城 而是主动站在了台前 接受记者采访 表示对自己说的一切都负责 并且还联系了好几个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代表他们控告苏伊诺 说苏伊诺打着非疑的名号 直播带货 制假受假 谋取不当利益 请求法院 判令苏伊诺停止使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 进行商业宣传 并赔偿损失 苏伊诺不但是声名狼藉 名誉扫地 还成被告了 因为证据充足 所以法院的宣判很快 苏伊诺各项罪名成立 拘留半年 罚款一百万 并责令没收所有非法所得 公众舆论都很振奋 都在等着苏伊诺 锒铛入狱的美好瞬间 可惜 大家还是低估了苏伊诺的无耻 他在直播带货时 专门注册了一个贸易公司 为了防止法律风险 苏伊诺自己没有当这个公司的法人 而是让公司的一个员工 当了公司的法人 所以现在 官司输了之后 赔钱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坐牢的人 却成了公司的那个法人 苏伊诺用替罪羊 成功脱身了 苏伊诺避免了牢狱之灾 只是在社会上的信用 已经彻底破产了 护城文化交流协会 严肃敏下了车 到了协会大楼 他的办公室在702 可是 严肃敏拿出钥匙 开了好几遍门 都没有把办公室的门打开 严肃敏有些不高兴了 急忙喊来了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 上来就是一顿训斥 领导的门都坏了 你们不知道给修一下吗 对待这些普通工作人员 严肃敏一向是扣太太架势 拿得十足的 趾高气扬 以止气使 平时那些工作人员 见到严肃敏 也都是毕恭毕敬 战战兢兢的 但现在不一样了 那个工作人员冷笑一声 打不开门锁 打不开是正常的 因为我们已经把你的锁给换了 严肃敏一听大怒 放肆 谁允许你们私自给我换锁的 你们是不是还偷着 进我的办公室了 知道里面有多少珍贵的文件和东西吗 要是有什么闪失 你们能负起这个责任吗 我看你是不想要这个饭碗了 他还拿着领导的派头 在那大放厥词呢 工作人员一指墙角的一个纸箱子 别喊了 真吵 你的东西都在那里面呢 看看少没少什么 然后赶紧拿东西走人 对了 把门禁卡留下 以后我们这个大楼 你就不能随便进了 严肃敏大惊失色 什么 你这是什么意思 工作人员肯定的说 就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 你被开除了 小夫人 我要是你 我都没脸再来了 你之前搞出了多大的乱子 自己心里面没数啊 是脸皮有多厚 还敢来我们这里招摇过世啊 严肃敏的脸红得如同猴子屁股一样 确实 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 护城文化交流协会成了众矢之地 人们翻出了之前协会 给苏伊诺发的那些奖项 比如护城文化大使 护城十大青年文艺骨干非夷守护者 质问这些奖项的公信力何在 特别是 在苏伊诺故意卖假货的事情被曝光后 护城文化交流协会 已经被认为是苏伊诺的帮凶了 各种负面消息不断 然后又有人曝光了 护城文化协会的常务理事严肃敏 就是苏伊诺的未来婆婆 那不用多介绍 这里面到底有什么黑幕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利益输送 以权谋私 就是不要脸的婆婆 帮着更不要脸的儿媳妇炒作 结果炒糊了 他们自己丢人现眼不说 还差点把我们国人的尊严都给连累了 简直是千古罪人 这几天 自知到心虚理愧的严肃敏 也选择了低调 不再抛头露面 在家里面猫了好几天 不看手机 不上网 不接电话 现在觉得风波已经过了 这才来到了单位上班 没想到却被开除了 严肃敏不稀罕这点工资 但是 稀罕这个职位带来的荣誉啊 那是他可以尽情撒欢的资本啊 严肃敏心灰意冷地离开了 护城文化协会 刚到了停车场 就看到了一个他最讨厌的人 苏伊诺 苏伊诺戴着墨镜 一脸的鬼祟 显然是在等人 看到严肃敏 苏伊诺急忙上前 伯母 我一直在等你 我 苏伊诺找严肃敏 当然是有理由的 他现在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被架在了火上烤 被口诛笔伐得太猛烈了 就是以苏伊诺的脸皮厚度 也是不禁有些受不了了 苏伊诺思来想去 决定还是找严肃敏帮忙 动用严肃敏 在护城文化协会的能量 给他站台 帮他度过这个舆论危机 比如在搞几个公益活动 慈善活动之类的 替苏伊诺洗白 否则就这么成了过街老鼠 苏伊诺不甘心啊 他还想继续当网红女主播呢 苏伊诺觉得 严肃敏应该可以帮忙 毕竟现在他与严肃敏同病相连 是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蚂蚱 就是要互相帮助 互相取暖的 但是 苏伊诺的话还没说完呢 只听得啪的一声 他的脸上 已经挨了严肃敏响亮的一巴掌 伯母 你打我 苏伊诺捂着脸 一脸都不可思议 打你 我想打死你都不多 你这个小贱人 狐狸精 你还有脸找我 呸 给我滚 我以后不想再见到你 严肃敏越说越气 他劈手扯过了苏伊诺的头发 又是啪啪两个大耳光打了过去 打得苏伊诺嗷嗷直叫 贱人 我和你说 我们萧承 就是被你迷惑的做了蠢事 他选错人了 你不配当我们萧家的儿媳妇 我们萧家的儿媳妇 只能是苏萨 现在 这就是严肃敏的真实想法 他已经对苏伊诺 彻底失望了 而现在 严肃敏心中 确实想找苏萨套近乎了 现在苏萨正当红 如果自己和苏萨搞好关系 然后借着苏萨的名义 在全国做明月巡演 那岂不是大大的成绩 那样别说一个 区区常务理事了 就是护城文化协会的会长 自己也能当 苏伊诺的眼圈红了 眼泪滴答滴答地往下落 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这招对萧成有用 但是对萧成的妈 却是一点用都没有 严肃敏用手掐着苏伊诺的脸 狠狠地拧着 小狐妹子 还和我演戏 半委屈给谁看呢 也就是萧成太年轻 吃你这一套 但是 和老娘演 你还差得远 萧成他爹身边 都是你这样的小妖精 我弄死都不知道多少个了 严肃敏狠狠地殴打了一顿苏伊诺后 这才气呼呼地开车离去 苏伊诺坐在地上 劈头散发 哭得离带雨 周围路过的几个路人 开始见一个少女 如此狼狈 都以为是被欺负了 纷纷上前询问 可是看到挨打的苏伊诺后 个个都改了态度 哎呀 这不是护城之耻吗 是啊 谁把苏伊诺打了呀 这真是未名除害啊 英雄 大快人谢 苏伊诺哭得更凶了 苏家 尹玉兰听说了 苏伊诺挨打的事情 很是心疼 于是 风风火火地来到了苏伊诺的房间 尹诺 谁打你了 是那个严肃敏吗 是个老婆妇 居然欺负我宝贝女儿 别怕 妈给你做主 妈替你去找她算账 尹玉兰正在喋喋不休地 表达自己的母爱 却听到苏伊诺尖声怒斥道 闭嘴 你给我闭嘴 你去找谁 坏事都坏在你身上了 如果没有你的话 我至于这么惨吗 苏伊诺对着尹玉兰咆哮起来 虽然苏伊诺心里面 早就对尹玉兰很是不满了 对她的态度是轻蔑 鄙视 在上一次尹玉兰嫌弃她 去讨好苏萨的时候 更是对尹玉兰充满了憎恨 可她是一个很好的演员 这些情绪都藏在心里面了 表面上还是一个孝顺懂事 忍辱负重的乖女儿 但现在 因为这几天接连收到打击和刺激 苏伊诺的情绪 已经处于在崩溃的边缘了 所以终于爆发了 尹玉兰自然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因为还想嫁到萧家的缘故 因此苏伊诺 还不敢对着严肃鸣泄愤 这是苏伊诺第一次对尹玉兰发飙 尹玉兰被骂傻了 她张着手 显得手足无措 怎么了 女儿 我怎么了 苏伊诺已经开了头 就不再有顾忌 她咬牙切齿 你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了 要不是你提出 那个斗青的馊主意 我会这么惨 尹玉兰有些心虚 但还是给自己解释 尹玉 那是 确实是妈不对 但妈也是为了你好啊 妈也不知道苏萨那个丫头这么厉害 你什么都比不过她 听到尹玉兰这么说 苏伊诺更生气了 哼哼 现在嫌弃我了吗 好啊 你去找你的好女儿苏萨吧 别找我了 你们母女团聚吧 我就是一个外人 尹玉兰急忙哀求 尹诺 你别气了 别气了 那是是妈不对 但其余的是妈 可是都为了你啊 妈没错了呀 尹玉兰的语气 显得很是谦卑 因为已经知道 与苏萨再没有和好的余地 所以尹玉兰 绝对不能和苏伊诺闹掰了 苏伊诺冷笑 没错 你最大的错 就是生了那个死丫头 这是第一次 苏伊诺不在尹玉兰面前 装与苏萨姐妹情深了 妈 你说尹玉兰会不会和我翻脸 苏伊诺在发飙之后 有些后悔了 觉得自己太冲动了 她可不想与尹玉兰彻底撕破脸 然后失去她的支持 当不成苏家的千金大小姐啊 毕竟 她是不是真千金 尹玉兰的态度最为重要 所以现在苏伊诺 就和她的亲妈崔娥在商量呢 呵呵 尹诺 没事 你做得很好 那个尹玉兰就是一个贱骨头 你越给她点颜色看 她越重视你呢 我和她认识几十年了 早就把她摸透了 这种人给点阳光就灿烂 给点颜料就开染房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三天不打 上房接瓦 你越修理她 她越讨好你 你越是把她当人 她越是不知道人字怎么写呢 崔娥一脸都无所谓 妈 那你说她会不会去找苏萨那个死丫头 苏伊诺还是有些不放心 呵呵 你放心吧 现在根本不是尹玉兰 想不想找那个死丫头的问题 而是那个死丫头 根本就看不上尹玉兰 她完全就是热脸贴冷屁股 别说尹玉兰 现在对我编的那个灾心的说法 深信不疑 就是不信 你以为苏萨 是她想认就能认的 那丫头 现在翅膀硬了 飞得太高 早就看不上尹玉兰了 苏伊诺听着 催俄的话 有些安慰 但又有些心酸 是啊 现在的苏萨 早就今非昔比了 已经不是那个刚来到护城 什么都没有的死丫头了 她是最美街拍女神 是钢琴女神 是油画女神 是芭蕾舞女神 是超级学霸 是苏家的股东 是一幅画 能卖出几千万的超级富豪 她早就看不上 苏家大小姐这个身份了 而这个身份 却是苏伊诺 用尽了浑身解数 不惜使炸饭剑 才能得到的 我苏伊诺什么时候 被苏萨拉得这么远了 远到我只能仰望了 苏伊诺的心里面 像是打翻了醋瓶子一样 酸死了 可是 严肃敏那边怎么办 我担心 她去找苏萨认清 她说 不要我这根媳妇了 严肃敏可没有尹玉兰 那么好忽悠啊 我不能没有萧承 苏伊诺还是很焦急 呵呵 女儿你别急 我有办法 崔娥显得很自信 护城大学 严肃敏来到了设计学院 去找苏萨 她没有苏萨的联系方式 因此 只能随便找了一个学生问 你看到 苏萨在哪里了吗 好在现在苏萨的人气够高 没有不知道的 你谁啊 你找萨女神有什么事 那同学问 呵呵 我是她的婆婆 她是我的儿媳妇 严肃敏神色傲然 儿媳妇 萨女神结婚了吗 那个学生一脸的震惊 对啊 早就是我儿子的人了 严肃敏继续信口开河 她一向以萧承为荣 觉得天下的女人 都喜欢她儿子 都巴不得当萧家的儿媳妇呢 因此 哪怕之前知道 苏萨与萧承闹过好几次冲突 但也觉得 那不过是 女人在争风吃醋 因为得不到萧承 这才撒娇使性子 而一旦自己开口 让她嫁到萧家 哈哈 她不得乐死啊 在来的路上 严肃敏已经和萧承打过招呼了 说要让苏萨嫁过来 萧承怎么说的 萧承说的是 妈 你记得多带点纸巾 我想阿萨 一定会激动地哭起来的 听到萧承这么说 严肃敏觉得很满意 这话显示了我儿子强大的自信 可见 她已经把那个苏萨拿捏得死死的了 肯定对我儿子爱得海枯石烂 死去活来 所以 自己这未来的婆婆 找她 算是给她好大的面子了 她一定会对自己感恩戴德 感激涕零 五体投地的 你儿子是谁啊 到底是谁能娶到萨女神啊 听到严肃敏这么说 很多人都很好奇了 严肃敏 也是一个得色爱炫耀的 见到众人艳羡的眼神 顿时矜持傲然起来 我儿子是谁 肖成啊 护城有名的优质公子哥 和你们说 其实以我儿子的条件 就是娶个公主 也不过分 本来以这个苏萨的条件 我们也不是太满意 但谁让他死缠烂打追着不放呢 我们也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哎 这男人太优秀 就是有数不尽的桃运啊 严肃敏 以为这么一说 一定会迎来一片的吹捧和赞美 但是他失望了 那些学生一听到肖成的名字 顿时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哈哈 我还以为是谁 原来你是那个母蛤蟆啊 严肃敏愣了 母蛤蟆 什么母蛤蟆 一个学生就笑着解释 你儿子是著名的癞蛤蟆 那你不是母蛤蟆 你是什么 其余的学生也都附和着说 是啊 原来肖成那个渣男是你生的 看你生的那货 人品稀烂 还不如生个叉烧呢 对啊 看你那不以为耻 反而为荣的样子 居然敢碰刺萨姐 你们也配 可不是吗 现在在护城 要说 哪个男人最龌龊 你们家肖成排第二 谁敢排第一啊 原来现在在护城大学 肖成的名声 可是如雷贯耳 就是终极渣男 极致自恋的代名词了 严肃敏都要气死了 我儿子怎么会这么渣 这么烂 污蔑 一定是污蔑 是这些屌丝们 嫉妒我儿子太优秀了 他们追苏萨追不上 就极恨苏萨 对我儿子如此第三下四 搔手弄姿 头怀送抱 对 一定是这样的 严肃敏恨恨地想着 正在此时 就看到一个女生走了过来 你是想找苏萨吗 我知道她在哪 说话的人正是尹之 严肃敏不认识尹 尹之却认识严肃敏 知道这是苏萨的妈 今天看严肃敏来找苏萨 尹之就自告奋勇上来帮忙 她当然没安好心 尹之虽然不太清楚具体苏萨 苏伊诺和肖成之间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肯定这三个人 就是三角恋 苏萨还是不受待见的那个 因为尹之就有心推波助澜 把事情闹大 让苏萨陷入情感纠纷 再曝光点丑闻之类的 那自己也解恨了 哦 她在哪 严肃敏问 她应该在护城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的整容科 我看她去那里好几次了 什么天然美女啊 都是靠往脸上打针打的 尹之故意轻蔑地说 她暗中跟踪过苏萨好几次 看到了苏萨真的进了整容科 打死尹之也不信苏萨 是整容科的大夫 是那个鼎鼎大名的整容大师 尹之觉得苏萨就是过去 偷偷摸摸整容 美容的 要不然 你凭什么长得那么国色天香 倾国倾城 都是爹生妈养的 你长得精英剔透 我们和你一比都是歪瓜裂藻 太不公平了 其实尹之也没少在网上爆料 说苏萨是整容脸 不是真女神 是人工的 让大家不要上当 可惜尹之的话 没有激起什么水 没人搭理她 在网络人气上 尹之的影响力 可比苏伊诺差远了 她没有苏伊诺那么臭 在贱人级别上 没有达到苏伊诺 那一臭万年的程度 和苏伊诺这个人 致贱则无敌相比 尹之鼎多算个狗不理 严肃敏一听 身以为然地点点头 女人偷偷摸摸去美容 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 女为悦己者容吗 苏萨这么拼 还不是为了讨好萧城 哎 我儿子就是这么的有魅力啊 好了 这位同学 谢谢你啊 严肃敏转身就要走 没说的 谁让我与苏萨是好朋友呢 尹之笑得很天真 严肃敏却是一撇嘴 心里面想 现在年轻的女孩子 怎么一个比一个差 一个比一个表 苏伊诺如此 这个女生也一样 我要是看不出来 你再故意坑苏萨 我严肃敏不是白活了 只是也没必要点破 望着严肃敏的背影 尹之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正为自己的诡计得意时 刚一回头 哗 一桶脏水 把尹之从头泼到了脚 那个男生冷笑 尹之 你又在说萨女神坏话了 我劝你 最好努力当个人 不要总做这些人嫌狗咽的事情 所以 我用刚刚清洗过厕所的水 给你洗洗 你的人品比毛克还脏 严肃敏 真的在护城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的附近 看到了苏萨 此时苏萨刚刚出诊结束 恢复了自己本来的面目 严肃敏下车 二话不说 就先数落起来 苏萨 你喜欢美人我不管 但我不许你 以后再来这里 我讨厌这个地方 你要是不想我不开心的话 就给我好好记住了 严肃敏的语气严肃 面沉似水 严肃敏还记得 那次自己来这里就诊时 因为大耍有钱人的威风 想要插队 结果 不但这个医院的人 不给自己面子 还让自己为父不仁 嚣张跋扈的形象 直接上了国事频道 在全国人面前 丢了一次大人 害得肖家的生意 都损失了不少 所以 严肃敏真的很讨厌 护城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 觉得这里面的人 都是一群不开眼的强盗 而他一上来就训斥苏萨 自然还有别的目的 就是为了 给苏萨一个下马位 拿出自己婆婆的尊严和霸气 这样才能给以后的婆媳关系 定下基调 苏萨抬头看着严肃敏 有事 严肃敏呵呵一笑 有事 当然有事 苏萨 你的好事来了 他背着双手 鸭子一样踱步 你知道 我之前一直很看不上你 觉得你配不上我们家肖成 不过最近看你比较努力 在提升自己 还偷偷摸摸地来整容 显然是对我们家肖成情根深重 怕我们家肖成 喜欢别的女人 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 我呢 就勉为其难地接受你吧 严肃敏的话 充满了高傲 苏萨的脸上 也露出了谦卑的笑容 还很惊喜 是吗 真的这么好吗 哎呀 我可是始终在期盼着这一天呢 萧夫人 我这算是真情感动天和地吗 看到苏萨的神情 严肃敏更加地自信和满意 呵呵 我就说嘛 你这样的小浪蹄子 别管折腾出再大的浪 不还是为了取悦男人 因此啊 你别管搞什么音乐啊 画画啊之类的 其实都是为了让你自己能配上我儿子 让我们萧家满意你呢 你这些盘算 能瞒过别人 可瞒不过我 苏萨点头 萧夫人 您说的对 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知道 您之前一直看不上我 所以我才这么拼命的 那我现在让你满意了吗 您知道 我为了能嫁到你们萧家 那真是吃了不少苦呢 严肃敏笑 呵呵 差强人意吧 这么和你说 我之前看不上你 主要是因为你的出身不好 你是一个养女 没有贵族身份 还之前乱搞过男女关系 所以 以你的条件 顶多给我儿子当个二奶罢了 可现在呢 我也可怜你一个女人不容易 因为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一个进入我们萧家的机会 只是我有几个条件 严肃敏伸出了几根手指 第一 到了我们萧家 什么都听我儿子的 都听我的 让你打狗不许碾击 让你往东不许往西 必须另行进址 第二 我知道你在苏家有股份 这些就算是你的赔价了 都要让我们萧家掌握 第三 你现在也能挣钱了 不管挣多少钱 都得交给我儿子掌握 然后他再给你发零钱 不管什么时候 记住男人就是你的天 对男人要毕恭毕敬 服服贴贴知道吗 第四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你现在和我儿子在一起 只能算是同居 不能正式结婚 我还得考验你几年 等你让我满意了 我再考虑让你转正 给你一个正式的名分 你可答应啊 我劝你最好答应 因为过了这村 没这地儿了 过几天 我可就不一定愿意接纳你了 你要珍惜我给你的机会 严肃敏说出了他的条件 条件很苛刻 很自恋 很优越 还很阴险 现在在严肃敏的内心深处 苏萨是一个很有利用价值的女人 但还是不想给她 萧家少夫人的正式名分 因此 就决定给苏萨开一张空头支票 把她忽悠到萧家 让萧成免费享受她的美色 自己免费蹭苏萨的热度 再把她手里的股份和金钱 都给弄来 财色兼收 一箭双雕 岂不美哉 等到过几年了 苏萨年老色摔了 被萧成玩腻了 她也没有热度和流量了 还想嫁给我儿子 呵呵 想多了呢 把你这个黄脸婆扫地出门 让我儿子再娶一个千金闺蜜的白富美 岂不是爽歪歪 萧夫人 您能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 我当然会感恩戴德 感激涕零了 别说四个条件 就是四百个条件 我当然也会答应的 否则岂不是给脸不要脸 蹬鼻子上脸了 放心 我是个聪明人 不会办蠢事的 苏萨的语气很是谦卑 严肃鸣笑 算你识趣 呵呵 之前我见你的时候 觉得你脾气很臭 很不会做人 这么一看 你这不是很懂事 很会做人吗 苏萨陪着笑 是啊 之前我年轻不懂事 没有经过社会的毒打 现在已经懂事多了 严肃鸣欣慰地拍手 呵呵 你要是早这么聊天的话 我们之前的关系 也不会出得那么难堪 我越来越觉得 你比那个苏伊诺强了 苏萨讨好的问 萧夫人 那我要怎么做你 才能满意呢 见苏萨这么上道 严肃鸣也就不再都圈子了 就把他的计划说了出来 晚上八点 我会找记者 召开一个新闻发布会 你呢 也要参加 然后在发布会上 主要说这么几点 第一 那个东野一郎的事情 他名为文化交流 其实是来挑衅 这件事 我是知道的 我不是上当了 不是被东野一郎钻了空子 而只是将计就计 请君入瓮 第二 我在演出时 故意装作手忙脚乱 其实也是诱敌深入的计策 就是为了势敌以弱 让东野一郎继续疯狂 这才好露出破绽 我们好反击 第三 你的出现 你的表演 还有横田护葬的那些话 其实都是我安排的 知道吗 苏萨接口 我明白了 萧夫人的意思 就是让我告诉媒体 之前的演出 您不是出丑 不是被挤兑的没脸见人 而只是您欲擒故纵的计策 最后 东洋人被我打脸 也是您一手安排的事吗 这都是一个局 一切尽在您的掌握 所以现在舆论抨击 您是不公平的 您不是做事顾头不顾定 被人牵着鼻子走 而仅仅是忍辱负重 所以大家不该指责您 还应该夸赞您不是吗 和聪明人在一起说话 就是轻松啊 我就是这个意思 严肃敏称赞了苏萨几句 心里面则是默默在想 之前自己是绝对 不会允许这个贱丫头 生属于萧成的孩子的 觉得苏萨不配 他们就是同居了 也得必须做好避孕措施 可现在 严肃敏的心思动摇了 就给他一个替我们萧嫁 生儿育女的资格吧 等以后萧成结婚了 似乎也不必就把这丫头 扫地出门了 留在家里面 当个一太太吧 对 就是这个意思 哼 外面还有一些嚼舌根子的 还说我与那些东洋人沆瀣一气 说我是奸险 是不是扯淡吗 严肃敏说起这个 那是愤愤不平 OK 我这个发布会 我一定参加 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苏萨答应得很是爽快 晚上发布会开始了 之前的那些程序不说 严肃敏面对着几十个记者 先是素委屈 说了自己是被冤枉的 然后就说了 其实那些事情 都是他策划的 严肃敏不但没有错 还有功劳呢 这时候才把话筒给了苏萨 让苏小姐说吧 严肃敏知道 现在在公众眼中 苏萨可比他的话有力度多了 苏萨点头 接过了麦克风 我是应邀来参加这个新闻发布会的 之前萧夫人找我的时候 一脸的爽歪歪 下面就让他哭唧唧吧 苏萨这么一说 严肃敏愣了 记者们则是很兴奋 对记者来说 狗咬人不是新闻 人咬狗才是新闻 所以单纯就是为了洗白开个发布会 这些记者们都是兴致所然 但是如果能有点打脸之类的操作 那就是不需此行了 而众所周知 在护城的媒体界 大家最爱采访的人物 就是苏萨了 有言 有才 有话题 有个性 有流量 有关注 最重要的是 会整活啊 这些记者虽然还不知道 苏萨就是著名的那个整容大师 但是已经很肯定了 苏萨就是一个 无可置疑的整活大师 在苏萨身上 总是能给你带来新鲜 刺激 带来一波又一波的逆袭 反转与高潮 一波还未平息 一波又来清袭 茫茫人海 狂风暴雨 一波还来不及 一波早就过去 但无论什么风波 苏萨 都是永远胜利 永远牛逼 让那些 与苏萨作对的人 只能归缩在阴暗的角落里 深深伤心 一句话形容 混媒体圈的 跟着苏萨有肉吃 所以这次记者发布会 媒体们 基本上都是冲苏萨来的 记者会开始的时候 他们明着 在听严苏萨洗白 其实都是在 等着苏萨放大招呢 现在大招果然来了 严苏萨女士 我有必要 再向大家介绍他一下 苏萨微笑 严苏萨知道 这是坏了 自己要被苏萨坑 他就想起身大闹一场 然后拂袖而去 制止这场发布会 可是 他刚要动作 就感觉自己的手臂一麻 然后就动不了了 说不出话了 但偏偏 还能听到看到 严苏萨有些傻了 不知道 自己发生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 当然 是被苏萨用金针 给点住了穴位 苏萨继续说 严苏萨女士 护城太太圈著名的贵夫人 一向是为父不仁 附庸风雅著称 关于她各种笑话 比如看毛笔子 都不知道怎么看的笑话 我已经整理好了 发到你们的邮箱了 今天我们主要谈 东野一郎那件事 我知道 现在舆论里 有很多的风言风语 说严苏萨是奸行 我证明啊 他不是奸行 严苏萨本来 正在心中憋气 都要把肚子气炸了 可是听到苏萨的话 不禁就是一愣 这丫头 这不是在听我说话呢吗 看来她不是要害我啊 但这当然不是苏萨的作风 苏萨一向的套路 都是御扬先义 打一巴掌 先给个填藻的 于是 只听苏萨继续说 萧夫人没有当奸细 倒不是因为她品行高洁 立场坚定 也不是她出于泥而不染 浊青怜而不妖 对民族感情深厚 原因在于 她太蠢了 这种智商 想当奸细 人家根本就看不上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在 潜伏里活不过半疾 在 甄嬛传 里面刚露个面 就得被人打死 谁要发展奸细会 发展这么蠢的 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 干啥啥不行 吃啥啥不胜 她呢 就是单纯的蠢 被东阳人给利用了 成了对方的炮灰和棋子 听苏萨这么 当众羞辱自己 严肃敏都要气疯了 想咬死苏萨的心 都有了 可惜啊 她没法动作 没法说话 就像是一个木雕泥塑一样 任由苏萨摆弄 而这个女人 之所以被东野一郎 玩弄得团团转 其实理由 也是特别的简单 就是她除了愚蠢外 还特别的贪婪 她暗中收了 东野一郎的好处 这才如此的不遗余力呢 关于严肃敏收收黑钱的证据 我也发到了你们的邮箱里面了 你们可以回去看一下 证据绝对详实 保证是一个大猛料 苏萨说完了 苏萨又看了一眼严肃敏 萧夫人 我说的对吗 要是不对的话 你可以解释啊 不解释的话 就是默认了啊 只是现在的严肃敏 哪里能发出声音 她心里面 已经把苏萨骂了一千遍 一万遍 可是却连一个音符 都发不出来 于是在众人的眼中 就是理屈词穷 无地自容了 这事过后 严肃敏自然是再上热搜 被舆论口诛笔伐 尴尬的底裤都掉了 严肃敏 是把苏萨都恨死了 几天后 严肃敏气呼呼地 又到了护城大学找苏萨 此时苏萨正在女生宿舍休息 严肃敏想要进宿舍 被宿管大娘给拦住了 对不起 学生宿舍你不能进 严肃敏冷哼 不能进 你知道我是谁吗 宿管大妈丝毫不在乎 我管你是谁 你就是王母娘娘 这里也不能进 我说的 这是我的义母三分店 我说的算 把严肃敏气得跳脚 可还是没法进女生宿舍半步 正在此时 忽然有一个不认识的学生 来到了严肃敏的身前 萧夫人吗 苏萨让你过去 她在宿舍后面等你呢 好 我就是要和她理论 一个清楚 严肃敏显得气势汹汹 在那个同学的指点下 严肃敏来到了 女生宿舍的后面 那个窗户 就是苏萨的窗户 她就在上面 和你说话呢 女生指了指上面 就推说自己有事走了 严肃敏刚刚走到了 那个窗户的下面 正要抬头说什么 忽然 从上面扔下来一个 黑乎乎的物体 带着风声 就向严肃敏砸了下来 啊 严肃敏 发出了一声惊呼 被这突然而来的一幕 吓得魂飞魄散 这次没有被苏萨点穴 但严肃敏也觉得 自己动不了了 魂身冰冷 这是要被砸死了吗 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 忽然一个娇弱的身影 从一侧冒了出来 这个人英勇无畏地 扑向了严肃敏 小伯母 闪开 危险 这人把严肃敏的身体撞开 自己则是因为 灌线摔倒在了地上 与此同时 那个从高楼上掉下来的东西 已经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摔成了四分五裂 原来是一个盆 严肃敏被摔得七分八素 看着地上那盆的碎片 也是一阵的后怕 好险啊 差点被这高空坠武 给送走了 谁干的 严肃敏又惊又怒 然后 这才看到了刚才 把自己扑抖 救了自己一命的女人 正是苏伊诺 苏伊诺此时的样子惨透了 披头散发 脸色苍白 她穿了一条浅色的裤子 此时上面都是触目惊心的血迹 显然是刚才把自己推开始摔倒 然后受伤了 伊诺 你没事吧 虽然心里面再不喜欢苏伊诺 还把她痛打了一顿 但现在 对方救了自己一命 严肃敏也不得不表示 关心了 没事 我没事 苏伊诺咬着嘴唇 显然是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眼泪都在圈圈打转 却还在假装坚强 怎么没事呢 赶紧去医院 严肃敏忙说 真的没事啊 只要伯母没事 伊诺就是受再多的苦 也是值得的 苏伊诺柔弱地说 但在严肃敏的坚持下 还是把苏伊诺送到了医院 伯母 去医院可以 但是一定不能去 护城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啊 我不喜欢那个地方 因为那里对伯母不敬啊 因为我讨厌他们 苏伊诺继续表演 他不去护城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急诊 当然不是因为那个医院 给过严肃敏难堪 而是因为苏伊诺 自己在那里吃了好几次的亏 被灌黄连 被粗暴地打狂犬疫苗 让苏伊诺对那个医院 那个苏大师 还有那个叫胡亮的王八蛋 是又怕又恨 上次他装自杀 就是在那被收拾的 现在 这次装受伤 当然不会再去那里了 否则就真是肉包子打狗了 是的 苏伊诺的受伤 是假的 这一切 都是崔娥与苏伊诺定下的诡计 包括那个 把严肃敏引来的学生 上面扔下来的盆 都是崔娥找人安排的 好让苏伊诺 来假装建议勇为 博取严肃敏的好感 他腿上的那些血迹 自然也都是 偷偷涂抹的颜料 果然是把严肃敏 当成傻子一样耍了 当然 这个阴谋 是一个连环剂 还有后面的阴谋 苏伊诺被送到了 一家关系好的私人医院 假模假样的包扎后 这才来到了严肃敏的身前 伯伯 对不起 是我让您受伤了 我心里面 真的很愧疚 很难过 我都无地自容了呢 苏伊诺说着 又流下了眼泪 怎么是你让我受伤的呢 严肃敏大惑不解 明明是苏伊诺救的她 因为这次高空坠武 是我姐姐做的 她想制造意外 伤害伯母呢 但是我姐姐一定不会承认的 也不会和伯母 您道歉 所以只有 我这个当妹妹的 替姐姐道歉了 苏伊诺深情地说 彭氏苏萨扔的 为什么啊 严肃敏 并不像是尹玉兰那样 苏伊诺说什么 就信什么 而是表示了 自己的怀疑 正如严肃敏所说 苏伊诺这样的小贱人 她贱多了 那些小狐狸精 为了争宠上位 什么谎言不说啊 什么诡计没有啊 萧城的父亲萧汉 与苏守里一样 都是仗着有钱就在外面 寻欢作乐的老流氓 但严肃敏 与尹玉兰不一样 尹玉兰 是忍气吞声 不敢管 甚至苏守里 把女人带回家 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相比加而言 严肃敏 就有脾气得多 她可是与那些女人们 一直斗智斗勇的 对严肃敏来说 就显得过于浮夸 和作作了 伯母 您看这个 苏伊诺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找到了一个页面 递了过去 严肃敏一看 正是一张朋友圈的截图 上面是这么写的 今天怎么没有 把那个老婆妇砸死呢 把她砸死了 我就可以如愿进萧家的门了 我就是萧家 说一不二的女主人了 有人说 世界上最难相处的关系 就是婆媳关系 那么 作为一个准媳妇要怎么做呢 当然是先把婆婆弄死了 再分光大驾 而朋友圈的名字 正是苏萨 这是我姐姐发的 私密朋友圈 只有少数几个人 能看到的 苏伊诺在一边解释 小贱人 做梦 有我严肃敏在 苏萨就别想进 我们萧家的大门 严肃敏怒吼 她看到了 那个朋友圈的头像 正是苏萨 她之前还奇怪呢 为什么苏萨对自己这样 难道她不爱萧城了吗 不可能啊 我儿子那么优秀 现在看了这个朋友圈 严肃敏终于 到原因了 原来不是不喜欢我儿子 而是看不惯我这个婆婆 看着严肃敏气急败坏的样子 苏伊诺暗自发笑 任你兼四鬼 也得喝老娘的洗脚水 你上岁数了 不懂得互联网这些高科技了 所以我随便搞一个假朋友圈忽悠你 还不是一件很轻松的事情 伯母 如果你真的想让姐姐 做你们家的儿媳妇 我可以退出的 苏伊诺继续表演 退出 什么退出 我们肖家的儿媳妇 就是你了 让那个苏萨去死吧 严肃敏咬牙切齿地说 现在的他 虽然不怎么喜欢苏伊诺 但是对苏萨是更狠 他当然能看出来 苏萨与苏伊诺 是生死对头 那么 自己对苏萨最大的报复 就只能是让苏伊诺嫁给 萧成了 让苏萨嫉妒死 哼 谁让你那么爱我儿子了 想到这里 严肃敏觉得自己 还是要和苏伊诺搞好关系 因为敌人的敌人 就是朋友 何况苏伊诺刚才还救了自己呢 于是 严肃敏就拉住了苏伊诺的手 伊诺 这次多亏你了 要不然阿姨 这次就出事了 哎 之前的事情 是阿姨太生气了 下手重了一点 你别放在心上 她是在说之前 掌握苏伊诺的事 苏伊诺见奸计得逞 心中得意 于是盲说 我怎么会放在心上呢 您是长辈 雷霆与露 都是恩情 别说那件事 确实是伊诺做的不对 就是伊诺一点都没有错 伯木尼 也是打也打的 骂也骂得的 我绝对不会有任何的怨言和不满 在伊诺的心里 伯木 你比我的亲妈还轻呢 因此 之前看到伯木不喜欢我 伊诺是真的好难过 伊诺心里面的想法 很简单 只要能让伯木 不再记恨伊诺 伊诺就是把命 拼了都可以 他又音音地哭了起来 严肃敏急忙安慰 其实苏伊诺心中的真实想法是 严肃敏 你等着 等我真的进了肖家 我弄死你 你看我是怎么处理 婆媳关系的 肖成正在国外出差 接到了严肃敏的电话 肖成 你说 你现在到底 喜欢哪个女人 是苏萨 还是苏伊诺 你到底选哪个 听到严肃敏这么一问 电话那边的肖成 风轻云淡的一笑 妈 小孩才做选择题 我是成年人了 我都要 你放心 我会处理好 这两个女人关系的 让他们情色和明 都争着抢着服侍我 当然 他们现在是闹了一点 但毕竟还年轻 可以理解 谁让他们都爱我爱得发狂呢 听着肖成这臭不要脸的话 严肃敏气呼呼地大吼 好了 不要再说了 以后我不许你和那个苏萨再来往 否则 你就是别想要我这个妈了 严肃敏 就把自己差点被苏萨扔的盆砸死的事情 说了一遍 肖成嘴上答应得很爽快 表示 一定会按照严肃敏的话 以后不和苏萨来往了 但其实肖成的心里面 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 他就是一个薄情冷性 自私自利的人 因此听到自己的亲妈 差点被砸死 其实心里面一点都不在乎 相反还很开心呢 为自己的魅力开心 为两个女人 为自己这么付出开心 苏伊诺就不说了 他为什么拼命也要救严肃敏啊 还不是为了取悦自己 至于苏萨 他为什么要砸死严肃敏啊 也是为了自己 女人啊 就是有着超强的妒忌心 肯定是苏萨想完全霸占自己 不允许自己被别的女人亲近 哪怕是自己的亲妈也不可以 他因为爱自己 连自己的妈都嫉妒 他就是要成为自己最重要的女人呢 这才在媳妇过门之前 就想弄死婆婆呢 呵呵 这个小条皮鬼 晚上 萧家来了一个客人 正是尹玉兰 尹玉兰带了很多的礼物 看到是她 严肃敏眉毛动了一下 却躺在了沙发上 根本就没有起来迎接的打算 显然是不给尹玉兰面子 很是冷淡 婆媳关系难处 很微妙 其实亲家之间的关系 也很难处 特别是婆婆与妈的关系 很容易就变成名争暗斗 互相攀比 阴阳怪气 就像是尹玉兰与严肃敏 这两个阔太太 有很多的相似之处 都是自命不凡 都是自诩权贵 都是鄙视下层 都是自私自利 因此 同性相斥 彼此都是看不上眼的 之前虽然没有发生过大的冲突 但小的摩擦 龌龊不断 之前萧家落魄的时候 尹玉兰没少看 严肃敏的笑话 而苏家倒霉的时候 严肃敏也是隔岸观火 幸灾乐祸 津津有味 就比如说那次斗琴事件 看到苏伊诺倒霉 严肃敏就是对尹玉兰 大开嘲讽计的 有这么一层的关系 平时严肃敏 与尹玉兰 是很少来往的 更不要说 主动上门送礼了 尹玉兰有些尴尬 咳嗽一声 肃敏 听说你白天差点受伤 没事吧 我是来看你的 严肃敏冷哼一声 那倒是 也不比您的挂念了 尹玉兰善善地笑 在沙发上坐下 与严肃敏开始 扯东扯西的兜圈子 严肃敏看出来了 这个尹玉兰一定是有事 但是也不主动开口 等尹玉兰自己先提 这叫占据对话的主动权 果然 尹玉兰绷不住了 开始嘶嘶哀哀地问 肃敏啊 听说你不喜欢尹诺 不想让我们家尹诺过门了吗 这不合适吧 毕竟他们感情那么好呢 两人都已经订婚了 现在在沪城 谁不知道他们是一对啊 不好棒打鸳鸯的 那是严肃明几天之前的企划 现在 他已经改变了主意 但显然这事 尹玉兰并不知道 于是就故意冷脸 是啊 不要了 我们家萧城 什么样的女人找不到 你们一诺并不合适 订婚 订婚怎么了 结婚还能离婚呢 我们毁约了不就行了 你放心 我们萧家不差钱 不会要回订婚的礼物 和礼金的 至于名声 这就要好好说到说到了 与你们家苏伊诺在一起后 我们家萧城得到什么好处了 那么优秀的一个男孩子 都被骂成渣男了呢 尹玉兰急了 绝对不能回婚啊 苏家也不差钱 说什么 在乎礼金和礼物 完全就是严肃敏诚心羞辱 但尹玉兰 一定要保住苏伊诺 与萧城的婚事 上次苏伊诺和她发飙 把她好一顿埋怨 撕开了乖巧的面具 第一次露出了 甚至毒液的獠牙 尹玉兰很意外 但正如崔娥说的那样 尹玉兰这种贱人 你越不给她好脸色 她才越重视你呢 牵着不走 打着倒退 现在苏伊诺这么一生气 尹玉兰不但不怪苏伊诺 反倒是觉得自己 真的是很对不起苏伊诺呢 觉得是自己没本事 才让苏伊诺 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觉得自己最大的错 就是生了苏萨 才会让伊诺这么伤心 而自己 要是当初生的伊诺该多好啊 伊诺也不会这么失望 都怪自己的卵子 不争气 所以在听说 严肃敏对苏伊诺发飙 还打了苏伊诺后 这才找到了萧家 就是来给苏伊诺说情的 于是尹玉兰就各种第三下四 苦苦哀求 希望严肃敏 再给苏伊诺一个机会 看着卑微的尹玉兰 严肃敏的心中一阵的舒爽 这段时间 他竟憋气了 竟受委屈了 终于可以找到一个 可以用来出气和泄愤的了 并且这个尹玉兰也并不无辜 不论是苏伊诺 还是苏萨 都让严肃敏难堪过 负债子长 女儿造的孽 当妈的你不爱打 谁爱打呀 打死你都不多 严肃敏越拿捏态度 端着架子 尹玉兰就越着急 都快要哭了 他红着眼圈 抽气着 宿敏 我求你了 我们家一诺 真是一个百里挑一 千挑万选 万里唯一的好女儿啊 她与你们家 萧承那也是两情相悦 惺惺相惜的 早就定下了掌相厮守 生死不渝的誓言 怎么可以说散就散呢 也不是我夸口 论相貌 论懂事 论财情 一诺哪个不是顶级的 那真是打着灯笼 都找不着的好媳妇啊 你们萧家 娶了我们一诺 绝对不会后悔的 都说我们家一诺望夫 是贵人呢 尹玉兰 就像是一个王婆一样 在努力夸赞 可惜 严肃敏这个买瓜的 却是不为所动 你就是说破天 我们也不要苏一诺了 现在有好几家大小姐 都来我们萧家提亲呢 你都不知道 我们家萧承 有多抢手呢 对了 还有那个苏萨 我觉得也不错呢 严肃敏知道 尹玉兰与苏萨关系不好 故意刺激她 尹玉兰大惊失色 庆家母 不要啊 你到底要我怎么做 你才肯接受 我们家一诺呢 我们都会做的 严肃敏此时 完全掌握了优势 志得一满 他傲娇地翘起了二郎腿 好啊 要不跪下来试着求我 看我会不会心软呢 要是能让一向 趾高气扬的尹玉兰 给自己下跪 那对严肃敏来说 真是一辈子爽事 这样及时以后 萧承与苏伊诺结婚了 那尹玉兰 之前严肃敏 一直对苏伊诺不满的原因 就在于 他觉得苏伊诺诡计多端 把萧承丸弄得 和个傻子一样 这让严肃敏觉得不爽 凭什么啊 我儿子凭什么 被你苏伊诺控制 女人就是这样 内心充满了矛盾 都希望自己的老公 听自己的话 不希望自己的儿子 受尔媳妇的摆布 所以这次也是借着机会 严肃敏要好好打压 一下苏家的威风 让以后不论是尹玉兰 还是苏伊诺 都不许在自己面前 起妖蛾子 听到严肃敏这么过分的要求 尹玉兰愣了 什么 让我跪 严肃敏 你别过分 别欺人太善 严肃敏不置可否 不答应 不答应就走 上赶子不是买卖 反正 又不是我们家萧承 找不到媳妇 那我就送客了 你带的那些礼物 都给我拿走 我们萧家不缺这个 尹玉兰脸上的表情 阴晴不定 严肃敏看得是 心中惬意 其实 她根本就没指望 尹玉兰真的会跪下来 但能这么羞辱她一番 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尹玉兰的做法 还是刷新了 严肃敏的三观与下线 扑通一声 尹玉兰真的给 严肃敏跪下来了 她苦苦哀求道 好 我给你跪下了 你就选择一诺吧 不知道是因为屈辱 还是因为激动 尹玉兰的眼泪 都出来了 这么说吧 如果没有苏伊诺大闹那件事 那么尹玉兰 是绝对不会同意下跪的 但正因为 苏伊诺发飙了 和她撕破脸了 不再装孝顺懂事了 而是露出了尖酸刻薄 牙字必报的一面 所以尹玉兰才有这么一跪 因为尹玉兰觉得自己 对苏伊诺有愧 她担心苏伊诺不搭理她 那样她的人生 就太失败了 尹玉兰的人生 绝对不能失败 特别是 不能在苏萨面前失败 别说她真的很喜欢苏伊诺 就算是她不喜欢苏伊诺 但就算是 为了刺激苏萨 就是为了向苏萨证明 她选择假千金是对的 没有选择 她这个真千金没有错 那尹玉兰也不能 与苏伊诺反目成仇 她必须要与苏伊诺 母慈女孝一辈子 哪怕是表演 也得演得四模四样 如果她与苏伊诺的关系破裂了 那么尹玉兰 不但失去了唯一的女儿 还会成为众人眼中的笑柄 说她白忙活一场 机关算尽 最后闹一个 竹篮打水一场空 陪了夫人又折兵 特别是苏萨那张 能骂死人的利嘴 能用不同的样 骂她自作自受 骂她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 那样的场面 是尹玉兰完全接受不了的 所以 她必须要让苏伊诺 永远孝顺自己 哪怕自己卑躬屈膝 其实这已经不是母爱了 完全就是一种奇葩的依恋 看到尹玉兰跪下了 严肃敏稍微一愣 然后就哈哈大笑起来 尹玉兰啊尹玉兰 我都不知道 是应该说 你有伟大的母爱呢 还是说 你够自亲自荐了 听着尹玉兰的嘲讽 尹玉兰忍着羞辱 严肃敏 我都这样了 你满意了吗 严肃敏脸上带笑 语气里都是心爱的讽刺 满意 我对你下跪很满意 但是对你家苏伊诺 还是不满意啊 我还是觉得苏萨更好呢 你走吧 尹玉兰嘶吼 你耍我 严肃敏一脸都不在乎 对呀 耍的就是你 因为那个苏伊诺 我丢了多大的人 耍你过分吗 尹玉兰是真的觉得 严肃敏要去找苏萨了 因为他到现在还不知道 这次严肃敏的受伤 是苏萨做的呢 不论是苏伊诺 还是崔娥 都没有把事情告诉他 他就莽撞递上门了 因此 尹玉兰觉得 严肃敏有这个想法 很正常 毕竟苏萨那个死丫头在外面 这么出风头了 明星的比苏伊诺强 自己不还是一时的鬼迷心窍 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可要是苏萨成了肖家的少夫人 不但苏伊诺无法接受 尹玉兰更是无法接受 她不能接受自己看不上的女儿 再次成功了 不能接受自己嫌弃的苏萨 再次把自己喜欢的苏伊诺 按在地上摩擦了 这么说吧 每一次苏萨 对苏伊诺的胜利 都是对尹玉兰的羞辱与嘲讽 因此 哪怕肖成不娶苏伊诺 但也不绝对不能娶苏萨 哪个女人都可以 哪怕是路边的女乞丐 女流浪汉都可以 就唯独不可以是苏萨 现在的尹玉兰 可以接受世界人任何人的成功 但是就不能看到苏萨获得幸福 她希望苏萨穷困潦倒 漂泊凋零 人人欺辱才好呢 跪在她的身边 祈求她的怜悯才好呢 想到这里 尹玉兰一慌 有一句话脱口而出 严肃敏 你绝对不能要苏萨 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都不要她 尹玉兰这话一出口 严肃敏愣了 什么 亲生女儿 不是养女吗 话已经出口了 尹玉兰就没有什么顾忌了 没错 其实苏萨是我的亲生女儿 一诺才是我的养女 我绝对不会骗你的 尹玉兰急痴白脸地说 所以 你是把真的当成假的 假的当成真的 尹玉兰 你是白痴吗 这是严肃敏第一个想法 然后就是愤怒 好啊 原来那个苏伊诺 是个冒牌货 你们这不是欺诈吗 把我们肖家当成什么了 刚才严肃敏说 对苏伊诺的不满 是装的 是为了刺激尹玉兰 但现在听了这个 真假千金的秘密后 是真的生气了 觉得自己家被耍了 他们这样的人家 最看重的 就是门第家事 两个女人站在面前 一个出身高贵 但是生活放荡 五毒俱全 一个出身底层 但是贤良淑德 才貌双全 大户人家 会选哪个当儿媳妇 不用问 肯定是第二个 因为大家族的联姻 其实都是交易 都是利益交换 就是一门生意 感情是最不重要的 表面夫妻 暗地里个玩个的 大有人在 因此 现在严肃敏听说 苏伊诺不是真正的苏家千金后 这才处理愤怒 诈骗 这就是诈骗啊 尹玉兰知道自己说了这事后 严肃敏一定是这样的反应 于是急忙解释 性嫁母 你别激动 你听我说 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 这里面是有隐情的 我也是个女人 我也是当妈的 正常的女人 有几个 会不喜欢自己的亲生骨肉 会宠爱外人更多呢 这里面是有理由的 我是有苦衷的 我很无奈啊 因为那个苏萨 是灾心 一诺才是我的福星啊 尹玉兰就把催恶的那套鬼话 又向严肃敏 说了一遍 从自己怀孕时遭遇的种种麻烦 到生出苏萨后的那场大火 再到苏萨怎么失踪的 苏老爷子 为了找他把命都丢了 苏萨回到护城后 苏家是如何被闹得一个鸡飞狗跳 反正过去的那些事情 都是苏萨的错 都是苏萨的不对 如果没有苏萨 这个世界会多么的安静 多么的美好 同时 尹玉兰又把苏伊诺 给狠狠夸了一顿 说正是因为 有了苏伊诺 这个福星的安慰 自己的日子 才不至于那么苦呢 苏萨 亲家母 你相信我 如果你选了苏萨 你一定会后悔的 那个丫头 就是一个女魔王 只要进了苏家 你们一定会家门不幸 鸡犬不宁的 只有一诺 才会让你们萧城幸福的 尹玉兰苦口婆心地说 严苏萨听得一愣 灾星 福星 严苏萨也是比较信这个的 他马上想到了 对啊 那个苏萨 可不就是一个灾星 谁靠近他谁倒霉 没有他 萧城不会被骂渣男 没有他 自己的演出 也不会出那么大的仇势 东野一郎那事 虽然是苏伊诺惹来的祸 但这个苏萨 也是一个推波助澜 火上浇油的 他光顾着自己出风头 一点都不在乎自己的面子 把自己的脸 扔在地上踩 还有后来 半珠吃虎的新闻发布会 从天降的盆 这一切都证明了 果然苏萨 就是一个害人精 而就算是没有这些事情 严肃敏也不会接受苏萨的 想到这里 严肃敏冷冷地问 这个秘密 还有谁知道 尹肃兰急忙保证 别人都不知道 严肃敏追问 以后你们会不会公开绅士 说苏萨才是真千金 苏伊诺是假的 尹肃兰大喊 当然不会了 我现在心里面 不知道有多讨厌那个死丫头 我永远不会让她回苏家的大门 苏家的真千金 只能是苏伊诺 这一点永远都不会改变的 我们会给伊诺最好的 会给她最好的荣光与嫁妆 让伊诺风风光光地嫁到你们萧家的 严肃敏沉思 忽然感到 其实这样也不错 首先别管什么血缘不血缘的 只要苏伊诺有苏家大小姐的名分 就可以了 这就能满足我们萧家 面子上的要求了 其实血缘没有那么重要 很多所谓的上流社会 豪门大族 其实里面的关系都很复杂 很狗血 很混乱 乱搞的乱搞 爬灰的爬灰 偷小梳子的偷小梳子 当家大少爷 其实是太太和原丁通奸生的 根本就不是新闻 属于常规操作了 护城豪门一条街 打听打听谁是爹 其实那些公子哥的亲爹都是厨师 管家 送水工 因为那些大老板们 早就被酒色掏空了身子 基本上失去了生育能力了 就像是那个瑜伽 于老爷子 有四个儿子 三个女儿 但在遗产分配闹上法庭的时候 才发现这七个子女 都不是于老爷子亲生的 是于老爷子的三房太太 与七个不同男人生的种 创造了护城豪门 卑率的一个记录了 这么说吧 真要是在豪门大族里面 每家都做一个DNA 亲子坚定的话 那一定会闹得天下大乱的 因此 别管苏伊诺是谁生的 但只要是 外面人都以为苏伊诺 是豪门千金就好了 其次 自己掌握了 这个苏伊诺绅士的秘密 就等于拿捏了她的七寸 以后还不是的 对自己更加的毕恭毕敬啊 严肃敏不蠢 他看得出 之前苏伊诺对她的恭敬很多 都是装的 但现在 必须给我真的跪下 不服 不服就曝光你 大不了我们萧城 再离一次魂罢了 大丈夫何患无气 况且我的儿子那么优秀 就是苏萨那个死丫头 不也是 处心积虑地想要害我 然后上位呢 想到这里 严肃敏觉得 对尹玉诺的羞辱 也差不多了 这才悠悠地说 好啊 那我就再给苏伊诺一个机会 尹玉诺 这才千恩万谢地走了 尹玉诺前脚 刚离开萧家 严肃敏 就给苏伊诺打去了电话 苏伊诺的声音 显得娇嘀嘀嘀的 伯母 你有什么事啊 严肃敏的声音 带着嘲讽与冷意 尹玉诺呀 我今天呢 听到了一个秘密 一个有关于某个人 身世的秘密 是你妈说的 一个真假千金的秘密 你有兴趣听吗 苏伊诺一听 脸色苍白 浑身感到一阵的寒冷 她勉强笑道 伯 伯母 我不知道 你在说什么 呵呵 你就当我说个笑话吧 不过我觉得呢 以后你应该知道 怎么做人了吧 我要是你就规规矩矩 好好孝顺长辈呢 严肃敏一阵的威逼力诱后 这才诗诗然地挂了电话 一诺 怎么了 催额问 尹玉兰 那个杀千刀的 我恨不得把她碎尸万段 苏伊诺恨恨地说 一诺呀 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萧家的人不再讨厌你了呀 严肃敏答应 继续接受 你当她的儿媳妇了呀 尹玉兰一路小跑 回到了家 脸上写满了表公求表扬 可是迎接她的 却是苏伊诺的冷若冰霜 尹玉兰 你是把我深室的秘密 告诉严肃敏吗 现在苏伊诺 直接不喊骂 而是直呼其名了 因为 她已经发现了 现在不是她 离不开尹玉兰 而是尹玉兰 离不开她 所以 她根本就不必再 故意殷勤讨好了 反正尹玉兰这个贱人 也不敢和自己翻脸 是 是啊 但我是有原因的 我是为了 尹玉兰正想给自己的行为解释 但是 苏伊诺根本就懒得 听她的解释 直接大步上前 仰手就是一个巴掌 啪 一巴掌打在了尹玉兰的脸上 尹玉兰都被打愣了 虽然在苏家 她就是和沙袋一样 挨过不少人的打 比如苏老夫人 苏手里 尹玉兰都习惯了 可是 挨苏伊诺的打 还是第一次 打死尹玉兰都没有想到 平时一向是孝顺懂事的苏伊诺 居然会打她 她这是混得有多惨啊 亲生女儿嫌弃她 现在一心宠爱的假女儿 也和她离心离德了 她一直骂忽逆 不孝的亲生女儿 都没打她 反倒是 一直被她夸赞乖巧懂事的苏伊诺 却打了她的耳光 当然了 其实尹玉兰也被苏萨打过耳光 就是去整容 说她脸歪了那次 不但被苏萨打了九耳光 还给了苏萨九百万美元呢 属于是前求挨揍 见到了极致 只是她一直不知道 还以为那个苏大师 真的是很神奇呢 尹玉兰捂着脸 眼泪都出来了 她真的觉得很委屈 自己今天在萧家 为了苏伊诺的婚事 那可是受尽了羞辱啊 都给严肃敏下跪了 放弃了尊严 为了苏伊诺 做了这么大的牺牲 说实话 尹玉兰自己 都被自己感动了 觉得一个母亲 能做到自己这个份上 已经到了一种极致了 还是为了一个 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儿 那自己的牺牲 都可以被评为感动 华夏十大人物了 苏伊诺 如果知道了自己的付出 一定会无比感动 和自己兵世前嫌的 还会喊出那句久违的妈 怎么可以与自己撕破脸呢 还长乖自己 这对自己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我尹玉兰不但是世界上 最好的母亲 还是世界上最委屈的女人呢 于是尹玉兰捂着脸 一诺 你听我说完 我也是被逼无奈啊 如果我不说你的身世 那严肃敏就去找苏萨了 你能容忍这样的事情吗 真的 我为了替你说情 我都给那个严肃敏跪下了 我为了你 连尊严都不要了呀 你不感动吗 尹玉兰委屈的流出了眼泪 一诺 妈真是为你尽心尽力 操碎了心啊 你得理解妈的一片心意啊 当然了 妈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也不求你报答 但你不能因为这个 和妈生犯 可怜天下父母性 你不能这么对你妈呀 尹玉兰越说越伤心 不遗余力地卖惨 希望把苏伊诺给感动了 可是苏伊诺却是冷笑 尹玉兰 别说这个有的没的 你下跪就委屈了呀 我受的委屈多了 我管你 谁管我呀 这么和你说 别给我卖人情 我苏伊诺不吃你这一套 你愿意跪那是你蠢 你见骨头 我才不会为你感到不值呢 尹玉兰根根没想到 苏伊诺居然是这个态度 真是一把真心都是为了狗 那自己不是白贵了吗 白受这样的委屈 受尽了严肃敏的羞辱 却是毫无意义 伊诺 你不能这么说啊 这是拿刀子扎妈的心啊 我和你说 妈这次没白去 要不是妈舍了这张老脸 那严肃敏 能同意你继续和萧成交往吗 这都是妈给你争取的呀 你看看你说的话 真是让妈伤心啊 尹玉兰哭着说 面对着尹玉兰的眼泪 苏伊诺冷笑 真是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你的脸呢 没见过你这么给脸不要脸 往自己脸上贴金的婆娘 告诉你 我早就与颜伯母说好了 她已经接受我了 需要你去卖老脸 你的脸值钱吗 呸 都不如我用过的卫生巾值钱 还说什么严肃敏会去找苏萨 怎么可能 你知道严肃敏是怎么受伤的吗 就是被苏萨砸的 别说你下跪了 你就是在她面前吊死了 你看她会不会要苏萨 听苏伊诺这么一说 尹玉兰才是真的傻了 什么 严肃敏早就接受苏伊诺了 那自己上蹿下跳的算什么 马戏团的猴子啊 被人奚落的小丑啊 我 我不知道啊 你们 都 都没告诉我 尹玉兰嘶嘶哀哀的说 告诉你 告诉你做什么 你是个成事不足 败事有余的东西 又蠢又笨 光知道 给我惹事 现在你看 没告诉你 你还是给我捅猴子了 苏伊诺恶狠狠的训斥 哪里是和妈说话 完全就是训狗 把尹玉兰 骂得是抬不起头来 她的眼泪 在眼眶里面打转 委屈得诉苦 一诺 就算是妈做错了 但妈 也是为了你好啊 我不需要 苏伊诺横眉立目 她指着尹玉兰的鼻子 蠢人好心办的事 造成的影响更大 你知道吗 我宁可你是诚心使坏 也不愿意看到你 打着为我好的名义 一次次地坑我 我受够了 苏伊诺在嘶吼 尹玉兰 吓得畏畏缩 一诺 就是严肃敏知道了 也没啥 你们都是一家人啊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苏伊诺听了更狠 她用手指头 狠狠地戳尹玉兰的脸 把尹玉兰戳得很疼 却不敢躲 没啥 尹玉兰 你是大傻比妈 现在那个死女人 知道了我最大的秘密 还不知道以后 要怎么勒索 坐着我呢 以后我在肖家 还能抬头做人吗 我得当牛做马 被他们欺负一辈子 你这个坏事惊 我恨不得一口咬死你算了 免得和你受气 苏伊诺越说越气 最后索性一甩袖子 这个坏家我呆够了 我走 不然会被你坑死的 你这个坏妈有什么用 我还不如一个棍呢 苏伊诺起身 拂袖而去 伊诺 你别走 妈给你跪下了 尹玉兰过去抱住了苏伊诺的腿 给她跪下了 尹玉兰真是突破了做人的底线了 也算是跪习惯了 先给严肃敏跪 又给苏伊诺跪 看来人就是这样的 只要跪一次 就会跪更多次 尊严只要一倍践踏 就再也无法恢复骄傲 一个人 只要当了一天的狗 就会成为一辈子的狗 就像是此时的尹玉兰那样 已经彻底在苏伊诺面前 失去尊严了 只能挪言蔽息 摇尾起怜 风水轮流转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最开始 是苏伊诺担心 尹玉兰把她赶走 现在 则是尹玉兰 下跪哀求苏伊诺 不要走了 苏伊诺要走 其实也是欲擒故纵的计策 不过是趁机拿架子罢了 最近苏伊诺学了一个词汇 叫扑啊 她决定把这一套技术 都用在尹玉兰的身上 还别说 效果特别好呢 她的唇边 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同时 更是坚定了一个心思 那就是等自己嫁到肖家后 一定会想办法 弄死严肃敏 谁让你知道了 我的秘密 你就该死 周末 早上 江老夫妇就派车 把秦朗接回了老宅 江四泽是又出差了 她一个人没什么事 就在小区附近溜达 就和一个正常的家庭主妇一样 说实话 苏萨还是挺喜欢这种感觉的 她的人生在高中 发生了一次巨变 未婚怀孕 不知道男方是谁 生下死因 备受打击 然后 从那一年到去年 有足足四年的时间 其实苏萨一直都在 全世界游历的 现在和江四甲结婚 也算是苏萨 回归家庭了 苏萨正在闲逛 忽然听到了 前面小公园里面 传来了一个老太太淒厉的哭声 哎呀 我的命好苦啊 你说我一把屎 一把尿都把你拉扯大 就生了 你这么一个不孝女啊 苏萨就是一皱眉 虽然她一向讨厌 自己的亲妈尹玉兰 觉得她的存在 都是玷污了母亲这个词汇 可对这世界上 大多数的母亲 苏萨一直都是尊重的 正因为自己 没有得到过母爱 才更羡慕向往别人的母爱 因此 尽管她是尹玉兰 嘴里面忤逆不孝的死丫头 其实最恨的 也是那些真正的不孝子女 于是 苏萨就走了过去 走到近前 苏萨发现这个哭的老太太 自己还认识 就是后楼的李大娘 李大娘是个热心肠 对谁都是客客气气的 每次看到秦朗了 都会夸一句 小宝宝真可爱 她还是居委会的 平时对小区的事物 也很伤心 总之是一个很不错的老太太 现在怎么哭得这么伤心 在她面前 半蹲着一个男人 正是李大娘的儿子李大哥 苏萨记得之前听老太太 很是骄傲地讲过 她儿子在机关单位工作 挺有出息的 妈 你别闹了好不好 不嫌弃丢人啊 李大哥一脸的无奈 哎呀 我丢人 我把你养这么大 你居然说我丢人啊 李大娘哭得更伤心 其余一些老头 老太太也都开始为李大娘 打抱不平起来 纷纷指责李大哥 你怎么这么说你妈 是啊 看她哭得多伤心 李斌啊 平时看你 也是个不错的孩子 怎么现在做这么让人 失望的事情了 别说你妈伤心 我们也是看不下去了 你妈把你养大不容易啊 做人要有感恩之心 不然和白眼狼 有什么区别 马有垂江之意 全有狮草之人 羊羔贵乳豹母恩 源偷鲜果自奔 朱之罗网护体 鼠道鱼梁防身 梅露剑尸等成群 无异之人可恨 有一个老头 还是说相声的 直接用相声的定场诗 来批评李大哥 光是这些人 七嘴八舌不说 边上有两个青年男女 都是穿着职业套装 现在那个女人走了上来 一边轻的掏出手绢 给李大娘擦眼泪 干妈 别哭了 再哭坏了身体 那样我们这些当儿女的 得多难过啊 李大娘抓着女人的手 泪眼婆娑 眉眉啊 你是个好闺女 我真羡慕你妈呀 有你这么懂事的女儿 哪像我 生个儿子有什么用啊 小公鸡 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那个男人 则是来到了李大哥的面前 大哥 你看看咱妈多伤心啊 你不能这么做啊 李大哥心里面郁闷极了 他不敢和自己的亲妈发火 就把怨气都发泄到了 这对青年男女的身上 愤怒的挥手 你们给我住口 那是我妈 不是你们的妈 都是被你们这些骗子窜多的 要不然老太太 也不会这样 李大哥这么一发火 其余的那些老头 老太太们都不答应了 怎么 李斌 你想打入啊 告诉你 有我老头子在 你敢动他们一下试试 可不是吗 媚媚和小王都是好孩子 对我们老人又礼貌又孝顺 现在 哪有这么好的年轻人 比我们自己的儿女都强 媚媚还每天给我们免费发毛巾 和鸡蛋呢 小王还帮我加抗水呢 对啊 这些好孩子 都是为了我们的健康好 给我们提供了那么好的产品 怎么可能是骗子 那是我们的贵人啊 李大娘更是一脸愤怒地看着李大哥 你这个不孝子 你天天忙 没时间陪我 你还不让别人陪我了 媚媚是我干闺女 你想打她 先打我 李大哥被说得百口难辩 那个媚媚和小王 则是脸上露出了脚侠的笑容 苏萨就猜到这些人 是做什么的了 不是卖保健品的 就是卖医疗仪器的 套路基本上都是一个样 先是打着免费健康讲座的名义 招揽人气 然后免费发一些不值钱的免费礼物 这是放幼儿 和老年人们嘘寒问暖 跑前跑后 甚至是喊爹喊妈 这是增进感情 获取信任 等到差不多了 就开始卖各种产品了 说得天乱坠 包治百病 其实都是一些三无产品 要么根本没用 要么夸大疗效 总之都是把几十块钱 几百块钱的东西 卖到成了成千上万 等到骗够了 这些人就像是打游戏一样 再去下一个地方 还是这个套路 挣钱没错 可是这些骗子行骗的 主要目标人群 都是一些老头老太太的退休金 就真的是太让人不齿了 简直就是谋财害命 因为很多老人都是上了当 用了这些所谓的神奇仪器 神奇保健品 神奇药品后 就不再听医生的话了 容易耽误病情 给身体带来伤害 同时 就算是不会被他们卖的产品 本身害死 可是 等到这些老人们后面发现 自己平时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连买一颗葱都要斤斤计较 却被骗子们 一次性骗走了好几万块钱时 是真的会被气死 懊恼死的 心理上的伤害 比身体上的伤害还大 想到这里 苏萨卖不上钱 扶起了李大娘 李大娘 这是怎么了 至于这么生气吗 李大娘平时 对苏萨的印象还是不错的 于是就抹着眼泪说 这小子不让我买万能仪 什么是万能仪 苏萨问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们 就七嘴八舌地介绍起来 万能仪 好东西啊 对啊 很多病都可以治呢 还没有副作用 这产品一般人买不到 都是国家机密呢 对啊 电视上播过 还有明星代言呢 要不是妹妹他们关心老年人 我们根本就不能用五折的钱 拿到万能仪 原价一万多呢 才卖给我们八千 小王他们是好孩子啊 许神医都是在报纸上推荐的 李大哥看到苏萨是年轻人 终于找到了知音 也急忙说 这位姑娘 你给拼拼理 你说这种东西有用吗 有这么神奇吗 还不是骗老人的 我妈不但自己要买 还要动员我们家的亲戚都买 天天在家庭群里面推销 我就说了几句 这就和我闹开了 听到李大哥这么说 那个小王一推鼻子上的眼镜 这位大哥 你说这个就不对了 别家的产品是不是骗子 我不好说 但是我们家的产品 那是国家最新的科技机密 知道嫦娥号吗 登月科技同款 纳米技术加持 之前都是给大领导们特供的 现在这是国家特批 才流入市场上一批的 这么说吧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 你们这次不买 下次就没有机会了 周围的老头老太太们 各个点头 都是身以为然 并且纷纷表示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仪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一口气上五楼不费劲 面对这样的局面 李大哥只能苦笑 苏萨却是不动声色 这么神奇 我能去看看那些仪器吗 好的话 我也给家里老人买几台 听到苏萨这么说 叫眉眉的女人笑成了一朵 真是孝顺孩子 有的人真应该学学了 这话显然就是 在阴阳怪气的嘲讽李大哥呢 万能仪的门店 就在小区门口的一个沿街房里面 屋子里摆着一台样品 万能仪的样子 像是一个小板凳 人可以坐在上面 上面有袋子和一些探头 可以扣在人的身体上 然后就可以利用仪器 发出来的神秘信号 治疗健身了 苏萨只一眼 就看出了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市面上 满大街都是的按摩仪 成本也就是几百块钱 并且他们这个 一看就是小厂生产的 那成本只能是更低 就是卖八千块钱一台 抢银行都没这么爆裂 至于那些老人们 用了这东西 会觉得身体轻松点 自然也是按摩 加上心理作用的结果 小王八 你给我演示一下 苏萨对那个男人说 男人的脸一黑 喊王别喊吧 文明你我他 都不知道这个女生 是故意的还是无心的 但是挣钱要紧 于是他就给掩饰了一份 小姐 你可以坐上来试试 苏萨一眼 做到了那万能以上 像是看星线一样 在线路板上面 拨弄了几下 小傲盲说 哎呀 你别乱动 别弄坏了 苏萨一愣 不让碰 那算了 我不是了 眉眉暗中 狠狠瞪了一眼小王 然后对苏萨笑叶如 小姐 可以试 可以试 我们的产品质量可好了 那可是登月科技啊 技术杠杠的 好啊 苏萨坐在了那椅子上 可是尴尬的一幕出现了 暗动开关 灯也不亮 也没有发出嗡嗡的声音 这是坏了 小王上去用手倒过了一阵 还是没有任何的反应 苏萨冷冷地看着 嘴边挂着轻蔑的笑容 当然出问题了 因为刚才苏萨那 看似随意地拨弄 其实是暗中 把机器的线路给破坏了 要不你自己上来试试 苏萨示意那个小王 苏萨不说 那个小王也有此意 他要证明不是机器的问题 而是苏萨操作的问题 于是小王就坐在了仪器上 暗动了一下电源开关 惊人的一幕出现了 只见那仪器忽然开动了 先是发出了蓝光 然后是剧烈的一响 坐在上面的小王 像是抽风一样 忽然就打起了白子 嘴唇哆嗦着如同风扇 浑身颤抖得如同筛炕 脸色苍白 头发都竖起来了 脸上的五官扭曲 眉毛眼睛都挤到一起了 开始周围的人不明白 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李大娘 这才像是明白了 一样喊道 哎呀妈呀 是不是触电了吧 可不是触电了吗 现在不但机器开始冒烟了 并且这小王的裤腿里面 都开始流出了黄绿色的液体了 显然这是 已经被电机的大小便 都湿尽了 这一幕 把周围的老人们都看傻了 他们是不懂什么那米科技 航天技术 但触电 还是能看明白的 所以这哪里是保健一切 这明明是处决犯人的电影啊 老人们 谁还敢买这样的一切啊 不要命了呀 加上这店里面 此时已经是恶臭无比 有的人都被熏土了 纷纷掩鼻而出 苏萨也跟着人一起出来了 大娘 看到没有 这一气真的不安全 别和李大哥置气了 苏萨对李大娘说 李大娘没辞了 其实 刚才触电那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有苏萨最清楚 他大眼一看 就知道这一气的电路板 是粗制滥造的 都是一些不知名的小厂 做的手艺 买回来 出各种电路问题 那是一定的 确实有安全隐患 所以苏萨 只不过是暗中更改了 一下线路 让这个小王 八长长做电影的滋味罢了 这还是苏萨留情了 没有把电流调到最大 否则 小王一定会变成电烤王八的 苏萨以为经过自己这么一闹 那个专门欺诈 老年人的犯罪团伙 就应该乖乖跑路了 但苏萨 还是低估了某些人的贪婪与无耻 第二天 在小区附近的广场上 红旗招展 采旗飘扬 锣鼓喧天 人山人海 正中央搭了一个 很大的零食舞台 舞台后面 是一个硕大的LED电子屏幕 舞台铺着红地毯 上面摆放着蓝 空中 还飘着四个巨大的气球 气球下面的横幅 分别写着秘密科技航天品质 既是救人汇集百姓 原来这是万能仪总公司 在这里 举行一场盛大的产品推广活动 就是为了消除 昨天小王出电事件的影响 现场 万能仪公司的首席专家 据说是国内某著名 医科大学的李教授来了 现场给大家解释 产品没有任何问题 昨天的触电事件 完全就是一个意外 意外的原因 也不是产品质量有问题 而是昨天 在演示的时候 门店的电路出现了问题 这才造成了这样的意外 所以 小王属于因公负伤 但昨天的事情 确实给大家 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所以 李教授现场宣布 所有产品 在原来五折的基础上 再来一个大折扣 不要88888 只要6666 6666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能把我们的产品拿走 你就没事偷着乐吧 同时 现场又免费发送洗衣液 鸡蛋 食用油等东西 见者有份 同时 现场还有热辣的文艺演出 一个个穿着 清凉的小姐姐 搔手弄姿 因此不但是老年人来了 很多单身狗也来了 万能一的形象代言人 孟凯也到了现场 与粉丝一起联欢 孟凯虽然不是什么 流量明星小鲜肉 今年已经50多了 但这几年 经常出演一些家庭伦理剧 在里面扮演公公 爸爸之类的 勉强丧得老戏骨 加上又是县区 一级电视台里面的广告明星 什么鞋店啊 健身器具啊 药酒啊 不孕不育医院啊 红外线治疗仪啊 好几十个产品代言都在身上 在社会上 特别是老年人的眼中 还是很有名 很脸熟的 因此 他来站台 确实给这个现场推广 增色不少 背后的LED大屏幕上 则是播放的李教授 在国事频道 接受某主持人 现场采访的片段 那个采访 主持人把李教授 和他的发明 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 因此 在这一系列的气氛烘托下 现场要买万能仪的人 又排起了长队 就在此时 忽然有一个人 走上了舞台 他抢过了现场 私衣手里的麦克风 大家都散了吧 这玩意 都是骗人的 有人认出了这人的身份 这不是那个 很有名的苏大师吗 中西医都很厉害 还会整容的那位苏大师 因为之前苏大师 与郭氏药业对决的事情 他声讨那些 黑心的医药代表 为老百姓的权益发声 这让苏大师 在老百姓心中的 口碑特别好 是妙手人心的代表 是当时名医的化身 他的出现 一下子就吸引了 全厂人的注意 很多想要付款的人 因为苏萨这句话 都暂停了付款的动作 很多已经买了产品的人 也是开始犹豫起来 别人说 这产品有问题 他们或许不信 但这是苏大师的话 那公信力 自然就不一样了 现场有保安要上去 把苏萨赶走 被那个李教授 用眼神给制止了 苏大师可是护城的名人 不能用暴力的方法对待 还得以李夫人 于是李教授 来到了苏萨的面前 苏大师 我知道同情是冤家 你看到 我们的产品这么优秀 你极度那是难免的 但你来我们这里闹事 是不是有些过分了 我们大家都是 各自凭本事行业 你这么诋毁我们的产品 实相未免太难看了 易容后的苏萨 看着人模狗样的李教授 我说你们产品是假的 有问题吗 他用手一指 本来播放万能仪 自吹自雷的LED 大屏幕忽然变了 变成了华夏的国家 用产品目录查询网站 你们的产品没有批文 没有审批 没有备案 这样的产品 你们也敢拿出来卖 这不是谋财害命 这是什么 面对苏萨的质问 那个李教授 倒是显得不慌不忙 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 我们的产品是国家机密 是军工科技 是航天技术 根本就不是面向民用的 所以你查不到很正常 苏萨一笑 就喜欢你这种 又是嘴硬 然后被自己打脸的样子 好 那我们看看这段采访 苏萨用手一指 LED大屏幕上 又出现了 刚才李教授 在国师频道 接受采访的视频片段 这是你接受采访吗 当然是 国师频道 对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 特别满意 这才专门采访我呢 你知道 我这个人一向不爱出风头 我可是淡薄名利的 他们的采访 我推了很多次 可还是推不过 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 这个发明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而是我们团队的功劳呢 听到李教授这么说 很多刚才对购买产品 有犹豫的人 又动心了 毕竟国师频道 可是华夏的第一大媒体 影响力覆盖全国 波及面十几亿人 是老百姓 特别是老年人心中 最值得信任的媒体 因此连国师频道 都在采访李教授 那可见这个产品 是真的很靠谱了 苏萨盯着李教授 那眉飞色舞的脸 忽然笑了 采访是好采访 采访别人的视频 和你的独角戏 剪辑在了一起 达到瞒天过海的目的 你看看 你们连口型都对上上呢 里面的话 都是找人后来配的音 苏萨这么一说 李教授果然脸色变了 因为这就是事实 但他死鸭子嘴硬 还不肯承认 污蔑 你这是污蔑 苏萨冷笑 污蔑 好啊 他手在一指 大屏幕的镜头又换了 换成了那个国师频道 采访的原视频 正式采访苏大师本人的视频 都冒名到了我身上 你们真够可以的呀 苏萨讽刺 那个李教授傻眼了 这片子 都是他们找外面的广告公司做的 因此 要是苏萨不说 他们都不知道 原来的视频是什么样的 现场一片哗然 大家看向舞台上的李教授 都是目录怀疑 大家交头接耳 窃窃私语 显然 苏萨指出来的这个疑点 已经动摇了大家 对李教授信任的根基 李教授面对这样的局面 眼见着场面要失控 有些慌了 他结结巴巴的 给自己解释 这个 那个 这是下面工作人员的失误 他们知道 我淡泊名利 又想宣传产品 这才用了这种招数 我是无辜的 我们的产品 也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解释 很是苍白无力 已经与之前他的话矛盾了 属于自己打自己的脸 可是此时 李教授 已经顾头不顾定了 先把眼前的情况 应付过去再说 可惜 苏萨的风格 一向是要么不打 要么穷追猛打 打到你妈都不认识你为止 所以 苏萨冷笑着 看着李教授 听说你是月经医科大学的教授 李教授傲然 是啊 我就是 这么和你说 不论是比学历 还是比资历 我都是医药行业内的大拿 什么 你要和我比什么 比我们谁发表的论文多吗 那个司仪 主持人终于找到了机会 急忙从一旁 拿出来了一达宣传采业 都是对这位李教授的资料宣传 看资料 这位李教授 特别牛逼 特别权威 苏萨也看到了那些资料 冷笑道 看着倒是团景醋的 只是这就一定是真的吗 这些荣誉和头衔 不是随便印的吗 你想把自己印成诺败 讲得主都行啊 李教授 显得受到了侮辱 住嘴 我不允许你侮辱我的人品 质疑我的学术成就 本来大屏幕 是有遥控器控制的 李教授 也不知道苏萨是怎么控制的 能够操纵大屏幕 所以他找来了遥控器 进入了一个网站 正是月经医科大学的官网 在专家信息内栏里面 赫然第一个再列的 就是这位李教授的名字 职称和简历 你们看 我这么大的教授 我会骗人吗 不可能啊 他在大声叫嚣 真的教授不会 但是你这样的教授 就不一定了 苏萨冷然一笑 然后还是用手一指 像是有魔力一样 大屏幕分屏了 从中间一分为二 左边是李教授 自己找的那个网站 右边是苏萨星 打开的一个网站 两个都是 月经医科大学的官网 看着似乎一模一样 但细心人能看出来 还是有些不一样的 最不一样的 就是在专家栏里面 之前的有李教授 之后的也有李教授 职称和履历 都是一样的 但照片却是不同的 根本不是同一个人 苏萨看出了大家的疑惑 他解释道 现在这造假水平 是越来越高了 不但有假证书 假学历 连假网站都有了 要说你们这些骗子 也是够下本的 为了骗人 手续弄得挺全的 李教授的脸红红的 像是被人打了好几个耳光 他还死鸭子嘴硬 呵呵 你凭什么说 我这个网站是假的 我还说你的那个网站是假的呢 因为你的屁股都露出来了 苏萨再次指挥大屏幕 这次出现的 是一个新闻报道的图片截图 新闻的媒体还挺吸引人 兽医配种暗中作祟 潜入民宅当街被打 说的是 有一个叫李天花的兽医 主要工作是帮猪配种 但是有一次 他应邀去一个村子 给那里的猪配种 半夜的时候 起了场子 摸黑跑到了一户农家 从后窗户爬进去 就要飞离女主人 结果被当场抓住 邮监 报答 要不是民警来得及时 这个兽医就得被打死 但也因为流氓罪 被劳教了三年 而那个李天花 就是台上这个道貌黯然 人模狗样的李教授 哪里是什么大教授 就是一个犯过流氓罪的兽医 这下好了 李教授的底裤都被扒开了 就是他脸皮在后 也没有脸再在台上待下去了 因为下面已经是破口大骂了 有激动的老头老太太 都把手里的鸡蛋扔到舞台上了 砸了李教授一脸的淡黄淡叶 现场主持人一看大事不好 急忙抢过了麦克风 诸位 诸位 这个李教授之前的事情 与我们公司无关啊 与我们产品无关啊 我们的产品是好的呀 不能让这个老鼠屎 坏了我们一锅汤啊 下面请看我们的精彩演出 还有奖品呢 主持人急忙让那些 前请来的歌舞演员 继续在歌在舞 可现在现场的气氛已经乱了 主持人只能指望 那个老戏骨孟凯了 孟老师 你说几句吧 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吧 他在哀求 这个孟凯看到现场骚乱 却是想一走了之 主持人一咬牙 孟老师 你不能光拿钱不办事啊 要知道 给你的一百万代言费 还有五十万的尾款 没结亲吗 这个老戏骨孟凯 最是爱钱不过的 说一句见利忘义 见钱眼开一点都不过分 事实上 这个孟凯别看动不动 就讲什么做一仙做人之类的套话 却是最没有义得的 再演一圈 也不是但凡是上了年纪的 就有资格被称作一声老戏骨的 为老不尊的老人渣 多的是 就拿这个孟凯来说 年轻时就是一个混子 没少搞破嫌 与什么龙套演员啊 灯光湿啊乱搞 被人打了多少次了 还被游过街 并且 他的演技也很一般 都是流于表面的城市化 吹胡子瞪眼 迷之微笑之类的 按照他的实力 其实早就在 演艺圈魂不下去了 可他也是走运 孟凯是影后孟慧婉的叔叔 当初孟慧婉刚入行 还是一个小透明的时候 被这个叔叔提携过 所以后来 当孟慧婉得到贵人相助 飞黄腾达 浑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自然也会投套暴力 给自己这个叔叔很多机会了 于是 孟凯的片约不断 虽然都是配角 但也浑了一个脸熟 反正他演的角色 都是千篇一律 怕老婆 腾女儿的慈父 演起来嫁轻就熟 连台词几乎都一样 加上被很多人追捧 说他是老戏骨 这个孟凯在50岁之后 已经算是一个三线明星了 不是之前的龙套了 而他出名之后 有两大爱好 一是睡富婆 二是做广告 只要给钱 什么广告他都做 特别是医药广告 因为给的钱相对较多 所以孟凯是来者不拒 不管什么疗效 不管真假 只要钱到位 保证说的添乱坠 就像是做的那个 不孕不育广告 明明孟凯公开有两个孩子 暗地里还有好几个私生子女 但因为拿了50万的广告费 居然在电视广告上 煞有介事地说 自己已经不孕不育30年了 如果不是有了那家医院 那自己这辈子 注定都绝户了 看看 为了钱 愣是让自己的头上扣绿帽子 仿佛他的那几个孩子 都是老婆或者情妇偷人偷来的 因此 在最爱放这种广告的 现实一级电视台上 孟凯因为总是出镜 那是妥妥的电视明星了 此时 为了那还没有到手的50万 更因为孟凯与那个梅梅 其实已经暗中搞在了一起 梅梅是公司 专门派到她身边的女公关 所以此时 孟凯必须出来 给产品站台了 她大手挥舞 极力在控制现场的秩序 大家安静 安静一点 我是孟凯啊 是你们亲爱的孟老师 这个产品很好啊 我是亲身用过的 如果产品不好的话 我怎么会代言呢 这不符合我的义德啊 做一先做人 我怎么会骗我的粉丝呢 孟凯还在极力忽悠人 于是就马上迎来了 对她的打脸 后面的LED大屏上 又出现了一个 新闻报道的截屏 孟凯等明星广告 涉嫌欺诈消费者 新闻报道说 根据广告规定 明确指出医疗 药品 医疗器械广告 保健品不得利用 广告代言人 做推荐 证明 而一些明星 则是因利所趋 顶峰作案 在被点出来的这些 虚假代言的明星中 基本上都是一些 过气明星 或者是所谓的老艺术家 其中首当其冲的 就是这个孟凯 据不完全统计 在孟凯接过了 31个广告中 涉嫌虚假广告 就有28个 孟凯的老脸 变得通红 台上已经没有 他的容身之处了 主持人满头大汗 因为现在现场的人 要么愤怒离开 要么开始叫喊着 退货退款 他现在都恨死 这个苏大师了 如果没有你 我们今天这一票 至少赚几百万 可因为你的坏事 不但裴得底库都没了 并且名誉也破产了 只能再去别的城市 捞金了 又得从头开始铺路 开始宣传了 就在这个时候 忽然有一个人 跑到了舞台之上 他大喊着 各位父老乡亲们 大家不要闹 不要信了有心人的挑拨 这万能仪 真是好产品啊 特别是对我们老人来说 更是难得的产品 就像是我 今年八十一了 之前一身的毛病 走路都喘 可自从我使用了 这万能仪之后 大家在看我 是不是很精神了 我不但剑步如飞 我还能做俯卧撑呢 说着 这老头居然真的在台上 做起了俯卧撑 一次做了二十个 这老头头发白 脸上都是皱纹 所以此时 这么一顿操作 真的把大家的注意力 都给吸引住了 百闻不如一见 这么神奇的吗 现场的人 再次骚动起来 而那个老头 则是俯卧撑 做得更卖力了 一 二 三 一千二百三十四 锻炼肌肉 防止挨揍 还一边做俯卧撑 一边数数呢 见他做俯卧撑 做得这么起劲 苏萨走了过去 忽然抬脚 一脚就踩在了 那老头的屁股上 扑通一声 把他直接踩在了 舞台的地板上 那老头发出了哀忧一声 全场的人都有些发呆 这苏大师不但用嘴说 还开始动手了吗 太火爆了 老头从地上爬起来 忽然就放声大哭 满腿打滚了起来 哎呀 打人了呀 大家看到了没有 一声打人了呀 我多大了呀 我都八十多了 连我都打 造孽呀 我们老年人 没有尊严 就是被人这么欺负作奖 太可怜了 这老头开始卖残起来 虽然现在 大家对这个万能医的产品 都已经不信任了 可是 看到这个老头被打 还是心有气气焉 毕竟大家都是老人 自然都会同病相连 觉得这个苏大师 哪里都好 但这下手 是不是重了一点 这么打老人 是不对的 太不孝顺了 尊老爱幼 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啊 苏萨看到老头 还在满台打滚 嘴边挂着轻蔑的微笑 不能打老人 碰瓷是吧 好 我让你好好碰 苏萨直接飞起一脚 把舞台上的老头 从三米多高的舞台上 踹下了地面 摔在了人群之中 啊 吓得下面的人四散奔逃 哎呀 打死人了 要出人命了呀 之前那老头是装的 现在则是真的 被摔得很痛 嘴里面 哎呦着 李大娘也在现场 她是一个热心肠 担心出事 在苏萨身边劝道 苏大夫啊 别冲动 这老年人不禁打得 容易出事啊 苏萨却笑了 她蹲下身体 用手拍着那老头的脸 拍得啪啪作响 痛吗 痛就对了 就是要灭你这种 不要脸的烂人 苏萨一边说 一边开始 猛在这老头的脸上一扯 让人意外的一幕出现了 老头的脸皮 都被苏萨给 直接扯下来了 但手撕活人的结果 不是血肉模糊 而是下面露出来了 一张年轻的脸 原来哪里是什么老人 明明就是一个 三十出头的中年男人 怪不得剑步如飞 能做俯卧称呢 是的 苏萨第一眼 就认出了这老头是假的 是年轻人易容的 苏萨是什么 那是易容大师 化妆的祖宗 比如现在的苏萨 其实就是易容了 世人只知道 她是郁满护城的苏大夫 却不知道 她还是最美街拍女神 钢琴女神 油画女神 芭蕾舞女神 超级学霸 效忠的女王 所以在苏萨面前玩易容 自取 如 自不量力 之前 苏萨去米国游历的时候 就受邀充当一个广告的化妆师 他就想出了一个 特别绝妙的创意 就是一个老头 去街球场大杀四方 狂虐年轻人的故事 是的 这就是耐克的广告 德鲁大叔 NBA巨星欧文出演 而欧文的老人装 就是苏萨一手包办的 老人们都愤怒了 骗子 你们这群骗子 是啊 这么骗我们老人啊 你们没有父母吗 没有子女吗 你们有没有人性啊 为了钱 脸都不要了 亏我们那么信任你们 退钱 什么万能移 狗屁 那可是我好几个月的退休金啊 你们缺了大德了 把我们的血汗钱还给我们 李大娘也是情绪激动 本来她也是要买万能移的 还要买好几台呢 现在当然不会再上当了 干妈 你别激动啊 我们的产品真的没问题啊 那个妹妹还过来继续忽悠呢 呸 你个小妖精 给我滚开 谁是你干妈 现在想 还是我儿子对我亲啊 现场要求退款的人 已经排起了长队 万能移公司的这些人 想跑都跑不了了 因为他们已经陷入了 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过街老鼠一般 人人喊打 也就是这些老人们 还比较斯文 因此只停留在 怒骂声讨的程度上 还没有动手 如果被他们骗的 都是青壮年 现在 估计已经被打撕好几个了 但偏偏还有人不信邪 比较头铁 还想负于顽抗 比如那个小王八 他今天就是 负责收款的 之前收钱的时候 他是满脸微笑 一脸春风 大爷大妈 喊得亲切 现在对方来退款了 则是完全变了脸色 退钱 没门 一旦收出 该不退换 当初 是我拿枪逼你买的呀 是你们自愿的 别说我们产品 没有问题 就是有问题的话 我们也不退 有种你们打我呀 打死不出 小王八 在跳脚叫嚣 他以为这些老人 不敢动手 但 碰 小王八的脸上 挨了重重的一拳 把他打翻在地 动手的正是李大哥 他揉着拳头 小王八 我想打你很久了 李大娘过去 拿着王大爷的拐棍 就开始萌打小王八 这是老娘动的手 要抓抓我 谁都别动我儿子 主持人来到了苏萨的身边 低声哀求道 苏大师 给你三成 放我们一马吧 显然 这是看到大事不好 而现在能唯一扭转局面的 也就只有苏萨了 毕竟以苏萨的影响力 他说什么这些老人们 都是信的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苏萨出来 力挽狂澜了 三成的利润收买 已经很有诚意了 只是苏萨怎么会与 这样的人同流合污 他的脸上都是轻蔑的笑 主持人一咬牙 走到一边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接通说了几句后 就把手机送到了苏萨的耳边 苏大夫 您的电话 谁 我不接陌生人的电话 这可不是陌生人 是许申一 护城中医协会下 一任会长的热门人选 在护城医药界 比你还有影响力 你可以不给我面子 但是不能不给许申一面子 那样 你就没法在护城医药界魂了 主持人的话 带着威胁 许申一 辜负月月玉的那个渣男 窃取了月门三十六针的那个小偷 表面上道貌黯然 其实一肚子难道女昌的败类 与师娘通奸 害死师父的禽兽 呵呵 苏萨没想到 这些卖宝贱品 忽悠老年人的骗子 还和许申一有关系 她真是越来越没有下线了 之前 许申一虽然人品不堪 但至少医术还是真的 结果现在 直接与这些 靠坑蒙拐骗的混子们 沆瀣一气了 是的 这些骗子是外地的公司 全国流窜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他们每到一个地方 都是要拜码头的 就是与当地 有影响力的人合作 给予他们保护 要不然他们的生意 也没法做 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 在沪城 这些人就找到了许申一 以许申一的精明 怎么能不知道他们 是一群什么货色 就是一群该千刀万剐的江湖骗子 任何一个正经的医生 都是对这些骗子 极端鄙视和憎恨的 可惜 许申一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医生了 他是一个商人 利欲熏心 贪得无厌 商人的眼睛一旦红了 心就黑了 就丝毫没有人性了 完全就是被欲望和受性支配着 这些年 许申一自己就做了不少类似的勾当 他把许申一注册了商标 然后弄了很多的药品 保健品 保健器械销售 贴牌产品 就是许申一完全不用生产 就是一个盗眼 左手转右手 只当中间商赚差价 比如卖得很好的一款面膜产品 许申一从小厂子进货时 200块钱一箱 但是他换了标志后 也卖200 200块钱一贴 一箱60贴 几乎不付出什么成本 就是60倍的利润 抢银行都没有这么爽 因为许申一声称 这面膜是用古衣秘方研制的 可以滋阴养颜 涌住青春 一贴卖200 许申一还赔本呢 就当做慈善了 这些钱 许申一赚得很爽 可惜 最近 这些钱没有那么好挣了 因为接连有顾客反应 用了许申一旗下的产品 出现了很大的副作用 甚至有好几个女顾客 用了她鼓吹的鼓发面膜 不但没有起到美容的效果 直接都被毁容了 媒体记者也有不少关注的了 虽然许申一仗着自己的人脉关系 把影响都给压下来了 那些受害者 也都被她威逼利诱了 不再发伤 但是许申一感觉 不能吃相这么难看了 不能再这么直接下场了 她现在有头有脸 钱要挣 但也要爱惜羽谋 所以许申一 就改变了赚钱的策略 不明这生产贴牌产品 而是暗中支持万能仪 这样的黑心公司挣钱 用自己的关系 往给他们铺路 她不出一分钱 就可以在里面占着股份 坐享于人之利 所以现在 这个万能仪公司出事了 对方当然要找许申一帮忙了 苏萨接过了 主持人手里的电话 喂 那里传来了 许申一沉稳的声音 苏大夫是 虽然我们没见过 但你一定知道 我是谁 知道我在护城医药界的能量和地位 说是一手遮天 绝对是夸张了 但说一句跺跺脚 地板震三颤 那是丝毫不过分的 你的事情我知道了 我很欣赏你 觉得以你这样的人才 须就在月月韵那样的俗人手下 真是浪费趣才了 你要是跟我 保证你名利双收 名气比现在更大 财富更是用几何级数增长 飞黄腾达 指日可待 我听说 你除了西医 还会中医的针灸 这就更好了 我马上就要当护城中医协会的会长了 那样我就更有资源和能量了 你跟着我混 前途大有可为 许神医开始招揽苏萨 其实许神医不知道的是 他与苏大师见过 只不过那次苏萨 是用的本来的面目 苏萨还义正词言地告诉许神医 整容大师 你挖不走 中医协会的会长 你也当不上 许神医没想到 这么一个如四玉的美女 居然就是那个 中西医双绝的名医 因此 根本没有把苏萨的话 当成一回事 那时他完全不知道 他是做了一件多么蠢的事 招惹了一个 绝对不该招惹的人 再开始就抛出了幼儿后 许神医画风一转 就拿这次万能仪的事情 我不妨明着和你说 里面有我的股份 你我合作后 也有你的好处 你知道怎么做了吧 听着这无耻男人的话 苏萨淡然一笑 可他们卖的 都是一些骗人的产品 连那些老人的退休金都骗 你不觉得 这很无耻吗 许神医在电话里面 传出来了爽朗的笑声 然后他继续说 女人啊 就是妇人之人 那些老头老太太 都是一些愚蠢的人 现在社会上骗子太多 傻子明显不够用了 他们的退休金 如果我们不骗的话 自然有其他人来骗 搞投资理财的 搞金币收集的 搞网络通讯诈欺的 谁不比我们心黑手辣 谁比我们的胃口大 至少我们还能给他们 一个按摩仪 那些人呢 毛都不给 和他们比 我们已经算是 很仁慈的好不好 这些人就是韭菜 就是带宰的肥羊 我们不收割他们 不宰了他们吃肉 就便宜别人了 这样的富贵 如果我们不珍惜的话 岂不是很蠢 许神医在苦口婆心地劝 苏萨见过很多无耻的人 但能给自己的无耻 找出这么光明理由的 许神医算是其中的翘楚了 简直刷新了 人类的三观 那边许神医 见电话里面 没有人回答 以为苏萨 是被她说服了 于是呵呵一笑 苏大夫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你之前 那么热衷于 和医药公司作对 还经常上报纸店 视为老百姓说话 就是为了收买人心 塑造人设吧 看来 你早就找到了财富密码 先让自己有一个 光鲜的外表 和响亮的名声 然后再拿名声挣钱 不错 你很不错 我们是志同道合啊 以后再有这种事 我们轮着出来站台 还不是赚得盆满钵满 哈哈 你放心 不会出事的 那些老头老太太 懂什么 被骗了 也只能是吃哑巴亏 我和你说 据我的经验 还有不少老年人 被骗了都不敢出声吗 怕被周围人笑 怕被子女埋怨呢 苏西开口了 许秋萍 你知道一句话吗 人要是失去了 道德底线 那就和畜生 没有什么区别了 刚才你说的这番话 就充分显示了你 是一个同所无欺 如假包换 假一赔时的24K 纯畜生 不 说你是畜生 那是侮辱了畜生 因为狗可以看家 鸡可以下蛋 牛可以耕地下奶 猪可以丰富粮食 驴可以拉磨 你能做什么 你除了糟蹋粮食 污染空气 影响是容外 你一无是处 你就是为了恶心人活着的 就是为了证明人 可以无耻到什么程度活着的 许秋萍好多年 没有被人这么指着鼻子骂过了 他火了 苏大夫 你不要口出不屑 我们都是斯文人 不要和泼妇骂街一样 苏萨冷亨 斯文人 你也就是个斯文败类吧了 人类的耻辱 社会的祸害 我就不说 你害死你师父那事了 因为那不是骂你几句 可以过去的 你一定会付出代价的 姓苏的 你是诚心和我作对吗 看来那个月月月 把什么都告诉你了 你是铁了心 和他一伙了 你太看得起自己了 因为你都不配当我的敌人 不过是路边一只恶心的蟑螂罢了 为民除害 人人有责 断人财路 如杀人父母 信苏的 你要是把事情闹得太绝 就不怕遭到我的报复吗 许神医开始威胁了 报复 怎么报复 拿你的脸打我的鞋吗 好啊 我等着 你要是不报复 你就是你妈和隔壁王爷爷生的种 说完 苏萨挂了电话 与此同时 收到了风声的各大新闻媒体 都来到了现场 报道这起事件 就是以许神医的能量 也压不住了 这起事件的影响很大 万能一公司 不只是骗了这一个小区 也不只是在沪城 这个城市招摇撞骗 他们去了很多地方 现在这个骗子公司 被一网打尽了 这次事情 许秋平也是闹了一个灰头土脸 所以许秋平 是把苏大师给恨死了 王监视 这是 你一定要替我许我出气啊 不然我这口气真是难出啊 酒店豪华的包间内 与许神医一起吃饭的 正是护城医疗监视协会的王监视 权力很大 王监视 也是许神医一直以来 笼络的对象 哎呀 这是很难罢啊 毕竟你们不占领 而对方也不是一般人 王监视拿起了姿态 许神医心里面暗骂 之前你收我钱的时候 怎么不为难了 现在让你办事 就和我玩这套 只是有求于人 所以许神医只能忍着 还得脸上陪笑 他一打响指 许神医身边那个 最会来世的女徒弟 走着过来了 王监视 你看看那帮人 把我施负气的 我这个当徒弟啊 心里面难过啊 这几天也是吃不好 睡不好的 女徒弟冲着王监视发点 护城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 这里的病人 永远都是人满为患的 正在此时 忽然一群穿着监视协会 制服的人来了 态度粗暴的 把病人都赶走 赶紧走 这里要关门了 不看了 不看了 这里出事了你们知道吗 以后都不许来了 顿时把现场闹了一个 风声鹤唳 值班的医生 和护士面面相去 不知道 这些人要做什么 有人赶紧去通知 月月狱 而苏萨今天因为学校有课 所以此时不在医院 月月狱出来了 他认识领头的王监视 王监视 你这是 王监视冷着脸 月主任 我们接到群众举报 你这里涉嫌卖假药 和非法行医 我们是来调查的 月月狱冷笑 他知道这个王监视 一贯的人品 贪得无厌 色欲熏心 同时 与那个许秋平 也是一丘之和 狼狈为奸 因此 对他是向来是 鄙视无比的 比如之前 这个王监视 也想把一些劣质药品 送到这里 都被月月狱 言辞拒绝了 我们这里 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 不知道 你们要调查什么 合理合法你们 说的不算 我们说的才算 王监视娇横的一挥手 周围的人 如狼似虎上去 开始乱翻乱找 把现场弄了一个乱七八糟 护士夏月忍不住了 正要上前理论 却被月月狱 给拦住了 随他们折腾 王监视虽然是诚心找茬 但觉得 这么大个医院 想找点问题是很容易的 哪里还没有点乱收费啊 你们的药品 难道所有的来路 都是清清白白的吗 都是按照标准采购的 就没有人情 潜规则 谁知轻则无虞 我就不幸找不到你们的把柄 可是他失望了 真的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一切都是符合标准 那个苏大师呢 我要看看 他的资料 好在王监视 还有后招 就是这个苏大师的资料 因为这个苏大师 很神秘 没人知道他 是从来哪来的 在哪上的大学 在哪进行的培训 一身出神入化的医术 谁教的 甚至连全名都不知道 所以 王监视这才有地方是 只要苏大师的资料 有一点不标准的 立马扣上非法行义的帽子 你医术太高又如何 还不是任由我们拿念 月月欲轻蔑一笑 然后让夏月 去拿苏萨的资料 是一个牛皮纸的文件袋 王监视正要打开 却被月月欲制止了 王监视 我劝你别看 你什么意思 公然抗法吗 我劝你看看封条 王监视一看 果然愣了 因为只见苏大师的档案带上 有一个封条 华夏医学院院士 资料绝密集 华夏医学院 位于帝都 是华夏最高档的医学研究机构 与华夏科学院 华夏工程院一起 并称为 华夏三大顶级科研机构 而院士 则是三大院里面 最牛逼的职称 是在科学技术方面 最高的学术称号 是终身荣誉 一般的院士 都是年纪很大的了 都是资深的专家学者 而这个苏大师 才多大 虽然苏萨经过易容 已经刻意把自己的年龄 往成熟一点靠了 可还只是不到三十岁 这样的年纪 能当院士 简直就是奇迹 不说别人 就说那个许神医 他顶多也做梦想 成为护城中医协会的会长 当院士 想多了 许神医 连奢望都不敢奢望 就是了 所以现在王监视 就尴尬了 自己何德何能 居然敢质疑 一个华夏医学院院士 有没有行医资格 是不是扯淡吗 月月欲看着王监视 一脸的便秘 心中也很爽 最开始苏萨来医院帮忙 是走的特聘专家的渠道 苏萨在医院 没有正式的编制 他是整容科 与急诊科的特聘专家 没有与医院 直接签合同 而是与整容科 急诊科签的合同 本质上 是属于临时工的 所以 关于他的行医资格与资质 要求的 就没有正式职工 那么严格 只要月月欲 觉得没问题就可以了 但后来 苏萨的名气 越来越大 这个问题 就必须引起重视了 因为苏萨并没有正规的 医科大学毕业证 学位证 他也没有在其他大医院的 培训经历 于是 月月欲开始就想让苏萨 去学一个第二专业 报考护城大学 医学院的医学硕士研究生 因为这个医院 本就是护城大学 医学院的附属医院 月月欲 在护城大学医学院 本身就是教授 硕士生导师 他可以带苏萨 当然 这只是一个形式 月月欲知道 自己这个老师 还没有苏萨 这个学生水平高呢 两人一起搞研究 是学生教他 不是他教苏萨 然后再让苏萨去考一本 行医资格证 那样手续 就齐全了 可苏萨说 这太麻烦了 不就是行医的资格吗 我有啊 原来 在国内的医院 还有一条规定 就是可以聘请 国外知名医学专家 来国内行医 只要国外专家 具有一定的资历和能力 就不需要 国内的行医执照了 这资历与能力 包括几方面 一 国外医疗机构 担任高级职务职称 二 国外医科大学 和研究所教授以上学历 三 国外医疗期刊发表 重要文章 或者在国际医疗大赛上 取得了前三名的成绩 而苏萨的行医资格 就是通过第三个方法 得到的 苏萨有国际医美 整容大赛的获奖证书 他曾经参加过 H国国际医美整容大赛 拿了第二名 还是在被棒子们 黑了的前提下 正因为有了这个 海外专家的资格证 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没有人敢再质疑 苏萨的行医资格了 但到了后来 又有一些眼红的铜藏 跳出来了 铜型是冤家 只有铜型 才有赤裸裸的仇恨 不知道 从哪里知道了 苏萨的行医资格 是用的国际医美大赛的 名次证书 还是没有国内的行医执照 于是这些人 就写了告状信去反映 说苏萨的证书 只可以证明他 在医美整容上很牛逼 但是 外科急诊呢 这些领域 谁允许苏萨插手的 哪怕苏萨 完成了那么多 高难度的外科手术 哪怕他在急诊室里面 抢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 可那些人 还是很教条的 就是找苏萨的毛病 这封告状信 直接就寄到了 位于帝都的华夏医学院 因为告状的这些人觉得 苏大师在护城深得人望 担心在护城举报效果不好 但是 他在帝都人生地不熟的 应该可以很好摆布吧 怨怨玉气得 想和那些人理论 都找出了很多苏萨的手术案例 要和那些人打官司了 都要去帝都医学院 申请对苏萨的医术 进行专家听证会了 但是 苏萨却说不用 这才拿出了这个牛皮纸袋子 给了怨怨玉 怨怨玉一看就猛了 华夏医学院的院士 咱先不说这荣誉 是国内科研界顶级的含金量 就说 一般人其实水平够了 但是评选院士的流程 也是很繁琐和复杂的 都是经过各单位的推荐 评选 一轮又一轮的评比 可苏萨这满打满算 才来医院多久啊 谁推荐的 谁推荐的 是秦老推荐的 秦老就是秦宏图 帝都四大超级世家之一的 秦家的家主 一般人根本想不到 秦老与苏萨 还是忘年交 是因为苏萨是秦老的救命恩人 在苏萨展露学霸本色之前 为什么一直被人嘲讽为学渣 除了因为他没有参加高考 还是大三才差班的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苏萨没有参加 上学期的期末考试 让人怀疑 他是因为担心成绩太烂 从而逃考了 而苏萨没有参加考试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苏萨 在参加考试的路上 遇到了突然发疾病的秦老 为了救他 把考试时间错过了 致使成绩挂了灵蛋 帝都四大超级世家 有一项不为人知的权利 就是可以走绿色通道 把他们认为的栋梁之财 旷式奇财 推到最合适的位置上 不需要拼背景 熬资历 所以很多神童 天才 奇人异士 都是从这个渠道 被上层发掘的 苏萨也是一样 王坚士脸色铁青地离开了医院 这次是来找茬的 结果是狠狠地碰壁丢脸 他虽然又贪婪又好色 但并不准 已经意识到 这个苏大师的背景 绝对不简单 否则不可能年纪轻轻 就能成为院士 背后没人谁信啊 并且这个人 一定也是豪门大足的 王坚士后悔了 不该为了那个 风情万种的女徒弟 结果替取神医出头 招惹了一个这么厉害的人物 怎么办 对方会不会报复 王坚士越想越后悔 他不敢回家了 而是直接驱车到了 位于护城郊区的一处豪宅 王坚士虽然级别不高 但是位置特别重要 游水特别多 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 削尖脑袋 都想争取的黄金职位 王坚士能得到这个职务 不是他有什么才华 而是他有特殊的关系 王坚士的女儿 嫁给了邝国忠 成了他第七任的老婆 而邝国忠 就是帝都四大豪门之一的 邝家的重要人物 邝家是鼓舞世家 邝家的重要人物 都是鼓舞高手 虽然在普通人的心中 鼓舞很神秘 很多人听都没有听说过 以为只是电影电视剧里面的特技 因此 邝家远没有秦家 成家 元家三家显赫 没有这三家出名 可是 在真正的权贵上层 没有人敢小看邝家 因为他们拥有着 最顶级的战力 哪怕现在已经是热武器时代了 是飞机大炮的时代 似乎鼓舞也没有那么可怕了 再厉害的鼓舞宗师 也挡不住导弹 但在很多时候 鼓舞高手 还是爆的样的存在 因为再厉害的现代化武器 也要人控制 也要储存 运输 也受空间和环境的制约 你还能天天扛着一个导弹 在街上溜达吗 你去某个戒备森严 安防周密 到处都是红外线报警的地方 还能把机关枪 藏在手包里面吗 可鼓舞高手 本身就是武器 他们的身体 就是最厉害的武器 再厉害的安检系统 也没法鉴别 谁是鼓舞高手 谁有着最顶级 最强悍的战斗力 邝国中 是邝家长老 坐镇护城 虽然不在邝家的核心圈子里 但也是实力人物 他其实今年已经70岁了 一般人觉得习武之人 都应该修身养性 都应该不敬女色 但是邝国中不同 他就是色中的魔鬼 催的暴徒 因为邝国中修炼的是 治刚治阳的内功 身体中总有一股狂暴之气 总是每天浑身狂躁 所以他都是把女人 当成去火工具的 并且丝毫不知道收敛 不知道爱惜 这就造成了被他折磨死的女人 自己都记不清有多少了 不说外面的女人 光是结婚的妻子 算上王坚氏的女儿 已经是第七个了 前面六个妻子 要么被折磨死了 要么被折磨疯了 要么不堪蹂躏 想要逃走 结果被邝国中抓住 然后人间蒸发了 邝国中的名声 在户城上流社会 无人不知 因此 哪怕邝家再全是熏天 但是也没有人 再肯把自己家的女儿 嫁给邝国中了 那虽然是得到了富贵 但却是把女儿送进了火坑 何况这邝国中 已经70岁了 可王坚氏不同 他本是邝家的一个家奴 为了攀附富贵 于是就把自己 换了自己的前程 因此 现在担心自己被报复 于是王坚氏 只能来找邝国中了 爸 你来了 你是来接我的吗 你终于来接我了 带我走 不要让我留在这个魔库 我真的受不了了 我要被那个老东西 被害死了 我一天也撑不住了 王坚氏的女儿 王倩倩听到声音冲了出来 她只有19岁 在被王坚氏 嫁给邝国中之前 还是朱元玉润 有些婴儿肥的 结果现在 已经是行销鼓力 瘦骨零零了 显然都是被邝国中 给折磨的 可王坚氏哪里 肯救女儿走 只要自己能吃香的 喝辣的 才不管女儿 是不是在火坑里面呢 反正她还有儿子 也有女儿 不差这一个的 丫头 你在说什么呢 你现在这富贵 可是多少女人 都羡慕不来的呀 施敬川爵 你要懂得胆 不要不知足啊 王倩倩咬着嘴唇 脸上露出了 惨然的笑容 羡慕 我这哪是过的人的日子 姓王的 恨你 我恨你 说着 哭着跑回了屋子里 王坚氏不理会女儿的哭诉 而是到了别墅的书房 找到了 正在闭目打坐的邝国中 贤婿啊 你可要替小老做主啊 邝国中的年纪 比王坚氏的轻爹都大 此时 却是一口一个贤婿 恬不知耻地叫着 邝国中睁开眼 看着这个势力掩月父 有事 王坚氏就添油加醋底 把自己与苏大师的事情 说了一遍 贤婿啊 对方后面 肯定有了不得的后台啊 万一要是报复我的话 我可怎么办啊 王坚氏苦着脸说 什么后台 难道还有比我 更牛逼的后台吗 邝国中撇嘴 一脸的不可一世 王坚氏等的 就是这句话 六大超级世家 已经是金字塔尖的存在了 所以只要有 邝国中的保证 那么王坚氏有自信 没有人可以把他如何 他的位置 肩如磐石 我听说 你还有一个二女儿 现在也上大学了 说起来 我还没见过我这个小姨子呢 邝国中微眯着眼睛 语气暧昧 王坚氏听懂了他的意思 这是一个不够 还要自己的二女儿 也进火坑 姐妹都要 享受其人之福 还真是贪得无厌啊 但对王坚氏来说 只要自己能荣华富贵 那么牺牲一个女儿 与两个女儿的幸福 没有任何的区别 于是点头 好 没说的 一个女儿是嫁 两个女儿也是嫁 她们能嫁给贤婿 是她们的福气和造化啊 我马上安排 让她从大学退学 王坚氏的话还没完 之前一直在外面 偷听的王倩倩忽然冲了进来 不要 不要 王富贵 你已经把我毁了 难道还想把然然也毁了吗 我的人生已经完了 我不允许我的妹妹也呗 王倩倩还在愤怒地控诉 王坚氏已经冲上去 对着女儿就是狠狠的一巴掌 大人的是 你少管 你唯一的任务 就是伺候好我的贤婿 幻国中很满意这个 便宜岳父的态度 正要说什么 忽然外面吓人过来禀报 老爷 外人有人来找王坚氏 说是他犯了事 要带走呢 王坚氏一听 急忙看向了邝国中 贤婿 你看这事 邝国中不以为意 一笑 谁 让他滚 可是随后吓人的一句话 就让邝国中脸黑了 是龙纵 龙纵 独立于六大超级世家 超然物外的存在 龙纵有权力处置 六大超级世家里面的不孝子孙 有生杀与夺 先斩后奏的权力 龙纵的组织架构也很神秘 大家最常见的都是龙纵出来 执行任务的叫做龙爪 龙爪之外 还有龙牙 龙翼 龙须 龙首等职位 分别负责龙纵的机察 查案 暗访 监督 审讯等方面的职责 这些龙纵在外面的职位 都是最底层的人员 同时 还有龙纵巡查室 龙纵调查室 龙纵判官 龙纵策划师 龙纵军师等中级职位 能加入龙纵的人 不问出身 但无一例外 都是各个方面的精英 甚至很多超级家族的子弟 都舍弃了家族里面 养尊处优的条件 加入了龙纵 龙纵的最高首长 叫龙纵裁爪 这是一个 可与六大超级世家家主 平起平坐的职位 甚至在很多方面 比这些家主还要尊崇 只是龙纵裁爪的身份 一直是个谜 默认见过龙纵裁爪 到底长什么样 多大年纪 实力多强 哪怕是以旷国中的交恨 在知道来找王监视的人 是龙纵的人后 也很是意外 不就是一个大夫 怎么还和龙纵扯上关系了 贤婿 救我呀 救我呀 我不和他们走 王监视之前 是邝家的家奴 当然知道龙纵的威名 都吓傻了 他也不懂 自己怎么招惹了 这么恐怖的组织 自己何德何能啊 一个小虾米啊 哪里有资格搅动风云 杀鸡烟用牛刀 大炮打蚊子 邝国中脸上的神色 在急剧变化 他在权衡得失 如果是其他势力 来找王监视 邝国中一定会插手的 不会允许有人 动自己的便宜岳父 不是说他与这个势力小人 有什么感情 他当然清楚 这就是一个见风使舵 唯利是图的货色 有乃就是娘 有权就喊爹 但还有那么一句话 打狗还要看主人呢 他保住邝国中 就是保住自己的面子 可这是龙纵啊 为了区区一个便宜岳父 得罪龙纵很不明智 其实他对王倩倩 早就已经腻歪了 而那个叫冉冉的 固然娇媚可人 但自己缺女人吗 况且现在邝国中 早就看上了一个心仪的美女 就是现在在网上 很火的那个女神苏萨 邝国中已经动了 要把这个游物 说为己用的决心 于是一挥手 把她送走 还有 把那个王倩倩也赶走 王倩是脸色煞白 只有王倩倩 留下了幸福的眼泪 终于解脱了 至于自己的父亲 会不会出事 王倩倩根本不关心 还巴不得他去死呢 外面进来两个 身穿龙纵制服的青年男人 在胸口绣着龙牙的标志 其中一个人拿出了一张手令 对着王倩是挥舞了一下 冷笑道 姓王的 你的事情犯了 根据我们的调查 自从你担任主任之后 对很多以诈骗为主业的民营医院 视而不见 大开方便之门 光是因为你的纵容 造成了人命就十几条 资金接近一个亿 跟我们走吧 王倩是身子一摇 倒在了地上 吓得史妙奇流 他哆哆嗦嗦地问 我的事情 怎么需要你们龙纵来管 龙着甲冷笑道 不妨让你 做个明白鬼 按理说 以你的身份 你的是不配让我们隆纵出手 但谁让你放着地上的祸不惹 却偏要惹天上的祸呢 你招惹了一个 绝对不该招惹的人 是我们裁决大人亲自发的手令 说了 一定要狠狠地办你 让我们 把你从出生到现在 做的每一件缺的事 都要列出来 一条一条给你定罪 这么说吧 我说 你真的做了很多的我说事 就是你始终是清白的 但因为你两岁的时候 穿过开裆裤 都会告你耍流氓 以有伤风化的罪名 关你二十年 听到裁决大人这四个字 王坚士白眼一番 已经被吓得昏死了过去 带走 龙牙甲一挥手 龙牙姨像是托死狗一样 把浑身散发着臭气的王坚士 带走了 从始至终 这龙牙二人组 都没有看矿国中一眼 矿国中的脸 阴沉似水 觉得这些隆纵的人 实在是太放肆了 太嚣张了 一点都没有把自己 这个矿家长老放在眼里 把我家当什么了 公共厕所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在我家把我的岳父抓走 这是在打我的脸啊 他的怒气在积攒 说实话 从内心深处讲 矿国中并不怎么服气龙纵 虽然龙纵里面也有很强的战力 比如龙泉 其实就是由很多鼓舞者组成的 甚至很多都有鼓舞宗师 半部宗师的水准 可况国中觉得 华夏鼓舞第一家就是我们矿家 讲武力的话 你们龙纵也不是我们矿家的对手 所以凭什么让你们龙纵 对我们矿家这样的豪门 大足指手画脚 因此此时矿国中之所以 一直隐忍不发 并不是惧怕龙纵 而仅仅只是因为这么多年 龙纵已经形成了强大的号召力 龙纵的权限 是得到华夏六大豪门同时认可的 包括在矿家 也有很多人是坚定的龙纵支持者 狂妄如矿国中 也是不敢放肆 挑战龙纵 就是与六大家为敌 就是与秩序规则为敌 他不会做这种蠢事 但他这口气还是出不来 望着两个龙牙的身影 忽然咬牙宁笑道 你们也不要太得意 不就是几个狗腿子吗 还好意思说什么龙牙 我看叫狗牙还差不多 回去告诉你们那个龙纵裁诀 说他的位置我看着不错 我想试试 让他如果有自知之明的话 就乖乖自己退位 这龙纵裁诀的位置 有得者居之 有能力者居之 矿国中的语气显得嚣张 又带着挑衅 这确实是他心中冒出的 一个疯狂的想法 虽然龙纵这个组织无法挑战 但是龙纵裁诀不过是一个人 当然是可以挑战的 别人可以 我矿国中一样可以 并且他还有更大的野望 他只是矿家长老 没有资格成为矿家家主 但在内心深处 矿国中也在梦想家主的位置 他不想留在护城 他想回帝都 他想在矿家说一不二 而因为矿家家主 一向反对矿国中 在生活作风上的暴行 多次规劝 他不但不听 还与矿家家主闹了矛盾 于是取而代之的心思就更浓了 此时此刻的矿国中 绝对想不到 他去挑战裁诀大人 是做了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 龙牙甲听着矿国中的话 像是看白痴一样看着他 你想挑战我们裁决大人 龙牙姨也是脸上露出了笑容 我劝你最好 把刚才的豪言壮语写在纸上 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回去 那样或许你不会闹得太狼狈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 苏萨从大学出来 开着自己的车回小区 刚刚经过一个隧道 就看到周围的温度 似乎都低了几分 似乎有一股大力 阻挡车的前进 苏萨下车就看到在前面 站着一个一身黑衣的老者 这老人看着苏萨如的容颜 不错 比电视上还好看 正好可以丢暖床 这老头正是矿国中 他现在就是来要把苏萨卢走的 本来矿国中是不上网的 但他除了好色外 也有些其余的爱好 比如饮酒和明月 那次偶尔听说 那首很有名的《蓝灵王入阵曲》 在沪城演出了 并且演出效果特别惊艳 于是矿国中就让他的徒弟 找来了现场视频观看 乐确实是好音乐 但人更是好人 这个叫苏萨的女人 真是太美了 哪怕以老色魔矿国中的乐女无数 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角色 他马上就动了燃指的决心 他才不管这个女人是什么身份 有没有男人呢 只要是他看上的 就一定要得到 不服 不服就杀 正好这几天受了隆重的气 心中有一股怨气无法发现 于是 这才暗中打听了苏萨的下落 要把苏萨带回自己的别墅 好好蹂躏 让自己放肆地爽一把 苏萨看着面前的这个老头 丝毫没有害怕 你是哪国生产的癞蛤蟆 矿国中一愣 然后哈哈大笑 哈哈 挺有性格 小辣椒啊 有个姓 我喜欢 这样的女人又好玩 又去火纳 然后她一步一步向苏萨走去 你可以喊 可以叫 但是我向你保证 就是 你把这附近的所有人都喊过来 也没有任何的用处 只不过是让他们搭上自己的命吧 你是我的女人 我说的 矿国中的话音未落 她的身边又响起了一个悖懒的声音 她是我的女人 我说的 谁 矿国中 骇然转头 心中感到一阵的惊恐 以她的内力修为 非摘业 皆可伤人 这么说吧 方圆十里之内 任何的风吹草动 都逃不过矿国中的耳目 可是 有人已经走到了她的身后 直到出生之前 矿国中都没有察觉 这在她学艺六十年的历史中 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出现这样 匪夷所思的事情 除非对方的武功远胜于自己 可以吊打自己 可这怎么可能啊 矿国中的古武 就是在矿家 也是第一档的 能排进前五 但就是矿家的家主 矿家古武 实力第一的 也没有这个能力 与矿国中 也没有这么大的差距啊 据她所知 整个古武界 能有这种完全碾压 自己实力的 也就只有公认的 古武第一人 轩辕无敌 先天大圆满 但轩辕无敌 已经多年没有出现在江湖中了 有人传说 这人已经死了 习武之人 修其心智 养其气息 练其机体 生其精魂 武者以古之练法 和精之科学 技能 此称古武者 古武者的境界 分为两个层次 后天 先天 每个层次 又分四个阶段 即 前期 中期 后期 大圆满 一般古武者 练到后天后期 就到达顶峰了 很多人都卡在大圆满阶段 但也有一小部分 天资过人的 可以练到先天层次 先天可以真气外放 又叫先天刚气外放 可以无视子弹 宜行幻影 踏雪无痕 飞落叶皆可伤人 这么说吧 现在世界上的古武者 99%都是后天阶段 像是隆纵的龙泉 那些古武宗师 就是后天大圆满 半步宗师 就是后天后期 而矿家 之所以被称为 古武第一世家 就是因为矿家 每一代 都会出现几个天赋 卓绝的先天高手 这就是集团优势 比如这一代的矿家家主 就是先天后期 而矿国中 也是先天中期的水平 矿国中回头 在后身后 站着一个 相貌普通的男人 年纪也不大 我是他男人 这人一指苏萨 自我介绍 对 他是我男人 所以 你想欺负我 得问他 同意不同意 苏萨也说 哈哈 有意思 矿国中的眼中 寒光闪动 他根本不信这人 真有远超于自己的古武能力 因此 稍微一想 就知道了 这是怎么回事了 肯定是刚才自己的心神 都被苏萨这个美女 给吸引了 这才一时失神的 对 一定是这样的 她的嘴里 已经带了杀技 你的女人 很快 她就要 变成俏寡妇了 我这人最爱寡妇 还特别热衷于 把小娇娘 变成寡妇呢 江四一笑 然后问了一个 看似无关的问题 对了 我听说 你想当龙纵裁决 旷国中一愣 十分意外 这个秘密 他是怎么知道的 江四又笑 其实我也想当龙纵 裁决你知道吗 我当这个位置 倒不是觉得 有什么大权 而是那样 我就可以娶裁决夫人了 江四用手一指苏萨 隆重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龙纵 最美丽大方的裁决夫人 苏萨也笑了 指了一下江四 你不已经是娶了吗 我的裁决大人 旷国中愣愣地 看着这对夫妻 妈的 和我一唱一鹤演戏呢 唱二人传呢 就你这个普通的城市小白领 你还敢和我冒充龙纵裁决 你要是龙纵裁决 那我还是薛云无敌呢 虽然你的笑话 真的很好笑 可我已经没有耐心了 不要耽误回去入洞房了 旷国中正在说狂言 就看到江四 往前一挪身 啪 旷国中的脸上 挨了江四 结结实实的一巴掌 把旷国中打猛了 有人居然打他的巴掌 虽然以这点力道 对他没有造成 任何实质上的伤害 可伤害性不大 侮辱性极强 旷国中都要疯了 你敢打我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他咆哮着 怒吼着 以至于因为愤怒 都疏忽了江四 是怎么打到他的 要知道 作为先天高手 他是有先天钢气护体的 这种先天钢气护体 就像是电影里面的 金刚护甲一样 不需要启动 就全天24小时 360度无死角的 可以保护旷国中 让任何的偷袭 和远距离伤害 都拿他没有任何的办法 哪怕就是狙击枪的 高速旋转子弹 都没法打透 先天钢气的保护 寻常人别说 打他巴掌了 就是拿刀捅他 金刚石座的刀刃 都会被先天钢气震飞 碎尸万段 你有那个实力吗 没有实力的愤怒 毫无意义 江四轻蔑地笑 说呗 你要是还能再动老夫一下 我就是 他的狠话话音未落 啪的一声 旷国中的脸上 又挨了江四一巴掌 这次可不是倾蜓点水了 而是力道十足 一下下 把矿国中抽飞了起来 他的身体在空中 像是陀螺一样转圈 然后重重地摔在了 隧道的水泥地面上 把水泥地面都给砸碎了 矿国中嘴一张 吐出来一口鲜血 还有好几颗断了的牙齿 江四灰挥手 看着地上狼狈不堪的矿国中 起来啊 不是要抢我的女人吗 我给你机会了 你要把握住 矿国中此时已经醒悟了 对面这个年轻男人 是一个半猪吃虎的 他也是鼓舞高手 自己一失大意了 同时 他也被刺激得彻底疯狂了 要拿出自己的全部 看家本事了 他趴在地上 身子一起一伏 腮帮子一鼓一鼓的 像是一只大蛤蟆 之前苏萨说的那句话 还真没错 这个矿国中 还真是一个癞蛤蟆 因为他的绝技 就是蛤蟆功 和射雕英雄传里面的 吸毒欧阳风一样 一曲通工 此时的矿国中 为了报仇 为了夺妻 已经彻底癫狂 宇江四 是不死不休 他的身体像是炮弹一样 在空中 横着飞向了江四 双掌并推 一招排山倒海 隧道内 响起了呼啸的风声 而江四 不过是伸出一根手指 轻轻一点 正点在了矿国中的眉心之上 砰的一声 矿国中整个身体直接炸了 血肉横飞 灰飞烟面 地上一点痕迹 都没有了 矿家长老 古武宗师 凭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哎 干嘛要欺负我的才觉大人呢 苏萨轻轻一叹 盗版老戏骨孟凯最近的日子 很不好过 就是因为万能仪的事情 因为代言三无产品 坑害老百姓的事情 孟凯被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 连国事频道的王牌节目 聚焦 都对这事进行了详细跟踪报道 重点报道了明星代言 虚假广告的事情 而孟凯 就是被当成了 其中最大的反面典型 说他无良知 无以德 无操守 见利妄议 简直就是娱乐圈之耻 并且把他之前演的那些角色 也都拿出来点评了一番 说孟凯的表演 千篇一律大同小异流于形势 浮在表面酱气十足 总而言之 他不配老戏骨 顶多算得老戏混子罢了 这就是从人品到水平 对孟凯进行了双重否定 国事频道一出手 效果当然不同凡响 在之前 虽然孟凯也被总局发文点名批评了 但他死猪不怕开水烫 并不在意 也不影响他继续走学捞金 顶峰作案 走到哪里 还人模狗样的被尊称一句孟老师 可这次事情不一样了 没有剧组敢再用他 没有广告商再敢请他代言 之前他最大的镜像之一 就是给那些房地产商站台收钱 现在也断了 孟凯被闹了一个灰头土脸 之前他身上的标签是老戏骨 现在他身上的标签 已经变成了劣质艺人了 孟凯在演艺圈也是 有一些朋友和关系的 之前几次他出事 包括借着去影视学院讲课的机会 让招待的女学生意外怀孕 都是被这些关系抹平的 可现在 当孟凯拎着名酒 揣着红包 去找这些关系的时候 一个个的都板起脸了 不再讲关系了 表示这个事 他们解决不了了 让孟凯另请高明吧 因为现在孟凯 是被国事频道盯上的人 没有任何人敢顶风作案 那些人给孟凯出了一个主意 按照这个趋势 你的演艺生涯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如果你想翻身 那只有一个办法 就只有去找你那个侄女了 国际影后孟会晚 只有他有这个能力翻手为云 副手为语 不仅仅是因为孟会晚 是华夏娱乐圈最红的女星 堪称超一线 现在还在美国 好莱坞参与一个超级IP 仇恨者联盟的拍摄呢 仇恨者联盟是货真价实的大片 这是由 曼峰公司推出的系列影片 累计全球票房 已经超过300亿美元了 孟会晚是作为第一个亚洲女星 第一个华人女星 参与这个项目的 尽管只是一个配角 但已经是孟会晚演艺生涯中的 巨大飞跃了 已经被演艺圈称为华人之光了 要知道 之前娱乐圈很多的女星 也都煞有介事地自称国际影星 但大家心知肚明 只有少数几个资深女演员 得过国外电影节的奖项参与 一些合拍大片 勉勉强强算国际影星 而很多其余的女星 则都是恬不知耻的蹭热度 这些女星 要么是坦星 坦星就是市值没有作品 却屡屡去国外电影节走红坦的明星 这些坦星出没于各大电影节 其中以嘎那国际电影节 最为重灾区 他们号称有各种邀请 但是没有任何电影作品 录选电影节 热衷穿各种所谓民族风衣服 以游荡红坦为乐 在舞台上搔手弄姿 并经常被保安拖出去 丢人现眼 给祖国抹黑 要么就是靠着资本 在一些大片中纯打酱油 其实无足轻重 甚至很多所谓的大片 都是特供片 就是说 很多华人演员参演的大片 他们的戏份 只有在华夏供应版本里出现 被网友戏称为特供版 赚钱版 但是在世界其他地区 上映的版本里 一个镜头都没有 但很多明星 粉丝和营销号 就拿着这些特供版 大吹特吹他们偶像的 国际影响力 那就真是外星人看热闹 那行人看笑话了 但是孟会晚的情况 与这些人完全不同 她在 仇恨者联盟中的戏份 那是货真价实的女三 并且 还是出演了一个 人气很高的角色 导演和编剧 特意为孟会晚量身定作 把原来的拉美艺 改成亚裔的 这种超级大片的 拍摄周期 都是很长的 加上孟会晚的英语口语 不是很好 所以还要学语言 因此 她这次在米国 已经待了快一年了 除了偶尔回国 参加一些颁奖 和时尚活动外 已经不在国内的 娱乐圈出现了 但没有人敢侵蚀 孟会晚的地位 因为 她是华语娱乐圈一姐 她有着亿万的粉丝 还因为 她背后有江家的支持 所有人都知道 如果没有江家的提携 她是不会 只在短短的五年之间 就从一个 梦凯觉得也只能这样了 于是就给孟会晚 打了国际长途 在电话里面 哭诉自己的遭遇 慧晚 你叔叔被人欺负了 你可得给我做主啊 孟凯哭得眼泪鼻涕都出来了 孟凯觉得 孟会晚 肯定会给自己这个面子的 从大处讲 所谓的打狗 还得看主人 自己要是被搞得太狼狈 岂不是让孟会晚 也脸上无光 从小处看 孟凯觉得自己 对孟会晚是有恩的 不说其他事情的提携 帮他争取一些小角色 甚至带他竞足 掩路人甲 就说当初 孟会晚成绩不好 是考不上 护城艺术学院的 差着几十分呢 是孟凯用了自己的关系 帮孟会晚特招进的 护城艺术学院 虽然只是大专 但这么说吧 如果没有他孟凯 就没有孟会晚的今天 会晚啊 他们这不只是打我的脸 还打你的脸啊 孟凯继续哭诉 上了国事频道 怎么这么不小心 就是我也没有把握 让国事频道的人改口啊 孟会晚刚刚结束了 一天的拍摄 有些疲惫 他躺在酒店的浴缸里 好看的眉头皱了起来 孟凯当然知道 国事频道的分量 也知道 光是一个演员 确实没有能量 能让这样级别的媒体 突然改变风向 可孟凯指望的 不只是孟会晚 还有江家啊 外人都说 江家是孟会晚的后台 那只是道听途说 是捕风捉影 可作为孟会晚的亲叔叔 孟凯知道这些 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而是货真价实的真实 现在孟会晚呆的娱乐公司 叫燃情娱乐 现在这已经是 华夏最大的娱乐公司了 旗下天王天后好几个 但孟会晚是里面地位 最超然的一个 他有着最好的团队 最好的后勤 最好的资源 优先剧本挑选权 并且与公司的分成是9比1 孟会晚所有的商务收入 演艺收入 他自己占9成 只给公司一成 这是演艺界 绝无仅有的比例 不说棒子国那些 被经济压榨的明星们 羡慕哭了 就是国内其余的一线巨星 也都没有孟会晚这个待遇 这么说吧 别的明星 都是经济公司的摇钱术 都会拼命压榨他们 恨不得把通道排满 一天工作18个小时 可是孟会晚 经济公司 就完全是为他服务的 完全就是赔本赚腰 因为孟会晚交的那一成收入 都不够公司 在衣食住行和安保上 对他的投入 孟会晚不论去 都是私人飞机 全程精英保镖保护 他的团队 连经济人家助理 化妆师 造型师 司机 一共18个人 都是要住五星级酒店的 孟会晚每天的工作时间 不许超过4小时 这次来米国 担心他吃不习惯 感情娱乐 还专门给他配了一个厨师 还有营养师呢 并且不需要孟会晚 像是其他的女性那样 为了角色 还要委屈求全 卖校陪酒 甚至是陪睡 孟会晚就是女王 所有人都得看他的脸色 剧本他愿意演就演 不想演 就可以撂挑子走人 脾气再暴烈的导演 也不敢给孟会晚脸色 有些台词孟会晚说不好 默认逼他多训练 只能改剧本 让他顺嘴为止 曾经有一个投资人 喝多了 只不过调戏了孟会晚几句 连手都没摸上 结果第二天公司就破产了 这一切的一切 都只有一个原因 因为孟会晚身后 站着那个不可一世的男人江四 燃情娱乐 本来不是江家的 只是一个娱乐圈 一个三流小公司 妥妥的草台班子 所以只能签那时候刚毕业 只能拍一些 现集市电视台广告 月薪两千块钱 还经常被拖欠的孟会晚 是五年前 由江四的姑姑江凤容 出面收购了燃情娱乐 一次性注资了十个亿 在娱乐圈招兵买马 这才成了现在的盛世 并且集中了最优质的资源 把孟会晚推到了现在的位置 没有江四的受益 江凤容能这么卖力吗 后来 燃情娱乐的CEO 换成了李云哥 江凤容的独生子 江四的表弟 护城上流社会 公认的与江四关系最好的人 但是在江四面前比所有江家子弟 都有面子的人 李云哥是出名的不靠谱 平时在哪都是吊儿郎当的 但对孟会晚 那也是客客气气 恭恭敬敬 规规矩矩的 为什么啊 还不是知道这是他未来的嫂子 在燃情娱乐 孟会晚有一个外号 叫孟娘娘 正宫娘娘 孟凯一直在期待 自己侄女风风光光 嫁进江家的那一天呢 进水楼台 孟凯也不想演戏了 也想去江家旗下的产业 当个老总了 侄女 你和四爷说一下 这事说说也知道难办 但正因为难办 这才必须得四爷办啊 以四爷的能量 一句话的事情就可以搞定 我说的没错吧 在咱们华下 谁能有这个未来侄女虚牛叉啊 孟凯说 那是当然 我的男人必须是全世界最优秀的 谁都比不上他 他是最棒的 无论是哪方面 一说到江四 孟会晚的语气里 就是止不住的骄傲与自豪 予有荣焰 他是真的以江四为荣 恨不得让江四成为世界之王 那他孟会晚 就是世界之后了 因为他的人生 早就与江四深深绑定在一起了 江四越光芒四射 他就越融光焕发 虽然现在孟会晚 已经在华人娱乐圈里面 做到了极致 是巨星 是影后 是超级一线 但是 孟会晚心里面很清楚 他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不是这些 而是找到了江四这样的男人 他最光辉的时候 不是站在奥斯卡的舞台上 而是身穿婚纱 走上红毯 被江四单膝跪地 给自己带上婚戒 亲口对自己许下侄子之手 与子偕老的承诺 让自己成为他的新娘 那时候 孟会晚相信 自己一定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 最幸福 最招人嫉妒的女人 虽然她已经当过了 不少影视剧的女主角 搭配过不少男主角 都是俊男超新 但孟会晚坚信 自己真正的男主角只有一个 就是江四 相对的 自己也会是江四 当之无愧的女主角 这一点哪怕山无棱 天地和 也不会有分毫的改变 他们注定山盟海事 不分离 相亲相爱一辈子 始至不于到今婚 今风欲露一相逢 只献鸳鸳不献仙 对啊 我知道四爷是最爱你 最宠你的 这个没错吧 孟凯又问 那是当然 我是四爷的万千宠爱 于一身 我是他梦想中的女人 我是他的女神 他的公主 我是他的念念不忘 必有回想 我是他的三生三世 十里逃 我是他的非你不娶 海事山盟 孟慧婉的语气中 都是幸福 他在娱乐圈 见多了太多口落悬河 甜言蜜语的男人 他演过的 看过的爱情影视剧 都有上千部了 贝勒不知道多少 编剧精心编写的爱情台词 这么说吧 在肉麻的情话 在倦勇的表白 在深刻的誓言 都不会再让孟慧婉觉得新鲜 感动 只会觉得陈词烂调 味同嚼辣 相反 江四这样不说 却只默默行动的男人 才是真的难能可贵 虽然这五年 他与江四见面不多 虽然这五年 他与江四很少联系 虽然这五年 江四没有说过一句爱他 虽然这五年 江四连他的手都没有牵过 但江四对他的爱是 那么的猛烈 那么的汹涌 那么的气壮山河 让孟慧婉不断的沉沦 陶醉 痴迷 因为这个男人 用他的权势与财富 为他铺了一条金光大道 让他从一个 默默无闻的丑小鸭 变成了人人仰慕的白天鹅 如果这不是爱情 那什么是爱情 如果这不是真心 那什么是真心 如果这不是倾城之爱 那世界上 还存在爱情这种东西吗 就像孟慧婉待 在国外的这一年 江四没有给他打一个电话 但孟慧婉知道 江四一定是在默默地关注他 鼓励他 爱着他 大爱无声 江四的爱 像是大山一样深沉 大海一样辽阔 又像是像天空一样宽广 否则 为什么自己在 仇恨者联盟剧组里 那个女儿 嫉妒自己的戏份出彩 刚要在片场 搞小动作时 江家的人就忽然出现了 狠狠打了那个女儿的脸 逼着女儿后面的资本低头 结果是 她被换脚呢 这样被保护的感觉 真的好温暖 好安全 可以让孟慧婉 无视一切困难 哪怕是天塌下来 也知道 会有那个男人 在帮他撑着 会有那个温暖 又有力的怀抱 会成为 她避风的港湾 其实有的时候 孟慧婉 也会有些委屈 为什么两个人 如此真心相爱 却这样的巨手离多呢 为什么江四不和自己吃饭 约会 睡觉 反而与自己这样 刻意地保持距离呢 为什么不肯公开承认 自己江家少夫人的身份 让自己进入他的圈子呢 这对自己真的是 有些不公平啊 不知道自己也会寂寞 也有欲望吗 也会长夜漫漫 无心睡眠吗 难道他就没有冲动 没有烦躁 没有渴望想要彻底占有 自己这如似欲的郊躯吗 但麻像是一个苦行僧那样 隐忍不发 辜负了大好年华 可是后来 孟慧婉懂了 他明白了江四的苦心 江四这么做 其实就是真爱他的表现 其实就是对他的保护啊 因为那可是江家 华夏的顶级豪门 想嫁进江家 其实姿色 容貌与才华 反倒是不那么重要了 出身 家事和门第 才是最重要的条件 而这些 恰好是孟慧婉最大的短板 他出身寒门 虽然现在在演艺圈 混得风生水起 可是在真正的大人物眼中 还只是一个戏子 说实话 以他的身世 想嫁给江四 绝对是高攀了 因为他现在所有的荣华富贵 都是江家给的 他在江家人面前 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本 所以如果现在江四 就公开他少夫人的身份 甚至把他娶回江家 那么自己一定会迎来 铺天盖地的质疑与压力 在江家也会被人处处针对 就像是甄嬛传 那样 处在豪门大家的内讧之中 所以这五年 江四才没有操之过急 没有和他一起出席过任何场合 只在默默支持 不公开给他名分 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他 不让他成为重视之地 不让他成为很多 妄图嫁给江四的 豪门千金的眼中钉 肉中刺 就像是慕容家 那个慕容小 不就是对江四贼心不死 心不以骂 而是极力在栽培他 把他打造成国际影星 只有他足够的光辉灿烂 成为全世界 都家喻户晓的大明星时 那样才有资格挽住江四的手 站在最大的舞台上 对全世界 庄严宣告 我和江四是一对 我们是彼此的男人与女人 唯一的 一想到那个场面 孟慧婉就经不住地激动 颤抖 站立 所以 作为一个懂事的女人 孟慧婉必须得理解江四的苦心 不做任何不守规矩的事情 不提任何过分的要求 不给江四添麻烦 忍着内心的欲望与火热 天天洗冷水澡 处处都表现得矜持 优雅 大气 从不拍任何亲热戏 连肩膀都不露 因为他知道 自己虽然粉丝千万 但真正的观众 只有一个 那就是江四 他要把自己所有的美丽 都只给绽放给江四一个人 要把欲望的能量 与肢体的缠绵 都在洞房之夜中彻底地释放 他要做男人 最喜欢的那种女人 尚德廷堂 入的洞房 人前是淑女 人后是浪妇 这些想法 其实都是孟慧婉自己的猜测 他没有人可以分享 求证 当然 他也可以直接去问江四 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是不是这么安排我的 我是不是你心中 无可取代的完美女人 我是不是内定的江家少夫人 但孟慧婉 还是忍住了 他没有问 因为他很懂 男人不喜欢太聪明的女人 特别是 在江四这样强势的男人面前 还是纯一点 迟钝一点更好 第一眉顺眼 让躺就躺 让贵就贵 才是强势男人喜欢的性格 如果他的心事 都被女人看破了 他们会不爽的 于是 他只能一个人 不断地默默揣摩江四的心意 同时 这五年的时间 进一步证明了 他的猜测是正确的 因为如果江四 不是对他心有所属 情有独钟 为什么会成为一个 非文绝缘体呢 他可是 常年盘俱在 华夏女人最想嫁男人 排行榜的榜首 要打一种天王巨星 想要生扑他的妖艳贱货 不知道有多少 只要他愿意 勾勾手 就能凑够三宫六院 七十二嫔妃 可他都拒绝了 他都忍住了 他万从中过 片叶不占一 他秋毫无犯 他守身如玉 他也是正常的男人 也会有欲望 但还这么苦着自己 这不都是爱我的证据吗 我还傻傻地怀疑什么 连江四都把相思之苦 忍得那么辛苦 自己受点委屈 又算什么 那自己就得努力 把这几个角色演好 在世界上扬名 反正女演员的黄金期 就那么几年 等到自己与江四官宣之后 自己就得备运了吧 还有一次 孟会晚参与一个酒会 喝多了一点 一时趁着酒劲 就给江四发了一封爱情短信 美人卷珠帘 身作平额眉 但见泪痕湿 不知心狠水 这首诗含蓄地表达了孟会晚 那幽怨求爱的情绪 江四那边一直没有回信 孟会晚很担心 害怕江四生气了 说自己不懂事 正要解释 千呼万唤的回复终于来了 江四回复的短信 只有几个字 少谈恋爱多读书 孟会晚看到这个短信 欣慰地笑了 她一下子就明白了江四的意思 江四是说 她除了门第不高外 学历也不高 不过才是护城艺术学院的大专生 在上流社会 真是拿不出手 而江四那是毕业于国外名牌大学 长青藤名校的 江四的意思是 让她也去提升学历呢 只有这样 才能名正言顺地嫁到江家 成为江家少夫人 同时 举一反三的孟会晚也清楚 这也是江四在暗中提醒她 要遵復得 首富道 娱乐圈非文多 是非多 不要闹出什么不好的新闻 玷污她和江四之间的纯美爱情 孟会晚一直就是这么做的 与外面的男人 不论是富商还是圈内男星 都是保持着礼貌的社交距离 有江四这个有才 有才 有貌地注意在前 其余的男人 再也进不了孟会晚的法眼 都是泥土瓦丽罢了 会晚 我的好侄女 叔叔的前途和前途 都在你的身上了 你一定要帮叔叔啊 孟凯恳求 她真的没有当够明星 不说当明星的名合力 不说那些社会美欲度 就说能泡粉丝这一点 就是孟凯无论如何 不舍得放开的 虽然以孟凯的年纪 指望有什么少女粉 是不可能了 但她却有一群中老年妇女的粉丝 甚至是一切富婆 这种女人就是吃了亏 但是碍于面子 也不会声张 不用负责 孟凯左拥右抱 乐不思蜀呢 行 叔叔你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孟慧婉回答 孟凯开心地挂了电话 只要孟慧婉出手 那一切就都不是问题了 当天晚上 也就是米国时间的白天 大明星孟慧婉发了一条微博 佩图是她出演 仇恨者联盟的一张剧照 她确实有很强的号召力 不仅因为她够有名 还因为她一向是林飞文的 从没有搞过混乱的男女关系 被很多粉丝称赞出于 你而不然品性高洁娱乐圈青流呢 所以这个孟慧婉 还有不少的人品粉一得粉呢 于是 很多粉丝还没看仔细微博内容呢 就在图片下方评论 华人之光 我的骄傲 女神 国际明星 想舔平了 等着去电影院了 华人女星第一人 真正的顶流 我唯一粉的女星 多么惊艳啊 可是 等到这些粉丝们 看清楚了图片下面的文字时 一个个的都惊呆了 原来下面的配图文字 居然是大一灭青 孟慧婉在微博上 发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声明 大家好 我是孟慧婉 我现在正在米国拍戏 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这里 我要说一件自己的私事 抱歉占用大家的公共资源了 那就是 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 我叔叔孟凯的事情 在这里我装重宣布 虽然他是我的叔叔 但我对他代言 虚假广告的事情 对他坑害消费者的做法 是深恶痛绝的 这是 绝对不可以原谅的行为 是不符合我们演员的职业道德的 我们是明星 做一先做人 粉丝是我们的一世父母 有那么多粉丝 喜欢我们 我们应该惩惶惩恐 如履薄冰 要对粉丝负责 要对大家的信任负责 要感激 要有责任 没有粉丝和观众 我们什么都不是 如果我们这些明星 利用粉丝的信任 利用自己的名气 和影响力 做步伐的事情 去敛财的话 这就是犯罪 这是对演员这个职业的亵渎 我要表明 我自己的态度 那就是大义灭亲 大家不要因为我 而对我的叔叔 有任何的宽容与放纵 我以有这样的叔叔为耻 我绝不会对他包庇 我绝不会利用自己的影响力 给他打点关系 我呼吁对这样演艺圈的 害群之马 进行封杀 净化我们演艺圈的风气 不要让一颗老鼠屎 坏了一锅汤 这个声明一出 顿时就占据了 微博热搜的第一名 网络上都轰动了 大义灭亲啊 好感动 孟会晚真是优质偶像啊 对啊 这个品行我真是服气了 可不是吗 其实 以孟会晚的影响力 和在演艺圈的地位 他如果真想包庇孟凯的话 是有这个能力的 但他没有 这是多么的正直 多么的无私啊 哭了 感觉自己受到了尊重 这才是真正的 把我们粉丝放在了心里呢 不像是有的明星 虽然嘴上说什么 做一仙做人 粉丝是他的衣食父母 其实都是把我们粉丝当韭菜的 楼上的 应该是韭菜 韭菜也没错了 人为刀组 我为鱼肉 我们粉丝被这些明星 虚假代言 坑的例子还少吗 我宣布 以后华人女星 一种是孟会晚 一种是其他人 会晚独一荡 对啊 我一听 有一些女星自称 小孟会晚我就想笑 她们配吗 孟会晚的风度与大气 是只靠脸 就可以比得了的吗 对啊 我那天在贴吧看到一个评论 把我气死了 说什么孟会晚 都是被资本力捧的 演技一般 演技的事情见仁见智 但是光这一得 我就粉孟会晚一辈子 我也见过类似的评论 说什么比颜值的话 孟会晚只是优秀 达不到经验的程度 我就呵呵了 做人不要这么肤浅 人不只是看外表 还要看内涵的 况且就是外表 我们会晚也是很能打的 在娱乐圈谁敢说 吻压会晚呢 嗨嗨 最美节拍女神苏萨说 在颜值上吊打 孟会晚不过分吧 楼上的过分了 娱乐圈哪个女星 比颜值能比过苏萨啊 对方不使用核武器 我方承诺不帅 先使用萨女神 真是世风不古 天下大乱啊 我们孟会晚是什么咖位 也是那种只会靠脸 什么作品都没有的网红 能比的了 在档次上 孟会晚拉了 那什么苏萨一个银河系 苏萨就是坐着神舟飞船 都追不上 这话说的没错 两人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人 孟会晚是娱乐圈的影后 是国际大明星 而那个苏萨 充其量就是一个网红 一个嫩母罢了 长得好看 有什么用 娱乐圈 星辰代谢这么快 很多女星别 看现在火 几年就沉寂了 但只有像是孟会晚这样的 才是真正的明星 才有真正的粉丝基础 就像是紫怡 曼玉 青霞那样 不管是20岁 30岁 还是50岁 都会有自己的作品 都会有自己固定的粉丝基础 各入各言 你们觉得苏萨美 在我心中 还是孟会晚更有魅力 不错 单看颜值 那个苏萨 确实是无可挑剔 但你们不觉得 这个苏萨美的太富 有攻击性了吗 让人有压力 而孟会晚 则是永远的优雅大气 这才是一个女人的 底蕴与风华呢 对啊 那个苏萨 这才红了几年 就闹出多少绯闻了 抢男人 当小三 姐妹私逼 母女失合 不管真的假的 总之是乌烟瘴气 乱七八糟 但是孟会晚呢 你们可曾 听到她有什么负面消息 多说一句 不是传说孟会晚 被江家大少爷力捧吗 你们说这个 我可就不困了 第一 被江家力捧 这只是传言 第二 就算是真的又如何 男未娶 女未嫁的 本就是郎才女貌 天生一对 是啊 会晚嫁给别人我反对 但是嫁给江四 我赞成 那可是男人的极致 女人的幻想啊 期待孟会晚 成为江家少夫人的那一天 怪不得孟会晚如此洁身自好 原来是未来的豪门主妇啊 这是孟会晚自己努力的结果 美貌与智慧缺一不可 很奇怪吗 孟会晚就是一直的这么优秀啊 初到五年以来 林飞闻从不与任何的富商 大款传飞闻 堪称女性的楷模 根本就不是那些 妖艳见火可以碰瓷的 我说一句孟会晚 是正能量女神 不过分吧 本来在之前 孟凯的演艺生涯 就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但还有人知道 孟凯与孟会晚的关系 以为孟会晚会 出手拯救孟凯的职业生涯呢 因此 还没有把话说得太绝 把事情做得毫无余地 就像是孟凯自己的经纪公司 之前也只是暂停了孟凯的通告 但现在孟会晚的声明 则是彻底成了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彻底断了孟凯在演艺圈的路 华夏影视联合会 已经发布公开声明了 彻底封杀孟凯一切演艺活动 经纪公司光速解约 他彻底凉了 孟会晚正在看着手机上的留言 心里面很满意 什么是聪明人 就是审时夺势 变微为机 化被动为主动 就像是这次孟凯事件 如果自己是低情商 那么一定会觉得 没有了面子 从而为了孟凯出头 以自己的能量 当然可以保住叔叔的演艺生涯 看似取得了胜利 其实却是输了人心 更重要的是 会让江家人看清 觉得自己家的亲切 都是眼皮子太浅了 为了一些小钱 就什么都出卖 这重上不得台面的亲切 哪里配合江家联姻 高情商的孟会晚 当然不会那么蠢 别说是一个叔叔 就是亲生父母 也不能阻止他加入江家 为了江四 他可以断绝一切社会关系 众叛亲离 与父母恩断义绝 与亲人反目成仇 这些都无所谓 因为 只要他能拥有江四 就拥有了全世界 为了江四 他孟会晚 可以与世界为敌 于是 他当然会做出 大义灭亲的选择 用实际行动 告诉江家 自己是多么的大气 大度 懂事 娶自己这样的儿媳妇 不会给江家带来麻烦 娶自己这样的儿媳妇 不用担心 自己会同娘家的人纠缠不清 损害夫家的利益 牺牲一个叔叔 成全孟会晚的人设 他觉得很值 至于孟凯之前 对他的那些好处 不重要 再说 他早就还清楚了 这么多年 孟凯没少 打着他的旗号 捞取好处了 虽然是这个叔叔 把孟会晚带进了演艺圈 可是孟会晚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与孟凯关系不大 都是孟会晚自己努力的结果 都是孟会晚遇到了那个男人 邂逅了爱情 否则 如果只靠孟凯的话 大可能孟会 完演了十年戏 都不见得能在一个剧集里面 得到超过十句台词 一想到五年前 自己与江四的初遇 孟会晚 就一阵的意乱神迷 心惊神妖 那时候 他还在护城艺术学院实习 家里面有背景 有资源的 都跟着进大剧组了 孟会晚找孟凯帮忙 可那时候孟凯的能力有限 只给他介绍了一个 很不靠谱的草台班子剧组 都不是正经的影视剧 就是粗制烂造的网络大电影 在里面演一个女八号 戏份顶多五分钟 台词四五剧 片酬一共才两千 还得自己负责来网络费 孟会晚跟着剧组 去了一个偏远乡下 天天吃凉盒饭 睡打通谱 条件很苦 看不到前途 孟会晚都要冲不下去了 有好几次 他都要动摇了 想要答应来学校选角的 那个周副导演的潜规则了 这个周副导演是拍古偶的 一向是喜欢挖掘新人著称 这么说吧 王好听说 周副导演经常给新人机会 但是真实情况是 这个周副导演最爱做的事情 就是去演艺学院 找那些姿色不错的女学生 大搞潜规则 想上他的戏 掀上他的床 那次周副导演来选角 选一个女五号 看中了孟会晚 给了他剧本 孟会晚晚上回到宿舍 发现剧本里面 夹着一张房卡 他犹豫了好久 后来为了红 为了出名 孟会晚决定现身了 他到了周副导演的酒店 进了门 换了睡衣 周副导演说他拾去 已经到浴室洗澡了 但孟会晚关键时刻跑了 他后悔了 不是实在是不能过了自己 心理这一关 而是在关键时刻 孟会晚在周副导演的桌子上 发现了好几种药物 都是治疗性的病的药物 这周副导演玩女人太多了 身上染了脏病 孟会晚被吓跑了 被放了鸽子的周副导演 当然不爽 于是在圈内放话 说这个孟会晚给脸不要脸 不识抬举 他一定要给孟会晚点颜色看 这就造成了要实习禁组的孟会晚 不说被封杀了吧 反正也是四处碰壁 到处被人甩脸色 与周副导演比 孟凯那点能量根本不够 所以孟会晚只能去这个草台班子 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拍这种完全上不得台面的网络大电影 这是一部国产恐怖片 可其实一点都不恐怕 还很搞笑 基本上就是尖叫乱跑 再让女主角故意洗澡啊之类的路肉 吸引观众 毫无逻辑和诚意 完全就是侮辱观众的智商 孟会晚从心里面抗拒的 并且尤其可气的是 拍了一半 制片人还领跑了 他连两千块钱的片酬都没了 孟会晚拍这部戏 还赔钱了 所以他真的打算向那个周富岛 掩饰弱了 不就是钱规则吗 我让你钱 只要做好防护措施就可以 就在孟会晚一个人 灰溜溜地从乡下 要回护城的路上 在他打算回到护城就妥协的时候 孟会晚因为坐了黑车迷路了 结果在一个山谷里面 遇到了昏迷不醒的江四 其实那时候孟会晚 根本不知道这个江四是谁 只是先被他的脸惊艳 这是他见过的最帅的男人 但仅仅只是帅的话 还不足以让孟会 晚生出见义勇为的想法 他还自身难保呢 但孟会晚看到了江四身上的一支钢笔时 他震惊了 学表演的女生 或许自己买不起奢侈品 但一定对各种奢侈品如数家珍 年份 款式 价格 来历 以免被假大款骗了 孟会晚一看到江四身上的这支笔 就惊呆了 对一般人来说 男人证明身份的奢侈品 最值钱的就是名车 名表 宝石杰 法拉利 兰博基尼 百达斐利 僵尸丹顿 劳力士 打眼就能看出一个男人的身价 可是钢笔能看出什么 一支笔最贵能有多贵 顶天万八千的吧 真能 江四身上的这支笔 有个名字叫奥罗拉钻石 是的 不是珠宝 就是钢笔的名字 奥罗拉钻石是世界上最昂贵的笔 被称为世界最好的书写工具 数量非常有限 只有单笔出货 为什么这支笔这么贵 因为它用的材料太好了 在2005年的时候 奥罗拉 国际顶级钢笔制造商 比尔盖茨等国际权贵 都是其忠实粉丝 为了纪念其品牌的85周年诞辰 制造出了两款超级钢笔 奥罗拉钻石钢笔上 镶嵌了多达1919颗钻石 钢笔的笔帽上 有一颗重达两颗拉的超级大钻 整支钢笔的重量 是达到了30颗拉以上 然后其复杂的工艺在外 加上品牌的影响力 才让此钢笔是如此之贵 说到这里了 肯定很多人想问 到底有多贵 其价值是高达147万欧元 折合人民币的话 在1.15亿左右 一支笔一亿多 这不仅是一般人会惊呼感慨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就是那些顶级富豪 又有几个人 会一个亿买一支笔呢 是为了享受 也是为了给别人看的 是显示自己实力的一种体现 甚至是打肿脸充胖子 买二手车 二手表 二手珠宝 他们会愿意超过千万 买一辆兵力招摇过市 显示实力 但多半不愿意这么多钱 买一支笔 就为了签字用 简直是毫无人性啊 这么说吧 开得起千万豪车的人 肯定是有钱人 身家起码上亿 但是 能用得起千万钢笔的人 那一定是 超级超级有钱人 身家起码百亿起步 时尚杂志才看到这个奥罗拉 算是钢笔来历的 当时就被惊了一个目瞪口呆 因此印象深刻 于是 他就断定 这个昏迷的男人 一定是他这辈子 遇到的最大的机缘 这才动了善心 把江四救了 被江家上下 都认为是江四的救命恩人 他当然不会说 自己是因为那支钢笔 才出手的 从那以后 孟会晚果然飞黄腾达了 并坚定了 一定要嫁给江四的决心 孟会晚也在评论区里面 多次看到了一个人的名字 苏萨 因为一直在国外 所以这是孟会晚 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 一好奇 孟会晚也搜索了苏萨的照片 看到屏幕上 那张倾国倾城 让万都失去了颜色的容颜石 身为女人 孟会晚的内心 真的是由衷地 感到了嫉妒和威胁 那是女人遇到天敌时 才会有的应激性反应 孟会晚虽然不算是顶级美女 但能考上艺术学院的 颜值都不太会差 加上现在她有钱有地位 对容貌自然是格外的上心 美容师一年365天 全天24小时地伺候着 她这样等级的女星 当然不会贸然去做大整容 那样会引起舆论的喧哗 但其实她的脸 每天都在微调 微整形 微整形就是利用高科技的医疗技术 不需开刀 短时间就能变美变年轻的特性 这取代过去的整形外科手术 具有安全 没有伤口 恢复期短的优点 微整形的出现让整形 如同做美容皮肤护理一样简单 同时整形效果 和传统整形完全一样 微整形主要项目 包含A型肉毒素除皱和瘦脸 注射美白针等 孟慧婉每年用在美容上的钱 高达千万美元 这让她越来越美 所以现在的孟慧婉 已经在颜值上非常自信了 和谁同框都不会心虚 不会被比下去 可如今 仅仅看到苏萨的照片 孟慧婉就觉得相形见处 自残行贿 黯然失色 这是一个 她绝对不愿意同框出镜的女人 因为货比货的扔 人比人的死 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可看到有人说 苏萨会成为她的劲敌时 孟慧婉不屑地笑了 和我比 这个网红配吗 因为娱乐圈 最不缺的就是美女 如同过江之际一样 络绎不绝 但是 站在娱乐圈顶端的孟娘娘 只有一个 能让江四那样 男人心知所向的女人 也只有一个 她是无可取代的 从前有那么一句话 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这句话 在演艺圈是不适用的 在演艺圈 是江山带有美人出 各出风头三五天 红得越快 胡得越快 拿什么和自己比啊 莫说 自己已经是娱乐圈一姐 那个苏萨 只是一个单纯女网红 两人之间 差了十万八千里 就说她真的混娱乐圈 那也是给自己踢鞋都不配 因此 自己可是未来的江家少夫人 自己的未来 是星辰大海 与自己的浩瀚未来比 娱乐圈顶 多算是一个鱼缸罢了 在使劲铺腾 能铺腾出多大的水 难道这个苏萨 还有本事 吸引我的男人姜丝吗 不可能 那个男人 是不会在乎这种雍之俗粉 妖艳贱火的 长得再好看又如何 江四那样的男人 才不会这么肤浅呢 万从中过 片叶不沾身 就算是这个 不要脸的网红 想认识江四 又怎么会有渠道呢 江家的门槛太高 他高攀不起 他连江家的大门 都进不去 就说我这个江家 内定的儿媳妇 现在还没正式去过江家 没有拜访过我的公婆呢 并且以孟会婉 对江四的了解 这是一个有恩必还 有仇必报的人 我孟会婉 是与江四同过患难的女人 光凭这一点看 我的地位就无可动摇 尽管孟会婉 并没有把苏萨放在眼里 可是苏萨的逆天颜值 还是让孟会婉内心不爽 与这样的美女相比 自己似乎在努力整容 都没有了意义 想到这里 孟会婉 把她的经纪人 梅姐给找了过来 梅姐之前 是圈内的王牌经纪人 一向是手段多 人脉广 善于打点关系 能平视著称 是被燃情娱乐挖来的 梅姐 你看 孟会婉 把电脑上苏萨的照片 指了一下 她什么都没说 但是梅姐已经明白了一切 在外人眼中 孟会婉优雅大气 与世无争 从不参与娱乐圈那些 争权夺利的烂事 不但没绯闻 也没有其他的丑闻 纯洁得如同小白 但只有她的身边人才知道 孟会婉 其实自私刻薄 雅自必报 功力心极强 报复心特别重 并且极度心也很强的 说是淡薄名利 其实资诸比较 谁要是得罪了她 一定会遭到她的报复 只不过这些脏事 根本就不需要 孟会婉自己 亲自出手作罢了 因为 她是以后要嫁给江四的 当然要身家清白 履历干净 而这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自然是由别人 比如梅姐来做的 比如曾经她 参加一个颁奖礼 结果与另外一位资深女星 在座位排序上有了摩擦 那位女星 试得过好几个影后的 论资历 孟会婉的喊一声前辈 尽管现在 她没有孟会婉红了 但在人前 孟会婉 必须得显示自己的尊重 毕竟演艺圈也是 讲究论资排序的 那次在公开场合 孟会婉显得很大度 忍了 坐在了这位资深女星的后面 但后来不久 这位资深女星参演的一部电影 投资人就忽然撤资了 女星也是参与投资的 结果亏了几千万 其实 那个投资人 与这位资深女星的老公 是多年朋友 案里绝对不会关键时刻 撤梯子的 但孟会婉让梅姐 告诉那个投资人 你要继续投 我高兴不高兴不重要 但是四爷一定会不高兴的 孟会婉就是这样的 她从不在任何公开场合 说自己与江四的关系 以免让江四知道了不开心 觉得她太张扬 不低调 但是她会让身边人 四处传播她与江四的关系 警告那些阴阴厌厌 江四是我男人 你们别惦记了 还有一次 国内一位年轻的动作女演员 参演了好莱坞 一个小成本动作电影 结果票房大卖 人气很高 获得了好莱坞 很多片商的青睐 有一部大制作电影 都要找这个女星合作了 其实这事 与孟会婉丝毫没有关系 她也不是走动作片路线的 但孟会婉 一边在公开采访时 大家称赞这个后辈 说希望 有更多的华人女星 闯荡国际影坛 但却在私下里 收买了那女演员的化妆师 让她在试镜时 皮肤严重过敏 五官惨不忍睹 自然失去了这次机会 角色 被一个拉美衣的女演员拿走了 连看惯了娱乐圈勾心斗角 拨绝云鬼的美姐 都没看懂孟会婉 这是什么操作 如果是孟会婉自己 也要那个角色 那么这么做手脚 当然可以理解 娱乐圈比这更恶心的事都有 比如造谣 抹黑 找后台之类的 甚至连犯罪的都有 在片场的道具上做手脚 投毒 但明明孟会婉 对这个角色毫无兴趣 她自己也没有其余的人选推荐 她与那个拉美衣女星 是八杆子打不着的关系 不 说费力不讨好都不足以形容这事 而是损人不利己 结果孟会婉 只是轻飘飘地说了一句 好莱坞有我一个华人女星 做代表就够了 舞台虽然很大 但我不想让任何人分 去我的荣光 不只是这个女星 以后再有华人女星 想要进军国际 都得先问问我孟会婉 是不是同意 那天其实天气很暖和 但没解决得自己身上冷嗖嗖的 不寒而栗 再之后 很多事实证明 这个孟会婉 就是一个美女蛇 并且 还是一个控制于很强的美女蛇 之前美姐与别的明星合作 都是她主导的 但在孟会婉这里 她只能俯首贴二 美姐不只是一次想过 就孟会婉做的那些烂事 都曝光出来 这个女人一定会名誉扫地 臭了打劫 自己也会被连累 甚至成为被甩锅的替罪羊 但美姐 还是坚定地和孟会婉在一起 为虎作娼 帮她做了很多 见不得光的烂事 因为美姐压宝的 不是孟会婉 而是孟会婉身后的那个男人 她相信 只要有江四在 那无论孟会婉 做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都会有人承担 而自己 只要仅仅巴结了孟会婉 那么以后的前途 就不只是一个经纪人了 成了娱乐公司总裁 不也是江少夫人一句话的事情吗 就像是现在 美姐已经懂了孟会婉的意思 虽然她与这个苏萨 毫无交集 但苏萨让孟会婉不爽了 那苏萨 就必须倒霉 这当然是对苏萨很不公平 可这个世界 哪有公平 谁让你一个小网红的后台 没有孟会婉强呢 有本事 也去当江家的少夫人 我知道怎么做了 美姐点头 就出去安排 她人在米国 但是在华夏各大媒体 都有自己的关系网 随便一个电话 就知道了目前 不论是帝都 还是月经 这华夏最重要的两大都市 也是明星 最聚集的城市里 已经有几十家媒体 在做有关苏萨的选题了 有近百家演艺经纪公司 在打苏萨的主意了 想给她拍写真的 做专访的 开画展的 半个人音乐会的 灯杂志封面的 邀请走秀的 拍摄影视剧的 拍摄广告的 签约经纪公司的 不一而足 看来 虽然苏萨还没有进娱乐圈 但娱乐圈的大门 已经向她完全打开了 虽然在娱乐圈想红 三分能力 六分运气 一分贵人相助 可以苏萨这逆天的外在条件 还有她的才艺 她的人气 她根本不是能不能红的问题 而是红到什么程度的问题 看来 孟会婉对这个女人的打压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于是 美姐就给这些公司 私下打了一个招呼 也没说什么特别的 就是说这个 叫苏萨的女生 有些不懂事 不懂事 可大可小 但娱乐圈的人都是人精 都明白了 这苏萨的不懂事 自然是让孟会婉不爽了 那么 就算是苏萨美若天仙 他们也不会为了苏萨 去得罪娱乐圈一姐 华人之光 将加未来少夫人的孟娘娘 于是 本来屈之若鹜 对苏萨展开猛烈追求 专门派了人到沪城大学 蹲点游说的那些心态 经纪人都一夜之间消失了 同时 各大媒体开始 有意识控评 不再炒作苏萨的热度 让因为窦情 蓝灵王入阵取 等几个焦点事件 人气火得一塌糊涂的苏萨人气 开始下滑了 而粉丝 粉丝是最热情 也最健忘的人群 没有了媒体的追捧 苏萨在粉丝中的影响力 也降低了 之后 看到苏萨 真的没有那么大的热度了 美姐专门去和孟会婉 汇报了一下 孟会婉微微一笑 就把这事放过去了 在她看来 这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事 不过是自己一句话 就阻断了 苏萨进军娱乐圈的路 毁了她的明星梦罢了 想必这个女人 一定会伤心吧 那是一定的 又有哪个女人 不想当明星呢 她之前搞出这么多的新闻 不就是为了吸引关注吗 但活该她倒霉 谁让她让自己这么不爽了 那她就必须接受 社会的毒打 莫办法 有四爷罩着的女人 就是这么任性 孟会婉 当然做梦都没想到 苏萨是真的一点都不想当明星 不想天天被新探讨 被经纪人烦 被狗仔队偷拍 被粉丝簇拥 那些什么邀约啊 合作啊之类的项目 苏萨都是一概想推脱的 只是之前 那些人太热情了 别说三顾茅庐了 六处齐山 九阀中原都有了 让苏萨是不胜其烦 因此 现在那些人忽然不来找苏萨了 不来护城大学 蹲守了 苏萨是真的特别开心 她当然知道 这是有人暗中下半子 但苏萨丝毫没有追究的想法 看不惯我的人多了 我还要一个个的都过去问啊 我哪有那些时间打发这些人 不遭人度视庸采 反正对方现在做的事情 他们以为是阴谋诡计 对苏萨来说是成人之美 苏萨也就忍了 可是以后 要是这些人给脸不要脸 继续挑衅 苏萨当然会给他们一点教训了 告诉他们 人不是这么当的 脸是这么打的 当然 这都是后话了 再说这个孟慧婉刚刚交代完 打压苏萨的事情 他输出孟凯的电话就来了 孟凯很愤怒 他是来兴师问罪的 是来质问孟慧婉的 之前他找孟慧婉帮忙 是希望孟慧婉利用自己的能量 帮他度过这次危机 可结果呢 孟慧婉发了一个 大意灭亲的官方声明 又给自己补刀了 自己已经掉进坑里了 这个侄女不但不拉自己一把 还往坑里面倒热水啊 这是要把自己赶尽杀绝啊 现在孟凯在 娱乐圈已经是无路可走了 还被很多人告上了法庭呢 面临索赔 孟凯焦头烂额 气急败坏 孟慧婉 你就是这么帮我的 叔叔 我不过是说了公道话罢了 我们是艺人 要有一德 不能为了钱 就出卖自己的底线啊 孟慧婉 你少给我来这套 你以为你是什么好东西啊 孟凯气愤地说 作为孟慧婉的亲叔叔 孟凯当然知道自己这个侄女 根本不是外界看到的那么光鲜 他做了不少的脏事 孟凯 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退出娱乐圈吧 其实就是没这事 我也有这个意思的 你的格局太小 当次太low了 现在你的存在 已经是我孟慧婉的耻辱了 我孟慧婉 不能有一个这么见钱眼开的无赖叔叔 听到孟慧婉这么说 气得孟凯破口大骂 孟慧婉思毫不在乎 当明星害他被骂吗 开玩笑 越骂越火 孟慧婉 你就不怕我在媒体前面说 你这么无尼不孝 孟凯威胁 随便你怎么说 他们只会夸我大意灭亲 孟慧婉 你不怕我把你之前 背地里的那些烂事抖出来 让大家看看 你到底 是不是真的那么出于尼而不染 其实你和娱乐圈其余的女星 没什么区别 一样的烂 不 你是特别的烂 你是个骗子 去说啊 叔叔 你现在都信用破产了 你猜谁会信你的话 只会觉得 你就是一个疯狗 再报复我不帮你呢 店 那边的孟凯没辞了 气得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在孟慧婉 马上要挂电话的时候 那边的孟凯忽然冷笑道 孟慧婉 你别得意 我知道你怎么想的 你不就是觉得自己 要攀上江家的高知 然后看不上我们这些穷亲戚了吗 你别做梦了 你根本就没有资格 嫁到那样的人家 还有 这都几年了 我可曾 见过一次江四离你 人家根本就没把你当回事 你别自作多情了 孟凯在恶毒地笑 在外面 孟慧婉是 不可一世的孟娘娘 在孟家内部 孟慧婉的地位 更加超然 她是孟家神圣不可侵犯的孟太后 不只是因为 她是大明星 更因为孟慧婉 让孟家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了 她是以后的江家少妇人 知道了 她是江四的救命恩人 江四对她始至不渝 非她不娶 以身相许 私定了终身 这就造成了 孟家上下 每一个人都在拼命讨好 八戒 跪舔孟慧婉 哪怕是她爷爷辈的人 见到孟慧婉 也是不孝不说话 极尽阿谀奉承 谄媚溜须之能事 可是这都五年了 虽然孟慧婉的事业 越来越顺利了 但她嫁进江家 还是一点风吹草动都没有 尽管孟慧婉 还是一如既往的那么自信 那么有底气 但说实话 在孟家的很多人心中 都对孟慧婉 到底能不能嫁给江四 有些含糊了 说不定 人家为了报恩 只是想捧你上位 但是根本就没打算和你结婚呢 毕竟江四的地位在那里 实在是太高不可攀了 但这些话 之前孟家人根本就不敢说出来 因为孟家人都知道 这是孟慧婉的逆龄 你可以说她演技不好 可以说她脚柔造作 但谁要是说她 与江四不是一对 孟慧婉真的会抓狂的 就像是有一次 孟慧婉一个表妹 在聚会的时候 装作不小心地问了一句 慧婉姐 既然你和四爷那么恩爱 那就算是你们不好在 外面公开关系 但把人领到家里面认个门 和大家见见面不过分吧 不然的话 我们真是有些怀疑 你与四爷的关系呢 你把人家当老公 从小就与孟慧婉经常斗气 现在大了 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司白领 所以对功成名就的孟慧婉 是羡慕极度狠 这才忍不住出言讽刺 但因为现在孟慧婉的地位 全家人跪舔的态度 这个表妹 也不敢真的与孟慧婉作对 只能装作不小心地问 但还是捅了马蜂窝 孟慧婉当时脸色就变了 把滚烫的茶水 泼到了那个表妹的脸上 同时 在一边冷眼旁观表妹的父母 掌乖了表妹好几个巴掌 这才算是出了一口气 换做视频时 孟慧当然不会主动刺激孟慧婉 现在这是气坏了 孟慧婉听着叔叔的话 眼毛立了起来 很好 孟慧婉 你做得漂亮 孟慧婉冷笑一声 挂了电话 之前那个表妹 不过是很隐蔽的阴阳怪气 都被他泼了一脸的热汤 现在这个孟慧 明目张胆地挑衅 孟慧婉不能忍啊 阿超 你过来 他挂了孟慧的电话 把自己的司机阿超找了过来 阿超名义上是他的司机 其实是他的贴身保镖和打手 很多需要动用暴力的事情 都是阿超负责的 阿超认识不少道上的人 最适合做这种事了 孟小姐 有什么吩咐 孟凯 他太吵了 孟慧婉音音地笑 孟小姐 我明白了 阿超转身就要走 慢着 手脚一定要干净 不要让任何人想到我的身上 比如你可以让那些人装作 是被虚假广告坑害的消费者 孟慧婉面受机遗 几天后 已经退圈的孟凯被人打了 打得很惨 最惨的是 舌头都被人用剪刀剪了 以后说话都困难了 据说是被他欺骗的消费者报复的 剪舌头是因为他在电视上乱说话呢 苏伊诺又倒霉了 本来他这段时间已经够倒霉了 斗钢琴被吊打 斗明月同样被吊打 在网上 因为蓝陵王入阵取的出囚 苏伊诺被骂得都暂时退网了 家里面的网线都拔了 本来是想坑苏萨的 结果发现苏萨毫发无损 越来越好 自己则是越魂越不堪了 不过好在他在苏家 彻底拿捏住了隐喻兰 逼得这个便姨妈给自己下跪 同时 又与萧承的妈严肃敏修复了关系 没有让严肃敏去找苏萨 保住了自己 萧家少夫人的地位 苏伊诺好不容易 尝出了一口气 结果又出事了 萧承要和苏伊诺分手 本来这段时间 苏伊诺已经能意识到了 萧承对自己的冷淡 这个男人 已经不像是最开始那样 对自己言听计从 俯首贴耳了 同时 出于女人的直觉 哪怕萧承再隐藏 苏伊诺也知道了 这个男人对苏萨的兴趣 越来越多 萧承以为背着自己 几次去找苏萨的事情 他不知道 其实 苏伊诺已经偷偷在 萧承的手机里面 安装了定位软件 发现他多次跑到了 护城大学设计学院的校区 去找谁 还用说吗 甚至有一次 晚上与萧承亲热的时候 萧承抱着他 喊的却是苏萨 那个贱人的名字 苏伊诺心里面恨 但又不敢和萧承闹 因为他清楚 现在声名狼藉的他 除了萧承外 护城上流社会 再也没有公子哥会娶他了 除非当二奶 但苏伊诺当然不肯 他最在意的就是身份 就是名正言顺 因为他是假千金 他最想要的 就是名媒正娶 因为他是私生女 不过好在 虽然萧承想劈腿 但至少没有把他甩了 苏伊诺很了解萧承的性格 萧承没提分手 不是舍不得对他的感情 只是这个男人的 自私与贪婪 狗懒八炮使人 他想左拥右抱 坐向奇人之福 所以苏伊诺只能隐忍 只要他真假千金的秘密 没有曝光 他就还是有优势的 但现在 萧承却要抛弃他了 事情 还要从那个直播平台说起来 这个直播平台 是萧承一手弄的 苏伊诺是平台的 头号女主播 贝利捧的 就算是现在 苏伊诺负面消息缠身 换做其他的平台 早就把苏伊诺封杀了 不但解约 还要苏伊诺赔偿违约金 但因为 苏伊诺未来老板娘的身份 所以苏伊诺 只是暂时停播 苏伊诺 倒是也没意见 现在 你就是让他开播 他也不敢了 因为粉丝 是刷屏骂他 连与苏伊诺 合作密切的几个水军公司 都不和他合作了 因为别的公众人物 找水军洗白 是因为身上有污点 而苏伊诺 掉进了粪坑一样 全身都是屎尿 都是破绽 席底的难度太大了 但苏伊诺没想到 自己都很低调了 还是出事了 出事就出在了 苏伊诺的粉丝上 苏伊诺是一个很贪婪的人 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看自己银行卡上的数字 不断增加 眉开眼笑 所以 苏伊诺开直播 一方面是为了出名 嘚瑟 炫耀 卖弄才女 加美女的人设 另外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挣粉丝的钱 在粉丝身上敛财 所以苏伊诺直播时 有一多半的经历 都在琢磨怎么让粉丝刷礼物了 看到直播间里面 不时有火箭 游艇飞机 这样的礼物 刷得飞起 苏伊诺就感到特别的开心 哪怕只有一块钱的礼物 苏伊诺也不想放过 粉丝在她的眼中 都是一群 带宰的肥养 还是一群 很愚蠢的肥养 而在这个世界上 真有那样的傻子 他们不孝顺自己的父母 不关心自己的亲人 却愿意 为了讨好网络上的女主播 而一支千金 这已经够奇葩的了 更奇葩的是 这样的傻子 往往都不是什么有钱人 而都是一些穷人 是那些蹲在网吧里 吃着方便面 一边抠脚 一边幻想着 被女神垂青的屌丝 苏伊诺很会笼络人心 把这些粉丝 耍得团团转 同时 苏伊诺还养了很多大粉 专门潜伏在 直播间和粉丝群里面 专门负责给苏伊诺拉人气 带节奏 忽悠傻子 这些大粉都是拿工资的 他们自己的打赏 在苏伊诺的粉丝里面煽风点火 灌输打赏就是 最大的支持 不钱不配当粉丝 不能让伊诺 被别的主播 比下去舍不得钱 就是不爱伊诺 伊诺值得最好的 这样的思想 教所粉丝 特别是未成年粉丝 为苏伊诺课金打榜 甚至还很阴险的 在群内分享课金攻略 教给那些学生 怎么偷着透支父母的信用卡 给苏伊诺刷礼物 不知道搞出了多少家庭矛盾 在苏伊诺的这些傻子粉丝中 有一个最出名的 也就是所谓的苏伊诺绑一大哥 ID名伊诺门下走狗 前前后后 已经给苏伊诺刷礼物 超过400万人民币了 苏伊诺知道 这个伊诺门下走狗这么殷勤 是为了什么 男人吗 想的都是床上那点事 男人看女主播的时候 心里面都很龌龊 都在幻想 与女主播发生点什么 就像是这个伊诺门下走狗 多次私信 要和苏伊诺私下见面 打的什么主意 傻子都猜得到 苏伊诺自恃高贵 当然不会和别的女网红那样 为了讨好榜一大哥的欢心 真的和这些人线下约了 因此 一直拒绝与这个伊诺门下走狗见面 但苏伊诺又舍不得这个金主 于是就想出了一个骚操作 苏伊诺让自己的一个女助理 装自己与她聊天 聊天内容露骨 粗俗无所谓 反正别人又不知道 又给这个伊诺门下走狗 发了很多私密照 其实都是苏伊诺找人PS的 把伊诺门下走狗哄得团团转 钓鱼一样 对苏伊诺更痴情了 甚至在苏伊诺现在被全网黑 不敢开播之后 这个伊诺门下走狗 还在拼命给苏伊诺打赏呢 甚至说你不当主播也可以 我养你啊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伊诺门下走狗 对苏伊诺一致千金 他很有钱吗 他是富二代吗 不是 他就是一个普通人 就比屌丝强点有限 他真名胡强 是一个贸易公司的出纳 打工人 月薪八千 不高不低 根本没有实力一致千金 所以胡强一直在亏空公款 再做假账 这当然是犯罪 但胡强被苏伊诺给迷住了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 可胡强东窗事发了 胡强锒铛入狱了 在调查的时候 发现了胡强把亏空的资金 几乎所有都打赏给了苏伊诺 于是要求苏伊诺配合调查 说那些都是赃款 要追回赃款 苏伊诺当然不肯 于是就开始装傻 表示自己又不知道这是赃款 所以这是自己 通过合法去到证的钱 绝对不退 打死都不退 哪怕如果退款 能给这个胡强减轻罪责 缩短刑期 苏伊诺也不肯退一分钱 他死不死管我什么事 胡强的命可以没 我的钱不能丢 但办案人员 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他们查了之前 苏伊诺那个女助理 与胡强的所有聊天记录 证实了一件事 苏伊诺早就知道 这个胡强的真实身份 并且也知道 他的钱来路不正 但苏伊诺的贪婪 让他不但不阻止胡强犯罪 还千方百计地引诱唆使 让胡强越陷越深 苏伊诺已经涉嫌教唆犯罪了 苏伊诺作为胡强的同谋 被起诉了 好在尹玉兰为了保苏伊诺 请了大律师打官司 苏伊诺又很狡猾 之前的这些事 都是让那个女助理出面的 于是 他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推给了女助理 最后 胡强坐牢了 女助理也坐牢了 苏伊诺摆脱了牢狱之灾 却不但把之前的赃款都退了 还被罚了很多钱 差点没把苏伊诺气死 胡强事件被媒体曝光了 他对粉丝的利用与冷血 宁可让粉丝去死 也绝对不退钱的举动 把苏伊诺仅存的那些粉丝 好感度给败光了 本来苏伊诺出了这么多的负面新闻 加上水军公司都不合作了 所以他已经没有多少真粉丝了 但还有那么几百个头铁的 还在自来水帮苏伊诺洗底呢 可胡强的事一出 这些粉丝也都怒了 我们喊你女神 你不把我们当人啊 于是这些粉丝都反水了 开始爆料苏伊诺更多的丑事 比如苏伊诺粉丝一群的群主 就站出来了 说了很多苏伊诺忽悠粉丝 给他打榜 课金 买人气 买礼物的事情 说有一个学生 因为没钱 所以被骂 不配当苏伊诺的粉丝 这个学生 从家里面偷钱 买礼物来看苏伊诺 可是 苏伊诺装着喜欢 转身就把那个 他觉得廉价的礼物给扔了 这是 被那个学生知道后 大受打击 差点自杀 这个丑闻一出 当然是让苏伊诺的形象 雪上加霜 自私自利 冷酷无情 人前是人 背后是鬼 伪善虚伪 毫无下限 但这还不是苏伊诺 曝光出的 最让人三观尽悔的丑闻 还有一个粉丝群 爆出了 更让人无语的消息 苏伊诺 有三个铁杆的粉丝群 每个粉丝群 都有几个管理员 这是苏伊诺 管理粉丝的心腹手下 都是有工资拿的 正是因为这些人的 上蹿下跳 山风点火 才有很多傻子 上了苏伊诺的当 把她当女神 自己成了韭菜 并且 苏伊诺为了控制 这些管理员 除了用金钱收买外 还用美色进行引诱 因为她很了解男人 什么样的男人 最好控制 当然 是对女人有想法的男人 因此 她与好几个男管理员 都有很秘密的联系 在一对一的对话中 极尽风情诱惑之能事 不但言语大胆 还发了很多 很私密的图片与视频 与他们一起分享呢 这可是真正的苏伊诺 而不是欺骗胡强等人的PS作品 果然 那几个男性管理员 都像是狼一样 嗷嗷叫 对着苏伊诺 无比忠诚了 而苏伊诺 在与这些管理员们 进行一对一小创联系的时候 都是信誓旦旦地说 我只对你这样 这是给你的专属福利 你和别人不一样的 让那些管理员激动无比 结果现在 这些聊天记录 都被黑客攻击了 这些内容一曝光 苏伊诺脚踩好几只船的丑事 就被摆在了台面 上 尽管苏伊诺与这些管理员 目前还只是暧昧 并没有真正的发生什么 但也从玉女变成了玉女 众人纷纷感慨 苏伊诺 没想到你这么表 真是小白脸啊 见人我见多了 苏伊诺是最便宜的 谁娶了这样的女人 就是头上一片青青大草原啊 苏伊诺 我以后不想再看到你出来 招摇撞骗了 抵制苏伊诺 苏伊诺搞出了这么多的烂事 虽然没有锅铛入狱 但是她的网红生涯 也彻底结束了 和孟凯一样 苏伊诺也上了劣迹一人榜 被多家大媒体点名批评 然后被整个直播行业 都封杀了她 只要在国内 没有任何一个平台 敢再聘请苏伊诺了 同时 苏伊诺现在这个直播平台 因为苏伊诺的种种违规行为 也受到了连累 被上面约谈罚款了 苏伊诺没有办法 只能嘴硬地 在网上发了一个声明 说她因为身心俱疲 所以要退网了 还说那些聊天记录 都是伪造的 她是被冤枉的呢 只是 已经没人相信她了 这个直播平台 是萧承弄的 投入了不少钱 现在被约谈罚款了 萧承当然很生气 可是 让萧承更生气的是 这个苏伊诺 居然背着自己 和别的男人撩骚 虽然没有在身体上出轨 可这算是精神上 出轨了呀 萧承不能忍啊 虽然苏伊诺的私生活 一向不检点 但在这个丑闻发酵之前 她在外面表现出来的 都是清纯玉女的人生 在公开场合 苏伊诺那真是 与别的男生说话都脸红的 怎么看 都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但私底下 苏伊诺玩得很嗨 她抽烟 喝酒 还经常乔装打扮 去夜店鬼混 咳药 嬉笑气 与很多男人打得火热 这些萧承都不知道 苏伊诺都是瞒着她的 在萧承看来 苏伊诺当然是一个 很风浪的女人 可是 苏伊诺的风浪 只会冲她一个人绽放啊 人前的苏伊诺 是一个清纯的 羞涩的 知书达理的大家闺秀 只有和她萧承 私下在一起的时候 才会很放得开 会搞出很多的样 让萧承觉得新鲜 刺激 过瘾 可能苏伊诺会的这些 取悦男人的手段 那些欢场私混的女人 更精通 但身份不一样 交际是明码标价的 任何男人 只要有钱 都可以随意去世 可苏伊诺名义上 可是苏家的大小姐 是有几千万粉丝的音乐才女 却只在面对自己的时候 才表现出 如此放肆 和浪荡的一面 让萧承觉得有一种反差的刺激 有一种另类的征服感 觉得是自己的男性魅力 才让苏伊诺如此卑微的 这就是她 之所以会变心的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 不只是因为苏萨的名声与身份 还因为苏萨太无趣 太冷淡 而苏伊诺则是会玩得多 识趣得多 懂事得多 萧承做梦都没想到 苏伊诺居然会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 就为了笼络几个 粉丝群的管理员 太贱了吧 太不值钱了吧 在你眼里 我萧承算什么 不是天之骄子 而是阿猫阿狗啊 这对萧承真 是一种巨大的侮辱与嘲弄 智商上的侮辱 感情上的嘲弄 到现在萧承还记得 在她带着苏伊诺 冒充江四好友到江家拜访的时候 遇到了那个难搞的江少夫人 当时会演如具的江少夫人 就看出了这个苏伊诺品行不端 让机器人一号 把苏伊诺按住了 从她嘴里取了分泌物化验 化验出一氧化二氮 亚甲基二氧甲基本饼案等成分 这都是摇头 笑气的主要成分 所以从这些数据分析 苏伊诺经常出没于酒吧 夜店等场所 私生活极端的不检点 从苏伊诺的脸上身上 有超过四个男人的指纹 都是三天之内接触的 所以她的异性朋友 应该是很丰富的 当时萧承特别生气 还打了苏伊诺 但是苏伊诺巧舌如簧 居然说那些指纹 是被苏萨找人打的 她嘴里的那些痕迹 也是被人强迫 灌进去的 动手的是苏萨 因为苏萨嫉妒她 和萧承的感情 萧承还真信了苏伊诺的鬼话 还对苏伊诺道歉了 再后来 萧承因为受到了大猩猩 惨无人道的虐待 那段记忆没了 现在 随着苏伊诺丑闻的曝光 萧承又想起来了 恨啊 恨姜瑟 恨姜家少夫人 更恨苏伊诺 苏伊诺呀 你骗我骗得好苦 之前萧承没少在外面吹牛 说自己的未婚妻 是多么的纯洁无瑕 是一个家教狠言的乖乖女 知书达理 寻规蹈矩 对自己又是多么的痴心一片 绝对不会做出 对不起自己的事情 要知道 豪门圈子是很乱的 不只是男人乱搞 红杏出墙的女人也不少 萧承的很多朋友 就由喜当爹 成为接盘侠的经历 基本上都是那些女人出去鬼混 不小心怀了野种的 萧承之前 没少嘲笑这些人 还信誓旦旦地说 苏伊诺一定不会 她连夜店的门 往哪开都不知道 可现在这是什么 原来苏伊诺玩得这么疯 萧承被狠狠地打脸了 这段时间 只要萧承出去 就会听到不少 对她的疯年疯语 萧承 你那有些道行啊 成会娃啊 这女人套路太深 你斗不过她的 成少 你的帽子掉了呢 哈哈哈哈 所以萧承是出离愤怒了 向苏伊诺正式提出了分手 我不要你了 苏伊诺一听 直接傻了 她当然不是舍不得萧承 对萧承有什么 使之不渝的爱情 而是舍不得 这萧家少夫人的身份 怎么办 心烦意乱的苏伊诺 只能回去和崔娥商量 她没有和尹玉兰说 因为以尹玉兰的愚蠢 也实在是出不了 什么好主意 崔娥思索再三 问苏伊诺 如果说 我们有办法 让你与萧承重归于好 但也会有一些副作用 你愿意尝试吗 有什么副作用 会对我不好吗 苏伊诺紧张地问 崔娥一笑 怎么会 你可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怎么会害你 我有办法 会让你和萧承恢复感情 甚至比之前更好 但代价是 这对萧承的身体 是有害处的 苏伊诺哈哈大笑 那就没事了 我当然不介意了 只要能让我有一个 萧家少夫人的身份 别说对萧承的身体 有什么损害了 就是她死了又如何 大不了我当寡妇 还更无忧无虑 自由自在呢 但至少 也让萧承活过 结婚登记吧 我必须要有一个 名正言顺的身份 好 杀法果断 不愧是我崔娥的女儿 对我们女人来说 当然不能离开男人 我们自己没什么本事 都是依靠男人活的 但我们绝对不能 真的把自己的全部 都托付给男人 要随时都有退路 脚踩几只船算什么 都要随时做好 跳船的准备 萧扰一边说 一边从自己的 一个秘密的小箱子里面 拿出来两样东西 一本是很有历史感的宪装书 上面用小传 写着几个字 屠龙秘书 另外一个 则是一个白瓷 做的小瓶子 打开一闻 里面是一股腥臭的味道 妈 这是什么 这可是我们 崔家祖传的好东西 崔鹅的语气中 都是骄傲 他先对着那本 屠龙秘书 这本书 在我们家传了几百年了 知道什么是屠龙秘书吗 不是武功秘籍 也不是全谋诡计 而是专门对付 男人的办法 知道吗 之前的青楼葵 风尘女子 人人都有一套本事 精华都在这上面呢 崔鹅得意 要不然 你以为为什么 苏手里那个老东西 二十多年了 还对我恋恋不舍啊 真是我多漂亮吗 再漂亮 也黏老色摔了 况且这老东西 还是一贯的肠子 从不间断地 在外面沾褥草 但不管他身边 有多少小妖精 我的位置 都是很稳固的 就是因为 这本书上的办法呢 让他对我如此迷恋 相信我 你拿他来对付萧城 保证那个男人 对你服服贴贴的 苏伊诺欣喜地 拿过了那本书 然后问 那这个瓶子李氏 崔鹅的脸上 露出了郑重 这个就更厉害了 欢喜完 只要给男人吃了 他就会对你死心塌地的 嘿嘿 简直就是离不开你呢 看到崔鹅脸上 那暧昧的表情 苏伊诺就知道 这是什么药物了 是要三分毒 特别是这种 很邪门的药 吃了会怎么样 一次半次的没有问题 但是吃多了 男人会精神不振 神色恍惚 注意力不集中 心浮气躁 会做噩梦 会变得疑神疑鬼 暴躁异母 富有攻击性 还会影响逻辑与判断力 崔鹅开始说 这个欢喜完的副作用 这个欢喜完 他并没有给苏首里用 因为有那个屠龙秘书 就够了 可显然这个萧成比 苏首里还炸 得用上别的办法 苏伊诺听了 不但没有吃惊 反而笑了 这么神奇的吗 这个好啊 把他搞成了这样 不是更好控制吗 我是多么希望 他是一个傻子 丧尸也可以 可以让我随意驱使利用 还不用和他演戏 装着讨好崇拜 其实在心里面 不只是萧成看不上苏伊诺 苏伊诺 也早就看不上萧成了 觉得这个男人肤浅作作 好大喜功 别看嘴上说的添乱坠 仿佛成功人士一般 但实际上 就是一个外强中干 色力内人 中看不中用的袖枕头 之前苏伊诺 是被萧成装出来的精英范 给欺骗了 其实比萧成强的男人太多了 只是苏伊诺 自己生名狼藉 没有办法令潘高枝 因此只能在这一棵树上吊死了 崔鹅继续说 这还只是开始 随着药物的进一步过量 男人就会形容哭狗 神思漂浮 会变得如同行尸走肉 提线木偶一样 再严重 命就没了 苏伊诺的眼中露出了很多的光 就要他了 自从那次 苏伊诺晚上与萧成亲热的时候 萧成抱着他 喊得却是苏萨那个贱人名字时 他在苏伊诺的心中 就已经死了 苏伊诺给萧成打去了电话 诚哥哥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你真的要和我分手了吗 你真的舍得伊诺吗 没有你 伊诺真的活不下去了啊 伊诺哪里不好 我改还不行吗 你是伊诺最爱的男人 我们分手了 我一定会为你守身如玉 孤独中老一辈子的 苏伊诺的语气充满了哀怀 还呜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听到苏伊诺的哭声 萧成的心情也很复杂 虽然苏伊诺做的事情 让萧成很生气 但他毕竟与苏伊诺 私混了这么久 也是有感情的 何况 之前他一直想着 都是用苏伊诺刺激苏萨 逼苏萨对自己表白 要是和苏伊诺分手了 那个苏萨以为没有对手了 开始代价而沽 更加矜持怎么办 更加掉自己的胃口怎么办 虽然他早晚都是自己的女人 但萧成也想早点入洞房 把生米煮成熟饭的 因此 本来在萧成的打算里 就是娶了苏萨 也是要把苏伊诺 留在身边当情人的 谁说女人 只在婚前需要刺激 婚后一样 要培养他们的竞争意识 只是这次苏伊诺 真的太过分了 突破了他的底线 就像是那首歌唱的一样 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 结果让你陷入了情感漩涡 差点让自己被戴了绿帽子 真是不能忍啊 伊诺 不是我心狠 而是你太过分了 我知道你很爱我 我知道你离开了 我不会再遇到我这么好的男人 甚至连稍微接近的都没有 你会痛苦纠结一辈子 爱而不得 甚至想过 气势自杀 但这都是你的咎由自取啊 是你身在福中不知福 对我如此的不忠 是你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 与前途 我对你虽然同情 但却不会宽容的 我只能离开你 因为你已经配不上我了 萧承认真地说 承哥哥 你不要这么说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与那些男人没有感情的 我就是利用他们罢了 我的身体没有出轨 我的心灵仍然纯洁无瑕 在我的心里 还是只有你 再说了 这能全怪我吗 因为这段时间 你对我太冷淡了 我心里面苦闷 我只能找别的人排解了 苏伊诺再给自己解释 不 伊诺 我已经给你机会了 我是一个精致的男人 在感情上 我追求完美 我是有洁癖的男人 别说你和别的男人 发这种暧昧信息 还有照片 你就是多看机 其他的男人 都是对我的背叛 萧承很决绝 苏伊诺哭得更大声了 承哥哥 那你会去找姐姐是吗 你一定会去的 现在你的心里面 都是他 你把我甩了 就是为了和姐姐双诉双气 以后 你不再是伊诺的爱人了 而是伊诺的姐夫了对不对 萧承没有否认 伊诺 你姐姐也不容易 毕竟认识我比你还早 又默默爱我那么多年 这些年 他看着我们彼此恩爱 心里面 该是多么的酸楚 于情于理 我都应该给他一些补偿了 让他也有机会 来分享我的爱 近距离地爱慕我 崇拜我 一般的男人 不沾惹草是美德 只有一个女人是 值得称赞的 但像我这样的男人 如果我只爱一个女人 那就是对社会的巨大不负责 是资源的巨大浪费 我应该变洒恩泽 与路均沾的 至于你 你已经陪我这么久了 还是插队来的 你应该满足了 你想想啊 和我这么优秀的男人待一天 等于陪别的男人一年 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就是现在 与我分手了 你也可以依靠 对我的回忆过一辈子 现在 我去找你姐姐苏萨 也是想对她公平一点 我不想让她太难过伤心了 轮也轮到她了 听着萧成的话 苏伊诺忍不住质问 公平 这对我公平吗 你说我不干净了 说我背叛了你 那苏萨呢 她还合眼男人 还生过孩子呢 你怎么不追求完美了 怎么没有洁癖了 电话那边的萧成 被质问得有些尴尬 是啊 苏萨也是不完美的 也是配不上自己的 但谁让现在这个女人 如此的有魅力呢 让自己坏了原则 对她另眼相看 萧成叹息一声 好了 宜诺 我对你姐姐现在 只是考验期 我会根据她的表现 来判断给她什么名分的 说那些没有用 我们找 时间 把婚约解除了吧 苏伊诺还在抽气着 她此时的悲愤 一半是演的 一半是真的 凭什么 凭什么苏萨生过孩子都没事 而自己不过只是 网上聊了骚 就得分手 萧成 你个王八蛋 你也太厚此薄比了吧 此时的苏伊诺 已经可以肯定 哪怕萧成不是什么公子哥 但只要可以破坏 她与苏萨的好事 自己也绝对不能离开萧成 想把我甩了 你们自己去快乐 没有那么容易 破裤子缠腿 我和你们号上了 好 诚哥哥 既然你狼心如铁 那我也没什么说的了 但在正式分手之前 我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你可不可以见我一面 给我一碗最后的温柔 让我余下的一生 都可以回忆 萧成那边沉默了一下 好 我施舍你 但只一碗 这个色胚 果然还是个见色奇异的货 三天后 苏伊诺得意地告诉萧娥 妈 我和萧成不分手了 是吗 现在怎么样 这男人听你摆布了吗 那是当然 苏伊诺的眼中 都是得意与阴毒 现在他在我面前 就像是一只狗 搞定了萧成的苏伊诺 很是得意 下一步就是考虑苏伊诺的事业了 他本来是音乐主播 还是护城大学艺术学院的学生 但现在主播被封杀了 苏伊诺也不想继续上学了 他对音乐已经心灰意冷了 不论是钢琴还是明月 苏伊诺可以肯定 自己再学一百年 也不是苏萨的对手 那还何必自取其辱呢 所以苏伊诺从学校退学了 他已经有了新的职业规 他要进军职场 当一个商业女强人 这个达到这个目的 苏伊诺进行了两步操作 第一 苏伊诺开始到苏氏上班了 现在苏首里是苏氏总裁 苏氏有两大核心业务 珠宝与香水 是由总裁办下属的珠宝部 与香水部进行运作的 苏伊诺要了一个 总裁特别助理的身份 而他当然不会满足 他要先当苏氏的执行总裁 再当真正的女总裁 他又春风得意了 苏伊诺开始 每天穿着小西服 职业装 高跟鞋 煞有介事地上班了 从这时候开始 苏伊诺不许别人再喊他 苏特助才会满意 当然了 苏特助只是暂时的 苏总裁才是苏伊诺的终极目标 进入了如同战场一样的商场 来到了金碧辉煌的苏氏 苏伊诺才像是 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觉得自己之前 痴迷于直播真是太肤浅了 娱乐圈那点事 在商场面前 根本就不值一提 直播打赏那点钱 在公司利润面前 完全的不够看 再红的明星 和那些首付大款比 不也只是一个 可供玩乐消遣的戏子吗 嫁入豪门算什么 女人当自强 苏伊诺很欣赏一位 与他同性的女性说的话 姐不嫁豪门 姐就是豪门 成为霸道女总裁 就是苏伊诺的人生新目标 苏家的公司 以后就是他苏伊诺一个人的 即使结婚了 也是他一个人的陪嫁 没有任何人可以抢走 不论是苏萨 那个死丫头 还是苏如龙 那个名义上的苏家太子爷 没有人可以挡住 他苏伊诺的路 否则 他都会让这些人付出代价 在苏市 苏伊诺这个总裁助理说实话 级别并不高 远不如那些公司副总裁 总监等高管 也就是比一般的主管级别 高点有限 可因为苏伊诺这苏家 千金大小姐的身份 所有人 哪怕是副总裁 都要给苏伊诺几分面子 下面人则是处处逢迎 溜须拍马 让苏伊诺很是受用 志得意满 飞扬跋扈 不可一世 但在苏伊诺最得意的时候 打脸的人来了 苏伊诺身为总裁特助 是有自己办公室的 不大 只有十几平方 就在总裁办的边上 可是苏伊诺却觉得 这个办公室的面积太小了 但丸之地 怎么能符合自己 这商业女强人的身份呢 自己的办公室 至少也得是一个套间起步啊 三百平方 各种办公设施 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奢华大气上档次 说起办公室 在户城有一个人的办公室 已经成了业界内的传说了 当然就是江家大少江四的办公室了 江四的办公室有多大呢 特别大 据说江市总部 从37层到51层 里面是打通的 在江四的办公室里 不但可以室内游泳 室内攀岩 还能室内跳水呢 你敢信 这还不算最离谱的 最离谱的是 打开其中一扇窗户 能直接开进来直升机 很多公司总部顶楼 都是停机坪 可以起降直升飞机 公司老板都是 乘坐直升机上下班 避免了路面的拥堵 已经不算是新闻了 但能把直升飞机 开进办公室 江四 这是头一份了 可是当苏伊诺 提出给自己 没有江四总部 那么财大气粗 江四总部不是一个楼 而是一群楼 横跨护城核心商务区 CBD的三个街区 光是超过500米的摩天大楼 就有几十栋 苏市总部 虽然也在护城CBD 但一共就只有两栋摩天大楼 一栋是行政楼 是高管与普通员工在使用 楼层越高 职位越高 还有一栋 则是科研楼 里面有苏家 最核心的两个部门 香水实验室 和珠宝玉石建定中心 其实不多 也就八九个 还都被人给占了 都是公司副总裁 董事会成员级别的人员 在使用 苏伊诺在娇纵 那些人表面上再恭敬他 也不会同意 把自己的办公室让给他的 哪怕是去找苏手里也不可能 苏伊诺不服气 就开使贼一样 在苏市总部大楼到处流窜 还别说 真让苏伊诺发现了一个好地方 就是在顶楼东边的 第一个办公室 朝阳 有大露台 风景绝佳 视野开阔 在那里急目远眺 护城风光 尽收眼下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从那里往下看 汽车像火柴河 行人像蚂蚁 真有一种指点江山 鸟看天下的豪迈 人上人的优越感 油然而生 所以要是在这里 不论是办公还是会客 真是神清气爽 心旷神怡 并且这个办公室 平时都是锁门的 没有人用 真是浪费 且苏伊诺已经肯定了 这里不属于苏市 任何一个副总裁级别以上的高管 因为他们的办公室位置 苏伊诺都是知道的 就是这个了 于是苏伊诺 就兴致勃勃地 把调换办公室的报告 交到了苏市行政部 苏伊诺本以为 不过是走个行事而已 难道行政部 那些臭打工的 还敢不给自己 这个苏家大小姐的面子吗 反了他们 但苏伊诺 被残酷的现实 狠狠地长乖了 他的报告 被退回来了 不能忍啊 妈的 在外面 那些人欺负我 在自己家 我也要被你们刁难吗 把我苏伊诺 当成 逆来顺手地斗包了呀 于是 苏伊诺气势汹汹地 到了行政部 心事问罪 谁 谁把我的报告 退回来的 我看你们是不想 在苏市市干了 苏伊诺叫嚣 苏小姐 是我 说话的是行政部 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 容貌平平 戴着眼镜 你是谁 苏伊诺 指高气扬地问 莫秀秀 公司行政部副总监 女人自我回答 不过 是一个副总监 也赶不我的面子 我给你15分钟时间 把我的办公室换好 否则 你就给我打包滚蛋 苏伊诺张牙舞爪 从前的苏伊诺 在人前还会装模作样 扮演淑女 但现在 她知道 自己装也没有用了 大家都知道 她是一个什么货色了 索性放飞自我 越发的飞扬跋扈了 苏小姐 第一 那个办公室不能给你换 因为你级别不够 你不配 第二 想让我滚蛋 不好意思 你也没有这个权利 你不配 所以 请不要打扰我的工作 同时以后不要再提出 这么过分的要求 为难的是别人 尴尬的是自己 莫秀秀说完 真的在忙自己的事情了 看都懒得看苏伊诺一眼 苏伊诺要被气疯了 这个叫莫秀秀的行政部副总监 到底什么背景啊 这要牛逼 训斥我和训狗一样 我是苏伊诺 我不叫苏黑贝 苏编木 苏藏敖 苏金毛 苏哈士奇 我要开除你 是个臭大功的女人 苏伊诺斯吼 苏小姐 不要做这种自不量力 自取其辱的事情了 何必最后打自己的脸呢 你放心 我是不会给你台阶的 只会看你掉进坑里 莫秀秀熟练的 在键盘上敲击打字 实话和你明说吧 那个你看好的办公室 是苏萨小姐的办公室 而我 则是苏萨小姐亲自安排的人 所以 别说是你了 就是你爹 也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而按照公司规章制度 我身为公司行政部副总监 负责公司总部的物业部署 办公室的划分 就是我的职权范围 因此 我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 要么你就老老实实地 在现在的办公室办公 要么你就去公共厕所办公 那里面面积大 还是个套间 符合你的要求 配合你的味道 莫秀秀悠悠然地说 让自己去公共厕所办公 苏伊诺都要气疯了 还说配合我的味道 是在嘲讽我很骚吗 苏伊诺想要杀人 同时听出了一个关键的所在 苏萨的人 苏萨的办公室 凭什么 他凭什么 你又凭什么 苏伊诺出了一愤怒了 因为我们家萨女神 有苏家15%的股份 而你 一毛钱的股份都没有 所以 你天天舔着一张大脸给谁看呢 天天秀大小姐的优越感 不觉得可笑吗 烂鱼充树 狐假虎威 坐井观天 夜郎自大 苏伊诺 记住你就是一个打工的 和我一样 不 你和我不一样 因为我没有 你这么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么不要脸 莫秀秀悠悠然地说 他说的一点都没错 苏萨从苏老爷子的遗嘱里面 得到了苏氏15%的股份 这让苏萨在苏家董事会里面 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是有投票权和决策权的 所以虽然苏萨平时几乎不来苏氏 但还是在苏氏安排了几个代言人 与苏家庞系 那几个苏家反对派一起 就是为了恶心 苏首里存在的 比如这个行政部副总监莫秀秀 是苏萨直接任命的 因此哪怕是苏氏董事长苏首里 也是无权撤换的 就别说苏依莫了 要说这个莫秀秀也是一个妙人 他是莫欢欢的亲姐姐 莫秀秀从小到大 一直是个超级学霸 成绩优秀到一塌糊涂 但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 这让他在之前的职场生涯中 很不顺利 总被公司开除 就是他的嘴特别毒 特别爱对人 当然不是无缘无故的对 而是看到一些不合理的事情 就忍不住开口说几句 根本不懂得收敛锋芒 见人说人话 说鬼话 比如公司领导自以为是的发言 一般的同事都会溜须拍马 顺风接屁 说什么领导高明之类的 莫秀秀则是会说 领导 你这都是陈词烂掉了 一点建设意义都没有 麻烦能不能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还有 领导 不要再讲那些老掉牙的笑话了 我老了 都能倒背如流了 比如某些女同事 阴阳怪气的茶言茶语 一般人都会装作听不出来 莫秀秀则是会说 做人直接点不好吗 你知道自己现在这样 其实特表吗 和纷争了 于是就造成了莫秀秀极差的人缘 有一次莫欢欢和苏萨吃饭时 说起了这个姐姐 表示 她姐姐又要换工作了 这次换工作的理由 是部门经理总是爱讲一些婚段子 不至于性骚扰 但也让人觉得不是 别的女同事都是忍了 而莫秀秀则是直接举报了 结果就是那个部门经理给降职 而莫秀秀直接被开除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 她是一个是金儿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苏萨一听笑了 知音啊 人才啊 原来还有和我一样毒蛇的女人 这可是千里挑一 万中无一的好下属啊 打着灯笼都难找 别的公司不重用 那是不识人才 我必须得好好利用 因此 苏萨就把莫秀秀 调到了苏市总部 上演了一段 伯乐与千里马的感人故事 结果 就是苏伊诺哭着走了 被莫秀秀给虐得 一点脾气都没有 回到自己的总裁 特助办公室 苏伊诺气的 把东西都给砸了 什么电脑啊 文件柜啊 台灯啊之类的 砸碎了一地 然后苏伊诺坐在自己的老板椅上 呼吱呼吱地喘着粗气 骨粪 又是骨粪 这是苏伊诺心中的一根刺 每次想到 那天苏老爷子遗嘱公布时 自己的失落与羞辱 苏伊诺就想毁灭世界 一想到15%的骨粪都给了苏萨 苏伊诺的内心 就被贪婪与极度交织的火焰 狠狠地炙烤着 苏伊诺当然恨苏老爷子 恨苏萨 还把苏手里 苏如龙和苏老夫人都恨上了 觉得这些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为什么这些人 不把他们自己 手里的股份读云 出来给我啊 你们明明有的啊 都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东西 本来成为了公司总裁特主 苏伊诺内心还是挺开心的 但莫秀秀的话 却像是一桶冷水 把苏伊诺泼醒了 他咬着牙 思索这是怎么办 自己能从谁的手里 得到苏家的股份呢 苏手里 不行 别看是亲爹 但这个男人权力欲击重 是不会给自己的 苏老太太 也不行 这老太太自私贪婪 比苏手里还过分 并且苏伊诺可以肯定 虽然苏老太太 还算是比较宠自己 但她的那些股份 以后一定会留给苏如龙的 这老太太重男轻女 尹玉兰 尹玉兰倒是比较好忽悠 但问题是 尹玉兰也没有苏家的股份啊 怎么办 还别说 真让苏伊诺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可以弄到苏家的股份 哈哈 苏伊诺正在狂笑呢 砰的一声 办公室的门被狠狠推开 墨秀秀冷着脸走了进来 看着办公室的一片狼藉 苏伊诺 你是疯了吗 还是被狗咬了 我给你五分钟时间 把办公室给 整理干净 然后赔偿一切损失 要不然信不信 我真把你这里改成西线室 什么 伊诺离家出走了 听到家里面侍女的通知 尹玉兰大吃一惊 是啊 家里面的东西都收拾好了 人也不见了 侍女回答 尹玉兰急忙跑到了苏伊诺的别墅去看 这几天苏首里和苏老太太不在湖城 出去避暑度假了 尹玉兰本来想去的 但是苏首里不带她玩 当然了 出去度假 沙滩上那么多的美女 谁耐烦带家里面的黄脸婆出去 所以尹玉兰更慌了 要是这两人回来了 发现苏伊诺不在 那不用问 自己还是那个替罪羊 苏伊诺的别墅里 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一尘不染 在梳妆台上 放着苏伊诺平时最喜欢的那些珠宝首饰 还有好几张银行卡 都是苏伊诺的爱车 衣柜里 苏伊诺平时最爱穿的那些名牌服装 鞋子和手包也都留着 没动 桌子上有一封苏伊诺轻笔书写的信件 绝别信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丝的云彩 什么名啊 丽雅 不过是过眼云烟 没有任何的意义 人总是要回到她最开始的地点 既然我苏伊诺从来就不属于这里 又何必在这执着呢 让别人麻烦 让自己痛苦 所以我走了 不要找我 我已经没有什么留恋 我已经把自己的房子 车子和银行卡都留下了 从此我们两不相欠 就让我一个人自生自灭吧 看着苏伊诺的信 尹玉兰是真的着急了 不明白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此时 那个催俄闪光登场了 她假惺惺地表示了 对苏伊诺离家出走的着急与震惊 然后就把苏伊诺在公司 因为没有股份受到羞辱的事情 天由加醋地说了一遍 哎 伊诺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这丫头可怜啊 这么说吧 因为没有股份 不但公司的人欺负她 就是以后到了肖家 也是没有底气 任人作奖啊 所以额抹着眼泪 那你知道伊诺在哪吗 不能让她走啊 尹玉兰都要哭了 如果苏伊诺离开了 那自己就是真女儿和假女儿 都离开自己了 那自己这个妈 也当得太失败了 哎 我还真知道 这几天我就看出来 伊诺心情不好 情绪不对 所以我就一直暗中留意 现在她就在护江大桥那里徘徊呢 崔娥装模作样地说 尹玉兰很感动 她抓住崔娥的手 崔娥呀 幸亏有你啊 幸亏有你这个好闺蜜帮衬着 我才没有把事情搞得一团糟 真的 很多时候 我这人都比较粗心 要不是你提醒的话 只不定做多少错事呢 就说对伊诺来说 这段时间 我们母女的感情出了问题 幸亏你在其中撮合呢 很多时候 我都觉得 你对伊诺 比我这个亲妈还亲呢 尹玉兰很感慨 崔娥脸上带笑 玉兰 你说的这个就生分了 我们什么关系啊 几十年的姐妹情 你的事 就是我的事 你的女儿 就是我的女儿呢 你不是一直说 让伊诺认我当当妈吗 虽然没有举办正式的仪式 但在我的心里面 一直把伊诺当女儿看呢 这还真是尹玉兰的想法 她觉得崔娥 在苏家这么多年 一直单身 把自己的终身大事 都耽误了 没有结婚 没有子女 所以就提出了 让苏伊诺认崔娥当干妈 弥补崔娥的遗憾 说实话 当时听到尹玉兰 提出这个建议后 把崔娥都震惊了 见过蠢的 没见过尹玉兰这么蠢的 你知道不知道啊 你的老公 是我亲人 你的女儿 是我私生女啊 有那么一瞬间 崔娥甚至有一种冲动 想呼吁 有关野生动物保护部门 把尹玉兰给圈养保护起来 列为一级兵威 灭绝保护动物 因为世界上 这么蠢的生物 真的不多了 护江大桥上 尹玉兰跟着 崔娥赶到的时候 看到苏伊诺 正站在桥边上 看着桥下面的滚滚江水 身子好几次跃跃欲试 显然不仅是离家出走 还想要跳江自杀 不要啊 尹玉兰 你不要做傻事 不可以轻声啊 你要是没了 妈也不想活来啊 尹玉兰惊呼尖叫 想要阻止 不 你不要过来 你再过来 我就跳下去 苏伊诺大声喊 尹玉兰不敢动了 只能在一边苦口婆心地劝 但是 苏伊诺却不想听了 他大手一挥 尹玉兰 你给我少来这一套 不要假惺惺的 我恶心 我不会再上当了 你就是口口声声地说爱我 其实你一点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我早就看透了你的虚伪嘴脸了 已经很久 苏伊诺都不肯管尹玉兰喊妈了 有的人跪 就跪习惯了 扑通一声 尹玉兰又给苏伊诺跪下了 尹诺 妈求你了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 但你不能质疑妈对你的母爱啊 妈心里面只有你啊 你说妈不在乎你 真的是在拿刀子 在扎妈的心啊 开始让尹玉兰下跪 苏伊诺还很有成就感 还曾经偷偷拍下了照片 发给了苏萨 配闻道 看到了没有 你亲妈给我下跪了 虽然苏萨根本就懒得理她 但苏伊诺还是觉得自己取得了胜利 可现在尹玉兰越跪越自然 苏伊诺已经厌烦了 于是苏伊诺冷哼 爱我 说得好听 我没那么傻 我不会再被你的严巧语蛊惑了 那我问你 你明知道我没有苏家的股份 被人欺负嘲笑 你做了什么 为什么不给我苏家的股份呢 尹玉兰委屈地流出了眼泪 尹诺 你这不是比哑巴说话 胆压子上架吗 我也没有苏家的股份啊 尹玉兰确实没有一点苏家的股份 因为不论是苏老太太 还是苏首领 都是把尹玉兰当成外人的 从不肯让尹玉兰 接触家族的生意 我知道你没有 但你为什么不给我要别人的股份 你老公的 你儿子的 把他们的股份拿来给我 那样我才信你爱我呢 但你什么都没做 你就只会恶心地拿话哄我 尹玉兰 你这个大骗子 你不配当我的妈 你没资格 苏伊诺对着尹玉兰破口大骂 尹玉兰不但不生气 反而还惭愧地低下了头 觉得真是自己的错 真是自己没有当好苏伊诺的妈 让她受苦 受委屈了 她小声解释 他们 他们也不听我的呀 你知道我在这个家里没什么地位的 我做不了你奶奶 你爸的主啊 哼 我当然知道 你在这个家没什么地位 老太太不待见你 我爸也不喜欢你 要不是你有个有钱的娘家 你早被扫地出门了 要不是有我这个女儿 替你说话 你早就流落街头了 尹玉兰 你就是一个特别失败的女人 你知道吗 你应该感激我你知道吗 这么多年 没有我苏伊诺替你周旋 你尹玉兰在苏家活得都不如一个下人 都不如一条狗 苏伊诺对着尹玉兰咬牙切齿 发泄自己在别处受的委屈 那你到底让妈怎么办啊 是想把妈逼死吗 妈心里面也苦啊 我真是给你掏心掏肺了呀 结果 落了你这么多的埋怨 你说 我活着 还有什么意思 我不活了呀 这个妈当得太没意思了 尹玉兰越说越激动 越说越委屈 做事也要从沪江的桥上跳下去 当然 尹玉兰这是装的 是为了卖残给苏伊诺看的 指望苏伊诺可以心软 舍不得她这个妈 出言劝阻 然后母女抱头痛哭 重归于好 但尹玉兰当然是打错了算盘 别看她比苏伊诺年纪大 但是论演技的话 那只能是被苏伊诺吊打的份 苏伊诺本身就已经好几次 假装自杀了 如何看不出尹玉兰的做作 于是就不说话 只是抱着肩膀在那里冷眼旁观 搞得尹玉兰起虎难下 进退为谷 她趴在栏杆上 对着苏伊诺善善地说 我可真跳了呀 苏伊诺唬着脸 跳啊 玛丽点 我好叫人给你收尸 尹玉兰的脸一黑 好想哭啊 难道自己要被这个 一向宠爱的女儿给逼死了吗 尹玉兰可怜巴巴地看着苏伊诺 处心积虑地给自己找台阶下 伊诺不是妈没有勇气跳 而是担心我跳下去了 没有人疼你了呀 你就是没娘的孩子了呀 俗话说 有妈的孩子像个宝 没妈的孩子像磕草 我是不放心你啊 听着尹玉兰的狡辩 苏伊诺的脸上都是嘲讽 少和我假惺惺的来这套 我不是还有干妈吗 我觉得她对我就不错 至少比你这个嘴巴是要强的多 苏伊诺说的就是崔娥 尹玉兰被挤兑得无地自容 也只能把哀求的目光看向了崔娥 崔娥心里面对苏伊诺的演技点赞 不愧是我的好女儿 果然善于演戏 摆弄人心 三言无语 就把平时这个自命不凡的尹玉兰 拿捏得死死的 但崔娥也知道 火候差不多了 不能真的把这个尹玉兰给逼死 倒不是说不舍得她的性命 而是这个蠢女人对她们母女 还有利用价值 就是就假惺惺的上来劝说 两边开导 什么母女哪有隔夜仇 姨诺 你这么说话太伤你妈的心了 你妈对你不错 姨诺也不容易 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大家各自退一步 还是好母女之类的 然后崔娥打着和氏佬的旗号 说出了之前 她和苏伊诺走就计划好的阴谋 也是苏伊诺又离家出走 又自杀的真正目的 还是股份 但不是苏家的股份 而是尹家的股份 因为他们经过分析 已经想清楚了 以尹玉兰的本事 她根本没有能力 帮苏伊诺弄到苏家的实权 就是把尹玉兰给掐死了 也办不到 但尹玉兰也是有股份的 她是尹家的人 虽然尹老爷子 一直对尹玉兰的很多做法不满 但并没有亏待她 至少在股份上 尹玉兰虽然不参与尹家的公司决策 但却占有10%的尹家股份 每年光是分红 就能得到几千万 现在崔娥与苏伊诺密谋 就要把这10%的尹家股份弄来 卖掉 然后再在股市上出手 收购散户的苏氏股票 因为苏家的股票 除了有几大股东掌握外 还有一些小股东的股票 是可以在市面上流通的 听到崔娥的主意 尹玉兰第一个反应 就是拒绝 不可以 那些股票 不只是每年分红的问题 还代表了她在尹家的地位 如果卖了 那她这个尹家大小姐的身份 也就是名不负实了 见到尹玉兰还在犹豫 苏伊诺脸如寒霜 还要坐视跳江 尹玉兰只能去阻止 却被苏伊诺恶狠狠地推开 苏伊诺用手指着尹玉兰的脑门 用无比尖酸刻薄的声音说道 呸 你给我滚到一边去 不用你个两面三刀的东西 和我假惺惺 今天我苏伊诺把话说在这里 要么你跳 要么我跳 要么你把那该死的股份给我 除此之外 再也没有第四个选择 尹玉兰真是被逼上了绝路 我给 我答应还不行吗 他只能无奈顺从了 对他来说 失去股份固然是个大损失 但他更不能失去苏伊诺 特别是 现在苏萨越来越风光 他就越不能与苏伊诺撕破脸了 听到尹玉兰的话 苏伊诺与崔娥相识一笑 上套了 这个尹玉兰还真是蠢得可爱啊 既然鱼儿已经上钩 那么也就不好再把关系闹得太僵 还得把话往回收 苏伊诺忽然英明一声哭出了声音 他扑进了尹玉兰的怀里 哭泣道 妈 是女儿不孝了 可女儿也是被逼啊 这段时间 我心里面太苦了啊 我被姐姐欺负得太狠了 把我做见的一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了 苏伊诺哭得离待遇 这里倒不是庄的 而是真情实感 他确实被苏萨给蹂躏的不轻 这一声妈 把尹玉兰喊得心怒放 因为苏伊诺已经很久 没有喊他妈了 他很感动 很激动 甚至有一种 守得云开见月明的欣慰 觉得能够母女重归于好 做出什么牺牲都是值得的 尹玉兰很感动 别看自己那么对尹诺不好 但尹诺还是懂我的 爱我的 理解我的 她还是我的好女儿啊 之前那些不愉快 都是尹诺在耍镜子罢了 她的本性 还是那么的淳朴善良 对我也是爱之深 择之切 这与苏萨那个丫头的天性凉薄 当然是不一样的 是啊 尹诺 你受到的委屈 吃的苦妈妈都懂 都看在了眼里呢 都是那个死丫头的错 尹玉兰附合着说 是啊 妈你说我之前 是不是对姐姐一直忍让 一直忍辱负重 可我越退 她越紧逼 我越容忍 她越变本加厉 把我逼得无处可退 我真的是 已经受够了 我不想再让这苏萨了 我要报仇 以后她不是我的姐姐 就是我的对头 妈 你会支持我的对不对 苏伊诺咬牙切齿 显示了对苏萨无尽的恨意 这是苏伊诺第一次 完全在尹玉兰面前 表现出苏萨的恨意 之前她都是心口不一 表里有别 都是装作 对苏萨之冷食热的好妹妹的 那时候 苏伊诺还担心露出猙獰面目 尹玉兰对自己有不好的看法 可现在苏伊诺 当然不在乎了 因为 她已经完全控制了尹玉兰 用一句流行语来说 她已经成功地扑挨了尹玉兰 哪怕对尹玉兰再差 尹玉兰也只能咬牙成瘦 就像是斯德哥尔摩 郑后群一样 越虐她 越顺从 以后 在尹玉兰的面前 苏伊诺也不需要再 惺惺作态的演戏了 虽然苏伊诺是好演员 可一天到晚的演戏 她也会累的 妈当然会支持你 妈之前就说过 你就是太善良 太懂事了 所以才总被那个死丫头 蹬鼻子上脸的欺负 以后 你就给我狠狠地反击 妈比谁都希望你能 踩死那个丫头呢 尹玉兰巴结地说 所以我才需要 妈你的股份呢 不然没有股份 我会被那个死丫头 压得死死的 苏伊诺给自己的贪婪找借口 催俄也在一边凑去 是啊玉兰 我是个外人 所以呢可以说一句公道话 为什么那个苏萨 这么针对尹诺啊 真是尹诺得罪她了吗 尹诺这么懂 是 这么善良 她哪里会做什么过分的事 就是与萧承那事 其实也是苏萨自己道德败坏 未婚生子 被萧家嫌弃 这怎么能说是尹诺第三者插足呢 所以啊 苏萨对尹诺的敌意 其实还是因为你啊 尹诺也是被你连累 替你受过呀 崔娥在一边苦口婆心地说 那个苏萨最大的不满 其实就是这个真假千金的身份 她最恨的是玉兰你啊 恨你不给她名分 所以 她才总找尹诺的麻烦 尹诺受的这些委屈 都只是因为 她是你的女儿啊 听到崔娥这么说 尹玉兰的内心更是惭愧 她拉着苏伊诺的手 感慨地说 伊诺 你真的承受了这个年纪 不该有的压力啊 苏伊诺做委屈求全状 妈 你能知道 我的苦衷就好 其实我之所以这么努力 无非就是想给妈你争一口气 证明我不比苏萨那个死丫头差 妈你的选择 没有错 崔娥再次捧臭脚 可不是吗 如果姨诺 不是为了预览你的面子 和那个苏萨争 她完全可以置身事外 像是姨诺这么美丽 又有才华的女孩子 就是离开了你们苏家 难道就没有 她发展的机会吗 尹玉兰频频点头 当然 当然 我知道姨诺 都是为了我啊 之前姨诺 对我态度那么凶 也都是为了我好呢 她是刀子嘴 豆腐心的 在崔娥与苏伊诺的 联合洗脑下 尹玉兰心甘情愿地 把自己手里的 10%尹家股份 都给了苏伊诺 这事 还是瞒着尹老爷子做的 因为尹玉兰知道 尹老爷子 一直对苏伊诺有偏见 肯定不会同意 赵倩现在是尹家的掌门人 当然知道了这事 但她却乐想其成 赵倩是一个很有野心的女人 她的心愿 就是把尹家变成赵家 现在尹玉兰 主动卖出股份 等于是主动出局了 她自然是暗中欢喜 苏伊诺拿着这10%的股份 立马在股市里进行了抛售 因为抛售的量很大 因此价格都被人压得很低 可苏伊诺宰卖野田 当然是毫不心疼 然后苏伊诺拿着这些套现的钱 开始在股市上 收集那些散户的苏家股票 苏家的股票比尹家的股票值钱 而那些散户 看出了苏伊诺的急迫 于是当然是代价而沽 故意提价 这一里一外 一高一低 最后的结果是 苏萨用10%的尹家股份 只换了3%的苏家股份 尹家吃了大亏 苏伊诺却是占了大便宜 靠着这3%的股份 苏伊诺终于成了苏家的股东 进了苏家的董事会 苏伊诺的生日要到了 每年的生日 苏伊诺都会大操大办 搞得如同公主一般 今年的生日 苏伊诺就更是在乎 早早就开始了筹备 这个生日对苏伊诺来说很特别 因为从今年开始 苏伊诺正式离开娱乐圈 进军商场了 这对他的人生来说 是一个巨大的飞跃 同时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总被苏萨欺负着无法反击 找不到机会报仇血恨 可这个生日 却给苏伊诺提供了一个好机会 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羞辱苏萨 让苏萨有口说不出 只能憋气窝火 成为众人眼中的笑柄 因为苏伊诺的生日 与苏萨的生日是同一天 因为苏伊诺顶替了苏萨的身份 所以苏伊诺的生日 自然就必须得用苏萨的出生日期 苏伊诺自己真正的生日 反倒是不重要了 连崔娥自己都忘了 但到底那天是谁的生日不重要 生日那天谁的排场大很重要 因为人比人的死 或比祸的扔 想想吧 苏家的两个女儿 同一天过生日 自己备受宠爱 得到苏家上下的力捧 扮得风光奢侈 而真正的苏家千金生日 却过得凄惨冷清 无人问津 苏萨心里面能好受吗 别人看在眼里 又会怎么想呢 一定会羡慕自己的幸福 嘲笑苏萨的冷清吧 对 就这么干 苏伊诺下定了决心 苏伊诺把这个计划 告诉了尹玉兰 告诉尹玉兰 这个计划的核心 就是通过对比 把苏萨的尊严 狠狠地羞辱 践踏 让她没脸见人 换在之前 每当苏伊诺 想出什么阴谋诡计的时候 还得小心翼翼地 隐藏自己的真实意图 找一个光鲜亮丽的借口 但现在当然不用了 可以直接向尹玉兰 尽情展示她的阴毒与刻薄 好 这样好 既让尹诺你开心 又可以打那个死丫头的脸 妈配合你 只要你满意 你管妈叫妈 妈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赴汤蹈火 也愿意呢 尹玉兰果然 狠狗腿地表示配合 一脸的剑样 三天后 现在大家都爱玩短视频 尹玉兰就在某英 新注册了一个账号 发了一段自拍 还起了一个 很有噱头的标题 我的女神女儿 用来引流 在这个短视频里面 尹玉兰先是选取了苏萨 和苏伊诺 各种很是风光的场面集景 然后骄傲地宣布 这两个都是自己的女儿 她们这么优秀 都是自己 心情培养的结果 如果她们都是女神的话 那自己就是女神之母 特别是苏萨 原本不过是一个 粗俗笔漏的乡下野丫头 现在能成为众人 眼中的全能女神 色意双绝 那都是自己的功劳啊 没有自己的培养 就没有她现在的璀璨 是自己 一手栽培塑造了她 说实话 本来当初培养苏萨时 那么尽心尽力 是觉得哪怕是养女 但当妈的 也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事如己出 毫不藏私 可回头看 尹玉兰觉得自己错了 自己就是太善良了 因为对养女太好 以至于都疏忽了 对自己亲生女儿苏伊诺的关心 与培养了 有好的老师 都是先让教苏萨的 以后才轮到苏伊诺 这就造成了苏萨很多 才能比苏伊诺还好 让苏伊诺被公众嘲笑 这根本就不是苏伊诺的错 而只是自己这个当妈的太偏心了 太偏心苏萨 这个养女了 才冷落了苏伊诺 其实 按照天赋来说 宜诺才是最优秀的那个 因此 尹玉兰恳求公众 对苏伊诺要多包容一些 不要再冷嘲热讽 因为 她真是一个单纯 善良的女孩子 同时在视频里面 尹玉兰又对苏萨 进行了严厉的谴责 说苏萨不厚道 利用自己的偏心 利用苏伊诺的无辜 在公众面前打压苏伊诺 好让自己上位 这种行为 真是过于卑鄙无耻了 简直就是心机女 按理来说 自己应该都与苏萨断绝母女关系了 但还是因为苏伊诺 善良的伊诺 不忍心与姐姐决裂 一心劝我再给这个女儿一个机会 我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这个周末 正好是伊诺的生日 也是苏萨的生日 我将为他们共同举办一个 庆生仪式 苏萨 你一定要来参加啊 因为女儿的生日 是娘的苦日 你虽然是我的养女 可性质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能稍微感念一下 我对你的养育之恩 栽培之情 你就准时赴约 不然的话 你就是狼心狗肺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这个视频一出 让本来因为孟会晚的暗中打压 而有所沉寂的苏萨人气 再次爆棚 大家都想看看这个庆生仪式 又会发生什么狗血的事情 按照经验 只要苏萨与苏伊诺 一起出现的场合 无一例外 都是精彩的大戏啊 而这次因为苏伊诺宣布退网了 因此都是尹玉兰 在台前上蹿下跳的 不是姐妹撕逼 而是母女对决 也是挺吸引人的 在大家一片的关注中 在尹玉兰的那条视频底下 苏萨本尊留言了 你要见 周末见 操 这苏萨对自己养母 也爆粗口啊 太不孝顺了吧 真是白眼狼啊 别说你和苏伊诺有什么矛盾 但你养母 可是对你有恩的 天下没有不适的父母 楼上的 在充当道德地之前 先看看我们萨女神都遭遇了什么 看看苏家人是怎么对她的 莫吃他人苦 不要劝人善 我不管谁对谁错 我只知道 一旦萨女神出手 就有热闹和乐子看了 大戏即将上演 周日晚 护江边上的四季酒店 这是一个五星级豪华酒店 不但设施豪华 更因为紧靠护江 可以鸟看护江美景而闻名 因此一向都是入住率极高的 此时 苏家给两个女儿举办的生日宴 就把地点放在了护江酒店 为此光是场地租用费 救了几十万 苏家的亲友 在生意场上的伙伴 不少都来了 来给苏伊诺捧场 因为这些人都知道 现在苏伊诺已经进入苏市了 以后做生意 是要打交道的了 苏伊诺今天打扮得 如同小公主一样 一身粉色的连衣裙 头上还顶着一定钻石 做的皇冠 招摇得瑟到了极点 苏伊诺看着场地内的布置 欣慰地笑了 苏家把酒店门口 整个广场 都给利用起来了 生日会是采用 室外party的形式 各种仙彩带和气球 把现场布置的团景簇 美不胜收 比仙更美丽的 就是各种苏伊诺的美照 为了这次生日会 苏伊诺精心挑选了 50多张她的个人照片 从小开始 一直到现在 各种写真 各种艺术照 各种搔手弄姿 都给放大了 布置在了场内的各个地点 广场中间有一个小舞台 上面的LED大屏幕上 播放着有广告公司 精心剪辑的MV 里面的镜头 当然都是各种展示 苏伊诺风采的美丽画面 总之 现场的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 这个生日会 是独属于苏伊诺的生日会 她是现场 当之无愧的女主人 而尹玉兰之前说 也给苏萨过生日 现在连一点 与苏萨有关的内容都没有 可谓是 后子薄比到了极点 伊诺 你今天打扮得真漂亮 严肃明也来到了现场 这几天 萧成因为一个地产项目出国了 严肃明是代表萧家来的 虽然苏伊诺 搞出了很多的丑闻 但现在萧家对苏伊诺 却是越看越满意 不只是萧成 被她的魅术给迷惑地失去了理智 还因为萧家看到了苏伊诺 进军商场的决心和手段 苏伊诺这一招 拆东墙补西墙借机生蛋的操作 玩得很骚啊 无中生友一样 就弄到了苏家3%的股份 萧家人对此很满意 这些大家族联姻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了彼此的利益 说心里话 如果两家旗鼓相当 那当然就是互相合作 一起发财 可一旦对方出现了破绽 或者实力下降了 立马就会变身为狼 在亲家身上狠狠地撕咬一口 把亲家都吞并了才好呢 因此苏伊诺越能折腾 对萧家就越有利 现在萧翰和严肃敏夫妇 都再三叮嘱萧成 一定要好好哄苏伊诺 让他把整个苏家 都当成陪嫁带过来才好呢 虽然苏伊诺已经退网了 但是他爱出风头的性格 是不会改变的 这场声势号大生日宴 在苏伊诺的受益下 当然会在网上进行直播的 众多等着看好戏的网友 早就开始围观了 有钱人的生活真好 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 土豪 我们交朋友吧 实名羡慕苏伊诺 是啊 虽然苏伊诺最近出了很多的丑闻 虽然苏伊诺已经成了网络上的笑柄 但仔细想 我们有什么资本笑他呢 人家就是不魂网络了 那也是妥妥的白富美 是啊 据我所知 现在苏伊诺已经到了苏氏集团工作 是董事长的特主 这叫什么 这叫在演艺圈魂不下去了 只能回家 继承亿万财富了 我笑一诺魂的菜 一诺笑我还房贷 不是只有我发现问题出现在哪了吧 这不是说是苏家两个女儿 一起办的生日宴呢 可是你们看现在这布置 这氛围 明明就是苏伊诺的独角屑啊 与萨女神有关的元素 怎么一个没有啊 你没看他们发的那个视频吗 这对苏伊诺来说 是生日宴 对萨女神来说 则是鸿门宴了 他们就是诚心羞辱萨女神的 萨女神又不傻 怎么会来 生日宴已经开始了 苏萨还没有出现 现场的宾客把酒言欢 公愁交错 苏伊诺像是一个蝴蝶一样 在场间穿梭 和苏家的亲友宾客们 亲切寒暄 苏伊诺不愧是浑过演艺圈的 很会交际 还真是把现场的气氛 调动得热烈无比 众人纷纷美口地称赞苏伊诺 别看年纪轻轻 但是做事得体 言谈优雅 是商场上的可造之才 苏家后继有人了 以后妥妥的商界精英啊 看到这些人 对苏伊诺的态度 引玉兰是眉开眼笑 对啊 就说我苏伊诺 亲自选中的女儿 没有那么差 娱乐圈的事情 都是小场面 也就只有苏萨死丫头 这样的妖艳间或在乎 就让她兴风作浪去吧 我们家伊诺 以后是要当女强人的 我没有选错 一个戏子 拿什么和未来的霸道 女总裁笔呢 十年后 苏萨给苏伊诺提鞋都不配 来 现在该苏伊诺切蛋糕了 随着现场思宜 及其富有感染力的声音 由四名酒店工作人员 缓缓推着一辆平板车 来到了舞台中央 之所以要四个工作人员 是因为这个蛋糕 真的很大 足足有21层那么高 一般人都没见过这么精致 这个豪气的蛋糕 这是引玉兰特意定制的 光是蛋糕救了十几万 她看着那比人还高的蛋糕 又看着一脸幸福陶醉的苏伊诺 对着话筒动情地说 伊诺 你今年21岁了 所以 妈特意给你定了21层的蛋糕 因为每一层 都代表了妈对你的爱 时间过得真快啊 一转眼 你就从嗷嗷代步 变得现在亭亭玉利了 现在 你这么优秀 妈是又欣慰又难过 欣慰你的优秀 难过你早晚是要嫁人的 引玉兰抹了一下眼角 显然是已经眼眶湿润了 哎 今天这么高兴的日子 不说 这么让人扫兴的话了 总之 你是妈这辈子最大的成就 因为有姨诺你 我的人生才是这么的精彩分成 因为有姨诺你的陪伴 这21年 我每一年才是那么的幸福 那么的快乐呢 哪怕苏伊诺心里面对尹玉兰 毫无真情实感 此时在现场气氛的烘托下 也是有些动情了 她抓着尹玉兰的说 妈 谢谢你 能当你的女儿 伊诺真的很幸福 很快乐 都说女儿的生日 就是娘的苦日 伊诺现在这么优秀 妈你是最大的功臣 一会儿等伊诺 把蛋糕切好后 第一块蛋糕 一定要让您吃呢 尹玉兰之前的眼泪 有些作秀的成分 现在 真是感激涕零了 觉得自己对伊诺的爱 终于没有白负 此时她真的希望 出去度假的苏首里 和苏老太太 也能看到这一幕呢 看看自己是不是贤妻良母 自己 虽然生了一个逆女苏萨 给苏家 带来了很多麻烦 但将功补过 自己有伊诺这么好的女儿 自己其实是苏家的大功臣啊 就在这温情默默的时刻 就在这母慈女校的气氛中 忽然一个人的道场 让大家的注意力 都看了过去 谁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当然是苏萨本萨了 大家没想到苏萨 居然真的来了 她难道真的不怕尴尬 不怕自取其辱吗 在众人的关注中 尹玉兰的唇边 泛起了一丝冷笑 她现在还记着苏萨说 她不配当妈 与她恩断义绝的狠话 尹女士 我希望你记住一件事情 不是你不要我的 而是我不要你的 哼 死丫头 你对我无情 就不要怪我不义 死丫头 你没出生时 就已经再害我了 我好不容易把你甩掉 谁允许你 又来到我面前现眼的 要不是你 我尹玉兰 也不会几次受辱 要不是你 我最爱的依诺 也不会那么委屈 我们这对不是亲生 圣死亲生的母女 也不会差点生分 所以现在到了我的主场 我当然会使劲羞辱你了 尹玉兰站在舞台上 傲然地看着苏萨 你终于舍得来了 我以为你现在 有名有钱了 已经看不上 我这个妈了吗 阴阳怪气之后 尹玉兰拍拍手 有一个侍者 端着一个瓷碗走了上来 这就是你的生日宴了 尹玉兰指着那碗 歹毒地笑 大家都看向了那个碗 里面只有一碗 清汤寡水的面条 并且看起来还是凉的 相比于苏伊诺的奢华 苏萨的待遇 真是寒称到了极点 因此 哪怕就是很多苏家的亲友 也觉得这尹玉兰 做得有些太难看了 太不要嘴脸了 这简直就是把 尖酸刻薄写在了脸上 网上弹幕 卧槽 这是多大愁啊 见过打脸的 没见过这么打脸的 是啊 这也太欺负人了 就算是平时 再有什么矛盾 也不能这么公开羞辱人吧 家丑还不可歪扬呢 我要是萨女神 我就把这碗苗条 透在尹玉兰的脸上 就算是养女 也不能这么刻薄啊 和苏伊诺比 苏萨的待遇 都不如一个丫鬟 我也是当妈的 说实话 我看之前苏萨很多做法 我是不赞成的 因为我一向觉得 天下只有不适的子女 没有不适的父母 可现在看了这直播 我说回我的话 这个养母尹玉兰 真是太过分了 可以不爱 没必要伤害啊 尹玉兰与苏伊诺 还真是一对贱人母女啊 有其母 必有其女 看着现场议论纷纷 已经LED大屏幕上的弹幕 尹玉兰的心中 畅快得意到了极点 多年的媳妇熬成婆 今天终于把这死丫头 按在地上摩擦了 但这些羞辱还不够 我还要补刀 尹玉兰手里拿着麦克风 诸位冷静 各位网上的朋友 听我说 我知道你们会说我刻薄 说我对这个养女不好 但任何事情 都是有前因后果的 所谓的朋友来了 有没酒 豺狼来了有猎枪 投桃报李 有仇必报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我尹玉兰是个体面人 一向是优雅大度的 别看苏萨 是我的养女 与我没有任何的血缘关系 但我对她也是事如己出 尽心尽力 只是她后来做的事情 太让我失望了 贪婪 自私 没有礼貌 极端的不孝 还破坏姨诺 与萧城的纯真爱情 把我们苏家 是给折腾的鸡飞狗跳 天下大乱 所以今天这个生日会的规格 是按照他们以往的孝心 来准备的 一诺平时对我孝顺 我就给她应得的待遇 这个苏萨平时 对我狂被忤逆 我当然要给她一些颜色看了 尹玉兰越说越激动 大声说 我知道现在 因为这个苏萨的颜值 在网上有很多的粉丝 把她当成了偶像 作为一个母亲 我要说一句 你们不要粉错了人 人的美不只是外貌 还有心灵 就像是苏萨这样表里不一 外表美丽 内心龌龊的女人 不配享受礼遇 不配被你们粉丝崇拜呢 而你们真正喜欢的 应该是懂事孝顺的宜诺才对 唉 可惜啊 在某些人的怂恿啊 我那可怜的宜诺 被网爆得只能含泪退网了 我这个当妈的事 看在眼里 疼在心里 因此这个生日宴 也是给宜诺的补偿 告诉她 无论在外面 受了什么委屈与不公 我们苏家 永远是她的避风港 尹玉兰说完了 一边的苏伊诺 控制不住演戏的冲动 也粉末登场了 她眼里含泪 看着苏萨 姐姐 这是我最后一次喊你姐姐 但以后 你我形同陌路 就是仇人了 真的 之前你欺负我 诽谤我 侮辱我 我都可以忍 你破坏我的爱情 我也可以忍 你利用见不得光的手段 挖坑给我跳 让我在网络上 承受了这么多的谩骂 我都可以忍 我甚至 为了不抢你的风头 主动退网了 真的 我已经对你仁至义尽了 我已经退无可退了 我不想再委屈求全了 我要和你宣战 苏萨 我不怕你 哪怕你再优秀 可是你不笑 这就是你最大的污点 我不只是替自己出气 也是帮妈出气 苏伊诺越说越激动 她用手没有指向苏萨 而是指向了好几台 正在现场直播的摄像机和手机 大声喊道 我知道 现在苏萨有很多的粉丝 她很红 比我红得多 和她比 我是弱势群体 之前好几次的事件 也证明了这一点 我明明吃了亏 受了委屈 却无处深渊 得不到公报 但我不怕 我就是宁可与世界为敌 也不会向恶势力屈服的 你们来吧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苏伊诺有些五官猙獰 歇斯底里 尹玉兰更加心疼 过去搂住了苏伊诺的胳膊 伊诺 你真是受苦了 这对母女在那里一唱一和 演得无比投入 苏萨 则是在一边看着 也不说话 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就像是在欣赏小丑表演 那个送面条的人 本想说你赶紧吃吧 只是看着苏萨 那冷如燕霜的俏脸 这句话 是终究没有说出口 看到苏萨似乎是 已经被他们母女 联合挤兑的理去词穷了 苏伊诺与尹玉兰对视一眼 都是一阵的欢喜 吃了这么多次亏 现在终于扬眉吐气了 现场司宜此时开始提醒 还得吹蜡烛 许愿 分蛋糕呢 对对 我亲爱的伊诺 你赶紧许愿吹蜡烛吧 相信 有这么多人 在默默地祝福你 你不论许什么愿望 都会实现的 尹玉兰催促道 同时 又冷眼看了一下苏萨 倒是你 赶紧把这碗清汤面吃了吧 不然 你还在等什么 以为蛋糕有你的份吗 没有 你省省吧 我们苏家的一切 都是宜诺的 当然 你也可以求我 你求我呀 苏伊诺来到了蛋糕面前 已经有人点燃了 21根蜡烛 苏伊诺双手合十 在许愿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的钱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的资产 我希望有很多很多的男人 我希望让别人 都跪在我面前 当一条卑微的狗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宁可我负天下 不可天下人负我 为了功名利禄 不惜杀人放火 这就是我苏伊诺的生日愿望 苏伊诺闭着眼睛 许了自己的生日愿望 她脸上的神情温柔如水 甜蛋安静 任谁都想不到 此时的苏伊诺心里面 想的居然是如此恶毒不堪的愿望 然后苏伊诺睁开了眼睛 轻轻地吹了一口气 蜡烛熄灭 与此同时 在江面的上空 忽然间绽放起了一簇簇 五彩缤纷 万子千红的烟火 在空中如同朵一样 绚烂多姿 啊 燕火 是的 这就是苏伊诺这场生日会的重点环节 高潮部分 就是精心准备了一场盛大的燕火晚会 为了准备这十五分钟的燕火晚会 苏伊诺足足投资了百万 可谓是下足了本钱 她要让全户城的人 都能看到自己的风光 此时看着空中绽放的美丽燕火 苏伊诺的脸上都是幸福与陶醉 好浪漫 就像是童话里的公主 偶像剧里面的女主一样 万千宠爱于一身 此时我集中了世界最美的颜色 我就是全世界最让人嫉妒的女人 现场的观众 网上的弹幕 也都被苏伊诺生日会的奢华 给震惊了 震撼了 哪个女人能抗拒这样极致的浪漫呢 哪个女人不希望有一场 这么精彩的生日宴呢 空中的燕火有红的 有绿的 有紫的 叉紫烟红 五光十色 还有各种各样的形状 比如笑脸 玫瑰 小猩猩之类的 大家都知道 这漫天的燕火 不只是浪漫 还是真的在烧钱啊 苏伊诺陶醉地看着 心中其实还是有些遗憾的 当初在选购燕火的时候 按照苏伊诺的构思 最后能在空中打出字幕多好 比如燕火在空中绽放时 在天空中勾勒出 比如伊诺公主 伊诺宝贝 伊诺女神之类的文字 那样不是更加的拉风吗 那样 就是远处的人一看到这文字 就能知道 这是我苏伊诺的排场了 苏伊诺是一个 特别爱招摇的人 要不然之前 也不会去当女主播了 她特别喜欢被人追捧赞美呢 苏伊诺记得之前 是看过有这种文字燕火的 可是 与她合作的那家燕火公司 已经是护城 最顶级的燕火公司了 经理却一脸无奈地看着苏伊诺 燕火公司经理 对她说 目前有两种燕火的燃放方式 比如用线形冷烟组成图形 组成图形后进行燃放 或者是 利用吊烟发射的高度 相互间距离 用点阵的方式组的图形 例如奥运烟的笑脸 脚印 都是这么放出来的 要用燕火 在空中排出文字的话 则难度十分大 英文都不容易 就不要说汉字了 因为汉字的笔画太多了 想要出文字效果 需要定制烟 并且注意燃放的位置和顺序 燃烧时 要挑选无风的夜晚 制作时 精确地计算火药的量 控制器炸裂的高度和形状 燃烧的时间 燃烧时 放出气体的量 影响到图案的上升等运动情况 和放出气体的方向 注意填料 火焰的形状等等 同时适当组合 燃放的位置和顺序 用很多个烟 才可以达到这种效果 这么说吧 目前想放出带文字的 焰火不是不可以 但是文字内容 却都是已经固定好的 就那么几样 比如 生日快乐 开业大集之类的 谁都可以用 是不支持客户 自己自定义文字的 除非 你自己去开一家焰火厂 自己根据文字内容 生产特制的烟 费钱不说 关键是费事费力 并且焰火公司 提前查了今晚的天气预报 得到的结论 是风有些大 不适合放文字焰火 连固定内容的生日快乐 都很难放出来 这样的天气条件 除非你能找来 世界顶级 焰火大师卡拉格 否则其他人都是没戏的 焰火公司经理 对苏伊诺说 卡拉格是世界 最著名的焰火大师 手里掌握多项焰火专利 奥运会 世界杯 欧冠和世博会的焰火表演 都是卡拉格一手策划和燃放的 他的燃放方式 与大家都用的两种都不同 他是用电脑编程的 以苏伊诺的地位 哪里有资格请卡拉格大师 连人家的面都见不到 因此只能作罢 但虽然没有在空中 出现自己的名气 可苏伊诺 还是对这场生日宴 打了99分 不出意外的话 自己马上就要上热搜了 是不是可以借机宣布 重返社交媒体呢 虽然自己不会娱乐圈了 但谁说身为商界女强人 就不能成网红了 焰火在绽放 15分钟过去了 可空中的鲜环在绽放 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苏伊诺一愣 自己不是指定了15分钟的表演吗 正在犹豫 感到有人握住了自己的手 伊诺 知道你喜欢这个 所以我就加了15分钟 凑成了半个小时呢 说话的正是尹玉兰 其实 他现在身上没多少钱了 但是为了讨苏伊诺的欢心 忍痛割爱 把自己当初陪加的 好些手势玉器都卖了 给苏伊诺又凑了100万 然后把15小时的焰火秀 变成了30分钟 妈 谢谢你 苏伊诺叫呼一声 扑进了尹玉兰的手里 尹玉兰老怀安慰 自己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特别是 能在苏萨面前 展示对伊诺的宠爱 弃死那个小贱人 30分钟的焰火秀 马上结束了 尹玉兰拉着苏伊诺的手 指着空中 伊诺 你仔细看 马上要到最高潮了 是的 当初焰火公司的人说了 最后的一组焰火 叫做普天同庆 会同时有16组焰火 在空中爆炸 照亮整个天空 果然 16组焰火 同时升空 爆炸 天空中五彩斑斓 犹如梦境一般 苏伊诺看着这一幕 眼睛都有些微微湿润 女人当到我这个份上 值得了 就在此时 忽然有一处 更加巨大的光球冲天 战放 油烟组成了三个汉子 苏 伊 莫 苏伊诺看着天空 欢喜的鼻涕都出来了 惊喜 这绝对是惊喜啊 妈 是你给我安排的吗 我好喜欢 你是找的哪家公司 我合作的那家说 做不了文字焰火呢 苏伊诺对着影玉兰惊喜地说 其实影玉兰也有些发傻 她也不知道 会有文字在天空中出现 但此时当然得冒功了 于是一脸傲然 只要你喜欢就好 苏伊诺激动地在影玉兰脸上 亲了一口 然后拿出手机 就想对着天空拍照时 却发现天空又多了两个英文字母 S B 苏伊诺SB五个大字在空中盘旋 经久不息 苏伊诺傻了 大家也都傻了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空中的焰火还在绽放 这次字符换了 苏 伊 莫 B I T C H 联合起来就是一句经典的脏话 苏伊诺Bitch 接着 天空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显示器 一簇簇绽放的焰火 就像是对苏伊诺吐槽的弹幕一样 苏伊诺寡怜闲耻 苏伊诺人尽可夫 苏伊诺卑鄙无耻 极品绿茶 人质见责无敌 把苏伊诺都给骂傻了 是你故意坑我的对不对 是你报复我的对不对 尹玉兰 你好毒啊 当着众人的面 当着几十万网友的面 苏伊诺被刺激的疯狂了 她忘记了表演母次女校母女情深孝顺懂事 直接过去 恶狠狠地抓住了尹玉兰的衣领子 劈手就是一巴掌 啪的一声 打得尹玉兰耳光响亮 半边脸都红了 你给我跪下 苏伊诺歇斯底里地怒吼 现场的宾客都看傻了 网上的网友也都实话了 大家看到没有 苏伊诺居然在掌柜他妈呀 真是开了大眼了 这就是尹玉兰口口声声的孝顺女儿 她怕不是疯了 得见成什么样 才能夸赞这样的女儿啊 大家看到没有 此时才是苏伊诺的真正嘴脸 丑陋霸道 让人作呕 但现场 严肃敏却是看得很开心 苏伊诺越在苏家霸道 飞扬跋扈 越符合他们肖家的利益啊 尹玉兰摸着自己被打的脸 委屈的都哭了 没有 我没有啊 伊诺 不是我干的呀 不是你又是谁 不是联系的燕公司吗 我知道了 你事件现在被我欺负了 你不服气 你诚心搞我啊 苏伊诺越说越气 正好看到侍者 端着那碗清汤面就在一边 苏伊诺抄起了面条碗 狠狠地扣在了尹玉兰的头上 面条 菜叶弄了尹玉兰一声 尹玉兰哭得更大声 尹诺 妈是无辜的呀 听着尹玉兰的哭声 苏伊诺也是渐渐恢复了理智 是啊 尹玉兰不敢啊 她已经完全被自己扑了 又怎么敢做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 那是谁啊 苏萨 一定是苏萨 就听到了苏萨从来到这个生日宴现场后 说的第一句话 今晚的烟真美啊 对 今晚的烟真的很美 在一波辱骂苏伊诺的焰火过后 漫天的色彩都变成了如梦如幻 美不胜收的奇异美景 牡丹 玫瑰 勺药 百合 星星 太阳 月亮 蛋糕 各种图案漫天飞舞 然后就是一行行圈勇温情的文字 萨女神生日快乐 萨女神永远美丽 萨女神风姿绝世无双 萨女神打败一切妖艳见惑 除了焰火之外 还有 远方轰鸣 从天边飞来了16架喷气式飞机 都是空中特级表演队的 飞机后都拖着五颜六色的彩雾 然后在空中交错盘旋 居然勾勒出了一个巨大的皇冠图案 焰火的文字配合的相得意仗 皇冠献给我的女王 苏萨 本来平静的江水 忽然开始沸腾了起来 在浪潮浪涌之间 江上开始升起了几十米的音乐喷泉 再播放着 祝你生日快乐的音乐 这样的场景 已经把人都看傻了 但这当然不够 当音乐喷泉刚刚退去 江面才恢复平静的那一刻 整个江面 忽然又明亮起来 头上 一架直升机在江面上盘旋 巨大的光幕投射在了江面上 制造出了一幅绚丽的3D光幕图案 那里面是各种苏萨的美照 它优美的动态 它弹琴 它画画 它跳舞 它街派 它一凭一笑都是那么的优美 美艳不可方舞 然后 就出现了苏伊诺各种被虐的名场面 斗琴被虐 明月被虐 直播被骂 够了 够了 我不要看了 苏伊诺尖叫着 一转身 在慌不择路之下 正好撞到了那个21层的大蛋糕上 浑身奶油 犹如一个小丑 苏家姐妹的生日宴 成了网络上最大的热点 足足讨论了一周 大家都在赞叹事情的离奇 都在笑苏家母女 真是诠释了什么叫装逼遭雷劈装掉 被狗咬打脸不成反被搞 明明是机关算尽 要羞辱苏萨的 结果 全成了自取其辱 蠢得让人同情 是啊 你们苏家不待见萨女神 有的是人待见 你们不想给萨女神盛大的生日宴 有人会给萨女神最极致的排场 然后 把你们给苏伊诺 精心安排的生日宴 彻底搞臭 就是这么霸气 就是这么解气 这次事件 彻底断绝了 苏伊诺想回到公众视野的念头 因为他一身奶油 如同眉头苍蝇乱撞的一幕 已经成了网络的经典表情包了 大家比较关心的 还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到底是谁 给了苏萨这么大的排场 苏萨背后的人是谁 很多人都猜测出来了 肯定是一个男人 一个特别有权有势 随便出手 就能碾压苏家的男人 于是 让很多男网友 悲伤欲绝的猜测出现了 萨女神恋爱了 她没有主了 关于这个男人是谁 就成了网络热点 很多豪门大家的公子哥 都成了被讨论的对象 甚至一些已婚的富豪 也都被网友们提起 哼 这么漂亮的女人 一定是被包养的 米国 被福利山庄 孟慧婉在自己的豪宅里 一边做美容 一边听助理 给她讲最近国内的热点新闻 就听到了这个苏萨生日宴会的事情 孟慧婉有些不爽 明明自己都让人打压了 怎么还敢兴风作浪 这女人背后的金主是谁 孟慧婉问 助理看着网上的回帖 现在网友也是议论纷纷 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有人说是帝都的旷家 有人说是帝都的情家 还有人说是护城的江家 她是江四的女人 助理话音未落 孟慧婉已经一下子跳了起来 她顺手从茶几上抓起一把水果刀 一刀就划在了那个助理的脸上 啊 助理发生惨呼 捂着冒险的伤口 惊恐万分 你再说一遍 孟慧婉拎着刀 应笑 这个助理是最近才跟孟慧婉的 并不了解孟慧婉的脾气比性 平时还以为这个国际影星 很平易近人呢 谁想到居然是这样的嘴脸 动手杀人啊 当众行凶啊 并且现在这个助理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 到底是哪句话得罪了孟慧婉 让她对自己下这样的毒手啊 经纪人美姐匆匆赶来 二话不说 抬手一个响亮的巴掌 就砸在了那个小助理的脸上 美姐急烟立色地说 你给我听好了 四爷是慧婉的男人 四爷只有慧婉一个女人 不是随便哪个妖艳见火 都可以幻想的 懂不懂 以后 你要是再在我们家慧婉的面前 说四爷的绯闻 信不信我撕了你的皮 那个小助理用手捂着自己的脸 战战兢兢 唯唯诺诺地退下了 听了美姐的话 孟慧婉的脸上 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她把带血的刀子扔到了地上 随意地拿着丝巾擦着手 脸上都是傲然的笑容 美姐这话说得在理 四爷是什么样的男人 怎么会玩这种肤浅 又庸俗手段的追女人 一点品味都没有 四爷要是表白的话 一定会用更浪漫 更唯美的手段 说到这里 孟慧婉闭上了眼睛 陷入了深深的自我 意淫之中 如果四爷到了 与我公开关系的那一天 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盛大仪式呢 想必一定是惊天动地 震耳欲聋 感天动地 惊世骇俗吧 我一定会感动得哭了吧 哎 其实我真的不在乎 什么仪式 我只是要四爷你亲口说一句 你爱我就好 护城中医协会 今天在这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仪式 就是中医协会的会长改选 之前的会长卸任 新的会长进选人有几位 其中最有实力的就是许秋平许神医了 他有医术 有关系 有人脉 最重要的是有钱 金钱开路 自然是一路顺风顺水 因此是下一任会长的最热门人选 在投票之前 照例有几位候选人进行演讲 讲述各自对中医的见解 讲述各自最拿手的医术 到了许神医讲课的时候 他就以中医针灸为主题 进行了主题讲座 现代社会 西医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 中医示威 造成了研究中医的人本就很少 加上针灸又是一项的奥妙精深 因此大部分人 哪怕是中医行内的人 都对针灸理论不了解 听得台下的人都是云里雾里 云山雾罩 可因为许神医的身份资历 在那里放着 不懂装懂 也得分分鼓掌 表示许神医说的事太精彩了 果然是专家 那是啊 看着满常人崇拜的目光 许神医志得一满 这次会长的改选 自己是手拿把钻 十拿九稳了 下面的观众里 还坐着两个人 正是月月玉与苏萨 听着许神医在上面夸夸其谈 月月玉冷哼一声 狗屁不通 不知所谓 她说的没错 曾经的许秋萍 确实在中医针灸上 有很深的造诣 可这些年 她力欲熏心 只在追求功名利禄 让自己的名气越来越大 但其实她的真实医术 却是在退步的 而月月玉之前 虽然不懂中医 不会针灸 可是这段时间 在苏萨的培训下 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 尽管实际经验或许不足 但是理论经验 却是很丰富了 刚才听许秋萍 20分钟的讲述 里面已经有好几处错误了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许秋萍的真九术 所谓的许氏27针 本就是来自于月门36针 许神医本 就没有学权 她真正掌握的 也就只有18针 因此 她对真九术的理解 本就是不全面的 这一点外人不懂 但是跟苏萨学了一段时间 真九的月月玉 却是听出来了 因为事实上 这套真九术 是苏萨偶然得到的 今天苏萨与月月玉来到这里 当然就是为了 给许秋萍拆台的 只是默等他们出生呢 已经有人先出来 打抱不平了 正是中医界的著名前辈 出自正谷推拿世家 张氏正谷的七代传人张九公 本来这个活动上 没有安排张九公发言的 可他却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 要过了话筒 我说一句 就是谁当这个协会会长 都可以 就是不能是这个许秋萍 这是一个 忘恩负义的白眼狼 欺尸灭祖的禽兽 如果让这样的人当会长 那我们互称中医 戒成什么了 流氓窝点吗 丧无奈够的粪坑吗 张九公显得很愤怒 气得虚发皆张 他这么一说 现场顿时一片躁动 台上的许神医脸色阴沉 心里面暗骂 这个老不死的 果然来坏我的好事 但是大庭广众之下 还得装出大度的样子 张老 你何出此言 我许某人自问 一向踏实做事 本分做人 被同行 被前辈都是问心无愧 亲后有加的 虽然宁老德高望重 但也不能如此肆意妄为吧 是不是听了什么小人的蛊惑 宁老年纪大了 一时糊涂 也在所难免 我不怪你 可你要是执意捣乱 就算我许秋平可以忍 这在座的滚滚诸弓 能不能忍就不一定了 其余那些人 基本上都得到了许神医的好处 于是纷纷替他说话 是啊 九公 许神医人不错的 这些年 护城中医界 也就许神医 搞出的声势最大了 跟着许神医 大家都有好处 这次会长改选 我是支持许神医的 听到这些人 都在捧许神医的臭脚 张九公更加愤怒 他怒斥着这些人 哼 你们摸摸自己的良心 不亏心吗 年轻的一代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情有可原 但超过五十岁的 谁不知道这个许秋平的底细 他就是毛坑上面盖厕所 底臭 张九公越说越激动 什么狗屁 许是二十七阵 甜不知耻 那明明是岳家的三十六阵 三十年前 谁知道这个姓许的是谁 那时候 谁又不知道越好然 忽诚名医 第一针九大师 有医术 有医德 乐山好施 急功好义 他一辈子没做过坏事 唯一的错误 就是收了一个 白眼狼当徒弟 张九公指着许神医的鼻子 就是你这个 忘恩负义的禽兽 你七世道明 盗取了你师父的绝技 你还武逆人伦 勾引师娘 害死了你的师父 你这个禽兽 跪着手 现场更加混乱了 对于许秋平的这段往事 老一辈的人都知道 年轻人确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之前确实也有很多人在议论 在背后 说许秋平的坏话 可是 随着现在许秋平的声势 越来越大 已经没有人再敢说了 怕出了许神医的眉头 有的人 在窃窃私语 焦头接耳 真的假的 勾引师娘 没听说过岳家这么一号 对啊 从没有人告诉我呢 面对这些议论 张九公哼了一声 很多人不知道 这个丑闻是不是 这是当然了啊 因为知道内勤的那些老人 都被这个姓许的给收买了 诗人的嘴短 男人的手软 他们得到了兴许的好处 跟着他倒卖那么多的贴牌产品 挣黑心前 败坏我们中医的名誉 又怎么肯说他的丑事呢 跪舔还来不及呢 张九公越说越气愤 用手指着 坐在第一排的那些人 这些人普遍 都是六十岁开外了 都是中医协会的理事级别的人 算是中医协会的大佬了 也是许秋平 成为新任会长的最大支持者 你们 就是你们这些表面上道貌黯然 其实一肚子 难斗女娼的小人 当年的事 你们真不知道 但你们装聋作哑 师位素餐 与虎谋皮 狼狈为奸 为了利益 你们居然支持许秋平 这样的禽兽上位 你们的廉耻呢 良心呢 原则呢 看你们一个个人母狗样 夸夸气谈的样子 你们配坐在这里吗 呸 你们真是我们中医界的耻辱 几千年传统的败类 我们老祖宗讲究的是玄虎济世 妙手人心 而你们 一个个都是贱力妄义 利欲熏心 草奸人命 张仲景 孙思淼 李时珍 这些名医的脸 都被你们给丢尽了 张九宫把这些人都骂了 骂得酣畅淋漓 震龙发聚 有的人心虚低头 但也有人是恬不知耻 死鸭子嘴硬的 好几个李氏都不高兴了 纷纷给自己开拓 给许秋平洗底 张九宫 你不要一老卖老 欺人太甚 对啊 我这人一向是出名的淡薄名利 从没有挣过一分 见不得光的钱 什么气势灭祖 我怎么不知道 我选秋平子 做这一届的化石人 因为他会赚钱 会带着大家发财 张九宫没想到 这些人如此的颠倒黑白 他双眼如同狮子一样 怒视着许秋平 你说 袁浩然是不是你师父 是不是你和他学的真酒 许秋平淡淡一笑 很坦然的说 不错 他是我的师父 是我和他学的真酒 不过他的技术 很一般 还都是过时的 我能有现在的成就 都是我自己努力的结果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长江后浪推前了 我现在 比我师父强多了 我想 他也会为 我感到欣慰的 正如韩玉的 诗说 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咸于弟子呢 太无耻了 张九宫控制自己 想要打人的冲动 好你的信口雌黄的 不承认是吗 那我问你 你妻子 那个周云 现在在国外的那个女人 她是不是你的师娘 你后来 是不是娶了自己的师娘 这不是畜生是什么 这个你怎么狡辩 你做的事情 让禽兽都害羞 张九宫以为 这是铁证了 任由这个许秋平 再怎么狡辩 也没有办法自圆其说 但她还是低估了 某些人的无耻程度 只见许秋平 一脸坦然地说 不错 周平确实曾经是我的师娘 后来 我们在一起了 但这是有原因的 本来是 应该为尊者会的 很多事我不想说 就是不想影响师父的声誉 因此面对很多流言蜚语 抹黑诽谤 我都选择了忍辱负重 沉默是惊 但今天 是你把我逼的 我只能坦诚一切了 哪怕这会让我师父蒙羞 这都是你张九宫的错 许秋平显得很是悲愤 周云是我的青梅竹马 是我的初恋 我把他介绍到 师父的诊所 做快捷 没想到我师父居然见色起 看中了年轻漂亮的周云 想要老牛吃嫩草 想要霸占周云 大玩潜规则 周云不从 我也苦苦哀求 求他不要棒打鸳鸯 说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可是我师父拿权势打压我 还蛮横地霸占了周云 你们知道古代唐明皇 与杨玉桓的故事吗 在天院做比翼鸟 在地院做连李芝 回头一笑百妹声 六公粉黛无颜色 长恨歌千古流传 似乎是可歌可泣的爱情故事 但实际呢 实际是唐明皇李隆基 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 做下了这样无逆人伦的丑事 只是大家都不说而已 我与周云的事情 也是一样的 根本不是我与师娘都打成奸 而是我师父 霸占了我的女人 许秋萍已经眼中含泪了 在婚后 周云也是饱受了 月昊然的虐待与折磨 同时 师父把我当成了眼中钉 肉中刺 不断地欺负我 最后把我逼得离开了师门 我自己努力 学习古籍 发愤图强 才有了现在的成就 后来 师父去世了 周云的处境就更可怜了 还陷入了月家人的折磨中 我也陷入了痛苦的挣扎 我应不应该管周云 管的话 余理不合 会惹来风言风语 但是不管的话 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我不忍心这样一个 单纯无辜的女人 再受伤害了 所以我只能选择了 和她结婚 选择了对她负责 这能说我是人渣吗 能说我是禽兽吗 不 我不承认 我只是做了一个 男人应该做的事 我看周云可怜 和她成亲 我有什么错呢 许神医说的一份填膺 下面的苏萨 看得真是叹为观止 人 怎么可以无耻成这个样子 什么是颠倒黑白 什么是指鹿为马 这个许秋萍 是深刻展示了 按照她这么一说 她都不是禽兽了 简直就是可歌可泣的禽兽了 而已经去世的岳 浩然老先生 则是成了一个衣冠禽兽 斯文败类 为老不尊 姓许的是太欺负岳家人了 欺负岳浩然 死人不能说话 欺负岳家 没有男人了吗 岳岳玉 就是脾气在好 此时也是真的忍不住了 王八蛋 许秋萍你这个王八蛋 你偷了我们家的绝技招摇过世 你辜负了我的感情 扎到了极点 岳父 我的父亲 结果你还在败坏她的名誉 真是忍不了 入口 岳岳玉大步上前 来到了舞台之上 现在在沪城 身为沪城大学医学院 附属医院外科 与急诊主任的岳岳玉 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了 特别是在医学领域 很多人都认识岳玉 只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岳岳玉与许秋萍 还曾经是夫妻的关系 好奇她来这里做什么 一个西医 凑什么中医的热闹 岳岳玉不理会 别人的窃窃私语 而是目自欲裂的 看着许秋萍 好啊 姓许的 你还真是会信口雌黄啊 什么 我父亲霸占了周云 那个贱人 你们是青梅竹马 哈哈 那你告诉大家 我是谁 我又与你是什么关系 你敢承认吗 因为过于愤怒 岳岳玉都想笑了 看到岳岳玉突然出现 许秋萍还是一副 老神在在的样子 岳玉 没想到你也来了 我们曾经是夫妻 这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呢 岳岳玉大声介绍 这个就是岳浩然 老先生的女儿岳岳玉 浩然兄对这个禽兽不薄 不但传给了他一身的医术 还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 这样的恩情 恩同在造啊 所以 刚才大家听到这个王八蛋 是怎么说的了吗 满口胡言 信口开河 他与那个周云 就是通奸 背叛了自己的妻子与师父 下面的议论声更大了 很多人都对许秋萍 很是不满了 太渣了 都想看看他怎么解释 岳岳玉的指控 只听许秋萍悠悠一叹 怨愈 其实 我是想把这个委屈 永远埋在自己肚子里的 不想提起 那段伤心的往事 可这是你把我逼的呀 不错 当初周云 被你父亲霸占后 我心里面苦闷 我欲欲寡欢 是你来安慰我 开解我 陪伴我 让我在痛苦之中 有了情感的寄托 我们结婚了 但我没想到 你原来是在包藏祸心的 你是听从了你爸爸的教唆 潜伏到了我的身边 就是为了盗取我的医术 因为我那些针灸术 都是我自己自学的 连你们都不会 幸好 我及时发现了你的心机 这才饭和你离婚 许秋萍的声音 变得激动了起来 所以从来就没有什么 月门三十六针 只有我许是二十七针 贼喊捉贼 倒打一趴 这个许秋萍 真是把卑鄙无耻 演绎到了极致 月月玉 是一个不善言辞的人 虽然心里面 有满腹的委屈 可一时之间 论口才 根本就不是许秋萍 这个伪君子 阴谋家的对手 好在他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 苏萨轻风拂柳的 来到了舞台上 用手拍了一下 月月玉的肩膀 示意他不要慌 一切有萨姐给你兜底呢 虽然苏萨 比他年纪小了很多 但月月玉感到 有他在身边 自己一切就有底气了 他这才想起了之前 与苏萨商量的 对付许秋萍的方法 许秋萍做的孽很多 对月家来说 主要就分为两个罪责 一个盗取了月家的真酒术 再就是 欺骗了月家人的感情 还害死了月后人 只是不论是出轨 人命还是指使周云 下毒害人 虽然有了周云的口供 但因为年代久远了 很多实际的证据 一时之间 没有那么好找 还要走法律途径 根本就不是三言无语 可以说清楚的 所以要想弄到许秋萍 就先从他的医术着手 他在公众面前 之所以有这么大名声 最主要的 就是他的真酒术 得到了一个 神医的头衔 那么 只要从这里入手 打破他神医的神话 让他在公众面前信誉破产 然后就可以 痛打落水狗了 苏大师 苏大师 苏萨的出现 再次引起了一阵的轰动 现在在护城 论名气和影响力 没有人可以与苏大师相比 许神医都得甘拜下风 很多人羡慕 更多人嫉妒 苏萨淡然开口 我来证明 张老先生说的事情都是真的 这个许秋萍 所谓的许氏27针 都是月家的 许秋萍 我知道你喜欢招摇得瑟 你今天搞出了很大的舞台 就想展示一下 你的实力与人脉 但你听过一句话吗 孔雀拼命开评 却不小心露出了屁眼 你逍遥法外多年 今天该好好和你算账了 以苏大师现在在社会上的地位 他的指控当然更有力度 许秋萍看着苏萨 心里面那个恨啊 想吃人的心思都有了 他本与苏萨无冤无仇 还曾经有过 把苏萨挖到自己医院 一起捞筋的想法 可惜 苏萨不配合 不给他面子 还在保健品事件中 让许秋萍大大摔了一个跟头 更可气的是 本来许秋萍已经找到了王监视 想用权力逼苏萨与月月欲就范 但这个王监视拿了好处 睡了自己的女徒弟后 却人间蒸发了 根本不知道去了哪里 要不是许秋萍最近在忙于竞选会长的事 一定要找到那个王监视 好好理论一番 你有什么证据 谁不知道你和那个女人是一伙的 许秋萍不承认 他吃准了这事是没有证据的 反正本事自己都学了 谁能抢走 最重要的是 月昊然死了 那么这门真酒术 月家已经没有人会了 这样谁能证明自己的本事是月家的 自己有恃无恐 已经立于了不败之地 证据就是你刚才说的 有很多的错误 月月欲开始隶属之前 许秋萍讲述的真酒理论里面 有多少的错误 许秋萍是听得暗暗心惊 他完全没有想到 这个月月欲不是不懂中医吗 怎么对真酒如此精通 很多错误 他自己讲的时候并不知道 但是月月欲一开口 就知道 他说的才是对的 难道那个老东西 之前藏私了 还给月月欲留下了什么秘籍吗 属于那个女人 怎么不知道 许秋萍在心里盘散 但是他当然不肯认输 于是冷哼道 什么乱七八糟的 一派胡言 许秋萍之所以敢这么颠倒黑白 就是吃准了真酒 是一门很深奥的学问 一般人不懂 看不出对错 听不出忧恋 只能跟着起哄嫁秧子罢了 那自然是看谁的声音大 谁的声望牛逼 就会下意识地觉得 谁的本事厉害 这就是现在这个社会的现实 不是看真才实学的 而是看谁会吹嘘 谁会忽悠 谁会往自己脸上贴金 包装自己的 是啊 光说是不行的 要不我们比比如何 我要和你斗一 不需要说的什么添乱坠 我们在手头上见分晓 苏萨淡然提出了挑战 斗一 大家都听傻了 这是在《玄幻小说》里面 才有的情节啊 没想到 居然出现在了现实之中 大家都振奋了 并且斗一的双方 一个是成名多年的许神一 一个是最近正当红的苏大师 话题性十足啊 许秋平也没想到 苏萨一出手 就是狠的 要和自己斗一 简单粗暴 图穷比线 继绝高下 也分生死 说实话 许秋平有些怂了 他怕了 虽然不知道这个苏大师 什么来头 不知道他的师承来历 但知道 是他帮助楚建安 恢复的生意 那么这一数 一定是很强的了 再加上主动向自己挑战 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 他会这么做吗 许神一不想斗一 输了太难看了 但如果自己直接拒绝的话 又显得认怂了 太丢面子 于是 许秋平眼珠一转 有了主意 只听他嘲讽道 哼 苏大师 我知道你很有名气 医术不错 但你竟然毫无医德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治病救人的医生 不是哗众取宠的戏子 比赛 怎么比 拿病人的身体开玩笑呢 你不是名医 你是刽子手啊 我许秋平 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 我不会拿病人开玩笑 用来赚取自己的名声呢 许秋平说的义正词言 仿佛自己是正义的化身一样 他的那些支持者和徒子徒孙 自然是顺风皆辟 大声为许神一叫好 许神一说得好 尿首人心 人心人数啊 对了 以为拍电影吗 还斗一夜 你咋不上天呢 我师父才不做这么离谱的事呢 虽然我师父一定比你强 听着这些过躁 苏撒的眉头一皱 哼 我们当然不能拿别人试 我们是拿自己试 这总可以了吧 苏撒不动声色地说 什么 拿自己试针 你疯了吗 许秋平像是看怪物一样 看着苏撒 疯了 神农长百草的故事 没听过吗 我们为什么不能仿效先贤呢 苏撒一句话 就让许秋平哑口无言了 那你说要怎么试 许秋平咬牙问 很简单 我们每人 在对方身上扎三针 这三针 我们可以施展平生所学 让对方体验最大的痛苦 看看谁没有试 看看谁可以用自己的针灸 破解对方的操作 在试针之前 我们会写下生死文书 约定出现一切后果 对方都不会负法律责任 你敢不敢 说实话 许秋平是真的不敢 可是此时 他已经骑虎难下 如果不斗一 他就信誉破产了 这中西协会的会长 固然是当不了了 自己利用 许神医 这个金字招牌 大肆敛财的事业 也要归于流水了 比 比吧 他艰难地说 似乎是看出了许神医的怯懦 苏萨很善解人意地问 我们谁先扎谁呢 许秋平心里面暗骂 太狡猾了 他当然希望自己 先给苏萨扎针了 但凡是医术 出神入化的医生 能掌握救人的本事 也会有杀人的手段 这么说吧 现在你给许秋平面前 带来一个人 他能不能救活不一定 但他却有好多办法 可以把人给弄死 还能杀人于无形 事后连一点痕迹 都看不出来 比如在人的身上 就有所谓死穴的存在 当然在大庭广众之下 众目睽睽之前 许秋平不会 真的把苏萨给弄死 但是弄傻了 是可以的 让你这么难搞 总是坏我的好事 许秋平打算 冲苏萨身上几个 掌管神志的学位下手 只要被他找准了位置 当时没什么异常反应 但是三天之后 苏萨就会变成白痴 但 但许秋平要 事先提出自己去扎苏萨 不是显得自己一老七小 事项太难看了 于是许秋平 就是一阵的犹豫 平时他资历深 年纪大 那是一种资本 可是在这种鄙视之中 就成了他的束缚 和劣势了 但是 苏萨却先开口了 不用犹豫 我让你先来 许秋平大喜 月月玉却是大惊 不要 月月玉知道 以许秋平的心狠手辣 一定会对苏萨按下毒手的 他连自己的师父 和岳父都敢下毒手 又怎么会在意其他人 我替你来试真 他站在了苏萨的前面 月月玉的不会 让苏萨因为自己的事 而置身犯险的 如果冒险 也应该是他自己 真的 如果能用自己的一条命 换取许秋平的小人认罪 让月家的事情广为人知 月月玉就是死了 也值得了 今天 他要与这个人渣 做一个了断 月姐不用 我心里有数 杀鸡烟用牛刀 今天就是这个败类 现原刑的时间了 苏萨淡然一笑 轻蔑地看着许秋平 像是看阴沟里的老鼠 许秋平 我知道你一定打了什么鬼主意 想报复我是吗 放马过来吧 挑戏 这是赤果的挑戏 许秋平心中愤怒 面上的笑容变得刻薄而阴毒 心中凝笑 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小丫头 我一定会让你为你的傲慢付出代价 他拿出了七根银针 来到了苏萨的面前 扑 扑 扑 许神医手速飞快 银针已经没入了 苏萨身上的七处大穴位之中 这七处穴位 有三个穴位是控制人身体的 被刺入后 身子会剧烈疼痛 不受控制的扭曲静挛 满地打滚 但不足以致命 但是 另外的四处大穴 却是更加阴毒 会在几天后 让人先是失去神智 变得胡言乱语 疯疯癫癫 然后死去 七针刺入之后 许秋平音笑着等待看苏萨出丑 看他完全没有形象地 在地上打滚哀嚎 求自己救他 摇尾起怜 微微地像是一条受伤的流浪狗 还想在自己身上试针 呵呵 想多了 你没有这个机会了 但是 让他吃惊的是 中了自己七针后 苏萨不过是微微醋眉 似乎只是被蚊子叮了一口后 又恢复了正常的表情 然后只见苏萨 从身上摸出三根金针 刺入了自己身上的几处穴位之中 然后 惊世骇俗的一幕出现了 扑 扑 扑 原来之前被许秋 评刺入苏萨身上的七根银针 忽然间都弹射了出来 啊 啊 场内响起了两声惨叫 原来一个支持许秋平的贪婪李氏 一个替许秋平摇旗呐喊的 不要脸徒弟 也是他的顶门大弟子 都被弹射出来的银针扎了进去 然后乐子出现了 那个贪婪的老李氏姓袁 之前拿了许神医认同五不少的好处 是他的坚定支持派 之前在张九宫指出 许神医做的种种丑事时 也是毫无底线 没有节操的拼命帮许秋平洗底 现在忽然开始傻笑了起来 原李氏一边傻笑 一边脱衣服 开始裸奔 七十多岁的老男人 拖拉着一身坠肉裸奔 简直让人是不堪入目 更让人三观惊悔的是 这个表面上道貌黯然的原李氏 里面居然穿着女士的三点室内衣 死变态 显然 这老李氏已经疯了 而那个许神医的顶门大弟子 虽然没疯 但是更惨 他开始满地打滚 嘴里面发出了狼嚎一样的惨叫 身子竞软扭曲 像是虾米 像是秋蚁 五官也扭曲到了一起 显然是痛苦到了极点 他甚至开始撞墙 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 用这种自残的方式 来缓解自己的痛苦 大家看得震惊 那么许神医就看得是恐怖了 他很清楚 现在这个原李氏 与徒弟顶门大弟子的反应 就是自己想让苏萨得到的下场 可苏萨不但没中招 轻松把银针逼出 还让自己这边的人着了道 以比之道 还失比身 别人或许以为 原李氏与顶门大弟子 是被苏萨身上 弹射出来的银针 不小心误伤的 但许神医知道不是 因为学位找得太准了 许神医做梦都没想到 世界上居然还有这样 神乎其神的针灸术 不用仔细认学 用弹射的方式都能让人中招 许神医虽然爱面子 但也是一个聪明人 知道不能吃眼前亏 他几乎可以肯定 一会儿苏萨给自己针灸 自己的下场只能更惨 所以他要跑 哪怕当众出仇 也比被苏萨折腾的人不像人 鬼不像鬼的好 哎呀 我忽然想起 还有一个病人在等我 我去找他 许神医正想找李游跑路 但苏萨怎么会给他 轻松跑路的机会 苏萨手腕一抖 第一枚金针击尸而出 正好刺入了 许秋萍的太阳穴上 许秋萍微微一愣 然后忽然开始 狂打自己的嘴巴 我不是人 我是禽兽 我是人渣 我是败烈 我对不起师父 对不起愿狱 我的医术 都是偷字岳家的 哪有什么许氏27针 都是岳门36针 当年 我不是人 我是畜生啊 对 周云 周云就是我故意安排 给师父身边的眼线 我们早就勾打成奸了 下毒 是我让周云下的毒 毒药是从 下毒方式 我有一本日记 里面 许神医开始自白 坦白 招供 把自己当年做的那些缺德事 全都招了 完全不受自己的控制 众人都听得是目瞪口呆 怨怨欲言里面含泪 拿出手机 开始录像 其实很多事情 周云都已经招了 但因为只有他一个人的证词 证据还不够详实 现在加上许扣平的自白 基本上 就可以定案了 岳家 终于要沉渊的雪了 说起来 许秋萍与周云这对夫妻 早就是同床一梦 貌合神离 各玩各的了 许秋萍 一直以为周云 还在国外风流快活呢 根本不知道 他已经投案了 许秋萍自己坦白 这让很多之前 帮他洗白的那些人脸上 都现出了尴尬神色 但是这事还没完 因为苏萨的第二根金针 又计设出来了 于是 许神医开始了第二轮的自我坦白 我不是人 我不是什么神医 我就是一个商人 利益熏心 见利妄益 为了钱无所不用其极 连亲妈都可以出卖 这么多年 我做了很多的烂事 比如我贴牌生产了很多 三物产品 我和卖宝剑品的 骗子公司合作 他开始细数 自己的黑历史 苏萨看得很欣慰 为什么他要提出斗衣 一方面 是为了让许秋萍出丑 同时 也是趁机刺入他的诚实学 让他自爆丑事 什么是诚实学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一般人想要 撒谎的话 都会先在内心深处 精心编织谎言 都会用表情 语气来配合自己的谎言 但是点了诚实学之后 就会完全无法用 这些手段来撒谎了 只能坦白从宽 对许秋萍这样的阴谋家来说 哪怕就是把铁证 放到了他的面前 也不会承认的 还会万分辩解 就是他出轨 被捉奸在床 也会辩护说自己在梦游 因此 苏萨只能用这一招了 许神医的自白 还没有结束 我不是一个人 做这些事情的 我还有很多的同伙 袁理事 郑理事 孙副会长 杨副会长 还有已经退休的赵老会长 我们都是互相包庇 一起分赃的 为什么赵老会长要退休啊 真以为是他高风亮节 淡薄名利了呀 屁 是他太贪心了 手伸的太长 捞得太多 引起重怒了呢 许秋萍还是把 中医协会的那些烂事 都抖了出来 这下子 连那些支持他的人 也都怒了 姓许的 你是要拉大家一起下水了呀 不守规矩了呀 于是 这些曾经许神医的同伙们 都愤怒了 从和许神医的一丘之和 变成了同仇敌开 放屁 住嘴 污面 此时 苏萨的第三针也到了 这一针 正好设在了许秋萍的屁股 尾椎骨位置上 然后就听到 砰砰砰几声 许秋萍开始疯狂地放屁 放得天崩地裂 地动山摇 裤子都被强大的气流 给顶破了 然后许秋萍 像是坐喷气式飞机一样 身体被强大的气流顶着 开始在屋内空中飞行 导弹一样 撒进了那些 理事的人堆里面 开始疯狂地喷粉 一时间整个大厅乌烟瘴气 臭不可闻 整个协会里面 是乱成了一锅粥 事后 这次改选 当然是不算数了 许秋萍 锅当入狱 他和周云 都会以谋杀罪的罪名 被起诉 同时锅当入狱的 还有中医协会七个人 都是以职务犯罪的名义 被起诉的 至此岳家 终于沉冤的血 岳岳与苏萨 都成了新的中医协会理事 张九公 则是成了新的协会会长 护城大学 苏萨刚刚走到学校的门口 就感觉今天学校 与以往很不一样 披红挂绿 张灯结彩 满口还铺了红色的地毯 长长的几百米 从校外到了校内 搞得像是 有什么大人物来视察 或者是搞校庆之类的活动一样 有什么安排吗 苏萨问身边的莫欢欢 正在此时 就看从南边 开过来一个很长的车队 足足有十几辆车 前面开头与后面结尾 一律都是黑色的奔驰 居中的 则是一辆家常的白色劳斯莱斯 车队在大学门口的红毯处停下 那么多辆的奔驰车车门 几乎是在同时打开 下来了几十位 身穿黑衣西装 一看就很彪悍的男人 应该就是保镖了 他们快速 在红毯两边排起了人墙 不让闲杂人等靠近红毯 然后白色莱斯莱斯的门打开 先从副驾驶和第二排左边 走出来两个妖艳的女人 一个人浑身 是通红的比基尼 一个是一身白色的兔女郎 最后 才从白色莱斯莱斯里面 出来了一个一身粉色西装 看起来很是骚包的年轻男人 他丝毫不在意周围人的目光 开始毛手毛脚地 在两个女人大吃豆腐 把他们弄得娇笑不已 却还得去一逢迎 这是拍电影吗 哪来的这么土嗨的公子 搜萨看着很好笑 这个排场一看就能证明 这位少爷很有钱 但同时也能证明他的品位 实在是不敢恭问 土的吊渣啊 现在真正的有钱人谁还玩这一套 也就是某些村的养猪大户 发了财之后 才是这样的趣味吧 莫欢欢已经知道了 这人是谁了 吓得急忙一伸手 捂住了苏萨的嘴 小声点 这是太子 我们招惹不起的 莫欢欢小声提醒 太子 封建社会都灭亡了 哪来的太子 苏萨有些糊涂 噓 就是江家的太子啊 江家知道吗 护城最有权势的大家族 莫欢欢在给江家的少夫人 普及江家是有多么的牛逼 多么的不可一世 这当然是大可不必了 江家的太子 我怎么没听说过 还有这么一号 苏萨是真的没听过江家 还有这么一位 太子 这名字貌似霸气 但其实充满了 城乡结合部的庸俗味道 像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党台电影一样 苏萨虽然对江家老宅的 很多人都不喜欢 但还是不信 他们谁会给自己 取这么老的外号 其次 就算是江家 真的有人会取一个 这么俗不可耐的外号 那就只有江四 这个大太子 与江秦朗这个小太子 有资格啊 一个是我老公 一个是我儿子 面前这个算是哪根葱 听到苏萨的话 莫欢欢一脸的神秘莫测 那些大家族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 太正常了 况且 你来学校的时间还短 难怪你不知道了 说着 莫欢欢就给苏萨科普了一下 这位江家太子的来历 江红 护城江家的核心子弟 目前也是大三 但是他 已经有整整一年 没有在护城大学出现了 原因是在大一下学期的时候 江红因为与人在酒吧喝酒时 争风吃醋 把对方打成了重伤 对方也不是普通家族 也是有背景的 虽然不如江家 但这事情也是闹得很大 所以江家 在赔偿了对方很多的利益外 也把江红 直接送出了国 说是出去当交换生了 看似是江红 出国避祸 其实不过是换个地方吃喝玩乐 这一年多的时间 总能从江红的社交媒体上 看到他在国外 全球旅行 各种party 派对 与金发美女 狂欢的内容 但实际上 按照他做的事 都够判刑的了 被江红打伤的那家人 作为护城一流世家 也是只能忍了 看此时的排场 江红这事 在外面封购了 才回来 但虽然江红不在护城大学 学校里一直 还有他的传说 护城大学的权贵子弟不少 可论事例 江红无疑是第一位的 因此 这才得到了太子这个外号 江红一向的做事方式 也是狂妄霸道 嚣张跋扈 不可一世 这么说吧 在护城大学 没有人敢不给江红面子 都要看他的脸色行事 因为没有人能承受 得罪江家的后果 在护城大学 说一句江红生杀与夺 有些过分了 但是 说他只手遮天 却是绝不夸张 苏萨听着莫欢欢的介绍 就看到江红 已经在随从的前呼后拥下 要往学校里面走了 就在此时 一辆造型拉风的橙红色 法拉利跑车 呼啸着开过来 法拉利还是敞篷的 里面的驾驶位上 坐着一个 带着大好墨镜的男人 身边副驾驶位上 坐着一个身姿 曼妙的嫩模 很多人都认识这个人 徐少 也是护城大学的风云人物 家里面 开了一个超跑俱乐部的 身家也是几十亿 每天开着豪车 招摇过市 副驾驶的女伴 一天换一个 不带重样的 法拉利没有注意到 江红这一行人 直接就要进校门 江红的脸 一下子黑了 把他拦住 江红分副手下 四个黑衣保镖 听到吩咐 急忙从侧路绕了上去 拦住了法拉利的去路 谁敢拦我徐少的 江太子爷 徐少的态度 本来还是很拽的 可是等到他 看识清楚江红等人时 立马态度 就变得公顺了起来 带着身边的嫩模下车 对着江红点头哈腰 江红冷着脸 看着徐少 嘴里面阴阳怪气地说 徐少 你挺狂啊 没看到我的车队吗 谁允许你在我面前进门的 你这样 让我很没面子的呀 徐少的汗都下来了 已经解释 太子 我没看到 我没看到 江红撇着嘴 对身边的保镖吩咐 砸 几个保镖 急忙从车的后备箱里面 拿出来棒球棍 疯狗一样 冲动了法拉利的面前 开始疯狂砸车 咔嚓 咔嚓 豪车的玻璃 车灯 仪表盘都被砸碎了 几百万的豪车 瞬间就成了一堆的废铁 徐少脸上的肌肉颤动 显然是很愤怒 可是人在屋檐下 形势比人强 比势力 徐家在江家面前 根本就不够看的 因此只能忍了 看到把车砸了 江红这才满意地笑了 今天是他回到 护城大学的第一天 在门口搞这么一出戏 就是杀鸡儆猴 拿人立威的 用打人脸的方式 宣告自己王者归来 告诉所有人 我江红回来了 这个护城大学 就还是我太子爷的 一亩三分殿 那么这个徐少 撞到了自己的枪口上 就只能怪他倒霉了 徐少身边那个嫩模 并不知道江红的来历 他本以为徐少已经很牛逼了 在外面也是15和6 横行霸道的 怎么现在这么怂了 江红砸完了车 还是意犹未尽 他的眼神 看到了徐少身边 那个嫩模身上 用手一勾 小模样倒是挺水灵的 有几分狐狸精的意思 很好 跟着我吧 陪我耍几天 江红开口就要 抢自己的女人 徐少真的是 没法忍了 这要是忍了 男人的尊严何在 太子 这有些过分了吧 你身边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需要抢我的吗 江红放肆大笑 不错 我身边的女人 是要多少有多少 只要我一句话 别说一个嫩模了 就是娱乐圈那些女明星 不也是随我选 但我现在就看上你的女人了 我觉得抢别人的饭更好吃 你给还是不给 在乎称 我不允许有比我 还牛逼的人存在 听着江红的狂言 徐少的脸上阴晴不定 显然是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 可是身边那个嫩模 却是一个关于见风使舵的 他已经意识到了 谁是更加牛逼的金主 肯定是这个江太子爷啊 于是不等徐少决定 已经小鸟一般地冲到了江红的身边 挽着他的胳膊 开始在江红身上蹭来蹭去 撒娇道 太子爷 你好有男人味啊 人家真的好喜欢 好喜欢 我和徐少分手了 人家现在是属于你的女人了 你可以对人家为所欲为 徐少气得 脸都绿了 江红打我脸也就罢了 你一个臭女人 也打我的脸 王力烈 你给我滚回来 他咬牙切齿 不管又如何 只要我将太子看上的女人 说让她躺下就躺下 让她怀孕就怀孕 江红说着霸气的话 他的那群手下 纷纷鼓掌表示 太子牛逼 太子霸道 太子爷魅力无穷 太子爷天下无敌 就在一片马屁如潮的氛围中 在江红微眯着双眼 享受自己全是霸气的时候 现场忽然想起了一个 很不和谐的声音 扑哧 有人笑了 笑声里 都是掩饰不住的嘲弄 江红猛然睁大了眼睛 是谁 谁在笑我 谁敢在我肆意装逼的时候 发出这样的声音 谁敢在我烈火烹油嘚瑟的时候 给我泼凉水 造反啊 大逆不道啊 他杀人一般的眼光 扫了过去 就看到了一个 让他终身难忘的人 一个美得如梦似幻的女人 太美了 以江红的家世 他看过无数的美女 但他发誓 没有一个能比得上眼前 这个女人半分 在这一刻 江红就做了一个决定 他要得到这个女人 让这个女人沉浮 让她怀孕 他连孩子的名字都想好了 之前江红信奉的是 女人如衣服 几天就换 从不追求什么 天长地久 他也从不信什么爱情 什么真情实感 觉得女人 就是玩物罢了 都是欲望的工具 可此时此刻 他却第一次 有了恋爱的感觉 有了结婚的打算 因为过于惊艳 所以江红脸上的表情 就很诡异扭曲 左边脸是愤怒 右边是脸惊喜 他手下的保镖们 身安 逐辱沉死的道理 看到有人取笑江红 这就是他们表现的时刻了 两个保镖挥舞着棒球棍 就要去殴打苏萨 莫缓缓紧张坏了 他挡在了苏萨的面前 阿萨 你先走 我替你挡一阵 苏萨没动 只是笑盈盈地 看着太子爷那群人 慢着 对付女人要绅士懂吗 退下 江红制止了保镖的举动 一脸笑容地 走到了苏萨的面前 虽然苏萨很出名 但他刚回国 并不认识 女人 刚才是你在笑 江红问 是啊 是我在笑 苏萨坦然点头 哪里好笑呢 说出来 也让我开心开心 江红本来的脾气 很暴躁 但只有面对美女时 才会变成了耐心的好脾气 因为觉得 你们刚才的台词好中二啊 像是拿错了剧本的 九流演员 刘星元 都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现在还有这么老土的 霸道总裁吗 麻烦你们都收拾一下 回火星吧 苏萨很认真地说 听到苏萨这么辛辣的嘲讽 江红的脸上煞气闪动 但随后 又哈哈大笑起来 哈哈哈哈 苏萨笑得更加乐不可知 她一手扶摇 一手指着江红 这句台词更吐了知道吗 我原以为你是拍 刘星元的 结果你是拍 乡村爱情的 江红肠这么大 从没有人敢这么当面羞辱她 看着对面对面女孩的笑页如 江红暗暗发誓 等把这个女人彻底征服后 一定狠狠地肆虐她 让她喉咙喊到嘶哑 让她哭着求饶 求自己放过 那个叫王莉莉的嫩魔 很会察言观色 看到目前的场景 这个金主 显然又有心欢了 而自己还什么好处都没得到呢 怎么甘心 于是 她水蛇一样凑上来 逆声逆气地说 太子爷 这个女人不识抬卷 哪有我知情知趣啊 不要管她 我们一起 啊 莫等嫩魔发晚点 已经被江红一巴掌 狠狠抽在了脸上 把嫩魔打得一溜 滚了出去 滚 江红连看 都懒得看王莉莉一眼 要说这个嫩魔自己 也是找倒霉 江红在苏萨这里吃了瘪 正是心里面一股泄火 没法发现的 她不知趣地凑上去 当然是把她当成出气筒了 打完了王莉莉 江红心里面 舒服了一点 这才又看向了苏萨 美女 哪个戏的 有男朋友吗 好的 不管你有没有 以后我就是 你的男朋友了 然后江红大声喊道 以后这就是我江红的太子妃了 我不许再有男人 多看她一眼 和她搭讪 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 然后又吩咐自己的那些小弟 喊嫂子 那些小弟们 整齐华衣地高喊 嫂子好 苏萨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 虽然你们演的小丑戏 真的很搞笑 但我现在有事 就不看你们现演了 你们自娱自乐吧 这是明显拒绝了 江红的脸一黑 女人 你可知道 你拒绝了谁 你拒绝了几十亿的财富 现在 你得到的可是无数女人 梦寐以求的机遇 不要不知道珍惜 失去了才后悔莫及 哭着喊爱我一万年 看来这位太子爷 还挺喜欢看电影的 把台词都用上了 他的那些手下 也开始在吹嘘江家 吹嘘这个太子有多么的牛逼 是啊 别给脸不要脸 不知道有多少女人 哭着喊着要头怀送抱呢 对啊 让你陪我们太子 是你的福气 别玩欲擒故宗那一招 可不是吗 玩脱了自己后悔 我们太子爷多有钱 你知道吗 听到这些手下的吹捧 江红还有些不满意 难道本太子 除了有钱 就没有其他的魅力了吗 难道我不帅吗 帅 帅 太子最帅了 太子要是去魂娱乐圈的话 还有那些小鲜肉什么事啊 这些人再次把苏萨 给成功逗笑了 太子爷 你的自信是在淘宝买的吗 怪不得这么廉价 说完苏萨不再理会这些人 带着莫欢欢往学校里面走去 江红当然不肯答应 他快走几步 拦在了苏萨的面前 想走 我们还没开始约会呢 苏萨脸上的笑容 一下子就没了 换成了冷然 人见有天收 人蠢没得救 我劝你最好不要惹我 因为你是在玩火 你现在只是一只蠢猪 但玩火过头的话 你就成了烤乳猪了 江红也没法继续装君子了 他威胁道 美女 我现在是想和你好好说 你别不把我的话放在心上 要不然 你把我惹极了 我就没法继续和你温柔了 是你要逼我用暴力手段吗 让我落手催了吗 苏萨不屑 我拿你当人看 你去学狗叫 滚开知道吗 江红死皮赖脸的不走 还伸出了咸猪手 要占苏萨的便宜 啊 江红发出一声惨叫 不知道怎么搞的 他的手臂上多了一根金针 虽然不疼 但是颤巍巍的 看着很是骇人 你在搞什么 这是什么鬼 江红质问苏萨 再叫你做人 让你知道 有些女人你不能碰 我警告你最好不要拔针 否则你会死得很难堪的 呵呵 你当我是虎大的呀 我就是拔了 你能把我怎么样 竟然给我扎针 看我怎么给你打针 江红的话 透露着银鞋 他嘴里的打针 当然有着特别的意思 然后 他真的不信邪的 去把胳膊上的金针 这针狠戏 还能针有什么杀伤力吗 不想在人前丢了面子的江红 决定试一试 啊 他发出了鬼哭狼嚎的一声嘶吼 顿时就疼得晕了过去 这还是苏萨 给他手下留情了 因为苏萨并不知道 这个江红 到底与江家是什么关系 而因为这段时间 江四不在国内 没法询问 所以 只是掠尸惩罢了 几天后 女生宿舍楼底下 像是拍电影一样热闹 白天的时候 湿的海洋 玫瑰 百合 勺药 叉紫烟红 五光十色 把宿舍下面的地方 都给摆满了 晚上的时候 则是蜡烛的世界 用蜡烛摆出了新型图案 摆出了I love you的图案 还有好几个酒吧助唱歌手 在下面唱情歌 什么 最美 鬼迷心窍 一生有你 都是很应景的情歌 这自然都是江红 为了追求苏萨百出的阵势 反正他有钱有势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都不是问题 还能展示自己的实力呢 江红几个小时才苏醒过来 他怒了 第一时间就要找人 去把苏萨给绑了 来一个霸王硬上弓 于是就让小弟们 去调查苏萨的背景 看看有什么来练 这一调查 江红有些犯难了 倒不是苏家养女的身份 让江红有什么忌惮 不过是个苏家 在江家面前 根本尚不得台面 就是苏家的真千金 江红也不在乎 但通过资料 江红知道 现在这个苏萨 还是一个很出名的公众人物 最美街拍女神 钢琴女神 油画女神 芭蕾舞女神 明月女神 在网上粉丝众多 算是大网红了 江红就有些投鼠忌气了 担心对苏萨用墙 给自己惹来什么麻烦 因为苏萨这个网红 与一般的网红还不一样 是带有文化符号的 特别是那次 打了东营人的脸之后 更是让苏萨 成了民族英雄一样的人物 她的一举一动 都是社会舆论关注的对象 这个妞没那么好泡 江红必须要注意方式方法 否则真的会惹火上身的 特别是江红刚刚回国 他家里人已经告诉他了要低调 不要搞出什么事情来 因此 江红这才选择了比较文明的手段 江红是谁 他何德何能自称江家的太子爷呢 这还要从江老爷子江泰说起 江泰年轻的时候 在打拼事业的时候 身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帮手 叫江松 是江泰的远房堂哥 江松为江家的事业出力不小 算是江家旁系中的代表人物了 这么说吧 江家嫡系有三方 江老爷子 江四与江青朗 都是江家大房的 可是江家三方彼此的关系并不亲密 在之前 江四被大家误会是植物人的时候 江家二房与三房都在蠢蠢欲动 阴谋篡权 因为他们觉得 大房是丹利姑 他们有了可乘之机 于是 江家二房的人四下串联 暗中争取江家人的支持 想要取而代之 江家三房的人更为过分 手段更加的毒辣 甚至想出了 放狗要咬死江秦朗的毒计 这样 江家大房就彻底绝后了 当时局势很是惊险 幸好有天才训兽师苏萨的存在 救了小包子 这才没有让三房的奸计得逞 后来 江家三房的人 当然受到了江老爷子的打击 现在已经彻底老实了 几个野心家死走逃亡 再也不能折腾起一点的水了 随着江四的苏醒 江家二房的人也都没有了念想 只能每年拿分红 对江家的决策 已经没有任何的影响力了 这么说吧 目前在江家 二房与三房 都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力了 而江家的生意又太大 需要很多的人手 所以只能重用江家旁系的人 其中江松就是代表了 很多公开场合 江老爷子岁数大了 江四不爱抛头露面 都是江松代表江家出席的 很多外人不懂江家 内部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 就把江松当成了江家的家主了 江松有一个儿子 叫江万豪 江万豪的独子 就是江洪了 江洪从小就是被娇生惯养养大的 哪怕他不过是江家旁系 但家世显赫 已经远超护城很多的一流豪门了 江洪很是张狂 在护城大学 一向是以江家的太子爷自居 虽然他其实知道江家还有嫡系大房的存在 他不配当什么太子 可是江洪却坚持这么招摇 因为他很有野心 觉得江家就是他的 什么江家大房 早该给我们庞系让位了 现在这些生意都是我们家在打脸 你们有什么用啊 事实上 有这种野心的不只是江洪 还有他爹江万豪 江万豪已经四十多岁了 手里也掌握着很多江家的生意 他现在已经有些飘了 觉得江家大房老的老 小的小 只有一个江四 还总是不出面 显得神神秘秘的 听说之前还是植物人 说不定已经是傻子了吧 所以 早就存了夺潮篡位的心思 王侯将相 您有种呼 江四姓江 我也姓江 凭什么 我们就要给大房当牛做马 以后我们庞系才是江家的正统 开始江洪自称江家太子 还只是在小范围内这么叫 他也有些担心 若是传到江家大房耳中 引起什么不满 但是叫了好几年之后 江家大房那边也是不闻不问 显然是听之认之 无动于衷 于是江洪就越来越狂妄 越来越目中无人 真的憧憬自己在江家登基为王的那一天了 说是以奴妻主 有些过分 但是 以下课上是一定的了 为什么江家大房的人 一个屁不放啊 还不是因为 现在大房没什么人了 生意都被我们庞系拿捏着 他们得看我们的脸色了 呵呵 在我江洪面前 都怂了 开始几天 江洪让人在女生宿舍楼下折腾 就是希望让苏萨看到 苏萨出面 可让她失望的是 已经蹲守了苏萨好几天了 根本连苏萨的一面都没看到 这是当然的了 因为 苏萨平时根本就不住在学生宿舍 后来 江洪知道了 苏萨不在宿舍 顿时有些气急败坏 不用问 这是和人在外面同居了吧 一想到这么一个千娇百媚的大美女 已经成了其他男人的玩物 江洪就几乎被妒忌的怒火给烧死了 一面之后 江洪就已经把苏萨 当成了自己的女人 自己的私有物品了 不允许其他的男人染指 所以 江洪就做了两件事 第一 调查苏萨在外面的住处 重点是看看 苏萨有没有与其他男人同居 如果有的话 一定拖出来打死 第二 则是通过其他的肮脏手段 让苏萨就范 他把主意打到了莫欢欢的头上 因为已经知道了 莫欢欢是苏萨在护城大学最好的朋友 也是唯一的朋友 你不给我面子 那我就让你的朋友 跟着你一起倒霉 莫欢欢住在913宿舍 这几天 他们宿舍成了学生会重点关照的地方 一天来好几次 查卫生 查内务 发现任何不满意的地方 就是扣分 913宿舍是一个很干净的女生宿舍 虽然实际上 很多女生宿舍比男生宿舍还窝囊 但显然不包括913宿舍 913宿舍用一句干净整洁 窗明激进来形容完全不过分 可学生会的人还是吹毛求疵 鸡蛋里面挑骨头 为了找到一点的扣分项 这些人甚至都想出了钻床底的招数 去床底下看看 有没有灰尘 只谢 有就扣分 在一天被扣了15分 让913成为了全校宿舍排名的最后一名 这还不算 在这一天 卫生部部长带人 第五次来913宿舍查卫生室 913宿舍的地板已经干净的 苍蝇落上都要打滑了 莫欢欢宿舍的人都气鼓鼓地看着 你们还有什么招数扣分 此时这些女生就是再傻 也知道被针对了 但他们显然低估了这些人的无耻 学生会卫生部部长 居然从自己的袖子里 故意掉出来好几个卫生纸的纸团 然后 指着地上的纸团 有垃圾 扣分 莫欢欢气疯了 这是勾然陷害啊 太没有节操了吧 这是你们扔的 没有你们这么欺负人的 莫欢欢很愤怒 学生会卫生部部长 却是一脸的甜不知耻 我们扔的 谁能证明啊 你们这里有监控吗 实话和你们说吧 现在我们学生会是盯上你们宿舍了 你们就等着 每天被扣分吧 保证把分扣的你们成为全校竹目的焦点 这是私下伪装 图穷比现了 莫欢欢和几个社友都在问凭什么 这么针对我们 我们怎么得罪你们 学生会了 那卫生部的部长 等的就是这句话 你是莫欢欢吧 回去告诉你那个朋友苏萨 做人可以有个性 但是不许 那么有个性 让他识趣一点 那样 你们也就少了很多的麻烦 莫欢欢终于知道 这些人的来意了 肯定是那个太子江洪搞的鬼 没想到他的势力这么大 连学生会的人 都这么公然违反原则的 帮他泡妞了 莫欢欢为难了 如果只针对他一个人 他当然不怕 可问题是 宿舍里一共有八个人呢 如果因为自己一个人 就让全宿舍的人都跟着被连累 他心里面又过意不去 可让自己去劝苏萨 接受那个太子的表白 莫欢欢又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他一咬牙 好啊 你们是流氓 就很牛吗 我从现在开始 就不住宿舍了 你们还能把我怎么样 以后我个人的分 你们随便扣 你们要是真牛逼的话 就把我给开除了 学生会的卫生部部长 也没想到莫欢欢居然会这么刚 自己都这么威胁了 还不妥协 不禁有些发傻 因为学生会 就是这样的一个组织 里面的人都一个个的自命不凡 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觉得自己不是普通的学生了 而是学生的权贵阶层 外面的学生呢 一般也都对学生会的人 很是恭敬 就更助长了学生会 很多人的嚣张气焰 一个个横行霸道 牛逼极了 但是 你要是不把学生会的人 当回事的话 他们也就是一群普通的学生罢了 没什么了不起的权利 不过是拿着鸡毛当令箭罢了 于是现在这位生部部长 就有些尴尬 他只能给莫欢欢穿小鞋 但是说到开除的话 真是没有那个权利 正在此时 外面响起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谁这样牛逼啊 不把我们学生会的人放在眼里 随着说话 外面进来了一个 梳着汉奸头 带着金丝眼镜 西装革履 打扮的人母狗样的男生 曹主席 说话的人正是沪城大学 学生会主席曹坤 曹坤这次这么卖力给江洪帮忙 一方面是为了巴结江洪 因为江洪有钱 而学生会 很多活动都需要拉经费赞助 还有一个原因 则是为了解私分 因为曹坤这个学生会的主席 其实也是看上了苏萨 之前数次派人找到了苏萨 要邀请苏萨进入学生会 说学生会很需要这样的人才 会对苏萨伟以重任 给他一个文艺部部长的职务 曹坤心里面 已经打定了假公祭司的主意 让苏萨进学生会 自己就可以进水楼台先得月 报得美人归了 可惜那几次 面对邀请 苏萨都是拒绝了 说自己对学生会的事情 没有兴趣 不会参与 曹坤是一个很自恋的人 觉得自己这个学生会主席的分量十足 算是护城大学 有头有脸的人物 没有女人可以抵抗自己的魅力 见属下没有把苏萨招揽入会 以为是属下办事不利 没有完全转达自己的深意 于是就亲自去找了苏萨 在表达了学生会对苏萨的欣赏 许诺了家人学生会的各种牛逼好处后 又含蓄地表达了自己对苏萨的爱意 表示学生会主席夫人的位置 已经对苏萨虚位以待了 只要苏萨答应了她的示爱 那就是前途一片光明了 跟着她 苏萨就能出人头地 希望苏萨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结果苏萨是怎么说的 苏萨只是很好心地 对这个曹主席说了两句话 第一句 虽然你自己觉得自己这个豆包是个干粮 但我还是希望 你可以先算算自己 能吃几碗干饭 第二句 想追我 麻烦你撒泡尿罩罩 自己的镜子 你配吗 这深深伤害了学生会曹主席的自尊 他觉得这个女人有眼不识泰山 简直是不识台诀 不知道好歹 因此 在江洪要追苏萨 希望学生会的人帮忙时 曹昆很积极地参与了 他有一个很险恶的用心 别看在表面上曹昆对江洪毕恭毕敬 很是跪舔 但是 在内心深处 他是很看不起江洪这种二世祖的 觉得论前途 一个暴发户的孙子 拿什么和自己这样的高质量男性比 苏萨跟自己才会有幸福 跟着江洪这样的暴发户 那才是进火坑了呢 曹昆指着莫欢欢 你 还有你那个朋友苏萨 竟然敢看不起学生会 哼 你们是没有挨过社会的毒打呀 真的以为我们学生会的人只会扣分啊 你错了 太肤浅了 我们的手段多着呢 社会实践 实习 毕业 校友会 哪里不给我们学生会的面子 凭优平先进奖学金 哪个不需要我们学生会的人给意见 恭喜你们 已经上了我们学生会的黑名单了 说完 曹昆带人牛逼轰轰的走了 莫欢欢没有告诉苏萨这些事 但苏萨已经知道了 这天晚上 苏萨来到了女生宿舍楼的底下 看到下面 还是布满了鲜 蜡烛 歌手还在唱着 知心爱人 唯一 灰姑娘 但是江洪不在 他没有耐心一直等在这里 早出去吃喝玩乐了 但这里面留着一个小弟蹲守 小弟看到苏萨来了 急忙给江洪打电话 十几分钟后 江洪带着人回来了 那个曹昆也跟着 江洪见到苏萨 呵呵直笑 美人 你感觉到我对你的爱了吗 看看这排场怎么样 是不是很大 你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奢华的表白仪式吧 是不是很感动 和你说 在护城 除了我江洪 还有谁能有这么大的手别 苏萨看了一眼这排场 心里面想的 却是几天前江边的那个生日会 不得不说 真要是玩起排场来 与江四比 其余的这些人都是弟弟 江四不是顽固子弟 但是他一旦想要顽固 想要炫富了 就基本上 没有别人什么事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 除雀乌山不是云 在欣赏了江四给的场面后 在看江洪的这些举动 对苏萨来说 还不如看蚂蚁搬家有意思呢 苏萨心里面吐槽 可是嘴上却说 感动 真的特别感动呢 曹坤在一边看得心里面酸酸的 这女人 果然庸俗到了极点 长得漂亮 有什么用 还女神呢 不过 是一个见钱眼开的拜金女 根本就不知道自己 才是真正值得托付的钻石男人 三十年后 有你后悔的时候 所以嫁给我吧 现在大学生 也可以结婚呢 江洪学着电影里 白马王子的样子 手捧着仙 送到了苏萨的面前 一脸的深情 他没有担心下跪 因为江洪菊 得以自己的身份 下跪有些掉价了 都得是女人跪舔自己 啊 好浪漫 和拍电影一样 嫁给她 嫁给她 很多路过的人 开始在一边起哄起来 特别是一些女生 喊得很大声 苏萨就是一皱眉 他最讨厌的就是这种 当众求爱的烂俗桥段 一个男人求爱 一群人跟着起哄 又弹琴 又唱歌 又牵直喝的 这哪里是浪漫 这明明是道德绑架 因为在舆论的轰托下 似乎女生 必须要答应男人的求爱 人家都这么精心安排了 女人不答应 就是不解风情 就是狠心 那些路人 根本就不知道 这两个人到底 合适不合适 这个是爱的男人 是不是个变态 渣男 家暴狂 只知道 在一边起哄嫁秧子 大喊什么 嫁给他答应吧之类的屁话 还能把自己 给感动得泪流满面 好像自己邂逅了爱情一样 这些路人光顾着 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了 光顾着自我感动了 很可能就是好心办了错事 再乱点鸳鸯谱 如果被求爱的女人 因为摸不开面子 答应了男人的求爱 可能就是进了火坑了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合适 就没有爱情 和这差不多的 就是很多网友 一看某某明星恋爱了 就说自己认识了爱情 一看到某某明星 比如某吴凡 某李峰 在男女问题上犯错了 又开始说不相信爱情了 其实 你信不信爱情 与明星有什么关系 苏萨面对江红的求爱 没有直接答应 而是先问一边的曹坤 黄主席 你希望我答应他的求爱吗 曹坤一愣 没想到苏萨会先问自己 于是盲说 你当然要答应了 能嫁给太子爷 是您的福浅 苏萨笑了 你这样的人才当学生会主席可惜了 你应该去当大内总管的 毕竟有太子的地方 也应该有太监不是吗 苏萨的嘲讽辛辣 周围响起了一阵的笑声 曹坤的脸像 是喝醉了酒的功绩一样难堪 然后苏萨又扭头 看着江红 你搞这么多 是想表达什么 江红大咧咧地说 想表达我对你的爱火呀 我现在对你热情如火 希望你给我灭火呢 冷艳的脸上露出了一样的笑容 据我所知 大学生不但可以结婚 还可以休产假呢 江红一听大喜 这女人比自己还性结 于是脸上写满了龌龊 嘿嘿 你这么说 我对你的爱火更加的炙热了 赶紧找个地方让我爽一下吧 不然我要被这火焰焚身呢 好 我给你灭火 苏萨一挥手 让人目瞪口呆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巨大的消防车开了过来 上面的人迅速利落地铺设好了高压水枪 然后肆无忌惮地冲着 那些仙 蜡烛 歌手开喷 巨大的水流 有如水泡一样 威力巨大 气势十足 仙凋零变成了残败流 蜡烛灭了 歌手被枪得直咳嗽 江红也被冲成了落汤机 那些起哄的路人 也都遭了殃 女生宿舍门口一片狼藉 苏萨看着目瞪口呆的曹昆 去扣我卫生分啊 你这个狗杖人士的东西 苏萨是诗然地走了 江红的那些手下 这才手忙脚乱 把江红扶了起来 太子 你没事吧 太子 要不要人工呼吸 这女人太不识抬举了 我们用抢的吧 江红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发誓一样大喊 有意思 这女人有意思 我完定她了 不许用抢的 那样没意思 我一定会让她爱上我的 曹昆也回了宿舍 正在思考 怎么对付苏萨 挽回在大庭广众之下丢的面子 却得到了一个 让她震惊的消息 她的学生会主席被撤了 不只是她 她的那些心腹 包括卫生部部长 都被撤职了 曹昆大惊失色 她为了当这个学生会主席 可谓是费尽了心机 不但给学校的官副校长 送了不少钱 还暗中搞阴谋诡计 把几个竞争对手都搞臭了 曹昆对自己的未来 有清晰的规划 学生会主席 可是一个很光鲜的履历 曹昆就打算用这个履历 毕业以后进入仕途呢 结果现在被开除了 荣誉就变成了耻辱 曹昆急忙去找人打听 得到的消息 却是 这是校董会直接下的命令 绕开了学校 曹昆想破了天 也没有搞清楚 自己怎么得罪校董会的人了 去年过年 自己还代表学生会 去拜访校董会主席 江凤荣女士了呢 江凤荣女士 还很欣赏我们 曹昆之所以这么巴解江红 也是为了和江家攀上关系 有了他们的支持 以后自己的前途 才会更顺利呢 于是 曹昆就特意去求见江凤荣 希望这位校董会主席 可以帮自己一把 但是他当然见不到江凤荣 连吃了好几天的闭门羹 姑姑听到下人的通报后 冷笑一声 要不是阿萨不让我表露身份 我非得亲自见你一面 告诉你 你到底惹了谁 你得罪了江家的少夫人 什么狗屁学生会主席 不过是 一只上部的台面的癞蛤蟆罢了 天鹅肉不是你能吃的 通过这事 姑姑也第一次知道了 江红自称江家太子 还骚扰苏萨的事情 姑姑当时就怒了 江家太子 你也配 你是江家茄子 江家傻子吧 在外面狐假虎威 拉大骑作虎皮 招摇撞骗也就罢了 还敢打阿萨的主意 江家的看门狗都比你聪明 以姑姑的意见 就应该马上把江红 江万豪和江松这祖宗三代 喊到江家老宅来 让这爷三个一次排开 全给阿萨跪下 先每人自打自己三百个耳光 然后都打包滚蛋 如初江家 我们江家 不要你们这群不省心 又爱闯祸的奴才 说实话 之前姑姑也听说过一些 江红在护城大学 横行霸道的事迹 但是懒得管 水质轻则无鱼 江家的人太多了 姑姑也没有耐心 一个个去管 只要他们别太过分 姑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之前江红把人打伤那时 其实按照江松那些人的意思 躲都不想躲 就继续在护城招摇 还是姑姑提议这小子出国的 姑姑的本意 是让他出去好好冷静一下 别在国内 让人看着讨厌了 结果这小子更邪乎了 必须得好好收拾了 这还真不是姑姑太蛮横 看不起庞戏 而是事实就是如此 江家是大房的江家 什么二房 三房 庞戏 都是一群乌合之众 无足轻重 散鸡毛凑毯子 有他们不多 没他们不少 江家没有这些人 丝毫没有影响 这些人没有了江家 都得饿死 因为他们都是一群 过惯了锦衣玉十日子的寄生虫罢了 江红以为 现在他们庞戏 掌握了很多江家的生意 就很了不起了 就可以拿捏江家的经济命脉了 这当然是可笑的错觉 因为他们不过 只是一些具体办事的 就是行走的图章罢了 因为江四嫌麻烦 不爱抛头露面 所以 很多事情 都让这些人带牢 他们不过是工具人 江家真正的战略决策 真正的人脉资源 真正的底蕴 都在江家大房手里呢 江四愿意用他们 这些庞戏的人 就都人五人六的 算是互乘上流社会的翘楚 江四不愿意用他们 他们就得随时做好 上街要饭的准备 还真把自己当人了 谁给他们的脸 很多局内人并不明白 有些人沉醉在 纸醉惊迷的诱惑里 沉迷在身边帮贤的吹捧马屁中 就忘了自己几斤几两 自己是谁了 就好比历史上 明朝那些看似牛逼的大太监 比如刘瑾 魏忠贤 看似牛逼哄哄 不可一世 号称九千岁 但只要皇帝一句话 就会像是野狗一样被弄死 但不论是苏萨还是江四 都拒绝了姑姑的建议 不让姑姑插手 江四的理由很简单 秦迪啊 世界上最可爱的生物 是夫妻增进感情的 最好辅助道具 没什么比虐秦迪 让老不开心 更能让老公喜悦的事情了 苏萨的理由也很简单 之前总被自恋的消沉恶心 在最开始的厌烦之后 竟然觉得这也挺有意思的 春晚没有赵大叔了 郭德纲的相声 也不是好么好笑了 生活中的幽默 都指望这些普兴男们 各种的奇葩语录提供呢 所以苏萨很乐意 看到这个江红在表演一段 这对夫妻都要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姑姑看了 一声叹气 真为江红未来的命运担忧啊 她以为自己是龙 其实不过是虫 她以为自己是虎 其实连猫都不是 不过是被猫戏弄的老鼠罢了 曹坤的噩梦没有结束 学生会的人 普遍都是一些权力欲旺盛 惯于勾心斗角 背后下刀子的势力小人 这些人都看好了主席的位置 在曹坤得适时 无比公顺 现在曹坤落魄了 于是都痛打落水狗 各种实名举报曹坤贪污学生会经费 利用主席身份骗炮的丑事 虽然学校为了面子 没有报警 但曹坤也是被直接开除了 他没有让莫欢欢混不下去 自己先被护城大学扫地出门了 苏萨正在阶梯教室上大课 忽然教室的门被推开 江红带着一群手下 张狂无比地进来了 上课的袁老师就是一愣 袁老师是教广告设计的 一向对学生很是认真负责 在学生中口碑很好 不过因为家里面没什么关系背景 所以在学校一直混得很一般 到现在了 还只是一个讲师 连副教授都没有评上 而很多水平不如他的同事 因为会打点钻营 现在都是副教授 教授了 很多人都为袁老师打抱不平 只是人微言轻 但袁老师也不抱怨 一直在兢兢业业地讲课 这几位同学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再上课 不要打扰课堂秩序 袁老师皱眉 这破课有什么值得上的 臭老酒别多管闲事啊 江红一把袁老师推开 然后大模大样地站在了讲台中央 用手指着苏萨的方向 苏萨 我江红就看上你了 我就是爱上你了 和你说 我见过的女人多了 但没有一个 有你这么让我上瘾的 之前我追你的手段 你不是看不上吗 没关系 我还有别的办法 一定要把你搞到手 同时 江红又目光凶狠地 看着其余的人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苏萨是我的女人 就算是 暂时她不答应我的求爱 但我也不允许别的男人 和她拉拉扯扯懂吗 这么说吧 她要是一辈子 不接受我的表白 她就得独身一辈子 她就是结婚了 丈夫也不能碰她 她只能守活寡 我江红得不到的东西 谁也别想得到 如果有人敢 私下搞什么手段 别管我江红 翻脸不认人 下面的学生 静若寒蝉 别说 真有不少男生 都对苏萨心存爱慕 基本上每一天苏萨 都能收到几十封 或者署名 或者匿名的情书 可被江红这么一威胁 他们都不敢了 就在江红尽情嘚瑟时 袁老师狠狠一排讲台 你们给我出去 我这是教室 不是你们胡闹的地方 江红完全没有想到 一个老师 居然敢不给自己面子 他不信邪的 指着自己的脸 你知道我是谁吗 袁老师义正词言 知道 一个学渣 烂尼扶不上墙 苏萨笑了 这个袁老师 还挺有意思的呀 是个人才 苏萨笑了 江红却是要气疯了 长这么大 哪个老师 敢这么当面羞辱他 臭老九 我看你是 不想在这学校浑了 信不信我砸你的饭碗 别以为我在威胁你 这个学校 连校长都不敢 不给我太子爷面子 何况你这个臭教书的 江红在怒吼 袁老师洒然一笑 信 怎么不信 不就是顽固子弟吗 从高崖内 那时就有你们 这样的社会败类了 但就算是你再权势滔天 只要一天学校 没有正式开除我 我就一天 是这里的老师 这个教室 就是我说的算 你给我出去 不错 我就只是一个读书人 没什么财富诠释 但读书人也是有气节的 富贵不能移 贫贱不能移 威武不能屈 我就不许你破坏教学秩序 不许你骚扰其他的学生 这是我身为人师 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 袁老师的话音落了 教室里在片刻的沉默后 爆发了雷鸣般的掌声 大家都在为袁老师点赞 这才是为人实表呢 众人的嘲笑 把江红彻底激怒了 苏萨嘲讽他 他看在苏萨姿色的份上 还可以忍 你一个臭教书的 也敢这么说我 给你脸了呀 不把你收拾了 我还叫什么太子 我叫兽器包子算了 他恨恨地拿出手机 拨打了一个电话 老官 你来一下 我在312教室 有人在挑衅我的尊严 关孔明 护城大学主管学生工作的副校长 他本来正在办公室里面 玩连连看呢 接到了江红的电话 顾不上其他 一路小跑就来了 关副校长 今年50多岁了 可是每次看到江红 都是点头哈腰 像是他的小弟一般恭敬 原因无他 因为关副校长一心想再进一步 他想当校长 但以他的能力与资历 根本就没有资格当正校长 因此 关副校长只能寻找外界的支持 比如校董会 关副校长一心想 争得校董会主席江凤荣的支持 可惜 姑姑根本就不待见这个关副校长 觉得他就是一个功利小人 关副校长很郁闷 后来 他就把主意打到了江红的身上 江红是江家的太子啊 地位不适 比江凤荣还要尊贵 因此 要是自己把江家太子爷 给吹捧叔父了 就是江凤荣也不敢不给自己面子吧 这校长 我当定了 心里面想着这些 关副校长已经到了大阶梯教室 太子爷 怎么 关副校长谄媚地说 根本就不在乎当着几百个学生的面 身为校长 对一个学生这么溜须拍马 会不会显得太下作 因为对关副校长来说 既然都决定拍马屁了 就拍到底 拍到爽 拍到对方的心里面去 就不能再矫情地顾及 什么面子了 面子有屁用 有功名利路相吗 自己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 公然跪舔江红 才能显示自己的忠心与诚意呢 果然 这声太子爷 拍得让江红很舒服 他冷哼一声 指着讲台上的袁老师 就是他 不但不帮我泡妞 还赶我走 我要求把他开除 关副校长扭头 看袁老师 顿时就目光凶恶起来 他咆哮道 袁平 你被开除了 给我打包滚蛋 袁平据理力争 关副校长 是这个江红 在上课期间闯间闹事的 我只是在按照校规校级办事 关副校长怒吼 住嘴 我不许你侮辱太子爷 什么校规校级 那些破条文是约束普通学生的 是来管穷人的 怎么可以来约束江少爷呢 我看你真是疯了 这贤贫爱富的势力眼嘴脸 让教室里面的其他学生 都出离愤怒了 大部分学生 都是普通家庭出身的 都是被这个关副校长歧视的对象 不是都说 大学是象牙塔吗 怎么如此的识快 让人迟了 于是 纷纷在下面一轮纷 听了这些人的抗议 把三脚眼一翻 安静 都给我住嘴 谁不服我开除谁 别不服气 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这个社会就是这么的现实 谁不爽的 用钱砸死我 然后三步并做两步 来到了苏萨的面前 身为一个大学校长 居然开始给学生拉起了皮条 苏萨同学 你的事情我也听说了 你呀 真是糊涂 为什么不答应太子爷的追求呢 那可是 你一步登天的好机会 我知道你现在是个网红 似乎很有名气 但你 还是眼皮子太浅了 网红能红几年 跟着太子爷 你能锦衣玉食一辈子呢 不只是你 你的家人 也是一人得道 鸡犬升天呢 我看啊 你也别读书了 你不是旁听生吗 本就没有学位证的 不如退学了家人算了 早点怀孕 早点生孩子 争取在江家有一个 名正言顺的身份 官府校长叹息一声 也就是你的老师 才为你考虑的这么深啊 我只恨自己没有女儿 不能侍奉太子爷左右啊 莫等苏萨说话 门口传来了一个 浑厚的声音 胡闹 成何体统 斯文扫电 官府校长 你这么做 把老师的尊严 与体面丢到哪里去了 说话的正是 护城大学的陈校长 原来当才有学生 偷偷把教室里发生的事情 发到了网上 顿时成了网络热点 热议几十万 把陈校长都惊动了 陈校长急忙赶来 在路上他还不信 这是真的 可在外面听了 官副校长的话 气得胡子都在发抖 这才愤怒进来制止 严厉指责官副校长的行为不当 官副校长听到了陈校长的批评 丝毫不在意 老陈 你太老古董了 我们一个学校有几千人 难道每一个都要管吗 我们就是累死了 也没有那么多的精力 我们只能把资源 用在那些真正重要的学生身上 要让他们满意 不但要负责他们的学业 还要负责他们的婚姻呢 这才是一个好老师该有的样子 官副校长不以为耻 反以为荣地说 江洪听着频频点头 看着陈校长 老气横秋地说 看看你 再看看老官的觉悟 我看你这个校长 也是当到头了 听到江洪这么说 官副校长是没开眼笑 他冲着江洪鞠躬 额头都几乎碰到地面了 语气里都是产妹讨好 谢谢太子爷 谢谢太子爷 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 要是我当了校长 我保证 让太子爷 您在学校横着走 要疯的疯 要语得语 号令一出 莫敢不从 可能是因为太激动了 官副校长多语无伦次 几乎要疯狂了 他冲着教师的人大吼着 下课 下课 这课不上了 一切闲杂人等都出去 这里留着给太子爷私用 看这意思 显然是想把空间都留出来 让江洪被苏萨尽情骚扰了 官副校长 我看你是真疯了 陈校长都被官副校长的无耻 给震惊了 几天后 某高档酒店 江洪对着一桌子的美食 脸上却丝毫没有一点笑容 他的那群小弟也是静若寒蝉 不敢出声 老大泡妞遇到了麻烦 他们都怕太子爷拿他们撒气呢 江洪很是郁闷 那天在课上 自己都把官副校长给惊动了 可苏萨那个女人 还是不给自己面子 还是没有答应自己的求爱 并且因为这起课堂求爱事件 闹得太大 整个护城大学 没有不知道他太子爷追求苏萨 接连吃饼的事情了 这让江洪等于是 被架在了火上口 全护城大学的人 都在盯着江洪看 看这位太子 能不能拿下苏萨 如果不能的话 岂不是颜面尽失 威风扫地 甚至在校园论坛上 都有专门的投票贴了 目前觉得江洪能拿下苏萨的 有1821票 觉得他还是会吃扁的 则是有5232票 明显地把他看扁了 这让江洪很是抓狂 现在对他来说 苏萨已经不仅仅是 一个女人这么简单了 而是是官到他的权威 什么是太子爷 当然是全学校 最有权势的男人 那就当然得拥有 全学校最美丽的女人 否则 自己这个太子 岂不是名不副实 连一个女人都搞不定 自己有什么资格 在学校里称王称霸 别愣着了 你们还有什么主意 快说 江洪大侯 她的那些小弟面面相去 都没辞了 他们平时跟着江洪吃喝玩乐 欺负人很有本事 但真说出什么建设性的意见 却没有一点的主意 好在这里面 还有一个叫蔡万琪的 是江洪手下的头号狗头军师 很多馊主意 都是这个蔡万琪出的 蔡家是互成一个 哺乳流的小家族 是跟着江家旁戏混饭吃的 因此 蔡万琪对江洪 自然是无比的八姐讨好 她开口了 太子 追女人这事 你的招数用错了 江洪一黑脸 什么 用错了 你再叫我做事 蔡万琪急忙解释 不是 不是 太子爷英明神武 哪里会做错事 是现在这些女人 别看外表清纯 其实一个比一个现实 一个比一个庸俗势力 什么情啊啊啊之类的 都是虚的 钱啊车啊 房子啊 奢侈品啊 这些东西 才是他们最在乎的东西 听到狗头军师这么说 江洪一愣 你说什么 是说 我应该给这个女人 送礼物送钱吗 我以为这么美丽的女人 不会那么庸俗的 所以才一直没送 狗头军师哈哈大笑 太子爷 您高看她了 哪有不爱钱的女人 哪有不败金的女人 别管长得再美若天仙 那也是红尘男女 都是一切向前看的 所以太子爷 您有这么好的家世 长得又这么帅 我看 那个女人早就对您动心了 只是因为您 一直都是送啊 蜡烛啊 唱歌啊 搞的都是这些 形式主义的东西 没有出真金白银 所以那个女人 有些失望了呢 我打听过了 那个女人没有男朋友 目前很可能 还是个嫩的 当然想把自己 卖出一个好价钱了 是不是 这叫代价而过 因此 对她根本就没有那么难 无非就是拿钱砸罢了 这对太子爷 您说算是困难的事情吗 太子爷 您最不差的不就是钱了 十万不行二十万 二十万不够一百万 早晚让那个女人 对太子爷无体投地 让您为所欲为呢 江红也笑了 指着狗头军师笑骂道 哈哈 还是你小子头脑灵活啊 不错 就是这个道理 原来我追不上这个女人 不是我把她看低了 而是把她看高了 过于抬举这个女人了 以至于我都不像平时的自己了 哈哈 对 拿钱砸 就没有用钱砸不到的女人 如果有 就换钻石 江红是真的开心了 之前她追女人 都是不谈感情的 直接拿钱砸 社会上多的是拜金女 自然是让她的泡妞事业 一帆风顺 无瓦不利 但遇到了苏萨后 江红被苏萨 那逆天的颜值给震惊了 感觉自己终于遇到爱情了 都想结婚了 这才开始装身事 扮演情圣 又是颂 又是唱歌表白的 就是想让自己 在苏萨面前不那么庸俗 不是都说 这个女人会弹琴 会跳舞 多才多艺吗 那自己也不能像是一个土大款 爆发户一样 那么没有格局 没有情调啊 总觉得自己上来就拿钱 给苏萨过于庸俗 这才为手为脚的 现在经过狗头军师的提醒 江红这才恍然大悟 哦 其实追女人 没有那么难的 什么女神 不过是价钱贵一点的女人罢了 于是 从这天开始 江红换了招数 开始对苏萨 展开金钱攻势了 这真是她的拿手好戏 拜金女喜欢什么 她太清楚了 于是 今天给苏萨宿舍 送一瓶香奈的香水 明天是一个爱马仕的包 还有LV的衣服 普拉达的鞋 迪奥的裙子 雅士兰黛的化妆品 蒂凡尼的珠宝 周大福的金首饰 以及护城最大商场的购物卡 让江红惊喜的是 苏萨照单全收了 根本就没有拒绝 哈哈 有门 都给你了 拿去让你宿舍的人分吧 苏萨把那些东西 都给了莫欢欢 莫欢欢傻了 这些太贵了 不能要 没事 反正是傻子送的 不要白不要 苏萨无所谓的说 这也太多了吧 莫欢欢还是不肯要 去给你们宿舍的那些人分分 毕竟之前因为我 被学生会扣了那么多分 惹了那么多的麻烦 就当是补偿了 听到苏萨这么说 莫欢欢开心地笑了 宿舍那些丫头 要是能 到这么多的好东西 不都得开心地疯掉啊 别说被学生会的人 真对扣分了 就是被学生会的人 全国通缉 也是值得的啊 阿萨 你自己也留几样吧 不能我们都分了呀 这样我们太不好意思了 不需要 这东西 我家有的是 你要是喜欢 可以去我家挑 论金拿都可以 苏萨淡淡地说 她说的是实话 在江家老宅 苏萨有一个面积 超过3000平的衣帽间 路易威登 巴宝丽 迪奥 香袋 爱马仕 普拉达 古奇 集合了世界上所有的 顶尖女性奢侈品牌 衣服 鞋 手袋 香水 化妆品 全都是当今最流行的潮款 限量款 这都是姑姑的手笔 是姑姑给苏萨准备的 还有很多 还没有上市的商品 也都被姑姑利用自己的人脉 给苏萨提前弄来了 江凤荣不知道苏萨的喜好 所以她采购的原则 就是我不选 我全要 不是一件一件的买 而是一个系列 一个系列的买 这么说吧 苏萨一个人的衣帽间 比户城中央商务区的 超级购物广场都大 都豪华 如果陌生人进去 因为迷路 都会被饿死的 苏萨已经觉得 这够夸张的了 但是 等到江四苏醒后 再参观了苏萨的衣帽间后 表示不是很满意 因为太小了 太没有创意了 于是江四 把苏萨的衣帽间 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 江四的改造 没有距离于空间与数量 没有说 扩大衣帽间的面积和收藏 而是在衣帽间里面 弄了一个巨大的显示屏 用大数据 直接连接了路易威登 巴宝利 迪奥 香纳 这些顶级大牌的产品 研发中心 所以他们的新品 在未上市之前 都会专门给苏萨举行一场 只针对于他一个人的产品发布会 超模走秀 设计师讲解 如果苏萨喜欢了 那么恭喜设计师 这款产品 就是给苏萨个人定制的了 绝对不会再公开出售了 只此一家 别无分号 所以 在别的女人那里 价值连城的顶级奢侈品 在苏萨这里 真就是毫不值钱的大路货了 论金脉的话 都不一定有冬天的大白菜值钱 而苏萨这话 听在莫欢欢的耳朵里 当然会觉得 这是一个 不那么好笑的冷笑话了 在陈校长的坚持下 官副校长 没有把袁老师开除 袁老师继续在学校上课 他家住的距离学校比较远 之前都是挤地铁的 出门都很早 这一天 他刚出门 就看到小区门口 听着一辆没有挂牌的奔驰大G 黑色的 威武霸气 没有男人不喜欢这样的车 但注定与普通人无关 袁老师只看了一眼 正要离开 袁老师 这是送你的 用那个傻子购物卡买的 苏萨微笑着说 袁老师当然不要 也劝苏萨 不要招惹那个江洪 江家 你是惹不起的 袁老师 你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吗 十分钟后 袁老师被苏萨的真实身份弄傻了 好了 开车上班去吧 这个学期结束 你会凭上副教授 三年凭上教授 十年之内 你就是我们护城大学 最年轻的副校长了 姑姑也从一边走了出来 江洪很愤怒 就没见过像是苏萨 这么离谱的女人 首先 自己送的礼物 这女人都是一言不合就收下了 没有丝毫的犹豫 也没有像是有的女人那样 还得立个牌坊 欲聚还赢 欲擒故纵那样 似乎这样的女人 很好搞定 但实际呢 这女人 只拿好处 却还是对自己不理不睬啊 过河拆桥 谢莫杀驴 在江洪发现这个女人 直接用自己的卡 刷了一辆最顶配的奔驰大剧后 她终于忍不住 去找了苏萨 以下就是那时候的对话 苏萨 你什么答应 做我女朋友 可能得等到海枯石烂那一天吧 那是哪一天 猴年马月吗 也可以这么理解 女人 你在耍我 呵呵 看懂了 看来你也没有自己想的那么蠢啊 你就当我耍猴吧 既然不想当我的女朋友 为什么要我的东西 我前前后后 已经给你了四百多万了 因为你贱啊 自动送上门的 不要白不要 你放心 我一分钱不会退的 苏萨 你到底 把我当成什么 凯子吗 冤大头吗 倒也不是 不过是一个愚蠢的踢款机把了 江洪气的直血狗叫 真的拿苏萨没有办法了 在她面前 自己还真是一个大冤种啊 这女人这自己的钱 还嘲笑自己的智商 江洪正在咬牙切齿 忽然看到了手机上的一个新闻 一下子笑了 这个新闻叫 太古里Gucci事件 说有一对男女 在蜀多的太古里逛街 女的在Gucci店 买了好几万的东西 然后叫男的付款 男的当场发飙 你自己买衣服 你不买单吗 你搞笑吗 我陪你逛了那么久 你不该请我吃饭吗 别人也要工作的 你能说出我叫什么名字吗 随后男人大声吆喝 喊人为官 当众羞辱女人是土包子 是屌丝 是死穷鬼 是绿茶表 甚至说女方是农民 明明一起逛街的情侣 为什么当众私逼呢 原来 这是那个男人精心设计的圈套 之前男人追求这个女孩 但是女孩不答应 于是男人就把女人删掉了 后来重新加了好友 女人就让男人给他买奢侈品 当做道歉 男人说你当我女朋友吧 女孩说看你的诚意 于是男人就假意答应 把女人骗出来 当众羞辱她 这事情在网上闹得很大 女人成了撈女的代表 江红一看这新闻 乐了 有对付苏萨的办法了 在现在江红的心中 苏萨就是一个撈女 这女人不是不爱钱 而是很爱钱 并且胃口极大 之所以对自己态度那么冷淡 光拿钱不办事 肯定是仗着自己漂亮 不甘心只有一个金主 而是漫天撒网吧 自己一定要狠狠地羞辱她 一个方面 自己可以出气 可以报复苏萨 对自己的戏耍 同时 把苏萨的名声搞臭了之后 她就不能再到处去勾打 其他的男人了 那样 就只能为 深于自己了 至于她的名声 臭了能不能赔得上自己 无所谓 反正江红 只是缠苏萨的身子 又不是在意她的人品 老女不老女的 江红不在乎 只要能让她玩弄爽了 就可以了 等到自己玩腻了 苏萨人老猪黄了 把她甩了不就行了 反正以自己这样的家事 就算是七婚 八婚 也是相亲市场上的抢手货 江红 把苏萨约到了 护城奢侈品品牌 最集中的地方 也是护城平均消费 最高的商场经贸中心 她还担心苏萨不来 没法完成计划呢 但是 苏萨只是听说了 给她买东西 顿时就很痛快地赴约了 江红心中得意 然后带着苏萨 开始一家一家的扫店 范克亚宝的珠宝 迪奥的时装 百达斐力的名表 香奈儿的香水 一路买过去 总消费金额 已经超过四百万了 到了下面结账的地方 江红开始模仿 那个太古里视频里 男生的语气 你自己买单吧 苏萨反问 你送的为什么要我买单 江红等的就是这句话 她当场发飙 你自己买的东西 你不买单吗 你搞笑吗 你这个 莫等江红 把台词说完呢 苏萨已经拿出了一张 黑色的百夫掌卡 递给了收银 刷卡吧 江红傻了 她完全没想到 会出现这个剧情 和自己想的 完全不一样啊 这女人这么有钱吗 虽然她也知道 苏萨现在是个网红 但似乎没有什么 广告之类的商务合作 杂志封面 也是很久没上了 也没有进娱乐圈 签约经纪公司 应该不会有 这么好奇的出手啊 如果她没看错的话 刚才苏萨刷的是 百夫掌黑卡 世界上最牛逼的卡 连他们家都没有 苏萨是怎么弄来的 你哪来的卡 江红忍不住问 江红 愚蠢比贫穷 更能限制人的想象力 苏萨用关怀弱智的眼神 看着江红 让她感觉自己的智商 受到了巨大的羞辱 哈哈 这个男人想学着网上那样 给女人下套 没想到自己 跳到坑里了 对啊 看她蠢样 都不如一头驴 看着聪明 我看过那个太古里事件 这么说吧 女人固然是个捞女 但男人也不是什么好鸟 那叫苍蝇布丁无缝的蛋 可不是吗 这男人故意学那个男人 说明自己 就不是个什么好鸟 哎 你们发现没有 这女人是萨女神啊 怪不得看着那么惊艳呢 想套路萨女神 谁给她的勇气 梁静如的姑奶奶 都不可以啊 可不是 追萨女神 身识癞蛤蟆 想吃天鹅肉 在众人的哄笑声中 将红恨不得 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她也终于醒悟了 这女人肯定是找到了一个 很有钱的金主 这才得到了自己 都没有的百夫掌黑卡 因此 想拿金钱羞辱苏萨 完全就是自取其辱 啪 在苏萨那里 吃了瘪的江红 只能把怨气 都发泄到了狗头军师 蔡万琪的身上 一顿长乖 把狗头军师的脸 都打肿了 什么狗屁拿钱 咋就能搞定这个女人 完全是胡说八道 狗头军师蔡万琪 捂着脸 不敢出声了 说 给我出主意 不然 我那四百多万的损失 都让你赔 让你倾家荡产 江红怒后 蔡万琪只能愁眉苦脸的 想主意 别说 还真被这狗头军 思想出了一个好主意 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 这么老套 江红斜着眼睛问 太子 老套的东西 不一定没有用 相反 而是最有用的 从古至今 英雄救美 然后以身相许 都是男人得到 女人最好的办法 狗头军师 极力蛊惑 是啊 要不然那些偶像剧里面 为什么都这么演啊 没错 那个女人那么有个性 说不定就吃英雄救美这一套呢 其余几个小弟 纷纷凑去 好 但怎么英雄救美呢 首先 要这个女人遇到歹徒 我们去哪找歹徒 其次 就算是真有了歹徒 难道还要本太子 亲自动手吗 我要是受伤了怎么办 没听过千金之子 不立威强之下吗 这个江红是典型的 又想偷吃肉 又不想挨打 既想要得到 苏萨的芳心与身体 又不想让自己受苦 冒一点的风险 嘿嘿 我们可以假装英雄救美啊 找人假扮歹徒 然后 您再及时出现 就和拍电影一样 演出一个 栗战群贼的好戏 还不怕那女人 不感动的一塌糊涂 然后以身相许吗 我可以去影视城 找道具用的血包之类的 太子您藏在身上 可以假装受伤呢 保证效果逼真 狗头军师说出了 自己的全部计划 哈哈 好 只要让那个死丫头感动了 还不乖乖投怀送报 你马上去安排 注意啊 一定要找几个演技好的 上到的 别坏了我的好事 只要让本太子把事情办好了 一定重重有少 在狗头军师的安排下 假装英雄救美计划正式开始 计划是这样的 在苏萨放学的必经之路上 找几个小弟 戴上面具 假扮歹徒袭击苏萨 威胁恐吓 要绑架强迫之类的 那女人就是再狂 还能不怕这些吗 肯定是紧张 害怕 惊慌 无助 又哭又闹 此时 江红如同大话西游 里面的至尊宝一样 脚踏七彩祥云 华丽丽的出现 天神下凡 不可一世 说一声阿萨不要慌 然后与歹徒进行殊死的搏斗 歹徒都是戴刀的 江红当然会受伤了 鲜血淋漓 当然 这都是假的 因为歹徒的刀 都是拍电影用的伸缩刀 在江红衣服里 则是藏着血包 瘦到外里就会流出来 造成惨烈的效果 到时候 江红就一身是血的 躺在苏萨的怀里 那就算苏萨再冷酷无情 铁石心肠 也不会不动容吧 去酒店养伤 然后在酒店里面成就好事呢 为了让自己的演技更加的真实 在狗头军师 安排其他人手的同时 江红也没闲着 他在突击不客 英雄本色 蝶血双雄 赌神 无剑道 古惑仔 天若有情 江红看了大量的经典电影 和里面的男主角 学着怎么耍帅 怎么在女人面前 展现自己的男性魅力 经过总结 江红给自己设计了一套形头 周润发的风衣 梁朝伟的墨镜 顾富城的发型 江红从一部鸣叫 《国产007》的电影里面 学到了周星驰的经典套路 那就是当自己假装受伤后 需要止痛 但是没有麻药怎么办 周星驰就想出了看片止痛大法 江红觉得这个办法太好了 自己到时候一定要用上 他专门弄来了不少东洋的片子 带在身上 就等着和苏萨一起看呢 到时候烈火干柴 气氛烘托 岂不是水到渠成 计划一切顺利 这边江红魔练了演技 那边 狗头军师 也已经把冒充歹徒的几个小弟找来了 太子爷 您看看 这几个怎么样 我都已经把剧本和他们交代好了 保证不出纰漏 狗头军师蔡万七妖宫一样的说 江红一看 鼻子都气歪了 虽然这几个小弟 脑袋上都套着丝袜 但丝袜是透光的 能看出里面脸的大体轮廓 而这几个小弟 都是之前跟着江红 到处欺男霸女的帮衔 苏萨又不傻 是不是一看就露线了 你是猪吗 为什么不找几个黑头套 江红怒吼 太子爷 黑头套那东西属于违禁品 没有商家敢卖啊 这边我们要是买了黑头套 那边就会惊动警方 觉得我们要是预谋抢银行 或者要炸大楼呢 您也不想我们假装演戏这事 把真的警方惊动吧 蔡万七解释 江红一听 觉得也有道理 丝袜就丝袜吧 但是 这几个人得换 不能换经常跟着我的人 我需要几个生脸 马上去找 狗头军师领命 过了一天 又带了三个人 这三个都是哪的 可靠吗 江红问 可靠 都是道上魂的 只要给钱 什么脏事都愿意做 蔡万七笑着回答 她耍小动作了 为了找人 江红给了她三十万 说好了美人的报酬 是十万的 但蔡万七 却是私下吞了其中的二十七万 只肯拿三万出来 找人办事 反正她觉得 这是假歹徒 又不是真歹徒 一个人一万 就可以打发了 她是随便在一个酒吧里面找的 狗头军师 让这三个混混 做自我介绍 太子爷 我叫赖三 我叫大雄 那两个混混 先自我介绍了 太子爷 我叫苏男人 我一定为太子爷 您抛头颅 撒热谢 笑全马之劳 风里风里来 鱼里鱼里去 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哪怕就是刀山油锅 也不会皱一下眉头的 一定让太子爷 您抱得美人归 第三个混混 很是激动地表中心 这个混混长得挺高 脸色有些黑 额头上 还有一个刀疤 别看长得丑 但还挺能说回到的 江红对这个混混很满意 苏男人 名气挺有特色的 你说得不错 好好干 本太子爷上了那女人后 不会亏待你的 谢谢太子爷 谢谢太子爷 能跟太子爷做事 是小得三生有幸 苏男人忙不迭地拍马屁 现在距离苏萨放学 还有两个小时 一群人躲在暗处 进行最后的彩排 蔡万琦是这场戏的编剧 兼导演 她在梳理剧情 那个女人是开车 进出学校的 等她的车来到这里时 你们就开车 把她的车挡住 然后下车 拿着棒球棍 疯狂砸车玻璃 把这个女人赶下车 说你们要结色懂吗 这时候 太子爷恰好开车路过 他冲上去 与你们搏斗 蔡万琦一边说 一边把几把电影道具刀锋 给了三个混混 都机灵点 太子爷和你们搏斗的时候 动作要夸张 力度要温柔 这些伸缩到 虽然不会给太子爷 造成什么伤害 但也不能用力过大知道吗 轻轻一碰 就可以见血了 然后等太子爷打你们的时候 都给我把声音 喊得声嘶力竭知道吗 要用你们的凄惨 衬托太子爷的英明神武 那两个混混 都是点头答应 反正他们就是为了钱办事的 让怎么干 就怎么干 他又开口了 我有不同意见 狗头军师很不满意 闭嘴 默认征求你的意见 但是江红对这个苏男人印象不错 制止了蔡万琦的呵斥 你让他说下去 狗头军师只能恨恨地 看着苏男人 心里面已经后悔 把这个人找来了 因为这个苏男人 一看就是能言善斗 诡计多端的 还善于拍马屁 这要是被太子爷看上了 不是威胁自己的地位了吗 苏男人不在乎蔡万琦的不满 他殷勤地说 太子爷 我觉得之前的剧本太粗糙了 太不精致了 有些假呀 也辜负了这么大的阵仗 我觉得 我们可以把剧情丰富一点 蔡万琦的都要打人了 王八蛋 你是在说我办事不力吗 果然开始 和我争宠了 江红显得很有兴趣 你仔细说 怎么丰富剧情 苏男人胸有成竹 在夸夸其谈 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让太子爷 那么容易英雄救美 这个剧情太肤浅了 也显得太假了 一达三没有那么容易的 我们呢 在太子爷出来 英雄救美时 开始还是要让太子爷受伤 把太子爷和那个女人捆在一起 然后带走 关在一个密室里面 关一晚上 然后呢 再给太子爷灌下迷药 就说是那种 如果没有女人解救 男人就会爆炸 而死得烈性兴奋剂 然后呢 嘿嘿嘿 太子爷 您看过 天龙八部 里面段玉与穆婉青 被困在食屋里 那段情节吗 我们就比着这个来 江红一听大喜 好 这个办法好 那样的女人 就会主动给我当解药了 不是我要睡她 而是她主动睡我 哈哈 听到江红这么盛赞 苏男人的计划 狗头军师十分嫉妒 太子爷 这个计划哪里好了 我看 是更麻烦了好不好 还要找仓库 还要过一夜 这样容易出事的 苏男人冷笑一声 麻烦 这叫稳妥 要不然 按照你那个计划 如果那女人 自己报警怎么办 如果她被太子爷救了后 看到太子爷受伤了 不去酒店 而是坚持 去医院怎么办 那样不是露线吗 狗头军师 被问得哑口无言 所以只有 按照我这个办法 才能让那个女人 乖乖听话呢 苏男人很有底气 好 就按照苏男人的计划 你来当导演 江红拍板了 小子 你很挑啊 刚才看你那么能表现 是不是不把我军师 放在眼里啊 想讨好太子爷 猜我上位 等到江红走后 狗头军师 蔡万琪面色阴狠地 看着苏男人 苏男人显得毕恭毕敬 军师哥 我哪里敢 太子爷 是我的老大 您也是我的老大 蔡万琪冷哼一声 你知道最好 做人就是要知道分寸 不让你连死 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江红还真是有些门道 短短一个小时 晚上关着两人的仓库 就已经找到了 时间也到了 苏萨放学的时间 苏男人 带着那两个混混 潜伏在了绿化袋之中 江红开着自己的车 躲在了一个小路里 狗头军师这些手下 则是从苏萨出学校 就开始一路跟踪 眼见着苏萨的车 进了他们计划好的路线 狗头军师 急忙让人在路口 设置了前方施工 尽情绕行的牌子 以免其他车辆进来 打扰他们的好事 苏萨的车来了 但是他的车 没法再走了 因为前面的路中间 挡着一辆面包车 看起来像是车 坏了的样子 苏萨下来 走到那个面包车的一边 在此时 苏男人带着两个人 从绿花袋里面冲了出来 他们手里面拿着刀子 像胶棒等凶器 头上蒙着丝袜 宁笑着把苏萨围了起来 苏男人一马当先 冲着苏萨呼喊道 小美人 光看哥几个的造型 就知道我们都是歹徒了 现在你被包围了 乖乖地听从我们的摆布 别想着有人救你 因为你就是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救你的 暗处通过无线耳机 收听现场直播的 江红赞虚点头 别说 这个苏男人还真是一个人才 比自己都流氓 面对几个流氓 苏萨倒是没有显得很惊慌 你们别过来 我是男人的 我男人很厉害 暗处的江红咬牙 真有男人 是谁 我弄死他 苏男人替江红问出了这个问题 你男人是谁 有我帅吗 苏萨看了一眼 这个苏男人 说了一句 让暗处的江红十分意外 又气愤的话 还别说 你还真是长得挺帅的 如果不是我已经有男人了 我都要考虑嫁给你了 江红都要气疯了 帅 他哪里帅了 有我帅吗 这个女人到底懂不懂什么是审美啊 他有些嫉妒这个苏男人了 于是江红就在耳机里面 暗中吩咐苏男人 别废话了 快点动手 于是苏男人就大喊 哼 我们几个就看上你了 现在我们不但要结彩 我们还要结色 你怕不怕 暗中的江红在期待着苏萨 被吓得战战兢兢 哭得离带雨的样子 自己好处去装逼 哪知道苏萨再一次颠覆了他的三观 因为苏萨对那个苏男人说 本来我是应该报警的 但谁让你长得这么帅了呢 我看上你了 你不用使用暴力 我答应和你走了 还不行吗 说吧 去你家还是我家 都不方便的 就去酒店吧 看你这穿衣打扮 也不是很有钱的样子 算了吧 酒店的钱我出了 以后每个月 我给你一万块钱零钱 你能保证随叫随到就好 你要是表现好的话 这价格还可以再谈 我这人一向是很大方的 一边的江红都要被气得疯掉了 什么 看上劫道的了 还要和对方走 开房钱你出 还每个月给零钱 他娘的 头一次听说 耍流氓耍成了 被包养了 这个苏男人真的 有那么大的魅力吗 还是你苏萨这么贱啊 我之前追你你不答应 是不是因为我对你太文明 太温柔了呀 你这个水性羊的女人 凭什么我追你这么费劲 别人就这么容易啊 这世界对我太不公平了 更重要的是 因为苏萨 这出人意料的态度 他们的剧本没法继续进行了 苏萨不但不反抗流氓 还这么配合 人家狼情惬意的 自己还有什么理由出去 英雄就美啊 那不是见义勇为 那是棒打鸳鸯 狗拿耗子 自讨没趣啊 江红在风中凌乱了 为什么觉得这事情这么诡异呢 觉得好像是有人在耍自己 现在江红真的担心 这个苏男人 在苏萨的美貌诱惑下 把持不住 真的和苏萨一起携手 双宿双飞 那样自己 就真的成了一个小丑了 好在苏男人 还是靠谱的 为自己比较忠心的 他大喊道 女人 别对我抛媚眼 我不吃你这一套 人都说强扭的瓜不甜 但我偏偏喜欢强人所难 上单子的买卖我不做 今天我就是来耍流氓的 要是和你谈恋爱了 传出去 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再说了 我还有两个兄弟 我要是中了你的美人计 会让到上兄弟笑的 来啊 一起上 我们要绑了他 三个人开始向苏萨逼近 美女 你别怕 太子爷来泡你了 不 是来救你了 江红再也忍不住了 他开车 从小路冲了出来 下车 十分英勇无畏地 挡在了苏萨的前面 坐奋不顾身 英勇无畏 大意凛然状 一激动 差点把台词说错了 对面三个混混 果然都齐齐地往后一退 做出了戒备的样子 江红没有白看那些电影 此时英雄就美得 pose是拿捏的十足 他冷笑道 哼 有我江红在 谁也不能伤害苏萨 我就是他的护使者 江红先是大声叫喊 然后又扭头 对着苏萨给了一个 自以为最帅的眼神 光是这个眼神 江红就练习了好几天 都造成眼皮疲劳了 因为这就是在 无见到 里面 梁朝伟回头的那个眼神 充满了深邃的魅力 江红决定有样学样 学习一下电影的魅力 可惜啊 苏萨从他的眼神中 没有看到了深邃 只有眼神 江红故意低沉了声音 用王家卫经典电影 东邪吸毒 里面张国荣扮演的 欧阳峰的说话方式说 阿萨 别怕 有我江红保护你 没有人可以动你分毫的 我曾经问过自己 你最喜欢的男人 是不是我 现在 我已经不想再知道了 如果有一天 我忍不住问起 你一定要骗我 就算你心里有多么不愿意 也不要告诉我 你最喜欢的人 不是我 但不论 你喜不喜欢我 我喜欢的女人 都是你 后面这句话 同样出自 东邪吸毒的经典台词 苏萨果然显得很激动 被她的魅力征服了 江红 真的是你 江红得意的一仰头 当然是我了 风里雨里 江红陪你 此时江红已经幻想着苏萨 冲进自己的怀里 激动地说 啊 红哥 有你真好 我就知道你是爱我的 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的 我的意中人 是个盖世英雄 有一天 他会踩着七彩祥云 来救我 你果然来了 你虽然没有脚踩着七彩祥云 但是你开着宝马七血 这样显得更有面子了呢 那自己要说什么呢 对 就说京城武在重庆森林里面的那一句 阿萨 我跟你最接近的时候 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有0.01公分 你对我一无所知 六个钟头之后 你就成为被我征服的女人 但苏萨的反应再次让江红震惊了 她的目光充满了嫌弃 你救我 算了吧 我还是跟这几个流氓走吧 因为他们虽然讨厌 但比你还强点 我宁可被流氓骚扰 也不想和你扯上什么的关系 我觉得寒碜 看你那人嫌狗咽的样子 这么说吧 比起被你英雄救美 我还不如被撕票呢 所以闭嘴 更不要对我恶心的放电 自己不知道自己 都是岩石吗 你再冲我抛媚眼 我骂街了呀 真担心做噩梦啊 听到苏萨的话 江红都要哭了 苏萨 在你心中 我江红到底算什么呀 垃圾吗 大便吗 你宁可被三个流氓骚扰 都不肯让我救你 真是太糟蹋人了 我的自尊 在你苏萨的心里 是不是都没有 你大姨妈走后的卫生巾 有价值啊 此时的江红 真有一种想要 痛哭一场的冲动 但是已至此 江红已经骑虎难下了 总不能就这么 善善地打道回府吧 他一咬牙 不 我必须要救你 我不能眼睁睁看你 被流氓糟蹋了 我不允许你自甘堕落 说完 连江红自己都觉得 自己太羞耻了 世界上见义勇为的人不守 但是有一个像自己这样 这么死皮赖脸的吗 明明人家都说 不需要了 自己自己 非得热脸去贴冷屁股 哎 做人做到 自己这个程度上 真是太失败了 果然 面对江红的殷勤 苏萨显得很是不爽 江红 你犯贱啊 我都说了 这是我自己的事 我不需要你管 别说我自甘堕落了 我就是跳进了火坑 也不用你费心 你属狗的呀 用你狗拿耗子 多管闲事 真是闲吃萝卜蛋操心 还说什么不忍心看 谁求你看了 要么闭眼睛 要么闭嘴 最好滚蛋 别打扰我们的好事 哪就险着你了 真是自讨没趣 自不量力 思想有点远 你就给我滚多远 奶凉快奶待着去 苏萨对江红的态度 那真是极言利色 不假词色 说句不客气的话 苏萨训江红 就和训狗一样 太冷酷无情了 让江红感到了冬天一样的寒 如同在虐待动物一样 就像是有一年的新闻 某大学生 往狗熊肚子里 灌瘤酸一样 手段之毒辣 让人发指 但是 等他对待那三个歹徒的时候 却是和风细雨 笑也如 三位大哥 别管这个衰人 你们继续打劫啊 我保证配合 我最喜欢有男人为的男人 你们越狂暴 越没有人性 我就越喜欢呢 说完 苏萨还紧着往三个歹徒那里凑乎 一脸的求骚扰 将红旗的心里面破口大骂 这女人真是水性羊啊 你就这么缺男人啊 当然 你要是真那么想男人 你找我不可以啊 我随时奉陪啊 不要耽误人家绑匪的时间啊 人家很忙的 也不是职业的呀 人家只是演员 显然 苏萨的操作 把这几个歹徒都给弄不会了 苏男人好一点 倒是还能保持淡定 可是那两个混混 赖三和大雄 则是已经进入了 彻底猛逼 风中凌乱的境界 这什么啊 你们为什么不按剧本来 台词不是这样的好不好 把片酬给我 我妈 喊我回家吃饭 他们之前 都有过拦路抢劫 劫才劫色的经历 但他们 都确定一定 以及肯定 今天遇到的 肯定是史上最离谱大劫 关键时刻 还是苏男人比较机灵 替江红 化解了尴尬 他对江红说 这位少侠 你别灰心丧气 依我看 这位姑娘 不是真的嫌弃你 而是在担心你啊 他怕你人单是孤 吃了我们的亏呢 所以才故意让你离开呢 你不可以因为 这个错怪的 这位姑娘的一片好心 误解了他 对你的一往情深啊 你想想 为了让你不受伤害 他宁可被你记恨呢 这份爱 太深沉 太纯粹了 说实话 我虽然 是一个歹徒 但是我 都被感动了呢 太不容易了 我只能感慨一句 真爱无敌啊 江红一听 大喜过望 原来是这样 看来自己是错怪了 苏萨小姐姐了 她是那么的爱我 那么的关心我 那么的在乎啊 宁可自己以身犯险 也不希望 我受到一点点的伤害了呀 真是感人至深 感人肺腑 想哭 自己刚在怪他冷酷无情 还在吐槽他水性羊 自己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江红擦了一把眼泪 大喊道 苏萨 你的心又收到了 你放心 为了你 我就是受伤 也不在乎他 说完 江红冲到了 三个歹徒的面前 挥一拳就打 大雄和赖三都 是尝出了一口气 太好了 终于按照剧本演了 他们假惺惺的 与江红打了几下 就装作不敌 扭头就走 说实话 演技很浮夸 动作很生硬 表情很僵化 连反抗都忘了 手里的弹簧刀 也忘记了 往江红身上招呼 弄破里面私藏的血包 造成江红负伤的效果 江红有些不满意 你们这么敷衍 是要扣工资的 太不敬业了 如果我没受伤 怎么能让苏萨感激涕零 乖乖现身呢 只是现在这个场面 江红也不能大声出声提醒 好在关键时刻 总有懂事的人 自然还是那个苏男人 他冲上来 冲着江红的鼻子 就是一拳 打得江红鼻血直流 力度齐大 几乎要把江红 给打得昏死过去 江红不怒反省 小子 还是你会做人 他已经看出来了 苏萨是一个很精密的女人 不是那么好糊弄的 如果苏男人 像是赖三两人那样 演技拙恋 那今天的这个 假装英雄就美 肯定穿棒 必须得四目四样 甚至自己吃点苦 才能抱得美人归 江红假装 与苏男人撕打在了一起 在地上打滚 利用这个错位 然后在苏男人耳边 轻轻而语 表现不错 但力气有些大了 下次看准了 打我身上藏血包的地方 苏男人轻声说 好的太子爷 你就看我的好戏吧 然后伸手 在江红的脸上 就是恶狠狠的一巴掌 这一巴掌耳光响亮 把江红的牙 都给打飞了 打得江红 在地上连滚再爬 好不狼狈 脸都肿了 你怎么下死手啊 不是演戏吗 江红低声怒吼 太子爷 不是您说的演戏 要逼真吗 我怕演得太假了 那个女人能看出来啊 苏男人小声解释 那也不能打脸 莫等江红说完呢 苏男人一脚 又踹来了 把江红踹的身体 离开地面了好几米 陆地飞行 才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这次江红被打得 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苏男人不给江红 再次起身的机会 骑在了他的身上 犹如武松打虎一样 就是一顿暴打 三下五除二 就把江红打得昏死了过去 于是场内 就只有了苏萨 与苏男人两个人 苏男人看着地上 昏迷不醒的江红 叹息一声 我还没用力 你就倒下了 苏男人是谁 当然是易容后的江四了 什么是苏男人 顾名思义 就是苏萨的男人 江四刚刚完成了一个价值 超过20亿美元的国际并购案 高强度的工作后 需要休息和调剂 本来是有人邀请江四 去私人猎场打猎的 但是被江四拒绝了 打猎 哪有耍轻敌好玩 于是 这才易容来忽悠江红玩 老公玩心这么重 苏萨也没有办法 只能奉陪到底 一起演戏了 所以这就是一出戏中戏 江红以为在和苏萨演戏 其实是苏萨和江四 在拿他演戏 一个废旧的仓库内 江红悠悠醒来 一时间没有适应外面的环境 我是谁 我在哪里 哦 这是假装英雄 就美计划里面的最后一环 自己假装要与苏萨 一起被歹徒绑架了 还中了强烈兴奋剂 男人必须要女人搭救 否则就会爆炸 看来这就是那个仓库了 不用问 在失去意识后 是苏男人那个小子 把自己弄来的 一想到 那个苏男人 江红就气得咬牙切齿 这小子哪里是演戏 打贼都没有这么打得这么狠啊 王八蛋 等这事完了之后 等我把苏萨炮上后 看我怎么弄死你 对啊 苏萨呢 江红抬头 在黑暗中寻找 还真的看到了苏萨 她还是那么的美 那么的耀眼 江红刺牙裂嘴 哀呦了一阵 倒不是故意卖惨 而是真的被苏男人打得浑身 如同散架了一般 苏萨 别心疼我 虽然我受了很重的伤 但我都是为了你啊 啊 江红努力地在苏萨面前表现 苏萨无动于衷 你想多了 我怎么会心疼你 我想掐死你的心 都有 要不是你多管闲事 我都已经和那几个歹徒 约会去了 谁需要你来逞能了 我 江红没辞了 然后 她忽然觉得身上一阵的燥热 似乎是兴奋剂起作用了 哎 本来不是说假装中了兴奋剂吗 难道苏男人那小子 真的给自己下药了 哦 也对 在这孤寡男女的 被下了药 才更有战斗力啊 于是江红可怜巴巴地看着苏萨 苏萨 我好像被人下了兴奋剂 如果在短时间内不语 如果在短时间内 不得到足够的刺激 就会爆炸 苏萨替江红说完了她的台词 啊 这你也知道 江红很意外 对啊 那个歹徒之前说的 苏萨一本正经 女神 你救救救我吧 现在 我只能靠你搭救了 否则的话 我真的会死的 你也不想我那么惨吧 我可是为了你啊 江红一步步向苏萨走过去 爆炸 你爆炸我就当看烟了 苏萨邪魅的一笑 至于谁能解救你 我倒是有一个合适的人选 看着苏萨的笑容 江红绝的身上一寒 然后 她看到有一个人 被扔了进来 那人双目赤红 脸红如醉酒关公 显然也是重了药 不是狗头军师 蔡万奇又是谁 祝你们玩得愉快 苏萨轻松离开 灰一灰衣袖 不带走一丝的云彩 几天后 江家旁系 这是江松的家 虽然没有江家老宅 那么豪华 但面积也超过了几百公顷 里面大大小小的别墅 有几十栋 午饭的时候 江万豪发现 没有看到江红的人 倒是也没有太过于在意 自己这个儿子 一身的纹固习气 这是又不知道去哪里浪了 吃喝玩乐 欺男罢女 但没关系 一般人家的孩子 都得好好学习 才能出入头地 但我江红的儿子 当然不需要 我儿子一出生 就是人上人 他不需要什么特殊的才能 只要汇钱就可以了 江万豪也不担心江红会 在外面是亏 谁敢欺负我家人 造反吗 他当然知道 江红在外面自称太子 在古代这是剑语 是要被杀头的 但江万豪不但不生气 还很欣赏江红的做法 对 我以后是要登基 当江家之主的 你不是太子又是什么 我们有实力 就是不需要低调 这个宴会厅 位于一栋别墅的顶层 可以把整个庄园都鸟看 江万豪看着自己的家 豪华别墅 精致庄园 小桥流水 亭台楼阁 能在户城有一个这样的房子 完全可以称得上 走上人生的巅峰了 但江万豪还是有些不满意 他看上了江家老宅 心里面 早就起了取而代之的想法 那么好的地方 凭什么你们大房站着 我江万豪这么多年 为江家安前马后的 没有功劳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轮也要轮到我江万豪 在江家当家做主 说上句了 与此同时 在江红自己的那个别墅里面 他正在被窝里瑟瑟发抖 天天以泪洗面 他最近睡眠质量很差 还经常做噩梦 因为只要一闭上眼睛 就容易想起那个旋律 菊残 满定伤 你的笑容已泛黄 江万豪正在吃饭 别看他只有一个人 但是每顿饭都是极尽奢侈 就和当年的慈禧太后一样 动辄几百个菜 不许重样的 就在这个时候 江松来了 江松今年六十多岁 精神绝朔 很有气势 这几年 江家庞系的事情 基本上都交给江万豪搭理了 江松在外面养了好几个嫩母 那是老牛吃嫩草 无比的快活啊 万豪 这几个月的账母有些不对啊 江松是有事来的 每个月 他们都要向江家大房交账本 里面是江家各个产业的经营 利润等数字 可是江松发现 最近这几个月 账本上的出入越来越大了 说起来 其实从一开始 他们交到江家大房的账本 就有一些灰色地带 验过拔毛 他们当然要从中捞取好处 但比例不大 隐藏在江家每个月百亿 甚至千亿的金额里面 几百万的数字并不起眼 顶多不会超过两千万 可最近江松发现 被挪用隐瞒的金额 每个月都已经达到 三十亿左右了 这太明显了 听到江松的话 江万豪显得无所谓 爸 我以为什么是呢 不就是每个月几十亿吗 我把那钱存到 我们家的小金库了 江松有些急了 万豪 你这么多是在玩火呀 每个月抽成了几百万 也就罢了 你一次弄这么多 不怕出事吗 不怕大房的人找你麻烦 江万豪一听 豪不在意 爸 你急什么 这些年 我们旁气的人 为他们大房当牛做马 这些好处 都是我们该得的 每个月拿几十亿多吗 我还觉得不够呢 按照我的本心 我一分钱都不想给他们 现在不是我们需要大房 而是大房需要我们 不是我们要看他们的脸色 而是他们要看我们的脸色 万豪 你小声点 大房的人不是好惹的 你想当叛徒吗 当叛徒没有好下场的 江松脸色都变了 江万豪 却是不屑一顾 爸 你怎么年龄越大 胆子越小了 江家大房 现在老的老 小的小 没用的没用 他们不敢拿 我们怎么样的 这么说吧 如果面对账目的亏空 他们忍了也就算了 如果给脸不要脸的 非得吹毛求疵 就不要怪我江万豪 不讲情面了 他目露凶光 万豪 你想怎么样 江松问 呵呵 改朝换代 陈桥兵变 把他们赶到大街上去要饭 江万豪霸气地说 然后他就给江松说了自己的计划 不只是贪污公款 那么简单 这几年 江万豪一直在拉拢江家的人 大房就不说了 二房 三房 庞系和江家公司的高管们 江万豪都去接触了 许下了承诺 怂恿他们和自己 一起反水 同时 很多与江家有合作的客户 也都被江万豪公关了 江万豪许诺 如果支持他上位 那么以后再与江家合作 他是真金白银的让利 清酒红人面 财帛动人心 几年下来 明确表示要跟着江洪干的人 已经有一百多人了 都是江家的重点人物 掌握实权的 答应支持他的客户 则是有八十多家了 占据了整个江家贸易额的百分之三十 这都是江万豪的底气 听到江万豪的计划 江松被震惊得风中凌乱 他当知道自己这个儿子野心勃勃 但没想到他居然玩得这么大 万豪 不可以 你疯了呀 我不同意 江家大房的人 不是那么好对付的 你为什么要以身犯险 江万豪哈哈一笑 爸 不要长别人的稚气 灭自己的威风 你都说了好几次 江家大房的人不好对付了 他们谁不好对付 江太年轻时是个人物 但是他现在老了 不过 是一个直老虎 不足为据 江秦朗那个小崽子吗 一个哑巴 我一只手就能摔死他 江松脸上殷勤不定 可是四爷呢 没听说过一句话 在乎成 你可以和任何人作对 但是不要招惹四爷嘛 听到四爷这个名字 江万豪的眉眼中 有绿色闪过 江四 是江万豪 从小仰望又妒忌的人 一方面 他把江四 当成了自己的目标 说话办事 都在尽力模仿 江四的风格 另一方面 又总想把江四超越 把江四给踩在脚下 爸 你想多了 那个江四 不是从前的江四了 他现在已经完蛋了 不足为虑 江万豪自信地说 换在之前 江万豪根本就不敢气反心 因为他也见识过 从前江四的手段 心狠手辣 神鬼莫测 江万豪对江四只有仰望 跪舔的份 哪里敢背叛 但自从江四成了植物人 又醒来后 江万豪发现江四变了 变得身躯减出 几乎上都不在江家的产业出现了 甚至连江家老宅都不回了 这说明什么 江万豪分析了一圈后 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那次的昏迷 给江四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他已经是瑟利内人 外强中干了 之所以不喜欢抛头露面 就是不让外面的人 看到他的须有其表 趁你病 要你命 此时不动手 什么时候动手 当然 如果江万豪知道江四 最近低调的真正原因是 已经不再满足于国内市场 而在国外 开疆拓土 而不回江家老宅的原因 也是因为他现在和夫人 都搬到了别的地方住的话 会不会吃惊的 连下巴都掉下来了呢 儿子 你糊涂啊 虽然江四那个小子 最近是很低调 但是你忘记了 反江联盟的事情吗 你再厉害 比霍家的霍圣祖如何 霍圣祖那么厉害的角色 不还是被江四那小子 给阴了吗 一想到 反江联盟的事情 江松就是一阵的心有余悸 说实话 当时霍圣祖带领的 反江联盟节节胜利 对江家穷追猛打 江家是看着大势已去了 很多江家的附庸 都开始纷纷反水 江松 江万豪父子 没有反水 并不是他们多么的忠诚 相反 其实他们当时也慌了 也想明哲保身 暗中找人去试探了霍家的口风 想要改换门庭 可惜 因为江松 一直是江老爷子的心腹 江家 对江松这一家 可谓是天高地厚 大恩打德 因此 连一向狼心狗肺的霍圣祖 都不相信 江松会背叛江家 担心他是假投降 当内婴的 所以 根本就没有招揽江松等人 江松父子 那个郁闷啊 当叛徒 已经够羞耻的了 但更羞耻的 却是想当叛徒人家都不要 这是何等的卧槽 吴雨宁烟 想哭 反正那段时间 这对父子 是黄黄而不可终日 充满了大厦江青的恐惧 多恨不得跑落了 幸好最好江家强势反击 击溃了 以霍家为首的反江联盟 那些背叛江家的人 都得到了清算 而江松父子 则是阴差阳错地 减了大便宜 成了忠心不二 立场坚定的代表 得到了江家更多的权限 所以现在江松听说 江万豪要反水 才是这么的担心 或许过去的江松 真的很忠诚 江家利益的积累 欲望的沸腾 已经让江松和自己的儿子 江万豪一样的野心勃勃了 他也很享受 在外面被称作江家家主的威风 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傀儡 而是成了 真正意义上的江家家主 所以他从不是真的不想叹变 而只是担心 遭到江四的报复罢了 什么忠诚 只是背叛的筹码不够 江万豪诡诀的一笑 爸 你多虑了 你以为你想的事情 我没有想过吗 我也担心江四那小子 有什么后招 所以我是多方打听了 江家反败为胜的秘密 别说 还真让我得到了秘密 江家能赢的关键 根本就不是江四的功劳 而是因为 有国际金融大佬插手 知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吗 据说这个组织的 总干事都出面了 这才让霍胜组的 反江联盟土崩瓦解 我看 这个总干事 就是与货家有私仇 这才出手呢 否则 江四何德何能 会认识这样的大佬 江万豪 在卖弄自己的二手情报 此时的他做梦 都没有想到 原来那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 总干事 正是江四本人 好 我们这票干了 这叫富贵险中求 江松打定了主意 正在此时 有人来禀报 江家老宅有请 走 我们去会会那个江四 江万豪豪情万丈地说 江家老宅 江老爷子没有出面 接待江松几人的 正是九不露面的江四 江四显得很客气 对江松等人很是礼貌 他越客气 江松几人就越是嚣张跋扈 不可一世 江松多少还收敛些 江万豪泽是始终撇嘴邪眼 对江四很是不恭敬 而那个江红 更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到了江家老宅 东看看西看看 对这里不满意 对那里很挑剔似的 这里的树木不好看 砍了 我不喜欢这个建筑 拆了 你过来 拿笔记住我的指示 还有我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游泳池 这里弄一个露天网球场 江家面面相去 不知道这个杂杂乎乎的算哪根葱 还是江四一瞪眼 愣着做什么呢 还不赶紧听太子爷的吩咐 从江四的口中 管江红叫太子 江松神色一变 江万豪也是一阵的错愕 只有江红还是大咧咧的 不禁反喜 哎呦不错呀 江四你也知道 我叫太子啊 不错 你挺有前途的 以后等我们掌握了江家 也赏你一碗饭吃 江四很感激 谢谢太子爷提醒 江红哈哈大笑 哈哈 江四 算你识趣 见江四如此卑躬屈膝 江松心中有一种不踏实的感觉 江万豪却是得意 哼 果然是个直老虎 但是江万豪还想试探一些江四的态度 于是故意说 四哥 这个月的报表 你看了吗 对数字有没有什么意见 他在看江四怎么回答 江四却是不在意的一回首 哎 我根本就没看 你们办事我放心 谁不知道这些年都是你们几位在打点忙碌一切啊 我就是一个甩手掌柜的 没有出什么力 我也看不懂那些复杂的报表 你们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不用管我的 江万豪心中冷笑 我信你个鬼 你小子狡猾得很 江四不可能不看报表 不可能不知道 他在前上做的手脚 但江四选择了装聋作哑 这是什么 这就是耸了 不敢得罪自己 江家离不了我们几个 那以后这报表 我就不交了 江万豪继续试探江四的底线 江四的底线就如同无底洞一般 对江万豪的得寸进尺 丝毫无动于衷 好啊 不交了 你们以后都不用交了 江万豪放肆狂笑 他用手点着江四的脑门 老四 看不出你还挺会做人的 称呼 最能体现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态度 从前 江万豪都是管江四叫四爷的 后来 变成了四个 现在 则是变成了老四 那么以后叫什么 小四 四二 江四对这些称呼魂不在意 他笑着说 对了 大家也都是实在亲戚 很久没聚了 择日不如撞人 今天我们举行这个家庭聚会 我得把我老婆给大家介绍一下是不是 以免大家以后 在路上遇到了都不认识 岂不是尴尬 江松有些意外 江四啊 你结婚了 别看江松之前 是江四叔叔辈分的 但之前 那也是要喊一声四爷的 现在也直呼其名了 是啊 结婚了 老大不小了 再不结婚 就成老大男了 遇到了合适的了 就得抓住 不然真的会后悔的 你们是不知道啊 我对这个老婆可满意了 男人要有责任感的 结婚就是对女人负责的表现 江四脸上浮现了一丝羞涩的笑 听到这话 江万豪一撇嘴 心里面越发地看不起江四了 看你这点出现 真正有本事的男人 谁愿意结婚啊 我们这些成功男人 都是以离婚为乐的 就像是我江万豪 早就离婚了 原来那个黄脸婆 早被我打发走了 现在左拥右抱 夜夜升歌 岂不美哉 我爸那老糟头子 六十多了 不也是在外面 弄了好几个十八岁出头的嫩魔吗 男人有权有势 就是最大的魅力 根本就不愁没有女人 更不需要用婚姻 这样的束缚自己 来对女人负责 而我的儿子江红 现在还认他妈妈 根本不认 只认我这个店 从前在江万豪的印象里 这个江四 根本就不是一个 而女情长的人 现在居然如此在乎一个老婆 呵呵 而女情长 英雄气短 江四 你堕落了 这让江万豪对江四更加的轻声 于是他淡淡一笑 好啊 就让弟妹出来 看看也好 然后我看 你们就老婆孩子热坑头 去过小日子算了 商场上的事情 太过于惊险刺激 我怕小四你真的应付不来呢 江松也开始疑老卖老 江四啊 我这个当叔叔的 也得说你几句 我知道你之前出了那事后 现在一直在恢复身体 也不能太累了是不是 以后江家的事 就让万豪处理吧 你以为如何 我想就是 你爸爸也会同意的 江万豪哈哈大笑 是啊 这是能者多劳 我也就勉为其难了 四啊 咱们虽然是平辈 但我比你大了十几岁 我儿子江红 也比你小不了几岁 所以我们 其实不应该以平辈论处 我也算是你的小叔了 小叔说一句托大的话 你呀 不可否认 是有些小聪明 但是年轻人太气盛 做事冲动 不考虑后果 之前在外面锋芒毕露 树敌太多 现在你没实力了 又开始畏首畏尾 装孙子 当缩头乌龟 这怎么可以呢 我们江家要是被你这么带着 早晚要出事的 江万豪急言立色地批评 似乎对江家的前途 在费心费力 江四唯唯诺诺地点头称是 江万豪得意忘形 感觉自己已经走上了 人生的巅峰 你那媳妇在哪呢 怎么还不出来 我们这些长辈来了 怎么不给我敬一杯媳妇茶啊 难道是不把我这个叔叔 放在眼里吗 一点礼数没有 太不受规矩了 怎么配得上我们江家 江松老气横秋地说 那口吻 真是把自己当成江家的家主了 可不是 这门亲事 要是我要是不同意的话 就不算数 我们江家是什么样的人家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 妖艳见货都可以进门的 我要把那个女人赶出家门 江万豪同样显得趾高气扬 以止气势 江家旁熙这几人不知道的是 他们的对话都通过录音设备 直接传到了内宅 传到了江老夫妇的耳中 今天江四没有让这老两位出面 就是担心他们心软 一会看到自己收拾江松一家时 给他们求情 江四说的没错 以后不需要他们再送报表了 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了 而江老爷子 只是老了 又不是傻了 当然知道 江家旁熙这几个人 暗中搞的鬼 之前都是睁一眼闭一眼 没有追究 因为江老爷子 是一个念旧的人 也明白水智轻则无余的道理 让人办事 自然就得让人有些好处 江四几次说 要让这家人打包滚蛋 都是江老爷子 被地理说了好话 江老爷资本 以为他们家贪污了几千万 就可以收敛了 没想到这家人贪得无厌 胃口越来越大 现在亏空的账目 已经在十几亿了 江老爷子 就是再大度 也受不了了 因此今天这个宴会 就是鸿门宴 你听听这几个人 简直是太猖狂了 真的我们江家没人了 江老夫人生气了 之前的江松 不是这样的人 哼 玉使之灭亡 先使其疯狂 这人一旦利欲熏心 就很难分清 是人是鬼了 江老爷子 与其说是生气 不如说是失望 毕竟江松 跟了他几十年 算是心腹了 没有什么比心腹背叛 更让人觉得 心灰意冷的事情了 哈哈 你们听到没有 他们在数落那丫头呢 看这意思 还想欺负苏萨 我看他们是疯了 有这时间 自己玩触电也好啊 江老夫人笑着说 可不是吗 真是自不量力 看那个丫头 怎么收拾他们 江老爷子也笑了 他们以为自己面对的是谁 那是连自己 老两口都不敢招惹的苏萨 在江家 说一不二的少夫人 就凭这几块料 还想给苏萨难堪 还想把苏萨赶走 真是一卵击石 自讨没趣 真的有些期待呢 江老夫人说 听到几个人的话 江四忙不迭地喊 媳妇 还愣着做什么呢 赶紧出来 给几位前辈敬茶 这点规矩 都不懂吗 平时我怎么教你的 别给我丢人啊 我和你说 要是你表现不好的话 连你和我 都得打包滚蛋 江家虽大 却没有你 和我的容身之地了 见江四的态度 如此卑微 江松与江万豪对视一眼 都从彼此的眼中 看到了得意 早知道江四这么怂 自己又何必忍了那么久 早就应该发难了好不好 江红更是得意 他打量着这偌大的江家老宅 心里面 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少爷今天 就不走了 以后这就是我的家了 我要把苏萨领到这里 指着这锦绣江山 对他说 看 这都是 朕给你打下的江山 爱妃 你就从了朕 让我今晚翻你的牌子 你乖乖事情吧 江红正在想着 忽然他的眼睛直了 因为说曹操 曹操道 江红真的看到 苏萨走了出来 摇曳生姿 顾盼生姿 如风吹杨柳 美艳不可芳物 这女人怎么在这 苏萨 你 江红吃惊再问 江四已经笑着介绍 这就是我的捉襟苏萨 啊 你是江四的老婆 江红更震惊了 是啊 苏萨撩拨了一下头发 风情万种地回答 所以小红啊 你可以喊婶婶了 按照辈分 江红确实应该管苏萨 叫一声婶婶 江红真的猛逼了 不过她马上就醒悟了过来 好事啊 怪不得这个苏萨之前 总是拒绝自己呢 不把自己这个江家太子 放在眼里呢 原来她自以为是 江家大方的少夫人啊 这才如此傲慢吗 可女人你错了 你不知道现在的江家 是我们庞系的江家 你那个老公 就是个摆设 就是个废物 拿什么和我比 婶子怎么了 只要我想 一样上 并且现在江红 对自己拿下苏萨 更有底气了 江红哈哈大笑 我美艳的小婶子 以后 你就是我的女人了 别跟这个男人了 她在我面前狗屁不顺 以后 这江家我说的算了 哈哈 然后江红一瞪眼 宁笑着看向了江四 江四 事到如此 我也不和你藏着掖着了 你的妞 我看上了 以后她就是我的私人物品了 你要是识趣的话 就劝她老老实实听我的 否则 别怪我不客气 让你妻离子散 家破人亡 死无葬身之地 听到江红的叫嚣 江松 江万豪父子 都是一愣 忙问江红怎么回事 江红就兴奋地 把苏萨的来历 介绍了一遍 这是我们学校的女神 我早就看上了 这次正好 要夺妻 江万豪痴迷地 看着苏萨 感觉自己像是 回到了二十几年前 情斗初开 当毛头小子 第一次接触女人时的激动心情 她哈哈一笑 儿子 你很有眼光 我很喜欢 你给自己找的后妈 江红一听 什么 后妈 自己这老爹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爸 不是后妈 她是你的儿媳妇啊 江万豪一瞪眼 什么儿媳妇 你爹还担着呢 凡事要讲究先来后道 尊卑有序 你爸爸离婚了 一直独守空房 难道你就不知道尽孝吗 江红还想说什么 江万豪已经怒喝道 江红 再避避停了你的零用钱 这还算是轻的 你要是不让老子 我要了这女人 信不信我把你逐出家门 反正我又不缺儿子 想给我生私生子的女人有的事 我不介意 你和你那个黄脸婆妈妈一起滚 看看你离开了我 还是不是这么的牛逼哄哄 江红不敢再争辩了 他知道要是被江万豪赶走 就冲着自己之前 做的那些缺德事 肯定会被人打死的 只能把求救的眼神 看向了江松 爷爷 你看我爸 怎么抢自己儿子的女人呢 这差倍了呀 江松果然很有长辈的尊严和气势 他重重一哼 父子两人 你们为了一个女人争风吃醋 不觉得寒碜吗 不怕人笑话吗 我看啊 他当你们奶奶最合适 我老头子也需要女人的温暖啊 得 这老不死 老不休的 居然也看上了苏萨 祖孙三人为了争夺苏萨 闹得不可开交 就差大打出手了 隔壁偷听的江老夫妇面面相去 都觉得三观都毁了 节操掉一地 江老爷子冷哼 哼 女人果然是红颜祸水 倒是江老夫人为苏萨打抱不平 什么红颜祸水 明明是这三个人扎甜不知耻 我说三位 我冒昧地提一句啊 首先我很感谢你们对捉襟的喜爱 但是我们还没离婚呢 你们要我媳妇 是不是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呢 江四一脸笑容地问 江红 有你什么事 滚开 江万豪 你敢说一个不字吗 反对弄死你 江松 小四啊 你最孝顺了 你说是不是要把最好的献给长辈 江四很为难 要不我问一下夫人的意思吧 于是江四扭头看苏萨 夫人 你觉得这三个畜生 哪个好一点 苏萨看了一眼 一秋之河 江红怒了 妈的 江四你敢骂人 江四一脸都无辜 我没骂人啊 我只是在骂处上罢了 江万豪冷哼一声 我看出来了 你江四是对我们不爽啊 难道这是红门燕 不过我警告你一声 不要有任何的非分之想 因为江家的人 猜 全 都在我江万豪的手里 离了我 你 江万豪莫等说完 就听得江四一拍手 马上有黑衣保安 押送了二十多个人上来了 都是被江万豪手买的江家心腹 这些人一个个面如土色 跪成了一拍 四爷 我错了 四爷 我们再也不敢背叛了 我们都是上了这个江万豪的当啊 面对他们的哀求 江四笑得如同仙一样灿烂 你们哪有什么错啊 错的是我江四啊 我要是养狗的话 都比养你们这些狼心狗妃的东西有用啊 那些人更慌了 哭爹喊娘 痛哭流涕 满地打滚 甚至是屎尿齐流 江万豪有些傻眼了 这些都是自己的心腹和后手啊 自己联系这些人的时候 不是很隐蔽的吗 怎么被江四知道了 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 我的阴谋的 他不是已经不问世事 当甩手掌柜很久了吗 妈的 被这小子扮猪吃虎给阴了 但我江万豪并没有说 我还有不少的内线 没被抓出来呢 江四 我还可以和你斗 似乎是知道了江万豪内心的想法 江四笑眯眯地补充 你一共联系了131个人 23个人当场拒绝了你 剩余的108个人答应和你一起反水 你还有很有创意的 取了一个108将的绰号 但如果我现在告诉你 除了现在跪在地上的这些歪瓜裂走 其余的人都是反剑技 都是我故意安排的 你会怎么样 那些人的效忠 都是把你当成傻逼在耍 你又怎么看 江万豪听了神色大变 江四 你好卑鄙 江万豪此时终于明白了 自己自以为操控了江家的大局 其实是被江四当成猴子在耍 他自以为是的阴谋诡计 在江四那里完全是不值一提 江四还在捕刀 对了 你是不是找了很多江家的客户 许诺给了他们很多的好处 但是 你知道不知道 当你前面刚刚找了那些人后 这些客户无一例外的都找到我 他们都很纳闷 为什么你们江家派了一个白痴出去 他们都以为我在和他们开玩笑吗 江四本来笑眯眯的 可此时忽然脸上没有了笑容 变得冷落冰霜 那些客户为什么不敢要你的好处 是因为他们正直吗 不 无伤不坚 是因为他们对我忠诚吗 不 伤人只在乎利益 为了钱 他们连亲爹都敢出卖 那为什么他们不肯和你合作 因为他们没有你这么蠢 他们知道背叛我江四的下场 可惜 你不知道 因为你之前过得太安逸了 江四用手指着江万豪 像是在看一个臭虫 想替代我江四 你以为你是谁 你算什么东西 说你是我养的一条狗 那是侮辱了狗 因为狗不会被判主人 你们现在的一切 都是我江四给的 你们的荣华富贵 生死攸关都在我的一念之间 之前我对你们网开一面 不过是因为你们还不值得 我动手罢了 可惜啊 有的人不作就不会死 就算是上天好好生之德 谁又能阻拦他们 自取灭亡呢 江万豪脸色苍白 浑身大汗淋漓 他不甘心 宁笑道 江四 你别胡我了 大不了我离开江甲 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 此时此刻 他还有了侥幸的心思 这几年 他暗中的小金库里面 已经有几十亿了 这些钱去哪里不是当大呀 江四 应该是看出了 江万豪内心的想法 于是 很贴心地问他 江万豪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弄了不少钱 就算是 被赶出江家也可以逍遥快活 江万豪 被看破了心思 索性图穷比线 不错 我在瑞银存了三十一亿美元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江四在国内牛逼 你在国外也牛逼吗 你看看瑞银的人会不会刁你 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没办法 我就喜欢看你 对我不爽 又无可奈何的样子 不怪江万豪如此嚣张 就算是江家在国内牛逼 但是瑞银可是全世界 号称最安全 最能保障客户 财产安全的银行 那三十一亿美元 已经被他转到了国外 那么他坚信 无论江四用什么办法 都没法再把这钱弄回来了 江万豪早就给自己留了后手 所以他 才没有把亏空的钱 经国内的银行操作 就是担心江家 往回追这笔赃款 哪怕光是通过渠道 把钱弄到瑞银的手续费 兜了几千万美元 这钱 江万豪觉得的值 想想吧 上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被希特勒杀掉的YT人 存在瑞士银行之中的无头账 大约有超过一百亿美元 这些钱 瑞银并没有交出去 而是直接吞没了 贪婪又无耻 我当然没有什么办法了 瑞士啊 那么远 哎 你说我要是在世界银行 或者是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有认识的人多好啊 他们一定有办法 把你的钱弄回来吧 江四微微一叹 认识世界银行 认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你以为你是 江万豪正想挖苦几句 只听到苏萨已经对江四开口了 总干事大人 半猪吃虎这招就真的这么好玩吗 玩一次差不多得了 总干事 什么总干事 江万豪一愣 苏萨已经很正经地说 本来我只是吃瓜看戏的 可看到现在我真的是忍不住了 因为你实在是太蠢了 蠢得让人想发笑 又想流泪 江四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总干事 现在你觉悟了吗 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你在瑞银的账户 应该是一分钱都没有了 江万豪傻了 江四却是正色的一百手 怎么会一分钱都没有了 我可不是那种赶尽杀绝的人 我还给万豪兄留了一点呢 这样就不会被销户了 我不信 我不信 江万豪嘴里说着不信 其实已经信了七八分 他忽然想起了反江联盟的事情 获胜组失败 也是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干事的参与 但他做梦都没想到 总干事就是江四本人 不可能啊 这样的世界顶级金融机构 掌舵人不应该是老外吗 怎么可能会是一个华人 如果江四真的是总干事 为什么从不表露身份 如果自己是他 早就炫扬的全天下都知道了 江万豪当然不懂 因为这就是境界的不同 他从身上拿出了手机 拨打了瑞银的VIP电话银行服务 查询自己的余额 您账户上的余额是一美元 听着这冰冷的机械声 江万豪彻底崩溃了 江四 你做事太绝了 就给我留了一美元啊 但随后 提示声又响了起来 扣除当年VIP账户管理费一千欧元 您的账户余额是付999欧元 江万豪手一抖 手机掉在了地上 耳边是江四好心的建议 江万豪先生 我劝你最好赶紧砸锅卖铁 把这欠的账户管理费交上 不然以瑞银那吃人不涂骨头的秉性 真的会全球追杀你呢 江万豪看着江四 目光中都是恐惧 怪不得还给自己留了一美元 不让自己销户呢 哪是什么好心 就是为了让他成为瑞银的欠款用户 这样 自己在国内要面临江家的制裁 就算是逃出国 也得面临瑞银的全球围剿 真是世界之大 已经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 可是 你已经没有锅可以砸 没有铁可以卖了 因为你已经破产了 你什么都没有了 你拥有的一切都成了空气和泡影 江四再次提醒 虽然江四没拿出什么证据 但江万豪相信 江四说得出就一定办得到 他真的完了 视频 一无所有 他的家产 房子 车子 票子 还有那些女人 都没了 四哥 四爷 我错了 我不是人 我忘恩负义 我是白眼狼 你放了我吧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呀 江万豪扑通一声 给江四跪下 痛哭流涕 江四叹息一声 哎 江万豪先生 你这样让我很难吧 我觉得当你的老板 我不配啊 因为我没有你那么黑啊 哇哇哇 江万豪大哭了起来 江松也傻了 他目瞪口呆 看着这一幕 用了很长时间才明白 到底发生了什么 自己家机关算尽太聪明 反倒是误了轻轻性命 现在什么都没了 他好后悔 后悔自己太贪心了 去贪图自己 不该奢望的东西 然后犯下了 覆水难收的错误 怎么办 求江四 江松知道没用 只能求江老爷子了 他忽然用手一扯头发 然后坐在地上大哭了起来 泰哥啊 我的老哥哥 您在哪呀 出来 让弟弟见一面啊 是老弟一时糊涂了 但我们几十年的交情啊 不看僧面看佛面 不看于情看水情啊 真把老弟逼上绝路吗 救我呀 磕头了呀 江松磕头如捣钻 此时 他已经不奢望 当江家的家主了 只要能保住 现在有的荣华富贵 能留住那几个 如似玉的嫩魔就好 隔壁 听着江松的哭喊 想着他都已经六十多岁了 真的要把他逼成 家破人亡吗 老头子 这样的白眼狼 不能留 这老东西 贪婪也就罢了 还敢惦记 我家的儿媳妇 呸 臭飙脸 江老夫人恨恨地说 之前那祖孙三代一起 一淫苏萨的场面 真的是让老太太恶心坏了 真是不要脸 不知廉耻 小的不正经 大的脸皮厚 老的老不休 别看江老夫人 自己对苏萨有些意见 觉得这个儿媳妇 不那么满意 但是 也不能让江家的女人 被外面人欺负 话说回来 我们老两口 自己想欺负那丫头 还欺负不了呢 你们又算老姐 爸 爷爷 你们怎么了 这小子有什么好怕的 现在江家不就是我们的了 怕他什么 看本太子的 江红还没有搞清楚状况呢 他气势汹汹地 来到了江四面前 双手插腰 江四 别装逼 小心装雷劈 我和你说 你最好试食物 今晚就给我搬走 我要和你媳妇入洞 江红的本意 是要说入洞房的 但是 只来得及说出了之前的两个字 就看到江四伸出手 在他的肩膀上 轻轻一拍 真的只是轻轻一拍 都没有拍蚊子的力气大 但是二人亥然的一幕出现了 江红居然从平地上消失了 就和变魔术一样 这个人 忽然没了 江红与江万豪都忘记了哭 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这一幕 他们在找江红 往远看 没有 往左看 没有 往右看 没有 往天上看 还是没有 然后他们往下看 终于看到了江红的踪迹 原来将四一巴掌 把江红整个人 给活生生地拍进了土地里 怎么形容呢 就像是用锤子 把钉子给狠狠砸进木板里一样 严丝合放 这是人能干出的事情 地面上可以是大理石啊 此时大理石的地面都碎了 地上出现了一个大洞 江红的脑袋与地平旗 已经失去了意识 人还能活不活 已经看不出来了 江四拍拍手 叹气 他说要入洞的 我只是成人之美啊 然后 吩咐一个黑衣护卫 等会儿用挖掘机跑出来 要是死了 就做成狗粮 如果没死 他不是喜欢当太子吗 当太子是有些困难 当太监吧 送到泰国去为娱乐事业发光发热 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江四又看向了江万豪与江松 这么做 你们可满意 江松与江万豪 当然不敢有半个不字 听四爷的安排 这逆子大逆不道 怎么收拾都是对的 我们没有二话 态度满分 江四欣慰点头 先看着江松 毕竟你是我爸几十年的老部下了 我也不能一点不给你活路 这样 你们不是亏空了我们江家 三十多亿美元吗 现在让你还 你也还不上了 这样 你就上街去要饭吧 什么时候要够了三十亿美元 我就饶了你 江松一听 脸都绿了 要饭要三十亿 要到地球毁灭那一天 也达不到啊 看来自己的余生 只能在流浪乞讨中度过了 江四又看向了江万豪 你还是个人才 我就不难为你了 你走吧 江万豪一听大喜 捡到了一条命 此时 他也顾不得自己的老子和儿子了 爬起来就要跑 可随后江四的一句话 就让江万豪如坠冰窟 你洗钱的那些手续费 都交了吗 不交的话 会不会被砍死啊 一句话 把江万豪提醒了 他忽然想了自己 自己为了把那三十亿美元 弄到国外 又没法走正规程序 所以是找到了地下钱庄 用了见不得光的手段 光是手续费 就是几千万美元 护城第三监狱 这天是亲人探视的日子 韩小眼巴巴地等着 等着影之来见他 可是他又一次失望了 自从他被抓进来之后 影之一次都没来 韩小游希望到失望 从失望到抓狂 韩童 你去找他 你去找他啊 就说我想他了 梦里都是他 让我给我一张照片 还有信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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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小对来探监的弟弟韩童说 一听影之这个名字 韩童就气不打一出来 哥 你别提那个女人了 那就是一个见义思迁 水姓娘的婊子 她早就不在乎你了 不可能 不可能 我支持女神不是那样的人 她不来见我一定是有苦衷的 肯定是他妈不让的 你让他偷着来不可以吗 韩小嘴里在碎碎念 什么不可能 那婊子早就和别的男人在一起鬼混了 韩童愤愤不平 男朋友 沈树枝吗 不会的 韩小不信 她知道影之一直对沈老师有意思 但沈树枝不是对影之不假词色吗 两人根本就没有什么亲密互动 都是影之在单恋 所以她并不在乎 我不知道什么沈树枝 王树叶的 我那天带女朋友去开房 就看到影之与一个男人去开房了 你放弃幻想吧 韩童毫不犹豫地打破了韩小的幻想 韩小脸色煞白 颓然地靠在了椅子上 嘴里面喃喃自语 不会的 不可能 吱吱女神 你不能这么堕落呀 你把我忘了吗 在你心中我算什么 忽然 韩小的眼神变得凌厉了起来 影之 你不忍 就不要怪我不义 影之 确实有了新的男朋友 并且与男朋友 已经双宿双七 名铺叶盖了 几乎天天去开房 反正 现在赵倩也很忙 顾不上管他 以为他住宿舍呢 这个男朋友 当然不是沈树芝 影之对沈老师 已经没意思了 那次作弊事件 影之对沈树芝 是彻底死心了 他现在 与那个男朋友 恋情火热 完全不知道自己 其实是在玩火 是玩火自焚 他早就把韩小忘到了 九霄云外了 况且就算是不忘又如何 那个舔狗 还能自己怎么样呢 自己摆明了 就是耍他 虽然他坐牢 都是被自己害的 但他也只能认怂 吃闷亏 难道还敢反抗吗 造罚案 这影之也是之前 被韩小舔的忘乎所以了 因此丝毫没有想到 韩小慧不会对他报复 因为舔狗这种生物 是随时可以变身为狼的 莫欢欢很开心 他可不仅是一个资深吃货 资深吃 还是一个很有 才华的服装设计师 在服装设计专业里 成绩一向都是名列前茅的 这段时间 莫欢欢参加了 护城大学生服装设计大赛 比赛是影视服帽赞助的 幕后的金主 就是影视服帽的主持人赵茜 莫欢欢的作品 得到了评委的认可 拿到了大赛的第一名 不但有五万元的奖金 还被赵茜看中 让他再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就可以入职影视服帽 当实习设计师呢 莫欢欢自然喜悦 因为赵茜对莫欢欢很是重视 已经许诺了 一旦莫欢欢毕业 马上就签订正式的聘用合同 在工资 奖金和福利上 都是毫不吝啬 还说 要是莫欢欢的作品足够优秀的话 还会推出他的个人专属品牌呢 莫欢欢有一种 是未知急者死的激动 表示一定会把全部的才华和智慧 都奉献给影视服帽 苏萨知道了 莫欢欢入职影视服帽的事情 就提醒了莫欢欢一句 那个赵茜可不是什么善男性女 小心被他算计 莫欢欢 阿萨 我知道那个赵茜是影视的妈 影视是什么德性 我心里有数 但赵总看着还挺不错的 对我也很照顾 莫欢欢毕竟是才进入社会 生性单纯 不知道人间险恶 没有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所以苏萨也理解 就没有再细说 但也是留心了这事 对现在的苏萨来说 莫欢欢的事情不是什么急事 小包子上学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按照年龄 小包子应该上幼儿园了 而按照江老夫妇的意思 就是还采取家教的形式 以江家的财力 可以把全世界的名师都请到江家老宅 给小包子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他们不想让小包子去外面学校 担心小包子被欺负 因为小包子 现在还是不肯开口说话 可苏萨却反对 孩子就是要去学校上学 因为在学校学的 不仅仅是知识 还有人际关系 怎么与同学相处 要有自己的朋友 交几圈 这些可能比书本上的知识 更为重要 因为苏萨已经发现了 小包子不仅是在绘画上 天赋惊人 在文化课方面 那也是妖孽一般的存在 他其实才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但不论是物理还是数学水平 都已经到了初中生的水准了 英文词汇量 别说大学英语四六级了 考托福都绰绰有余 所以 让小包子去学校上学 感受同学之间的友情 才是重点 正因为他现在还不肯开口 所以换个环境就更重要了 姜老夫人好不容易同意了 苏萨让小包子 去学校读书的想法 但是到底去什么学校 两人又有了分歧 姜老夫人的观点很直见 我孙子 当然要去贵族学校 就是那种 学费每年超过百万 学校硬件设施金碧辉煌 有管家 有保镖 有女仆 把学生伺候得如同王子公主一般的学校 但苏萨不同意 倒不是苏萨 有什么仇富心理 而是苏萨觉得 孩子上这种贵族学校 必打于力 这样的学校 那都是 充满了功利事故 并且 阶层壁垒分明 都是按照家里面的资产数额 学生分了很多个小圈子的 百亿与百亿的玩 十亿与十亿的玩 家里面只有几亿的 都属于边缘群体了 要是身家只有几千万 都不好意思 和人打招呼 肯定是 充满了捧高踩低 贤贫爱富的 虽然这里面的穷人 在外面也都是富家公子 苏萨可不想单纯善良的小包子 在一个这么败金的学校里面成长 接受教育 当然了 以江家的家事 在任何一家贵族学校 小包子 那都是金字塔尖的存在 不会有人欺负他 排挤他 不论是老师 还是其余的学生 都会重心捧月地捧着他 哄着他 卑躬屈膝 千一百顺 因为江红那个太子 不过是个 华众取宠的小丑 让人鄙视的赝品 但小包子 可是货真价实 金光闪闪的江家小太子啊 谁不抢着溜须拍马 阿鱼奉承 但这是苏萨 更不愿意看到的 他可不想小包子 身边没有真心的朋友 都是一群 见风使舵的势力小人 哪怕那些孩子 没有这样的想法 但是那些孩子的家长 会叫缩的 让他们的孩子 打着有益的旗号 算计小包子 所以 苏萨的打算 就是让小包子 隐藏江家小太子的身份 上普通的学校 能有一个正常孩子 该有的学校生活 没有学校生活的童年 是不完整的 同样 没有正常学校生活的童年 天天被人算计的童年 也是不幸福的 一听苏萨说 让小包子 去普通学校 老太太就火了 不行 我不同意 苏萨 真看出这孩子 不是你亲生的 你是一点都不心疼啊 我家秦朗要是在外面 受了欺负 可怎么办 你以为那些普通学校 就没有视力眼吗 就没有欺负人的吗 我家秦朗这么乖 一定会吃亏的 再说了 社会那么复杂 秦朗去普通学校 我担心不安全 怕被坏人惦解 说到这里 将老夫人的眼睛都红了 我家秦朗可怜啊 莫人疼 莫人爱的 苏萨就是一皱眉 她最不喜欢 听人说的一句话 就是秦朗不是你生的了 不是我生的怎么了 我就不能喜欢吗 熊猫也不是你生的 你不是一样喜欢 老太太 有事说是 别人生攻击啊 秦朗不是我生的没错 但我怎么就不心疼了 但心疼不代表溺爱 她是一个男孩子 不能永远被你守在温室里面 她应该得到成长和锻炼 我当然知道 普通学校不是世外桃源 在学校里 也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但这就是成长的代价 人不能一帆风顺 是需要挫折和魔力的 哪怕是她身家千亿 也是如此 换句话说 如果她没有坚毅的品质 以后能守住这么大的家业吗 她一点挫折不受 以后怎么打理江家 在外面纵横百合 匹夫无罪 怀必欺罪 她要继承的江家 是一块大肥肉 多少人惦记 难道不需要 从小培养她的能力吗 否则不说外人啊 就是江家内部 也有一大批野心家呢 况且 我们让她去普通学校 隐藏身份 这要比出门 带几十个保镖安全多了 否则就真是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了 江老夫人 被苏萨说得没了词 就看向了 一直在苏萨身边 乖乖坐着的小包子 挤出笑容 勤朗啊 你是想去贵族学校 还是去普通学校啊 贵族学校什么都有 教室和城堡一样 里面有各种玩具呢 但普通学校 就没有这么多的 好玩的和好吃的了 显然 江老夫人 是想引诱秦朗 和她立场一致 可是小包子 却是萌萌哒的一点头 虽然没有出声 但一双胖乎乎的小手 却是紧紧地 抓住了苏萨的手 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什么学校不是问题 但是阿萨阿姨的态度 才是问题 作为阿姨的小宝贝 当然要听阿姨的话了 江老夫人脸色一黑 却是不好 对小包子发作 只是在心里面 默默地有些吃醋 自己这么宠这个乖孙子 为什么却没有这个丫头 在小包子心中的地位高呢 真的是有些愤愤不平啊 不吃 在一边 默默吃瓜看戏的某四 忍不住笑出了声音 江老夫人有些恼羞成怒 我管不了孙子 我还管不了儿子了 立马对江四 开始了狮子吼 臭小子 这是你儿子 你不管啊 就眼睁睁看他 去普通学校受苦啊 你这么狠心啊 都说有后妈就有后爹 这话 真是一点没错 江四苦笑着说 欲不拙不成器 我觉得 阿萨说的挺对的 江老夫人更火了 放屁 看你怕媳妇那个怂样 他说什么你敢说半个不字 他说太阳 从西边出来的你 也只能点头哈腰的同意 真是小公鸡 尾巴长 娶了媳妇忘了娘 江四很委屈 怕媳妇 这不是我们江家的传统艺能吗 我爸也怕呀 一边的江老爷子 不乐意了 我怕老婆 谁敢在我面前说一句试试 江老夫人一瞪眼 说了又如何 我立马满脸陪笑 我重重有赏 不管如何 小包子上学的事情 就这么定了下来 幼儿园就是与小区 隔了一条街的护城 第三实验幼儿园 这个幼儿园虽然不是贵族学校 但在护城来说 也算是比较好的公办幼儿园了 因为这附近算是中高档小区 所以入园孩子的家庭收入 都是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 比较重视教育 所以这一片学区 不论是幼儿园 还是中小学 都是在护城能排进前十名的存在 根本就不像是 将老夫人想的那么差 很多家长 都是为了这里的教育资源 才在这里买房的 因此也提高了这一代的房价 事实上 当初苏萨在这里买房 也是看中了这一代的教育资源 那时候 苏萨就已经打算 让小包子在这里上学了 可算是未雨绸缪了 按照秦朗的年纪 应该直接上大班了 而此时 不是整个学年的开学季 而是下学期的开学时间 于是 秦朗入学 要办转学手续 苏萨专门抽出了一天的时间 拿着房产证 户口本去了所在区的教育局 给秦朗做了学籍登记 然后 又到了实验幼儿园 教了那些转学手续 这样 秦朗的入学 就算是完成了 等着周一正式入园就可以 正式入园 秦朗显得很兴奋 晚上到了十一点 还不帅 睁着大眼睛 在那想心事呢 怎么 要去学校了激动吗 苏萨在秦朗的小房间里 搂着他笑着问 秦朗睁着一双 如同星星闪亮的大眼睛 有些害羞地笑了 我小朋友和你一起玩 一起做游戏 一起学习呢 苏萨摸着小包子的头发 温柔地说 小包子点头 眼睛里都是期待 在幻想着学校的生活 小包子一世无忧 但是很孤独 身边都没有什么同龄人的朋友 当然了 也会有一些不讨喜欢的人 你也得学会面对知道吗 因为地球 是围着太阳转的 不是围着我们转的 在家里面 你是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少爷 在外面 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孩子 没有什么特权的 因此要和同学搞好关系 不要恃宠交 做一个懂事的孩子知道吗 这句话前面的意思 晴朗不是很懂 但还是拼命点头 阿萨阿姨的话 永远是那么的好听 哪怕就是听不懂 也是对的 但后面的话 完全懂了 阿萨阿姨 让我做一个乖宝宝 我就一定是世界上 最乖的宝宝 行了 早点睡吧 要不明天早上 该有黑眼圈了 苏萨在小包子脑门上 亲了一口 正要离开 却被小包子 伸出粉嫩嫩的小指头 抓住了他的衣袖 圆滚滚的小身体 在床上残涌一样滚来滚去 就是不肯撒手 苏萨笑了 用手刮了一下 小包子的小鼻子 一起睡 小包子蒙点头 门口偷听的 某似不乐意了 江擒浪 你太有心机了 真是一个心机boy 不许撒娇卖萌缠着阿姨 你爹晚上不习惯一个人睡 而你是一个小男子汉了 要习惯一个人睡了 小包子鼓起了腮帮 再和自己老爹示威 就不 苏萨当然是站在小包子一边的 于是 扭头给了江先生 一个风情万种的白眼 你出去 明天孩子第一天去学校 接触那么多的同龄人 有些紧张怎么了 别在这里添乱 江四显得很委屈 可我每天上班 也要遇到那么多的人 也会感到疲惫和紧张 我也需要安慰啊 迎接某次的 是一只飞来的枕头 看到老爸挨打 小包子 俏皮的鸣嘴 晴朗 别离你那个不靠谱的店 睡吧 今晚我陪你 但你也别太担心了 你长得这么可爱 小伙伴们都会喜欢你的 苏萨有些失策了 他想到了小包子 会受学生的欢迎 但是没想到 这么受欢迎 哪怕别人不知道 他就是金光闪闪的 江家小太子 但身边也是 聚集了无数艳羡的眼神 因为小包子长得 实在是太可爱了 萌萌哒 棒棒的 如同卡通片里的小天使一样 一笑两个酒窝 人的心都融化了 就不说一路上 看到小包子的保安 保洁 生活阿姨和老师了 就是晴朗到了自己的班级 与老师刚说 我们搬来了一个新同学 下面的班级就炸了 坐在我这里 这里 小朋友们都疯狂举手 示意晴朗坐在他们身边 甚至还有一个 长得很漂亮的小女孩 穿着粉色的公主裙 看到晴朗 已经自告奋勇地上台 拉着晴朗的手 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了 当然 也不是所有的孩子 都喜欢晴朗 在最后一排 有一个又高又壮的男孩 看到了这一幕 眼中露出了 与年龄不符的凶光 不过 苏萨并没有注意 幼儿园外面 一辆无比拉风的兵力车内 姜老爷子和姜老夫人 都在里面 他们目睹了 将晴朗入园的全程 因为实在是不放心 不过 刚才看着晴朗 背着崭新的小书包 牵着苏萨的小手 一路蹦跳 雀跃着走进幼儿园 和普通的小朋友一样时 他们也是感到很欣慰的 哼 算这丫头办了一件好事 苏萨要离开了 让苏萨安慰的是 看到他离开 晴朗的眼中虽然有不舍 但并没有和有的小朋友那样 开始哭天抹泪 于老师把苏萨送到了班级门口 于老师 麻烦您费心了 我们家晴朗才开始上学 肯定有很多地方不适应的 有什么时候 您及时给我打电话 平时的苏萨 是一个沉默寡言 桀骜不逊的人 很少和人主动搭讪 攀交情的 但对小包子的班主任 当然得态度亲切了 晴朗妈妈 你放心 孩子在我们班里面 一定会很舒服的 于老师亲切地笑 这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 短发 戴着黑矿眼镜 脸上都是笑容 显得很斯文 很有亲和力 于老师 我们家晴朗的性格 有些内向 不爱说话 这一点 您一定要多留意一下 但它一切都是正常的 我想这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苏萨特意嘱咐了一下 就是担心 晴朗因为不爱说话 而遭到什么歧视 或者欺负 当然没有问题 我们这些老师 一向的原则 就是兢兢业业 无私奉献 春残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类屎干 就是我们的职业写照了 我们对所有的学生 都会一视同仁 无微不至的 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老师追求的 都是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呢 于老师没口的保证 听到他这么说 苏萨再次表示感谢 就要离开 我送您出去吧 不用 太客气了 我一个人出去就好 那不行 我的原则 就是一定要把每个同学的家长 都送到校门口呢 于老师坚持 苏萨看着于老师这么热心 只能答应了 于是就只能让于老师 把他送到了幼儿园的门口 苏萨此时当然想不到 于老师跟着他出来的真正目的 也是于老师从前坚持 把学生家长送到门口的真正目的 真正目的有两个 第一 看看学生家长开的什么车 要是奔驰宝马 那就是富家子弟 他当然会另眼相看 要是丰田大众 那就是一般家庭 那就会一般对待 如果车再便宜一些 或者干脆没有车 那自然就是寒门子弟 不值得仔细对待了 当然 要是看到学生家长 开着保时捷 法拉利这样的豪车 那就是自己班级里的小祖宗了 于老师自然是要跪舔服务的 这位于老师嘴上说得好听 什么春蚕到死死方镜 蜡锯成灰泪屎干 其实真正的原则是闲贫爱富 看人下菜叠 第二个送家长出门的目的 则是方便学生家长给他送礼的机会 在幼儿园里面 人多眼杂的 什么现金啊 红包啊 购物卡呀 各种土特产之类的 不好送 他也不好收 但是出了校门 就可以方便自己收礼了 这些学生在于老师的眼中 根本就不是什么祖国的赌 不过是待宰的肥羊 可以被勒索的人质罢了 于老师和苏萨出了门 他的眼睛一下就亮了 因为他发现 苏萨刚出门 幼儿园门口 一辆黑色的宾利车门就开了 宾利啊 千万级别的豪车 为了能知道学生的家世 这于老师可是坚持订阅汽车杂志的 一眼就看出了 这宾利的价格 据他所知 此时对面的这辆宾利 可不是普通款 而是特别款 私人定制的 里面的豪华配置 堪比宇宙飞船 这车本身价值八百多万 但是加配的东西 价值比车价还贵 这么说吧 这辆宾利车没有两千万 根本就无法落地 于老师是幼儿园大一般的老师 他一直羡慕大二班的学生家长里面 有一个开法拉利的 那车二百多万 是幼儿园家长里面最贵的车了 因为这幼儿园附近的家庭 都是中产阶级为主 没有那种真正的巨富 但现在看了这辆豪华宾利 于老师激动得浑身颤抖 是这个江秦朗家长的车吗 是的话 自己就捡到宝了 看不出这姓江的人家这么有钱啊 自己一定会打起一百二十分的精力 好好伺候这个小祖宗 别说当自己的学生了 任这个小包子当干爹都行 再说宾利车内 看到苏萨出来 江老夫人就想下车问问秦朗 在学校里面的情况 习惯不习惯 适应不适应 可是却被江老爷子拉住了 老婆子 先别下去 你忘了这丫头 说隐藏身份的事情了 不能让外人看到 秦朗是我们江家的孩子 那样对孩子也不安全 再被人惦记上了 其实 按照江老爷子的意思 也是找一辆普通车来的 于是只能无奈选择了 这辆兵力 不然选布加迪威龙吗 五千万那个 江老夫人一撇嘴 哼 那丫头 就是事多 虽然话是这么说 但还是把车门关上了 真正熟悉江家的人都知道 现在在江家 真正说话最管用的 不是老爷子 不是四爷 而是这位江少夫人了 怎么形容少夫人 在江家的地位呢 有一句话可以很准确 少夫人说话 一句顶一万句 于老师见兵力的车门关上了 险见着不是来接苏萨的 心中一阵的失望 为什么我就遇不到 一个土豪的学生家长 哎 如果真有一个土豪家长 我给对方当小三都愿意啊 要不要去整容呢 就找那个著名的 整容大师苏大师 整金再高也舍得 因为这是在给自己的未来投资啊 那这个秦老妈妈 是开什么车呢 看她打扮得干干净净 身上虽然不是名牌 但也不算寒酸 应该至少也得适量三十万的奥迪吧 苏萨来送小包子上学 当然是易容的 把自己易容成了一个 俏丽的少夫 否则 要是让人看到最美街拍女神 有一个这么大的孩子 狗仔对不得疯了 滴滴 苏萨一按手里的遥控钥匙 她的车启动了 不是奥迪 是雅迪 电动车 于老师的脸色一下就变了 脸上的笑容 一下就变得很是勉强 从奥迪到雅迪 太浪费感情了 苏萨是有车的 这当然是废话 江家的车库里 别说千万豪车了 只升飞机都有 但苏萨觉得 那些都太招摇了 平时 她都是开一辆甲壳虫逮捕的 那车二十多万 不算豪车 但是也不寒酸 可是这几天 因为莫欢欢 总要去影视福贸上班 那里距离护城大学很远 坐地铁的有两个小时 赶路很辛苦 苏萨就把甲壳虫 给莫欢欢开了 自己呢 自己买了一辆电动车 因为 在护城这样的大城市 如果通勤距离 在十公里以内 又不刮风下雨 酷暑严寒的天气 那么开汽车 真没有骑电动车 有幸福感 不堵车 不用担心 找不到车位 不会被罚款 还可以带孩子 苏萨骑的还很滋润呢 索性就把那个甲壳虫 直接送给莫欢欢了 可是这是 于老师不知道啊 脸色当然就不好看了 穷人家的孩子 谁稀罕 心中已经很失望了 但于老师还在盼着 能从苏萨的手里面 得到一些好处 虽然学校严禁教师收礼 但那不过是做做样子的 不收礼 不是白当老师了 这么多的学生 不利用岂不是太傻了 反正于老师当老师这么多年 那真是狮子大开口 对学生家长各种吃拿卡要 购物卡 现金 烟酒 衣服 手饰 手机等数码产品 什么都要 自己用不到 还可以拿出去卖 总之是贪得无厌 厌果拔毛 很多家长都很反感这事 可基本上没有声张的 为什么 当然是怕孩子被报复了 哪怕于老师被举报开除了 但是他的那些同事 会不会是吐死狐悲 一秋之河 所以为了孩子 只能委屈求全 这就更加助长了 于老师的嚣张与贪婪 如果有学生家长 不懂规矩 不打点他 那么就会被 他给那些孩子穿小鞋 就像是刚刚过去的教师节 给他送购物卡等 贵重礼品的学生 都被他夸赞了 还一人发了一朵小红 上了班级的光荣榜 那些只懂得送仙贺卡的 都被他记在了小本子上 乔丽名目 以全谋私 挨个收拾了一通 后来 好几个明白过来的家长 都紧急给他补了孝敬了 有高级化妆品 有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还有超市的充值卡 于老师都卖了 光是一个教师节 他就收入十几万呢 比一年的工资都高 要是天天都是教师节多好啊 于老师经常这么琢磨 但让他失望的是 苏萨只是和他挥挥手 就骑着雅迪电动车走了 一点表示都没有 真是给脸不要脸 果然是穷酸 就是这么的吝啬 连礼物都舍不得送 还想让你们孩子受照顾 凭什么 我欠你们的呀 哼 让我给你一点颜色看 不说话 不说话不就是小哑巴 还说什么正常孩子 你们家长 要是懂事的话 就得多给钱才行 那我才会多看 这小哑巴几眼 结果是竟然个铁公鸡 一毛不拔 咱们骑驴看畅板 走着瞧 你们会后悔的 晚上放学的时候 苏萨又来接晴朗了 是和江四一起来的 开着车 但也不是什么好车 而是一辆五菱红光 这是开包子铺的罗叔的车 罗叔的生意越来越好了 每天净面净肉 再用三轮车都不够用了 所以 罗叔就钱 买了一辆二手的五菱红光 这几天 罗叔回老家办事去了 因为他们 要在户城买房了 要办理户籍 而能买房 自然是因为 包子铺的生意越来越好 都开了三家连锁店了 这里面 主要的原因 当然是罗家人吃苦耐劳 但也有苏萨的功劳 他这个最美接拍女神的带火能力刚刚的 总是不时帮着宣传生意 罗叔的包子铺 都成了网红包子铺了 罗婶不会开车 于是江四 就被苏萨抓了壮丁 每天给包子铺送米面 反正这大总裁 天天游手好闲 不务正业的 于老师 看到了五菱红光 心里面 当然也很不屑 因为太便宜了 还很旧 一看就是二手的 这江家果然 没什么钱 他没看到开车的江四 却注意到了车厢里面的米面和油 眼睛一亮 送我的 算你们会做人 正想把自己家的地址告诉苏萨 让他直接送货上门 却看到苏萨 直接带着秦朗上车了 秦朗 幼儿园好吗 小包子点头 边上几个小女生又冲上来 围着秦朗 还睁着青秦朗胖嘟嘟的脸蛋 把小包子的苹果脸都啃红了 舍不得让秦朗回家 苏萨叹了一口气 虽然他知道 这些都是天真烂漫的小朋友 没有别的意思 但以小包子的受欢迎程度 看来自己的提前考虑婆媳关系了 武林宏光开走了 根本就没有给他送米面的意思 于老师的脸黑了 他唬着脸 喊住了那几个女孩 咬牙切齿地说 以后谁也不许和那个小哑巴玩 知道吗 谁不听话 就不是好孩子 莫欢欢果然被赵千里坑了 他到了影视福茂后 真是兢兢业业 尽职尽责 对工作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精力 加班加点 费寝忘食 有好几次 直接是住在了公司里面 他画了很多的设计图 此外 还有大学这几年之中 他积累的作品 都交到了赵茜的手里 赵茜对莫欢欢的作品很满意 不得不说 莫欢欢虽然很年轻 但真是一个很有才华 很有天赋的服装设计师 因为设计师这个工作 其实就是看灵感 看天赋的 很多出名的设计师 都是少年天才 虽然很稚嫩 但是天赋惊人 灵感爆发 一下子就名扬天下 但是等到 在行业里面时间久了 可能经验多了 资历深了 和作品了 江郎财敬 泯然众人了 赵茜和莫欢欢说得很好 若公司重视他 一定会替他扬名的 会让他成为业内 最耀眼的年轻设计师 会让他挣很多钱 莫欢欢很激动 其实他虽然也想出名 也想挣钱 但最在乎的 还是自己的设计图 成了真实的服装 挂在商场里面 被人们喜欢 购买 穿着 那才是莫欢欢觉得 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但现实给了 他深深的一记耳光 因为那些设计图 莫欢欢都放心地给了赵茜 赵茜马上就去注册了 可设计师的 署名不是莫欢欢 而是他赵茜自己的名字 莫欢欢的作品 都被赵茜盗取了 要说这个赵茜 本身其实也是一个 有些本事的服装设计师 当年也设计出了 几个很优秀的产品 但近些年 他的精力 都用在了行政管理上 用在了争权夺利上 在服装设计上 已经生疏了 没有什么才华和创意了 可是 他又是一个爱慕虚荣 追逐名利的女人 还希望有一个 知名设计师的头衔 所以 他办那个校园设计大赛的目的 其实本身就是包藏货心 希望可以选出几个好苗子 单纯又好操纵 然后就可以被他利用了 涉事未深的莫欢欢 就中招了 赵茜很满意 莫欢欢的那些作品 因为这些作品 走的都是潮流风 和影视服帽之前的产品风格 大相径庭 所以 赵茜专门开发了一个 新的子品牌 Popstyle 动用了大量的资本 和媒体资源 给这个新品牌造势 并且召开了一个盛大的发布会 宣告Popstyle品牌 正式上市 莫欢欢此时 还被蒙在了鼓里 还以为自己是这个品牌的 首席设计师呢 因此 在筹备发布会的时候 可谓是尽心尽力 早出晚归 可是当他看到开幕式的议程 首席设计师发言人 变成了赵茜时 莫欢欢傻了 他这才知道 自己在Popstyle品牌里 不过是挂了一个 助理设计师的头衔 太坑人了 太欺负人了 于是 莫欢欢就去找赵茜 要一个说法 然后 莫欢欢就终于见识到了 赵茜的无耻 赵茜表示 是我给你机会来公司的 是我给你机会 可以自己设计作品的 我就是你的恩人 你的贵人 你的衣食父母 你对我必须感恩戴德 感激涕零 如果没有我 赵茜赏识你 谁知道 你莫欢欢是谁 不错 你的作品被我冒名了 那也是我看得起你 否则就凭你一个大学生 你就是天赋异禀 没有资本运作 你的那些设计图 就是一堆废纸 我现在已经把你 从实习设计师 提拔到了助理设计师 没毕业 就给你正式职位了 你还想怎么样 一个月给你两万工资 还有项目提成 真的 对你已经人之意尽了 赵茜希望莫欢欢知足 不要闹事 以后就专门给赵茜当抢手 他源源不断地 给赵茜画设计图 让赵茜享受功名利禄 荣华富贵 这样过几年之后 他会给莫欢欢一个机会 让他走到台前的 会给他名分的 赵茜还假惺惺的劝莫欢欢 你现在年轻 不要那么急功近利 出名太早 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多积累几年 多沉淀几年 以后才有更好的发展呢 这当然是赵茜用心险恶的妒忌 其实赵茜想的 不过是先榨干莫欢欢的才华 然后再泄莫杀驴罢了 等到莫欢欢没有什么 利用价值了 就一脚把莫欢欢给踢开 再找下一个傻白甜设计师 事实上 被赵茜这么对待的人 不只是莫欢欢一个 最近几年 已经有好几个 有才华的年轻设计师 都被赵茜如此玩弄了 他们敢怒不敢言 只能忍气吞声 因为赵茜的势力大 人脉强 路子广 他们这些年轻的设计师 怎么斗得过呢 莫欢欢当然不同意 他是有些傻 但不是全傻 自然要给自己 讨一个说法 要一个公道 可赵茜一脸的霸道丑陋 根本就不给莫欢欢说话的机会 你说 你画的设计图 谁能证明啊 看看 这是版权登记证书 上面都是我赵茜的名字 你就是告到联合国 也没有人会帮你 也没有地方说理 莫欢欢都要哭了 那可是他几年的心血啊 都被赵茜给巴占了 还有苦说不出 除非他能证明这些设计图 都是他自己设计的 可是怎么证明呢 谁能想到 有现在的局面 从一开始 就在自己的书桌上 安一个监控摄像头 全程录像吗 世界上没有卖后回药的啊 所以莫欢欢 你认清现实吧 你是斗不过我的 乖乖听话给我画图 我们的popstyle品牌刚上市 现在还需要很多的新品呢 现在大学生毕业 普通都三四千的工资 还有人一毕业就失业 和他们比 我给你的待遇不错了 听话呀 赵茜和缓了语气 还想继续哄骗莫欢欢 还让莫欢欢当傻子 赵茜 我不干了 莫欢欢就想辞职 这样的黑心公司 没法带了 想走 哪有那么容易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 那就看到我们的合同吧 看你能不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赵茜冷笑着 把莫欢欢当初签订的 入职合同扔了过来 莫欢欢一看